第160章师妹闯入 可是不忍心 然而对面 叶飞白满眼期待地看着她 她抬眸看她一眼 果断端起一碗骨头汤 咕噜咕噜喝下 她觉得 她应该找厨房熬汤的厨娘 好好聊一聊 再这么喝下去 她估计得胖一拳 我带你去院子外面散散步 叶飞白出声说道 因萧云锦这几日 住在摄政王府 对叶飞白双腿的恢复 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比如 每日都会换来 习春对叶飞白的双腿 进行按摩 叶飞白练习行走之后 会让人烧一锅 加入药材的热水 给叶飞白沐浴 替她活落全身血液 所以 叶飞白这几日 进步还慢大的 已经可以慢慢地往前行走 不过走得极慢 大概蚂蚁都比她爬得快点 但萧云锦并不介意 笑着答应了 于是 二人用比蚂蚁爬行 还要慢的步子 从房间 走到外面的院子 就这样 便花去了一个时辰的时间 如此 叶飞白已经满头大汗 萧云锦掏出手袖中的帕子 点起脚尖 替叶飞白擦拭额头上的细汗 叶飞白却伸手 将她搂入怀中 略微低头 让她可以够得着她的额头 待萧云锦擦拭好 她还乘机偷翔一个 一吻 落在萧云锦的眉心处 这种轻腻的举动 叶飞白这几日常坐 萧云锦倒是不像二人 刚刚开始交心之时 那般害羞尴尬 不过还是小小的傲娇了一下 伸手拍了她胸膛一下 又不正经了 我真怀疑 你还是我最初认识的叶飞白吗 说到此处 萧云锦在院子中的鞦韆处坐下 这鞦韆是叶飞白为萧云锦特意搭建的 为她姐们用的 她在鞦韆上坐好 叶飞白便慢慢地行走到她身后 在她背后推她 一直都是 她唇角含笑 在心里补充道 独属于你的叶飞白 萧云锦荡着秋千飞了出去 一边笑 一边说 小白 再大力一些 我要飞得更高 你后背处有伤 如何能飞得那般高 下来吧 避免弄疼伤口 叶飞白只轻微用力 让秋千荡出去 听见萧云锦如此要求 自然不同意 还停下了手中动作 让秋千停了下来 萧云锦知道她心疼她 也没有任性胡闹 不过 还是在秋千上 自己轻微晃着 叶飞白见她如此乖巧 甚是满意 叶飞白命清俊准备了一个棋盘 放在院子中的石桌上 朝萧云锦问道 要下棋吗 我下得不好 萧云诚实地回答道 她自小钻研医术 对于琴棋书画 她指书和画还算可以 音律倒是略通 却不精湛 至于这棋 她每次和哥哥们下棋 都会睡着 所以可想而知 没关系 我可以让你 叶飞白一只手 朝萧云锦伸了过去 来 萧云锦不喜欢下棋 不过貌似古人 也没有什么消遣的方式 叶飞白自幼体弱多病 唯一的消遣方式 怕就是看书和下棋了 她如此做 也是想要她开心些 不会觉得这府中沉闷 于是 萧云锦十分领情地过去 将手放在了她的掌心之中 然后叶飞白一用力 将她带入怀中 这样如何下 萧云锦问道 这么腻歪的叶飞白 有些像的孩子 她嘴上虽然抗议着 心里其实是很愉悦 唇角微弯 并没有抗拒 当然可以 你先落子 叶飞白降头 靠在萧云锦的肩头上说道 这几日与她相处得近些 她的身上都沾染了 她的青竹香味 淡淡的 甚是好闻 她觉得很满意 萧云锦认真的看着棋盘 研究着自己的第一颗子 要落在何处 她看得认真 并未注意到 叶飞白看她的眼神 之中满是宠溺之色 能这样安静地抱着她 下一盘棋 仿佛再做一场美梦一般 她认真的时候 秀美的脸上 会收起一贯的俏皮与随性 变得严肃庄重起来 如此看来 又是另外一番风采 前一秒 还是一个妙龄少女 后一秒 她变成了一个 胜券在握的女王 气质截然不同 却又无私毫为何感 她看上的妻子 自然是最好的 可以陪着她静听风雨 亦可以陪着她 运筹帷幄于一切之中 让开 让我进去 院子外面 传来一阵吵闹声 有人似乎想要闯进院子 萧云锦刚刚落下一子 回头看一眼叶飞白 你师妹 因院子外面吵闹的声音 是女子的声音 在叶飞白的地盘之上 敢如此嚣张的人 除了那位胆敢给叶飞白下药的师妹外 萧云锦想不到第二人 她语气有些沉 她以为叶飞白已经解决好这件事 将人赶出了摄政王府 却不曾想 人还在府中 这是 有感情 不愿意做得太狠 叶飞白微微一愣 解释道 我已经下令 不许她和师父 靠近这所院子 清俊他们 不会 放她进来此处的 你放心 萧云锦没有说话 抬眸看着叶飞白 叶飞白对上 她有黑明媚的眸子 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害怕她会因此而生气 却又不想在她面前露出慌张的一面 在她内心深处 她依然是霸道的 她认定的女人 不管发生多少事 最后陪在她身边的 只能是她 她看着她的眼神很专注 专注得好像那一双恋燕的眸子 是一片汪洋大海 瞬间就能将她吞噬进去 小白 你可是不忍心 思索良久 萧云锦问道 她认识的叶飞白 是霸道冷血且无情的 她所有的心软和真情流露 或许都只给了她一人 若是对这师父和师妹不忍心的话 可见那二人在她心目中 有着几分地位 或者说 在她没有闯入她的生活之前 这师父和师妹 曾经给她带来过一段不一样的记忆 如此 她若特别强势地 将二人赶出摄政王府 会显得她太没有度量了 所以 她才如此一问 云儿 叶飞白轻轻 唤她一声 伸手还住她纤细的腰身 我自有无父无母 若非有师父护着 我可能活不到现在 我一度尝试 通过她寻找到父王的影子 她略微停顿 似乎陷入某种回忆之中 萧云锦并没有打扰她 而是认真地倾听着 第161章 复兴汉 脸皮真厚 但她不是父王 她不过是父王在世时 使用过的一名亲卫 但是 自从她有了自己的孩子 对我便不如之前 那般亲厚了 她毕竟是跟过父王的人 叶飞白的声音 听着 本来就有些清冷忧远 此时大概因她陷入回忆之中 声音听起来更加遥远 好 小白开心就好 萧云锦往她怀中靠了靠 无法想象 叶飞白又年 到底是如何度过的 不过是一个父亲 使用过的亲卫 她都如此真实 可见她的内心深处 一定十分孤单 才会 如此向往亲人的温暖 哪怕这一抹温暖 只是一丝残留的余温 她也不想放过 小白 她轻声唤道 嗯 她低声硬着 没关系 你今后有我 她回身 认真地看她 一只手伸出来 抚摸上她绝美如仙般的容颜 眼神中满是碍眼 叶飞白将她 抱得更紧了几分 许久之后 才缓缓吐出一个字 好 她深情凝视着她 缓缓靠近 目标直达她 娇艳欲滴的小嘴 然而 她的唇材 刚刚贴上那抹娇软 便被一人出声打断了 师兄 你在做什么 向妍几乎是尖叫着出声 犹如一阵旋风一般 从外面冲了进来 她到底看见了什么 向来高冷如仙的师兄怀里 竟然搂着一个陌生女子 还吻了她 这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 师兄是她的 是她的 她疯了一般扑了过去 是要将 叶飞白怀中的女子拉开 却见叶飞白 微微一侧身 她尚未触碰到 萧云锦的衣角 便被叶飞白一挥手给 先飞了出去 只听碰的一声响 向妍摔在了随后 追进来的清君和清妻脚下 主子 属下一时大意 让向姑娘闯了进来 清君说道 随即与清妻一起 将挣扎着 想要从地上爬起来的 向妍给束缚住了胳膊 然而 向妍并非普通弱女子 她是向渠的女儿 向渠几乎将所有的本事 都交给了她 她武功自然不低 只见她悬身而起 一个飞梯梯向清妻和清君 二人迅速闪躲开 被她乘积一跃 竟然又到了叶飞白跟前 用不敢置信的声音说道 师兄 你竟然打我 你竟然为了别的女子打我 她尖叫着 几乎要抓狂的样子 她好不容易劝夫妇 轻帮助她给叶飞白下了药 却不曾想半路跑出一个萧云锦 将她的成果得了去 眼下 你不是说 你此生只有萧云锦一个女人吗 那她又是谁 向妍情绪激动地问道 为什么别的女子都可以 为何她就不行 为什么 她想不通 她和她自幼一起长大 从她懵懂知情事实开始 她就下定决心 此生 非夜非白不嫁 她一直默默陪在她身边 她说什么她都听她的 然而 她不过是陪着父亲出了躺门 再回来便传出 她派秦朝去进王府下聘的事情 她不是一直叫父亲 想办法拖延这桩婚事吗 为何她才离开积天 她就忽然转变了心意 萧云锦忽然觉得 向妍这是抢了她的台词啊 这人未免自我感觉 太过良好了些 叶飞白自然不会告诉她 她怀中抱着的人就是萧云锦 以向妍的性子 若是知道萧云锦此时不在农庄 更加不在晋王府中 还不知道会散播出怎样的流言蜚语 萧云锦十分配合地 躲在叶飞白的怀中 看向妍如此激动 若知道叶飞白怀中抱的人 就是她萧云锦本人 不知道会不会抱走 但是萧云锦也没有让叶飞白好过 只现她伸手在叶飞白腰间 狠狠地捏了一下 虽然知道她不是个烂情的人 但这处理烂桃花的技术 还真是令人堪忧 向妍 我的事 你不该过问 叶飞白背对着向妍 怀中搂抱着萧云锦 悠远的声音 冷 若冰霜 但你若仔细听 一定能听到她倒抽了一口冷气 萧云锦下手 还真是不留情啊 你的事 我不该过问 向妍伤心地后退一步 师兄 我自幼陪着你一起长大 我待你如何 你难道不知道 但你竟然 竟然 眼睁睁地看见我失去清白 而不救我 在你心中 我向妍 难道连一个忽然冒出来的陌生女人都不如吗 她素来知道叶飞白无情 却没有想到她的无情 有一天贿落在自己身上 她一直以为自己对她而言是特殊的一个 所以才会做了那样的傻事 她以为她会看在多年的情分上 要了她 收她入府 那怕是作妾 她也甘愿 萧云锦是太后下只赐婚给她的 她既然要娶 就让她娶吧 她一心想着 她是有苦衷的 萧云锦即便入了府 也未陷地能得到她的心 还不如她这个自幼陪着她长大的人来得亲密 然而 她不仅没有收她入房 还和一个陌生女子轻轻抱抱 她宁愿娄一个陌生女子 也不愿多看她一眼 这一瞬间 向妍的内心接近崩溃 她那么喜欢她 可以为了她不顾一切 她却不肯要她 为什么 萧云锦待在叶飞白的怀中 这一瞬间觉得有些无语 这向妍将叶飞白说得好像傅心汉一般 她是不是自我想象能力太丰富了些 若非叶飞白对向妍的态度 一直模棱两可 或许她对她的误会 不会如此深 如此 萧云锦想起叶飞白之前告诉过她 在没有遇到她之前 她心里对于娶亲一事 并不在意 娶任何人都可 司机此处 萧云锦不免又伸手 拽住叶飞白腰间的皮肉 使劲转了一圈 她自幼体弱 身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肉 萧云锦这一捏 可把叶飞白痛得不轻 只得将她紧紧抱在怀中 以这样的方式求饶 其实 向妍那日中的迷情香并不多 并非非要与男子同床才能解除 只要心智足够坚定 忍耐力够强 忍过饥个 时辰带药效果了 便漠视了 却没有想到 向渠不忍心看她受苦 为她寻来一男子 替她将迷情香给解除了 萧云锦觉得 这二人 还果真是一对妇女 第162章 年龄大了 需要一个地方敬仰 人的意志力本就薄弱 加上心中有欲望 往往对这种迷情香 无法抗拒 世人便都以为中了此香 必得与男子同床才能解 其实并非如此 只要意志力和自身控制力够强 完全可以避免被迫与人交欢 如此想来 那日师傅是有意那样说的吧 萧云锦抬头偷偷看一眼叶飞白 师傅大概是想要试一试叶飞白此人如何 才故意说迷情香不能解 叶飞白低头 正好看见萧云锦若有所思的目光 以为萧云锦又开始胡思乱想 叶飞白再次说话之时 声音更加冷了几分 只听他说道 相言 你我虽一起长大 但我对你 从来就没有什么心思 你和师傅 若安分住在府上 我不会请你们不顾 但若你有了不该有的心思 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都是因为那个贱人对不对 相言忍无可忍 再次冲到叶飞白跟前 试图将他怀中的女人给先 他倒要看看 能迷惑叶飞白的女人 到底是何模样 从前 叶飞白虽然对他冷淡疏远 却从未对他说过 如此无情和伤人的话 但今日竟然为了这个女人 一而再 再而三地伤他的心 不可原谅 不可原谅 师兄是他的 是他的 这一次 叶飞白生气了 因为相言竟敢辱骂自己心爱的女子 他手下毫不留情 凝聚全部内力 一掌挥了出去 但相言是会舞的 在叶飞白挥出这一掌之时 他没有 再像第一次那般傻乎乎的被击中 而是身形一闪 躲开了 清军和亲戚健壮 立即上前将相言围了起来 三人交手 打得昏天暗地 清军和亲戚二人联手 都不是相言的对手 可见 相言武功不俗 累了吧 我带你回房休息 说着 叶飞白从手绣中 弹出一根极其细的悬丝 悬丝落入布 远处的轮椅之中 将轮椅给拉了过来 然后借叶飞白一掌打在石桌上 借力而起 落在了轮椅之上 而萧云锦 还被他稳稳地抱在怀中 住手 这时 院子外面迅速地窜进 一条灰色的身影 那身影速度 极快地闪身入了清军 及清戚的包围圈 一掌落在清军胸前 清军闪避不及 被来人一掌击中 一口鲜血 顿时吐了出来 清军 你怎么样 清戚健壮 立即一招逼退向言 扶住了清军 并往后退了数米 这项渠曾是摄政王叶明轩的亲卫 武功曾经得到叶明轩的指导 自然要比叶飞白身边的侍卫的武功 要好上好几个档次 子墨 我在你这王府之中 可还有半分地位可言 项渠是个极其互短的人 特别互向言的短 不管向言做了什么事 她永远都站在向言这一边 谁叫向言的母亲 是她这辈子最真爱的女子 但却在生下向言不久后 得病去世了 以至于项渠对向言千百维护 万般宠爱 就怕她受到半点委屈 这才养出了向言如今的性格 叶飞白依然将萧云紧护在怀中 用宽大的袖子 遮盖住她秀美的容颜 她看着项渠 目光有些凉 有些冷 我虽尊称你一生师父 但你心底却要明白 我才是这王府的正经主子 过去不管你和向言做什么 我都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是她垂目看一眼怀中的萧云紧 我说过的话 我不想再重复第二遍 项渠自然注意倒夜非白的怀中 抱着一名女子 目光微微一沉 你可真是个有孝心的好徒弟啊 二人的目光在空中交织一瞬 项渠最终妥协 放软了声音说道 炎儿自幼跟着你一起长大 你难道就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收她入房 师父 你应该知道如何抉择 项渐今后才会幸福 叶飞白这话说得有些含蓄 却并不足 爱她拒绝的意思 项渠自然知道 叶飞白心不在项渐身上 项渐未婚便失去清白之身 以叶飞白的性子 她未必还有机会入她的眼 但是项渐是个死心眼的 一旦认定的是 旁人如何劝 都无法让她改变决定 她对叶飞白的 直着已经入魔 除非她死 否则她绝对不会轻易放手的 就算师父求你 项渠沉默一瞬 再次放软了声音 叶飞白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抬眸看向项渠 这一眼很深很凉 似乎又带着一种别样的情绪 许久之后 叶飞白才再次开口说道 师父若是怕项渐胡来 我可以安排你们 去郊外的一处别院住下 项渠不敢置信地看着叶飞白 你要赶我们妇女走 这摄政王府 他住了大半辈子 早就将这里当成了家 如何舍得离开 更何况 倘若叶飞白真的娶娶了项渐 他们便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到时候 他便成为这王府名正言顺的主子 师父年纪大了 需要一个地方静养 叶飞白冷声说道 说起来 这项渐算是项渠的老来女 项渠大概有五十多岁了 年纪越大便越糊涂 所以 叶飞白才这么说 我若不愿意呢 项渠气愤地问道 眼下 叶飞白不仅不会娶项渐 还想将他和项渐 一起赶出摄政王府 这怎么行 爹 爹 你快与师兄好好说 不要让他当我们出府 我不要离开这里 不要 项渐紧张地抓住项渠的胳膊 嚷嚷道 他害怕 是真的害怕 叶飞白虽然甚少过问他和父亲做的事情 但只要他下定决心 要做某件事 即便是父亲 也无法阻止 因为这摄政王府 真正的主子 是叶飞白 而非他的父亲 炎儿放心 他不会这么做的 项渠轻轻拍了拍项渐的手 安慰道 项渠以为 只要他还是叶飞白的师父 他即便不喜欢炎儿 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却不曾想到 叶飞白这一次来真的 竟然丝毫情面都不僵 直接召来府中安慰 将二人包围起来 师父 是你自己去 还是我坏人抬着你们去 叶飞白冷声说道 俊美绝伦的脸上 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 恢复以往的冷漠与无情 第163章 如此女儿 如此坑店 项渠气急 他没有想到 叶飞白真的这样做了 他抬手指着叶飞白 半天都未能吐出一句话来 而一旁的项渐急了 拍打着项渠的胳膊说道 爹 快说你错了 快道歉 只要你道歉 我们就可以留下来了 他不要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后 再要见叶飞白 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容易 项渠文言 板着一张脸 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最疼爱的女儿 竟然让他 向他自己喜欢的男人道歉 他做错了什么 叶飞白 我可是你师父 半想后 项渠才吐出这么一句话 叶飞白微微捶了捶眼帘 梁生说道 正因为如此 我才特意挑了一处好地方 给你一样天年 你 你 项渠抬手 指着叶飞白 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他的目光忽然落在叶飞白 一直护住怀中的女人身上 身形一闪 伸手就抓了过去 叶飞白反应过来 长袖一挥 一股内进化作 无形地风扇了出去 而他自己择华动轮椅 侧了侧身 往后闪退了机密 来人 将项师傅和项岩 带去郊外的别院 严密看守 不得让他二人有任何差错 叶飞白冷声下令 是 一群人上前将项区带走 项区试图反抗 却发现一瞬间 自己竟然无法动弹了 眼神中画过一抹亚异之色 刚刚的长风有古怪 是了 萧云锦待在叶飞白怀中 可没有闲着 那向严连续扑过来两次 第二次 他就下了软金散 大概因为下的不多 项岩并未吸入太多 还与轻俊和轻妻交手了几招 于是 倒霉催的项区再次上前之时 萧云锦几乎将自己 白宝袋里面所有的软金散 都倒在了叶飞白宽大的袖子里面 所以 叶飞白才会在挥出一掌后 快速地侧身 并且往后退了机密 这样做 并非害怕项区的攻击 而是为了避开空气中 散开的软金散 师兄 你怎么可以对我也下药 听项岩的语气 他刚刚吸入的软金散中雨起了作用 只限他瘫软在地 此时不知道关心一下自己的父亲 反而只关心自己 听他的语气 叶飞白对他父亲下药倒是其次 对他下药便是不应该了 萧云锦见过自私的人 却从未见过如此自私的人 这项岩还真是多奇葩啊 叶飞白这才没有在开口说话 仍有暗卫将二人压写起来 往院子外面送 叶飞白 你今日如此待我 他日你定然会后悔的 项区气愤地说道 因为中了软金散的缘故 他说话的表情十分气愤 但语气却软绵绵地 像个病入膏肓的老人 此时 只听项岩哭哭啼啼地说道 爹 都是你没用 要不是你 师兄怎么可能叫我们 赶出府去 你快给师兄认得错 道个歉 说不定师兄就会留下我们了 都是因为你让我试了清白之身 师兄才会嫌弃我 都是你 项岩断断续续地说着 项区听着 一口气没有缓过来 竟然晕了过去 待项区和项岩 被暗卫压了出去 萧云锦才从叶飞白的怀中起身 走到清俊面前说道 把手伸出来 清俊抬眼偷瞄一眼叶飞白 现他没有说话 便将自己的手伸到了萧云锦跟前 萧云锦纤续的手只搭上清俊的手腕 仔细整脉半想 说道 内伤有些重 吃两颗药就没事了 这段时间 注意不要动用内劲 说着 萧云锦从百宝袋中 掏出两颗药地到了清俊手中 夫人 我呢 清俊将手伸了过来 一副讨好笑容 你也受伤了 萧云锦压抑地挑眉 刚刚他虽然没有看见 耳朵却还算灵敏 大致经过他 还是能猜测一二的 这清俊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反而是清俊除了内伤 手臂上 还有一道剑伤呢 清俊双手捂住胸口 一脸难受得到 是啊 夫人 你都不知道 我的内伤又多重 真的好疼 好疼 要不 你也替我枕上一枕 我看你不是这里有伤 而是脑子有病 萧云锦伸出一根 手指指了指清俊的胸口 又指了指他的头 然后特别豪爽地 逃出两颗药丸地到他跟前 这个专治脑子有病的人 吃完再来找我 是 夫人 清俊将萧云锦递过来的药丸 拿在手中 偷瞄一眼清俊刚刚接过的药丸 应该是一样的吧 萧云锦跟在叶飞白的身后 进入房内 经过刚刚那一闹 二人哪里还有心情下棋 小白 你今日这般做 来日可会伤心了 萧云锦站在叶飞白面前 问道 叶飞白抬眸看向他 唇角一扬 笑道 这时间能伤我心之人 除了一个你 再无别人 哦 萧云锦微微闽唇一笑 可他是你父王留给你的护卫 他如今护的人不是我 而是别人 留他在身边有何用 叶飞白叹息一声 伸手去牵萧云锦的手 他们若能安分点 我或许不会如此做 但是 若有一天你嫁给我 他们玄天天这般闹腾 可就让你烦心了 所以 在你未嫁给我之前 我先将府中之人清一清 让你日后轻松些 叶飞白说道 萧云锦不太自然地一开目光 你倒是想得深远 项渠离开摄政王府后 叶飞白变 立即下令 将府中下人清洗了一遍 但凡终于项渠和项炎二人的下人 都被清出了摄政王府 至于项渠和项炎 已经被叶飞白派人软禁起来 短时间内 怕是不会出来闹腾 因那项渠毕竟是跟过叶明轩的人 知道的秘密太多 这样的人 应该杀掉 方能安心 但叶飞白雀 没有这么做 大概还是念着旧情 想要给项渠和项炎一个机会 只要他们认清现实 安安分分地生活 他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 萧云锦在摄政王府 小住了几日后 便秘密回到晋王府 因太后的兽弹 将至萧云锦也需要回府 准备礼物 以及加紧时间学习宫中礼仪 更何况 他与叶飞白并未大婚 总是住在他府上 他父王萧绝 大概会亲自登门 将他捉回去 第164章 询问未果 萧云锦回到晋王府后才知道 神孝已经于几日前 离开了晋王府 住去了驿站 因他的天花之病已经大好 神孝没有理由再继续住下去 回去驿站 也理所当然 所以 萧云锦便没有多想 萧明月也在神孝离开晋王府的当天下午 被燕王妃接回了燕王府 萧云锦听着冷情的汇报 并没有觉得太惊讶 萧明月原本就是为了求医而来 神孝都来开了 她自然也要离开 还有一事 属下不知当讲不当讲 冷情有些犹豫地说道 难得见冷情这般犹豫的时候 萧云锦点了点头 说道 什么事 明月郡主离开晋王府之前 曾偷偷摸摸地进过七皇子的院子 进去不久之后 被七皇子身边的暗卫给丢了出来 属下建明月郡主 似乎被七皇子吓得不轻 连手眷掉了 都莫来得及捡起来 冷情说道 哦 萧云锦看向冷情 觉得她不会告诉她 这么无聊的事 于是摆出一副静听夏文的模样 那手帕 被一个路过的丫鬟捡了去 听神管家说 那丫鬟到了夜间 宛如发情的母猫一样 一个劲地往她怀里送 好在她毅力足够强 不然真的晚节不保了 扑 萧云锦此时十分庆幸 自己没有喝茶 不然一定会被呛到 这萧云锦 不会是想要什么下三滥的手段 去暗算师兄吧 他到底有没有长脑子 独一也是大夫 对各种药材香味的敏感度 可比皇宫中的御医 要强悍多了 更何况 师兄身为皇子 即便没有这身医术 也绝对不会让萧明月轻易近身 然后中了她下三滥的魅香 不过 她还真的 有些好奇当时 是个什么场景 萧明月一定在师兄哪里 吃了不少苦头吧 好了 这件事我知道了 这吉日二哥 可有醒来的迹象 萧云锦问道 冷清摇头 不过却说道 属下见秋至每日 都将郡王爆出来晒太阳 瞧着郡王的脸色 比之前吉日要好了许多 哦 萧云锦微微一挑眉 没有每日将二哥放在糯米中 一两个时辰 说起来 太阳才是智阳之物 对二哥的伤 或许有帮助也不一定 只是不知 这秋至是如何想到这个办法的 大概也是心急 与她一样的心理 不管方法有无凭据 都想试一试 有 冷清回答道 萧云锦闻言 觉得自己 应该去看她二哥 随便替她整整脉 师兄曾经说过 二哥的体内 有一股气 在吞噬她体内的阴气 不知道吉日过去 这阴气 有没有被吞噬干净 他步入萧继峰的院子 正好看见秋至江 萧继峰爆出房间 准备放在院子中的躺椅之上 晒太阳 见状 他上前问道 你这法子 谁教你的 秋至一愣 以未萧云锦 生气他胡乱用法子 医治主子的病 立即解释道 那日子儿姑姑吩咐的 子儿 萧云锦一正 忽然想起 自己那日在叶飞白那中毒 然后梦幻般 看见着急赶来的母妃和子儿 这般寻思着 他觉得他待会儿 还得去母妃那一趟 你先将她放在软榻之上 我先替她看看 她说道 秋至依照吩咐做了 萧云锦上前支起萧继峰的手 手指轻轻按在她的脉象之上 仔细枕脉一阵 脸上露出笑意来 或许是我的要起了作用 他沉思一瞬说道 不过 病人吗 晒晒太阳总归有好处的 你继续这样做就行 二哥大概过几日就会醒来 他补充一句 这样说 不过是为了避免引人怀疑 母妃和子儿 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子儿和亲娘 是母妃的陪嫁丫鬟 对于母妃的事情 他二人最是清楚 所以 吩咐二哥晒太阳的 或许并非子儿 而是母妃 萧云锦一路上胡思乱想着 很快便来到纪书所住的院子 因为太后的寿淡将至 静王萧绝更加慢起来 几乎每日夜深人静之时 才满身疲倦地回府 眼下正是午时 萧绝不在府中 纪书正在院子中的葡萄架下摆饭 见萧云锦来 立即伸手招呼她过来 子儿 再填一副碗筷 是 子儿转身离开 萧云锦笑眯眯地 走到纪书跟前 拿着她的手撒娇道 母妃即日未陷我 可是想我了 你还认得回晋王府的路 母妃我甚感欣慰啊 纪书才手点在萧云锦额头之上 我看你人虽然回来晋王府 一颗星雀 落在了摄政王府 你对拿紧柿子 可是真上心 母妃可不要调笑女儿 萧云锦笑眯眯地往纪书肩头上一靠 忽然开口问道 我前几日在摄政王府见到母妃和子儿了 纪书一愣 然后笑道 哦 我和子儿一直待在晋王府中 你如何瞧见我和她了 萧云锦闻言 抬头对上纪书的目光 二人目光交汇 一人含笑而逝 目光中全是母爱光辉 一人目光专注 有着探索和疑惑 半想过后 萧云锦收回目光 说道 或许 是我受伤之时 出现的幻境也不一定 母妃竟然不说 必然有她的道理 这个解释倒是不错 纪书笑着眨眼 你后背上的伤 可是好了 萧云锦松开纪书的胳膊 到纪书的对面坐下 说道 已经结巴了 嗯 可有查出来是何人所谓 纪书问道 那人是江湖上排名第一的杀手 出自野狼 野狼是江湖上排名第一的杀手组织 不过是收到高额的银钱 便会出动 小白正在细查此事 想来不久之后 便会有眉目 萧云锦回答道 纪书听见小白二字 脸上笑容更盛一些 我的云儿 终于长大了 文言 萧云锦一愣 不太明白自家母妃这 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是何意 不过 见她甚是欣慰的样子 不免撅嘴说道 母妃难道不觉得 我一直是个懂事乖巧的好孩子吗 懂事导友 乖巧 那个乖巧的龟中女子 会像你这般成人受伤的 纪书笑道 第165章 你是个东西 二人续话一阵 子儿将萧云锦的碗筷拿来 她陪着纪书用了一顿午饭 临走之前 还是有些不死心的问道 母妃 二哥的伤快好了 你的法子还真管用 纪书不说话 只微微含笑 看着萧云锦 萧云锦回头朝纪书吐了吐舌头 然后转身 纪书看自家女儿这魔大了 还会像孩提之时 对着她各种撒娇 心中一片温暖 笑意始终挂在唇角 太后的寿蛋 姜志 你的礼物可是准备好了 纪书提醒道 萧云锦转身 倒退着走着 母妃不必担心 我正打算去外面挑选一二 反正有你 和父王的重力在前 我的礼物怎么样 都无关紧要了 话虽如此 但还需多用心血 纪书叮嘱道 好 萧云锦笑着点头 然后转身 身影很快消失在扇形的拱门后面 今日萧云锦穿了一件浅绿色的绣花长裙 裙摆处绣着朵朵娇艳的桃花 一动之时 犹如桃花携带裙边 看着甚是好看 她依然戴着纱帽 天花之病虽然大好 但那些豆八雀 还是要装一装的 消失得太快 未免让人够病 主子 你这是要去鸳鸯楼 夏禅跟在萧云锦身后 问道 萧云锦点头 她今日戴着一顶白色的纱帽 行动之时 纱帽偏飞 再配上她一袭浅绿色长裙 让她看起来 犹如一只翩然起舞的美丽蝴蝶一般 降临在这鸳鸯楼的大门口 今日正好是月初 鸳鸯楼出新品的日子 因萧云锦行走之时 戴着一股灵动之美 她虽然戴了纱帽 却还是引来不少目光 纱帽下的她 平添几分神秘之感 看着月发灵动飘逸 那位小姐不知道是谁家的 人群中有人小声问道 戴着纱帽呢 想知道 自己上前掀开看呀 有人起哄道 一阵笑声过后 刚刚说话的人 似乎有些生气地说道 你以为本公子不敢 哦 大家不过玩笑之言 见这位公子当真 当下就拿话吉他 光说可没用 公子得行动呀 这里男子居多 所以大部分人都希望瞧一瞧 萧云锦纱帽下的真容 敢问姑娘尊姓大名 一轻一少年出现在拦住了萧云锦的去路 十七八岁的模样 长得还算秀气 就是看人的眼神有些轻浮 让人第一感觉便喜欢不起来 这人还真是不成熟 被人一击就当了出头鸟 沙帽下的萧云锦 微微醋眉 没有说话 他身后的下馋 直接伸手隔开了少年 与萧云锦之间的距离 说道 公子 请勿挡道 少年一愣 随即脸色 有些不太好的看向下馋 你算什么东西 竟然敢如此同本公子说话 你的意思是 你是个东西 所以人话听不懂 萧云锦轻柔的声音 隔着沙帽下的白色沙层传来 大堂里一瞬间安静地出奇 所有人的目光都往这边看了过来 下馋在心底给自家主子竖起大拇指 许久不曾出府闲逛 主子的战斗力还是那么强悍 少年似乎没有料到 这个看起来灵气动人的姑娘 一张嘴竟然吐出这般犀利的言语 愣了半想 才反应过来 只见他清秀的脸上 出现一抹难堪 侧目往四周看了看 好像看见不少人正在笑话他 当即耳根子都红了 姑 姑娘 我好心与你说话 你不回答就算了 还出言侮辱在下 敢问姑娘 这便是你府上的教养 公子硬要将搭讪 说成好言与我说话 我也无话可说 只是不知 公子府上的教养 是可以随便搭讪年轻女子 并且追问女子方明的吗 那公子府上的教养 却实比我府上的好 我娘常常教导我 出门在外 对于陌生男子的搭讪 可以一概不理 萧云锦一口气 说了不少话 你 你强词夺脸 少年被萧云锦这话气得不轻 按照礼仪 他刚刚的做法 确实有些轻挑了些 但他也是因为 欠他气质出众 想要上前认识一下而已 怎么到了他口中 他就变得如此不堪了 萧云锦隔着白色的沙层 看少年一眼 不想与他继续纠缠 他今日 来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给太后挑选礼物而来 可不是为了与人 吵架来的 少年见萧云锦要走 一种被人忽视的感觉 让他脸上顿时有些挂不住 再次拦住了萧云锦的去路 微微抬了抬下巴 说道 姑娘这是自知理亏 打算逃走吗 那可不行 你辱骂我再先 理应道歉才能离开 道歉 萧云锦挑眉 韩笑将身后的下馋拉到了跟前 你先给他道歉 我就给你道情 若非少年辱骂下馋 萧云锦也不会出头 自然也不会对少年说那样的话 所以 要论道歉 自然要少年先道了歉 他才道歉 他不过是一介奴婢 怎么配得上本公子道歉 更何况 本公子为何要道歉 少年将下巴抬高了几分 十分强硬地说道 他身后有下人拉他袖子 示意他就此作罢 公子 这里来的人非富极贵 你还是少说两句吧 那下人小声劝道 少年伸手将下人推开 根本就不听从劝告 都是人生父母养的 有何高贵和低贱之分 这话说得极其在理 我这侍从他 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并不比公子身份低贱 你辱骂他在先 理应道歉才是 萧云锦笑道 少年被萧云锦一句话堵在那 开口说话也不是 不说话也不是 表情十分尴尬 他回身瞪一眼身边的下人 若非他多嘴 他也不被自己的话套了进去 一旁看戏的人都发出笑声来 少年在一瞬坚决地尴尬到了极点 只得耿着脖子 继续说道 我若道了歉 你是否就会给我道歉 当然 萧云锦回答得十分坦然 夏禅在一旁扯萧云锦的衣袖 这样的人 如何当得起自家主子的道歉 他宁愿自己受一时委屈 也断不能让主子像这样的人低头 第166章一巴掌呼过去 他的道歉方式 少年健壮 昂着下巴朝夏禅说了一句 对不起 那模样 一点诚意都没有 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模样 夏禅觉得如何 萧云锦侧身看向夏禅 问道 不如何 如此没有诚意的道歉 奴婢不受也罢 小姐 我们走吧 夏禅伸手去拉萧云锦 萧云锦倒也配合 随着他往前走 少年仙二人再次忽视自己 气急跑到萧云锦跟前 怒道 千我已经到了 现在该轮到你了 可以 萧云锦话音刚落 伸手就是一巴掌 扇打到了少年的脸上 这就是我道歉的方式 你可还要继续拦我 他眼下病已经好了 无需再躲在晋王府发霉 别人主动找上门出他眉头 他也无需过于忍让 更何况 这人根本就是上门找打 如此 萧云锦发现 这京城之中 奇葩之人还真是多 简直无法用他的常识来理解 比如萧明月 再比如向炎 还有眼前这位 半路跳出来的少年公子 难道 所谓的前多任性 就是指这一类人 这里是大圣京城 天子脚下 有钱人多 有权的人更多 所以 才养出了不少 自私自利 且嚣张跋扈之人 你 你竟然敢打本公子 少年被萧云锦扇了一个巴掌 当时蒙了一瞬间 带清醒过来 立即抬手指着萧云锦 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他 说道 每个人的道歉方式不同 比如你毫无诚意的道歉方式 而我喜欢直接挥巴掌 萧云锦十分有耐心地 替少年解释道 少年一张秀气的脸 都被萧云锦给气红了 只见他冲口出说道 你可知道 本公子是谁 竟然敢对本公子这般无礼 来人 将这两个人 对本公子抓起来 夏禅立即护在了萧云锦跟前 住手 有人出声喝道 众人回眸 只见门口处进来两位俊美的年轻贵公子 一位 生了一对桃花眼 故盼监接待风流 一位沉稳睿 一派儒雅贵气 那阻拦萧云锦的少年公子 看见这二人 立即一收刚刚嚣张的气焰 四周望了望 试图寻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阿胜 你在这儿做什么 来人一袭紫色长袍 有着一双多情的桃花眼 风流倜傥 眉目多情 今日是鸳鸯楼新品售卖的日子 我便过来瞧瞧热闹 少年公子回答道 那少年公子乃是欧阳俊华同父异母的弟弟 欧阳胜 欧阳俊华看向欧阳胜的目光有点沉 那边欧阳胜垂下眼帘 似乎有些害怕欧阳俊华 萧云锦并不清楚 这二人之间是何关系 现那少年公子被子一男子压制住 似乎也没有要与他动手的意思 于是 他再次无视掉这些人 台步继续往前走 姑娘 请留步 欧阳俊华见萧云锦台步就走 出欲拦住了他 萧云锦回头看向欧阳俊华 这人他自然是认得的 他们还真是有缘 加上这一次见面 已经和他遇上三次了吧 不过 能和丞相大人走得如此近的人 身份一定不会太简单 萧云锦寻思着 回府后得让冷清好好查一查此人才行 涉地鲁莽 得罪姑娘之处 还请见谅 欧阳俊华朝萧云锦说道 萧云锦没有出生 转身继续往前走去 今日这鸳鸯楼很热闹 一楼的玉器和宝石全部清空 搭建了一处台子 台下放了不少座椅 宫前来的可人落座 至于二楼雅间 则是清空出来 给身份高贵的人单独使用 不过因为二楼雅间数量有限 一般需要提前预定 一些贵族公子 会约了同伴一起预定一间雅间 方便讨论和投架 这萧云锦是临时起义 来这鸳鸯楼 自然没有预定雅间 原本打算在一楼大唐巡各 作为座下 却被鸳鸯楼的掌柜的 请上了二楼 这位姑娘 有人邀请你到二楼雅间 一起论驾投保 因萧云锦戴着纱帽 谢臣并不认识她 只当做一位身份 及其尊贵的可人对待 萧云锦略微有些惊讶 听谢臣的口气 邀她上楼的人 并非叶飞白 若是叶飞白 定然会告知她的身份 谢臣不会如此客套陌生 那这人是谁 静静数月 她一直装病 躲在静王府中 能一眼就认出她的人 除了叶飞白 便只剩下 好 萧云锦点头应下 大金王朝地广物博 难道还缺少宝物不成 师兄他是来凑热闹的吧 但他认识她这么久 从未觉得 他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 萧云锦上到二楼雅间 果然看见神啸一人 独自坐在雅间的南木桌前 看见萧云锦来 他伸手指了指自己对面的位置 坐 师兄也是来寻宝的 萧云锦大步走了过去 在神啸的对面坐下 神啸跳眉斜气一笑 我大金还不缺这些玩意儿 不过是意识无趣的很 过来看看热闹 说着 他侧目看向萧云锦 微微一条眉 身位要格格主 你要什么样的宝物没有 为何跑来此处寻宝 不过是给太后的寿蛋盒礼 还用不上我那些宝物 意思是送给太后的东西随意就好 自己的好东西 自然要留着送给可送之人 更何况 鸳鸯楼的东西在京城很有人气 若是能得到这个月的新品 送给太后做贺礼 想必他会十分高兴的 萧云锦说道 神啸邪逆他一眼 说道 今日来的人一大半都打着这样的注意 你确定你舍得花高价买 一件礼物 送给太后 他自然舍不得 所以他的目标 不在第一件新品 而是在第二件奖品上 但凡能闯过鸳鸯楼部下的时局者 能获得第二件 店家亲手雕刻的新品 自这规矩出现后 从来不曾有人闯过时局 所以 那件作为奖品的宝物 到底是何模样 众人不得而知 但是 肯定会比每月初一次的新品 要好些 你竟然是奔着这个来的 神啸在萧云锦看过来的一瞬间 明白他的心思 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 一毛不拔 第167章 他是来寻宝的 萧云锦瞪神啸一眼 这叫精打细算 如何叫一毛不拔了 更何况 师兄你还不是 因为好奇这时局的厉害之处 才来的 竟如此 你可知这所谓的时局 是那时局 神啸问道 萧云锦干啸两声 之所以来鸳鸯楼寻宝 一则这是叶飞白的铺子 即便不能闯过时局 花银子买个像样的礼物 也是肥水不留外人田 二则他不过临时起义 哪里之所谓的时局是什么 上次冷情只给他说了的大概 并未详细叙述 不过 听神啸的语气 他是知道的 说来听听 他挑眉一笑 一双明媚过人的眸子 犹如闪耀的繁星一般 美得耀眼 神啸似乎能隔着萧云锦的纱帽 看到他的一平一笑一般 这一瞬间有些失神 不知道想到了何处 不过 他没有故意卖关子 直接说到 所谓的时局 数字越低 难度细数便越低 反之便越来越难 目前未知 也只有人闯过了前面五局 所以我探到的 也只是前五局而已 叶飞白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竟然这么久 都不曾让人知道 后面五官是什么 萧云锦在心里想着 脸上不自觉地扬起笑容来 第一局到第三局 分别是情 书 画 情自然是比对音律的精通和造诣 书可以是书法 亦可以是文采 比如对子 诗词 这画 当然是指画工了 神校看萧云锦一眼 现他有认真在听 便继续说到 第四局是厨艺 前面三局是情 书 画 萧云锦还可以接受 第四局是厨艺 是怎么回事 难道叶飞白也是个吃货不成 还是说 叶飞白的厨艺很好 又或者 叶飞白只是鸳鸯楼幕后的主子 这家店的店家 未必就是叶飞白 那第五局呢 萧云锦心中忽然有重想法 这店家莫非是因为前面三局消耗了不少体力 所以 第四局才比拼厨艺 然后顺便填饱一下肚子 第五局是奇艺 神校说道 萧云锦双手扶住脸 胳膊肘放在南木桌上 有些失望地说道 我奇艺一向不惊 到第五关必定无望继续 看来这奖品与我无缘了 我还得另想办法 需要我帮你准备吗 神校看他一眼 问道 萧云锦摇头 不用了 我待会四处看看 说不定能寻到各意义非凡的 他认识神校这么久 从来都知道 神校的东西不可以随便乱接 即便是他开口说要送你的 你也要做好孩的准备 当然 要孩的自然不会是他送给你的东西 而是他想要的某种东西 比如他培植的药草 或者他炼制成功的丹药 又或者陪他去某处坑蒙拐骗 他总是有办法 让你不知不觉中 偿还他 萧云锦一口回绝的同时 不免再想 他又在打他什么坏主意了 今日来的贵客非常多 但二楼的厢房有限 也只有提前约定的人才能上到二楼 萧云锦看见谢晨在楼下忙得晕头转向 还不忘保持他一贯的亲和微笑 不少前来的贵客 没有预约到二楼的厢房 但又不想在一楼入座的 便会同二楼的人套近乎 然后上到二楼的厢房 与朋友一起一家夺宝 如此一来 萧云锦便看见了两个熟人 一个便是之前 与他姐妹情深的萧明月 另外一个便是许久不见的 京城第一美女穆子嫣 这二人似乎是一起的 现一楼人多眼杂 便抬眸看向二楼打开窗户的厢房 欧阳世子 可允许子嫣与你一起一家夺宝 穆子嫣微微一欠身 美丽的容貌前 遮着一方白色的丝巾露出一双秋水般的毛子 但凡是个男人 恐怕都很难拒绝他这样的眼神 欧阳俊华对穆子嫣起的那点心思尚未完全熄灭 现他主动打招呼 心里自然是愿意的 但是 他是和袁伟一到来的 于是 他转头看一眼端坐在楠木桌前的袁伟 袁伟凶 你可愿意 袁伟自然是不愿意的 特别是穆子嫣的身旁 还跟着萧明月 虽然二人都戴着面纱 却无法遮盖住二人的身份 因这二人算是鸳鸯楼的常客了 一些熟客早就知道这二人的身份 一个是礼部尚书的爱女 一个是燕王府的郡主 身份都十分高贵 不少预定了二楼厢房的贵公子 也朝欧阳俊华这间厢房看了过来 一旦欧阳俊华拒绝 他们正好可以相邀二人去他们的厢房 你决定就好 袁伟低头饮了一口清茶 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 他是荡朝成相 这点容忍的度量还是有的 但他讨厌萧明月 这点却无法改变 欧阳俊华不知袁伟与萧明月之间的事 听他如此说 心下一喜 当即应了穆子烟的请求 欧阳世子 袁丞相 穆子烟礼貌地与欧阳俊华和袁伟见礼 一派端庄有礼的模样 一看就是个教养非常好的大家闺秀 穆姑娘不必多礼 欧阳俊华朝穆子烟虚辅了一下手 十分绅士丰度地说道 萧明月因在晋王府被神孝一番威胁 心思有些不宁 不过能在这里看见袁伟 他还是很高兴的 只要神孝替他将病治好 父王便会去向皇上提出 将他赐婚给袁伟一室 到时候 面对自己未来的夫婿 萧明月有些不好的面色上 稍微有了些喜色 因他同样戴着面纱 别人倒是看不出他的脸色如何 但那一双眸子却是明亮了不少 俊华和丞相大人 今日来也是为了太后的寿淡寻宝的 萧明月一直以自己是大圣最尊贵的郡主自居 当然不觉得自己 应该朝欧阳俊华和袁伟行礼 便直接开口问道 欧阳俊华摇了摇头 不过是来凑个热闹而已 郡主请坐 穆小姐请坐 她热情地招呼着 风流俊美的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意 但是比那边坐着全程沉默的袁伟要好说话许多 萧明月是个自以为是且脸皮厚的 自然而然地落坐在了袁伟身边 木子嫣晚了一步 只得在靠近萧明月的位置坐下 身边挨着欧阳俊华 她握着手心里的帕子 被她握得紧紧的 可恶的萧明月 总是喜欢抢她喜欢的东西 这时过分 第168章和神效杠上 袁伟是她先喜欢上的 却不知怎么被萧明月看了出来 于是 她便几次三番地想要与袁伟套近乎 甚至 这样的朋友 她原本不想深交 但她每次都厚着脸皮来找她 根本无一丝愧疚之意 若非她父亲是燕王 她早就与她绝交了 一炷香后 一楼开始竞价一些比较珍贵的小精品 或者有人有意出售往期的精品的 不少人也是奔着这些精品来的 萧云锦和神效待在一间厢房内 一开始 二人并未走到窗户跟前 看下面都在出售些什么宝物 待第一轮售卖结束 进入今天的主题 每月新品出售之时 萧云锦来到窗户跟前 想要看看 这所谓的新品 到底是个怎样的宝物 让这魔多人为之疯狂 只见下面的侍从 从盒子里面取出一件宝物 用红布托盘托着展示在众人眼前 那物品 是一件篮球般大小的圆形球体 仿佛是琉璃 周身散发出绿色或者粉色的光芒来 因是琉璃的材质 看着倒不绝花哨 反而十分漂亮夺目 萧云锦并不觉得 有何特殊之处 回头看向坐在桌边的神效 说道 就这样的东西 我随便就能得到一大堆 这就是所谓的精品 神效起身 走到窗户前 看一眼下面托盘上的东西 嘲笑云锦挑眉一笑 你再仔细看看 只见那侍从在那琉璃球的顶端按了一下 那些绿色和粉色 瞬间变换成为叶子和花朵来 犹如一朵花 慢慢地绽放 看着美不胜收 而这花 并非一般的花 而是寓意长寿的长寿花 粉色的小花朵 簇拥在一块 用绿叶衬托着 形成一个寿字 而这花绽放完毕之后 并非就此结束 还不断地变换位置 开开合合之间 又变换成为另外一个字 总共四个字 寿比南山 却实称得上精品二字 萧云锦赞叹道 侍从提出一个底价 一千两银子 然后众人开始溢价 再举手说出自己 愿意成交的价格 萧云锦不是舍不得花银子 而是不想花银子 为太后买东西 毕竟 这太后 不是个好东西 从她无端端下旨 将她赐婚给冰若的锦柿子 便可以看出来 她存了什么心思 一边想要逼迫晋王府抗旨 一边又想着借晋王的手 除吊锦柿子 若非萧云锦一早和叶飞白认识 并且产生了情愫 事情说不定 真往太后预期的结果发展了 她这一闪神 这件精品 已经被炒到了一万两银子 然后她看见自己身边的神孝 朝莫局地了个眼神 莫局一举手 十万两银子 十万两银子 萧云锦瞪大眼 她终于明白 师兄今日为何跑来此处来看热闹了 这哪里是来看热闹的 分明是来搞事的 此价一出 一楼立即一片安静 看来一楼的人全体阵亡了 根本出不起 比十万两还要高的价格 十万零一两 沉静一会儿后 正当侍从想要以十万两银子的卖给神孝之时 二楼有人开口说道 萧云锦随身看去 竟然看见萧明月站在窗户旁 举手说道 说完 她也往这边看了过来 眼神中似乎还有挑衅的意味 神孝要她帮她做一件事 她就帮她治病 但是 她那日在晋王府所受的侮辱 要如何讨回 所以 在看见神孝出身喊假之时 她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夺走她看中的东西 灭灭她的威风 郡主三思 欧阳俊华是武定侯的嫡子 又是世子 若是萧明月今日做出鲁莽之事 她未能出言阻止 以燕王的脾性 大概会怪在她武定侯府头上 萧明月回头看一眼欧阳俊华 我自有分寸 世子别担心 她和神孝对上 此时便是看二人谁猜测到对方的心思更未准确 方能在最后一刻 抽身离开 因萧明月在晋王府上住过几日 对于萧云锦的身影 她还是记得的 对面窗户口的女子 虽然戴着纱帽 她却觉得眼熟得紧 更何况 神孝自进入大盛之后 除了第一天冒出一个从大惊追来的爱慕女子外 她的身边 从未出现过其他女子 而萧明月知道 神孝有意萧云锦 自然更加肯定 此时神孝身边站着的人 便是萧云锦无疑 神孝一定会要这新品 并且将之送给萧云锦 萧明月如此想着 似乎已经可以想到 神孝以天价货的宝物之时 脸上的黑尘之色 到时候 只怕心疼 银子都来不及 那里还有心情 与萧云锦风花雪月 她想着都觉得过瘾 于是看向对面的眼神 更加傲气了几分 仿佛在告诉神孝 我就是和你杠上了 你又能怎么样 这可是公平喊价 价高者得 十万两一千两 墨局看见神孝的首饰 继续喊道 此时二楼基本上 已经无人感应声 十万两可是个不小的数目 谁出得起这么高的价格 所以此时 大部分人都认为 这位大金王朝来的七皇子 一定会胜出 只是不明白这名岳郡主位 何要与神孝杠上 她难道就不怕七皇子忽然松口 不要这精品了吗 到时候 十万多银子 燕王府只怕要大出血了呢 十万一千零一两 肖明月仰起嘴角一笑 再次往上面加了一两银子 欧阳俊华一脸担忧地看着肖明月 袁伟倒是不曾发言 不过看向对面的眼神却有些深 那女子的身影 看着有些眼熟的景 难道是她 她不是被送离大盛了吗 怎么还会出现在此处 司机荡日肖云景对神孝的大胆举动 袁伟记忆犹新 却没有想到 神孝竟然真的认识她 还与她举止十分亲密 之后便传出 她乃心仪神孝的大金女子 因不满神孝此行前来和亲 特意追了来 最后被神孝的人安排离开京城 袁伟对这传言持怀疑态度 因在神孝来大胜之前 这位姑娘就已经在茶楼中出现过 若非要说这位姑娘 比神孝提前到达大胜 也不是说不过去 但她并不相信 第169章 自以为是的后果 穆子嫣一直默默地坐在一旁 不作声 萧明月一向喜欢作死 她乐得看戏 可不会像欧阳俊华那般 好心提醒她 只是 袁伟看向对面的眼神 一直落在这大金七皇子身旁的女子身上 让她觉得十分不舒服 她一个活脱脱的大美人 就坐在她身边 她不看她 反而去看别的女子 这未免太冷落塌了些 丞相大人 可是认识那位姑娘 她终于忍不住 出声问道 她并没有表现出异样的情绪 声音温柔细软 一副大家闺秀的得体模样 再配上她那双秋水般动人的毛子 怎么看 都是格教养集好的千金小姐 袁伟回眸看她一眼 说道 七皇子神孝倒是见过几次 那位姑娘 我倒是不认得 穆姑娘认得 穆紫燕微微一笑 虽然很不想 在袁伟跟前提起萧明月 但为了在袁伟面前刷好感 她开口说道 我或许不知 不过明月郡主可能会知道 哦 袁伟挑眉 萧明月怎么可能认识那位姑娘 上次进京之时 萧明月已经疼得昏迷过去 根本就不曾见过那位姑娘 十一万两 袁伟正寻思着 那边神孝的随从 已经将价格抬到了十一万两 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 普通百姓一年的收入也就几两银子 在这个时代 一两银子相当于现代的三百元钱 十几万两银子相当于现代的人民币三千万元 可见不是一个低数字 大圣王爷 一年收入大概一万两银子 再加上其他赏赐以及每月发放的粮食等等 大约一年 大约一年共收入两三万两银子 还没有除去开支 赵萧明月这般 继续与神孝杠下去 燕王辛苦了十几年存下的积蓄 至少要少去一半 闻声 萧明月犹豫一瞬 没有继续更加 萧云锦见状 转身与神孝说道 师兄你今日 还真是下血本呀 就这么个东西 也值十万银子 改日 我请人帮你做一个 看在你是我师兄的份上 临头省去 你给我十万两银子即可 你以为你师兄我银子多 人却傻 神孝邪逆他一眼 说道 萧云锦看他一眼 说道 你不是傻 做什么要将价格抬到这么高 看吧 眼下没有人敢和你杠架了 他不知道神孝与萧明月之间的交易 自然无法猜测到萧明月此时的心理 所以才会这般说神孝 十二万两 对面 萧明月喊道 一楼人群一片寂静 仿佛看疯子一般看着萧明月 二楼的人也觉得不可思议 这名月郡主今日有没有带脑子出来 竟然敢和大金皇子抢东西 还将价格抬到如此之高 万一大金的七皇子料挑子不要了 他怎么办 萧明月敢将新品的价格抬到如此之高 完全是笃定神孝一定会买下这个新品 送给萧云锦 男人都喜欢这样做讨女人欢欣 他抬头挺胸 一剩券在握的模样 仿佛已经看见神孝打落牙齿 往肚子里面吞的模样 然而 对面神孝却没有再喊价 七皇子这就认输了 萧明月见状 心下一疾 立即拿话击对方 却见对面神孝邪气一笑 轻慢地说道 君子成人之美 本皇子看郡主如此喜欢这件新品 便好意想让 如何是认输了呢 难道刚刚郡主 一再与本皇子斗驾 并非喜欢此物 而是故意未知 神孝此言一触 众人看萧明月的眼神变了变 京城中百姓谁人不知 这燕王府的明月郡主是个嚣张跋扈 且目中无人的 今日一见 众人都觉得 传闻并不能全信 这郡主何止是嚣张跋扈 且目中无人那么简单 还毫无自知之明 好吗 本郡主自然十分喜欢此物 才会与你斗驾 不过 竟然是七皇子桥上的东西 本郡主遍布 好多人所好 七皇子还是继续出驾吧 萧明月忍住心底的慌张 假装镇定地说道 众人哗然一声 这郡主难道 没有听出来吗 人家七皇子 根本就不打算继续与他斗驾了 因为他是个君子 若继续与他斗下去 不是否认了自己是个君子吗 这种自己打自己脸的事 众人相信 邪气逼人的大惊七皇子殿下 绝对不会做出来 因为他不蠢 郡主客气 竟然郡主十分喜欢 便买下吧 本皇子比较感兴趣的 还是作为闯关奖励的第二件新品 神笑似笑非笑地说道 萧明月眼前一黑 差点没有晕过去 眼下只希望店家写的价格 比他出的价格还要低 免得他多出那么多银子 只见是从从另外一个锦盒中 取出一张卷好的白纸来 上面愕然出现两个大字 十二万两 不多不少 刚刚好是萧明月出的价格 众人再次哗然 有恭喜萧明月 获得如此精致的新品的 也有说萧明月太神了 成交的价格 竟然与店家定的价格一模一样 简直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啊 更何况 过几日便是太后受担 这新品如此新颖 定能在太后面前长脸 到时候 太后多夸赞萧明月积聚 再赏赐点东西 燕王腐化出的这些银子 也算值得了 萧明月觉得自己有些晕 别人说了些什么 她都没有听见 唯独目光死死的盯着 神啸和萧明月的方向看 仿佛能将对面的二人 看出一朵花来似的 这一开始 便是神啸对萧明月下的一个套 她上次胆敢用下 三烂的手段暗算她 她以为她就这么放过她了 不给她一个教训 她只怕还会有别的心思 这不 她才刚刚下耳 她就上钩了 可见 她回府后 并没有好好地悔改 反而自以为抓住了她的把柄 逮住机会 还想要咬她一口 结果 却咬坏了自己一口牙 流了满地的血 大金王朝的七皇子 要闯越央楼的时局 这消息很快在京城里面传开 叶飞白自然也知晓了此事 当她听到暗探说神啸身边跟着一位气质灵动脱俗的少女之时 她面色微微一沉 冷声说道 准备马车去鸳鸯楼 第170章 哪里来的神仙 神啸要闯鸳鸯楼的十局 萧云锦自然跟着 她好奇这十局到底有多厉害 不过 据神啸探得的消息 这前四局并不怎么困难 难的是第五局奇异 萧云锦是个奇异不惊的 自然知道自己过不了第五局 不过 因太后受诞将至 今日店家特意许给大家一个福利 今日参与竞价的人 可以随意组队挑战鸳鸯楼的十局 每兑现人数三名 参与闯关之人 败出一局 便淘汰一人 要淘汰的人 由队员自己决定 闯过十局的胜出者 可以得到店家亲自雕刻的精美物件 作为奖品 这样一来 原来的闯关变成了一场赛事 只是这比赛 不是各个组队之间的比赛 而是凭借自身实力 达到标准线的 都可以晋级第二局 反之 便要淘汰一人 方能晋级 三人都被淘汰者 败局出场 这样的改变 让参赛之人更加有机会 成功进入最后一局 所以 报名参赛的人有点多 组队之后 大概有二十对左右 竟然是赛事 自然要有专业的评委 于是 鸳鸯楼掌柜的连续吩咐人出去 请了京城中 比较有名望的名师 或者先生 或者厨娘 陆陆续续 到来鸳鸯楼的评委 大概就有一百人左右 只要得到评委 八十票以上的 便能成功晋级 反之便要淘汰一人 鸳鸯楼规定 比赛一旦开始 便不可暂停 必须胜出或者败出之后 方可离开 闻言 参赛的人不仅不觉疲倦 反而越发精神起来 如此一耽搁 第一局开始之时 已经是傍晚十分 叶飞白赶来的时候 刚好是在开始前一刻中 大家已经分好队伍 准备跃跃一试 此时 一楼和二楼都聚集满了人 连门外都有不少人聚集着 等待看赛事的结果 但叶飞白一下马车 喧嚣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投向了从马车上飞跃 而起落在轮椅之上的叶飞白身上 只见叶飞白今日穿了一件 墨色的段子衣袍 领口处露出银色镂空木槿花的香边 腰细玉带 墨色的青丝上 关着的是墨绿色的发簪 再加上它绝美若现的面貌 向来清冷疏离的气场 宛若九天之上降临的上仙 飘渺绝美清冷绝尘 清郡推着叶飞白的轮椅完全行走 众人自觉性地让开 投来的目光一瞬不变 仿佛眨一下眼睛 眼前这位美若上仙的男子 便会从眼前消失一般 当清郡推着叶飞白 进入鸳鸯楼的一楼大堂 众人又是一片寂静无声 半想之后 才有人发出第一声惊叹 这人是哪里来的神仙不成 此人是谁 怎么从来不曾见过 是哪国前来给太后喝受的使者吗 众人议论纷纷 因为叶飞白一出场 太过引人注目 楼上的萧云锦 一眼便瞧见了叶飞白 心里微微有些诧异 这鸳鸯楼都是他的 他还稀罕这里的物品不成 只要他想要 随便一开口 谢臣只怕就双手奉上了 同时 二楼的欧阳俊华和袁伟 也看见了叶飞白 此人一出场便气质不凡 定然不是平凡之人 穆子烟有些微微愣神 京城之中 他从未见过 如此俊美角色的男子 若非男子坐在轮椅之上 只怕站在那里的风华更慎眼下 京城之中 何时多了这么 一位年轻俊杰 他喃喃问道 他是京城第一美人 自认全城无一人 可以与他的美貌媲美 但楼下出现的男子 其样貌布仅比他还要美上三分 周身散发出来的清冷气质 更加令人一瞬间一不开眼 就如刚刚那人说的 这是哪里来的神仙不成 欧阳俊华一眸看一眼穆子烟 怎么 动心了 欧阳世子说笑 我不过是觉得 那位公子气质出众 且样貌过分俊美了些而已 文言 他清清淡淡地回答道 掩饰住自己刚刚一瞬间的诗神 并且 有意无意地朝圆尾看过去 但圆尾却不曾看他一眼 而是看着叶飞白微微醋眉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肖明月刚刚被神啸坑了一把 神情有些恍惚 看见叶飞白出场 神情更加恍惚了几分 仿佛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看现了神仙 一楼大堂里面 用来竞价新品的台子 被加大扩大 下面的凳子也被撤出 只留了百余把椅子给评委落座 而其他留下观看赛事的客人 只能围在一楼空余的地方观看 叶飞白从大门入内 这一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 但他却这样做了 他隐藏在摄政王府已经够久了 即便他无声无息地活了这么久 那人也没有想着要放过他 那他就光明正大地活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让世人都知道 叶明轩的儿子还活着 并且会活得越来越好 清君走到谢臣跟前 轻声说了几句 谢臣顿时明白过来 当即走到叶飞白面前 恭敬地问道 不知锦柿子驾铃 有诗远营 有诗远营 这一生锦柿子 立即在人群中炸开了锅 锦柿子 摄政王府的锦柿子 他竟然是锦柿子 那个自幼体弱多病 从不出府的锦柿子 锦柿子竟然生得这般俊美 简直就是神仙一样的人 这些年来 不曾出摄政王府 简直可惜了 一阵诧异声后 人群中有人开始讨论 有人胆大的 上前招叶飞白打招呼 叶飞白军眼神冷淡地扫过去 并微微点头 算是回答了 这冷淡疏离的模样 不仅高冷 且仙气十足 那风华无限的身姿 即便感觉让人难以靠近 却又让人更加想要靠近 仿佛这样做 便能感染几分他身上的仙气一般 他就是锦柿子 欧阳俊华诧异地回头 看一眼身旁的圆尾 圆尾醋着的眉头松开 所有所思得到 我曾在一位大臣 那儿见过摄政王叶明轩的画像 这位锦柿子与他 倒是有几分相似 想来不会有错 我怎么看他 都不觉得 他是一个自幼体弱多病的人 欧阳俊华 转头看向叶飞白 感叹道 第171章 一人之力 传闻摄政王府的柿子 自幼体弱多病 虚弱的连王府的大门都出不了 欧阳俊华看一眼一楼端坐在轮椅之上 板正身姿 一脸高冷的锦柿子 觉得传闻不可信 真的不可信 他怎么看 都不觉得锦柿子 是个虚弱到不能出府的人 眼见未识 耳听未虚 原委说道 然后他那对刚刚松开的眉头 忽然又蹙了起来 一直藏在摄政王府不曾现身的锦柿子 今日怎么 忽然出现在这里 楼下叶飞白与谢臣说道 谢掌柜 这赛事 可是开始了 谢臣恭敬地回道 还不曾 不过 锦柿子来晚了一步 只有参与竞价的客人 才能组队闯关 本柿子竟然来了 就没有打算就此返回 不如这样如何 叶飞白一贯清冷幽远的声音 在一楼大堂响起 原本有着几分喧哗的大堂 一时间变得寂静起来 听他说话 就好像在听一首清冷幽长的曲调 清清淡淡 却又韵味十足 瞬间就能引人注目 愿闻其详 谢臣说道 竟然是赛事 怎么能没有对比 叶飞白冷冷淡淡地说道 眼神雀鱼 在二楼看下来的萧云锦撞在了一起 虽然萧云锦戴着纱帽 但是他直觉他在看他 锦世子的意思是 你要以一人之力 对战二十对人 谢臣从不怀疑叶飞白的本事 却忍不住担忧 毕竟队伍之中 有不少能人 比如丞相元伟 比如大金七皇子神像 此语一出 众人又是一片哗然之声 这锦世子 未免太过狂妄了些 一人倒是不敢 本是子自然 也是三个人 叶飞白话音刚落 从人群外围挤进来的习春 好容易走到了叶飞白跟前 只见衣袍 都被挤得歪斜积分 一边走 还不忘一边整理衣袍 然后笑着 朝各位客人抱拳失礼 各位请多多承让 多多承让 带着几分滑稽色彩出场的习春 还真的没怎么引起人们的注意力 人们似乎都不愿意去关注她是谁 不过看了她一眼 然后又重新将目光移向了叶飞白 锦世子有如此勇气 确实值得在下佩服 只是 谢臣说到此处 回头看一眼 已经组队好的二十对参赛人员 不知各位觉得如何 戴着沙帽的萧云锦 微微眯眼 搞不懂叶飞 白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 这里除了她 知道她是鸳鸯楼幕后的主子外 只怕也只有鸳鸯楼的掌柜谢臣了 竟然如此 谢臣为何还要与她做这么一场仙 做给谁看 而叶飞白又是 为何会出现在此 这鸳鸯楼都是她的 她想要什么没有 还有那所谓的鸳鸯楼店家 从头到尾都不曾出现过 萧云锦深深的怀疑 其实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店家 店家就是谢臣 而谢臣别后的主子就是叶飞白 也可以说叶飞白就是背后的店家 但是叶飞白有时间雕刻各种精美且巧妙的艺术品吗 她怎么从未见过 所以萧云锦觉得这个假设不成立 本皇子没有意见 神校第一个开口说道 她虽然看叶飞白各种不满意 但这种时候探一探她的真本事对她有利 所以何乐而不畏呢 本相也没有意见 原委对叶飞白怀有几分好奇 自然不会有意见 于是接二连三的有人跟着说没有意见 后面的即便有意见 剑神校和原委都没有说什么 自然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叶飞白沉默了19年 即便隐藏在人后 也无法逃脱暗杀和暗算 那么就到人前来光明正大的站到人前 赛事开始 因叶飞白是忽然加入闯关比赛的 所以她作为挑战者需要战胜所有闯关的组员 方能赢得最终比赛 所以每一轮比赛 都是叶飞白的人先上场 然后后面上场的队伍 只要获得票数超过叶飞白所在的队伍便赢 若少于叶飞白队所获得的票数便是输 就要淘汰一人继续参赛 叶飞白的队员便是她和习春 还有清军 萧云锦怎么看都觉得清军和习春都是摆设 根本不可能帮助到叶飞白 然而出乎她所料的是 第一轮比情上场的人竟然是习春 以习春一向不太靠谱的作风 萧云锦十分不看好她情绩 今日习春穿了一件浅灰色长袍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斯文如雅起来 只见她微微含笑 缓缓落坐古琴旁 修长洁净的手指轻轻落在琴弦之上 她一态适应 面带从容微笑 手指画过琴弦 琴音陡然在大堂之内响起 那泛着层层涟漪的垃圾 似一汪清泉 轻轻冷冷拂过人心 驱散掉夏日中的燥热之感 同时 也让众人静下心来 仔细聆听这清冷之音 渐渐平静下来 这琴音 似乎面上吹拂而过的一阵清风 引人心中松弛下来 并且渐渐入佳境 仿佛身临其境 置身于莲花盛开的凉亭之中 碧波蓝天 凉风拂面 莲香四溢 一曲终了 众人还久久不曾回过神来 如此情绩 可谓难得一见 萧云锦听的入迷 这琴音戛然而止 她还微微 有些不悦地 猝了猝眉头 在看向习春之时 倒是对她多了一番认识 能谈出如此情音之人 心中应该无恨才是 但她却从那清清冷冷的 清音之中 听出一股淡淡的愁绪 或者说是若有肆无的煞气 她隐藏得极深 若非她听得极其认真 又是个懂音律之人 只怕听不出她内心的一脚 在场之人 懂音律之人 绝非她萧云锦一人 但在乎习春未和会生出如此愁绪的人 除了她萧云锦和叶飞白 只怕没有第三人 好 不只是谁大喝一声 然后是灵星的拍掌声音 紧接着是一群人的拍掌声 评委给出结果 习春获得最终票数是90票 比及格线80票 还要高出10票 如此以来 比秦这一局的及格线 被习春生生拉到了90票 一些琴技一般的参赛者 原本还存在一丝侥幸心理 觉得还能达到及格线 如此一来 难度变大 不少人尚未上台 已经露出灰星的表情 第172章一夕之间 被人连锅端了 神啸这组的队员 是萧云锦和莫菊 和她自己 此次出场的人是莫菊 听见神啸这么安排 萧云锦还诧异地看向神啸 师兄 竟然丢一个暗卫出去 和习春比情义 可见 莫菊的情义 不会低于习春 但是 一个暗卫 如何会有这般高超的情义 看来 这个暗卫的身份也不简单 这么想着 萧云锦朝莫菊看去的目光 多了一份沉思和探索 只见莫菊穿着一身素色长裙 发现除了一根银簪座位装饰 便没有其他多余的头饰 耳朵上虽然有耳洞 却不曾戴耳环 她给人的感觉便是一副水墨画 干净 朴质 宁静 她挺直着身姿 不发一言 默默落坐在古琴旁 食指鲜鲜浮上琴弦 她有一双十分干净的手 修长纤细 若非常年握剑 上面藏满了老茧 她应该是白皙如玉的 而此时 她的一双手 却显得有点有黑 她指下的琴音 与西春的有所不同 琴音陡然在房檐之上想 唯婉细致雀 又刚毅坚强劝雀而来似高山流水 鼓鼓韵味 不绝于耳 此番异境 宛若置身于一番云雾之中 站在山峰高出 一览众山小 心中磅礴之气 被琴音牵引而出 实在妙哉 妙哉 异曲终了 琴音寺仍在房檐之上 萦绕不去 余味十足 一阵叫好声过后 评委亮出分数 比西春多得了一票 九十一票 神啸这一组顺利过关 原委这一对 是她和欧阳俊华 然后是穆子嫣 只要萧明月 此时不知去了何处 可能得了一件价值十余万两的宝物 已经急不可耐地回府 去与自己的父王分享喜悦了 此时天色已经暗下来 皇宫各处宫殿的屋檐下 已经高高挂起灯笼来 一人匆匆走过抄手回廊 一路小跑着 往张会宫而去 太后 照例在殿外求见 无双从外面走进太后的寝宫之内 附在太后耳旁轻声说道 太后桑木格正躺在躺椅之上 一位宫女正在替她按捏着头部 听见无双的话 她缓缓睁开眼帘 出声说道 招进来吧 是 无双退下 桑木格让宫女收了手 起身站了起来 宫女立即伸手过来扶住她的手腕 扶着她往外间的宝座上落座 无双领着照例进来 照例朝桑木格恭敬行礼 属下给太后娘娘请安 嗯 起来吧 桑木格微微抬了抬手 一双凉薄的毛子看向照例 你急着前来见哀家 可是出了什么事 回娘娘的话 江湖第一杀手组织野狼一夕之间被人灭了 三百余杀手 一个不活 全部死于非命 赵立说道 你说什么 桑木格惊讶地站起了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赵立 什么人做的 赵立不敢与桑木格对视 低垂下眼帘答道 属下派人查了 是江湖恩怨 几乎有点势力的江湖门派 都参与了此事 你的意思是 有人煽动了江湖中的门派 将野狼给灭了 太后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到底是什么人做的 为何要这般做 赵立抬眸偷偷看桑木格一眼 据属下所知 野狼曾公然挑衅了武林盟主的威严 不仅如此 那野狼的头目 还侮辱了武林盟主的女儿 武林盟主一怒之下 暗中联合各个江湖门派 将野狼老窝给端了 不仅如此 在外执行任务的 也没有逃脱 全部死绝 仅凭武林盟主一人 如何能做到 那野狼能成为江湖中 数一数二的杀手组织 门中杀手的武功定然不弱 怎么会这般轻而易举的 就被人一锅端了 桑木格毕竟是久居高位之人 听完赵立的叙述 便觉得此事另有隐情 果然 只听赵立继续说道 听说 此事叶格也有插手 叶格 一个探查消息的专门组织 这个组织 成立十余年来 不仅没有被江湖中其他门派给灭掉 还越做越大 越做越好 成为江湖中 谁都不敢招惹的组织之一 江湖上有这么一句话 宁可得罪野狼 不可得罪叶格 得罪野狼 或许还能厮杀一场 死得瞑目 得罪叶格 你或许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个组织 几乎掌握了整个江湖的各种秘心之事 只有你想不到的事情 没有他查不到的消息 这个叶格 不仅江湖中人忌惮 朝廷中人也十分忌惮 都会尽力避开 或者不招惹这种组织 叶格成立这十余年 一直都十分安静的屹立在江湖之中 只要你不主动招惹他 他便一直是安静的 江湖中或者朝廷之中 有不少人上门以重金购买消息 都从未从他手中购买走一条消息 要献格主更加难于登天 由此可见 这叶格不是以贩卖秘心卫生的 而是专门为某人服务的组织 若真是如此 此人简直太可怕了 但是 这一次叶格却帮着武林盟主 出手对付野狼了 这其中 到底有何秘密 去查查叶格格主 可是与武林盟主交好 桑木格下令说道 叶格 若能为他所用 他便可以如虎添翼 到时候 十个孽种 都逃不过他的手掌心 赵立点头印下 然后小心翼翼地出声说道 太后娘娘 还有一事 属下不知该讲不该讲 说 桑木格虽然已经四十多岁 但保养得宜 看起来也不过三十多岁的年纪 但他一身微压 给他平添了几分老气 和沉稳之气 让人不敢多看他一眼 赵立快速地看了桑木格一眼 然后低声说道 探子传来消息 锦世子 今日出了摄政王府 并且出现在鸳鸯楼 与大金皇子 丞相原委等人 参与了鸳鸯楼时局的赛事 你说什么 桑木格立声问道 其实叶飞白 并非第一次出现在人前 但他之前出现 并未亮明自己的身份 即便到晋王腐败 房也做得翘无声息 并未让使人知晓 但这一次不同 他在人前亮明了身份 将自己展示在了世人的眼前 如此一来 桑木格再要对他下手 只怕便要顾及朝廷中大臣的目光 以及皇帝的目光 第173章你靠近一点 我就告诉你 他竟然敢公然站在人前 这是打算与他正面抗衡了吗 孽种就是孽种 桑木格伸手揉上太阳穴 大殿内一片安静 照例不敢出声 安静地站在大殿之下 等着桑木格发号施令 听说 他前些日子 已经派人上进王府下过聘礼了 沉默半想后 桑木格出声问道 是 却有此事 是摄政王府的管家 秦朝亲自上门下的聘礼 当时还 特意将李丹念了出来 据说聘礼十分厚重 可见他对这位郡主 是真的上心 照例说道 桑木格闻言 冷笑一声 上心 哀家赐下的婚事 你觉得他能够上心 照例抬头看桑木格一眼 然后低头不语 原本想要借助晋王的手 将那孽种给结果了 这么久也不见晋王动作 这么多年过了 他还是这般沉得住气 桑木格冷笑着说道 然后他在宝座之上坐下 可见刚刚一番沉思 心中已经有了定夺 那孽种还真是命大 他留下的那些人 为了护住这孽种 已经所剩无几了吧 这一刻 他仿佛在自言自语 照例听着 并没有回答 至于桑木格口中的那个他 照例跟着他身边这么多年 自然知晓 他说的是摄政王爷明轩 晋王府目前没有动作 姑且在留他一段时间 在这京城之中 亮他也玩不出什么花呀 你派人仔细跟着 有事继续向哀家汇报 桑木格说道 是 照例随后离开张惠宫 只觉得离开这处宫殿 心情顿时轻松了几分 再无刚刚那份压迫之感 夜深渐浓 街道上人来人往 真是夜市开启的时候 鸳鸯楼门前已经挂上灯笼 昏黄的灯光打在门前看热闹的众人脸上 有着另样神采 一楼大堂之内 赛事已经过了三局 叶飞白出场的一直是习春 可见习春势力强悍 神效者 一队 出场的也一直是莫菊 二队都连胜三局 要磨平手 要磨略胜一筹 都不分上下 至于圆伟那一队 倒是轮番上阵 穆子言的情谊 圆伟的书 欧阳俊华的话 都称得上一流 高出习春所得 票数不少 甚至比莫菊的还要高 不过 习春和莫菊二人 凭借一己之力 与京城第一才女 大胜丞相 风流世子的 才华不相上下 其才华可见一般 这二人 一个是大金七皇子的侍卫 一个是大圣锦 世子的专用大夫 在众位贵公子和小姐眼中 这两个人根本不值一提 此三局比赛 让众人对二人完全刮目相看 一轮声纷纷围绕二人 七皇子殿下的侍卫我倒是不知 不过那位习春大夫 我却是略有耳闻 听说他是荡朝太夫的数字 也不知何原因 竟然被赶出了家门 脱离了宗族 是啊 我也听说了 那习春大夫 原名叫阮三 听着名字 想是随意取的一样 这习性 还是他脱离宗族之后 随自己母亲性的 有人点头 这习春二字 听着倒是顺耳 没有想到一个不受重视的数字 其才华竟然不输荡朝成相 若是有朝一日能入朝未官 必定能有所作为啊 有人认同 却说道 他脱离了宗族 要再入朝未官 只怕难于登天 更何况 太夫好像十分不喜欢这位数字 众人一片唏嘘 却并不影响比赛的继续 一个时辰过后 三局已过 有的队伍被淘汰了两人 还剩下一人 也有淘汰一人 剩下两人的 三人都还在队中的队伍很少 仅仅三队而已 便是神啸 叶飞白 原为所领队的三队 原本二十队人 三局过后 一半队伍被刷了下去 除了三队人数整齐一点 其余七队 都是少了一个或者两个队员 因为评委已经连续评了三局 略感疲惫 谢臣招呼侍从送来茶点 让评委休息两炷箱的时间 而队员也可以各自去安排好的厢房 休息一下 萧云锦戴着纱帽 一开始并未挑明身份 而眼下他又和神啸混在一队里 若是贸然上前 与叶飞白打招呼 只怕又要引来别人猜忌 为免自己一下子成为精忠名人 萧云锦并未理睬叶飞白一而在 再而三地投射过来的目光 而是跟着神啸 入了一间厢房 叶飞白健壮 脸色有些沉 这丫头难道就一点都感觉不到 神啸对他的别样心思吗 还总是和他私混在一起 云儿 你若觉得烦闷 尽管吩咐身边丫鬟过来府上 寻我陪你出来解闷即可 劳烦七皇子 可不应当啊 在乡房门即将关上之际 叶飞白忽然开口说道 他此言一出 一些将要返回自己房间的队员 立即遁住了脚步 朝这边看了过来 锦世子口中的云儿 莫非是那位移入京城便病了的晋王府郡主 萧云锦 众人觉得 今日简直惊喜不断 连续两个意料之外的人 出现在这鸳鸯楼之中 京城中的年轻贵公子本就闲得很 有这么一个机会 可以倾听八卦 还是这么劲爆的八卦 大家当然不能错过 莫菊是最后一个进入厢房的 听见叶飞白此言 关门的动作一读 微微侧目看向神啸 神啸看着他 但啸不语 他立即啪的一声 将门给合上了 主动挑明身份又如何 他不开门放人出去 看他要如何办 神啸似啸非啸地看一眼 带着沙帽的萧云锦 要出去 你会放人 萧云锦邪逆神啸一眼 沉默一瞬 他忽然开口说道 你好像看他十分不爽 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 貌似 你静静这么久 他也不曾得罪过你 想知道 神啸一挑眉 邪气地笑道 你靠近一些 我就告诉你 莫菊文言 不太自然地测了测身 装作在喝茶吃点心 一副什么都没有听见的模样 萧云锦看神啸一眼 慢慢朝他走进一步 再走进一步 然后开口说道 好了 你可以说了 他在神啸一步之遥的地方站定 即便神啸要耍花样 他也能反应过来 并且及时想到应对之策 第174章 伤情 一件蠢事 然而 事情却发生的有些出乎所料 只现神啸忽然起身 速度之快 令他尚未做出反应 他人已经到了他跟前 隔着一层白沙 与他面对面 二人如此靠近 进到萧云锦 已经感觉到 他呼吸出来的热气 他吓了一跳 仓皇后退 却被神啸一脚勾住了脚腕 害他往后摔了下去 神啸及时伸手扶住他的腰身 拉近他与他之间的距离 他微微弯腰 墨色的青丝垂下来 落在他的肩膀之上 你很怕我 他这师妹 从未对他露出过 这般彷徨无措的表情 脑海中猛然闪过一条信息 他靠近他几分 在他耳旁低语道 怕我会像叶飞白一样 爱上你 因为后仰的关系 肖云锦戴着的沙帽往上掀开 露出他满是痘疤的小脸来 神啸靠在他耳边低语过后 肖云锦的心跟着抖了抖 便见神啸离开他耳旁 整张邪气俊美的脸 在离他的脸三寸的地方停住 说道 怎么将自己弄得这么丑 他这话说的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只见他挑眉 露出一副嫌弃的神色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 这一犹豫 厢房的门被人从外面踹开 神啸立即伸手 将肖云锦戴上的沙层给撩了下来 一拉一扯之间 肖云锦已经与他并肩站在了一起 外面的人或许看不见这一幕 但刚刚踹门而入的叶飞白却是 看得一清二楚 神啸刚刚那神情 分明是想要亲吻肖云锦 却在最后一刻有所犹豫 一股酸液在他心间蔓延开来 紧接着幻化成为莫名的怒火 叶飞白的脸色有些不好 十分的黑沉和冰冷 一双黑色的眼眸 犹如一片深幽的深渊 似要在这一瞬间 将人给吞噬进去 女儿 过来 一瞬间 叶飞白的大脑中闪过许多想法 却最终什么都没有做 而是表情平静的 朝萧云锦伸出了手 神啸虽然心悦萧云锦 却从未明显的表现出来过 只有与叶飞白对上之时 才会宣告他的战 有欲 叶飞白是个聪明人 萧云锦竟然不知道 神啸对他的心意 他为何要帮他挑破这张纸呢 未免显得他太小气 和斤斤计较了些 此时若生气 萧云锦一定会觉得他 莫名其妙吧 神啸毕竟是和他 一起长大的师兄 感情自然不一般 相言和神啸不可比 一个是自私自利 为了自己可以伤害别人的人 但神啸却从未做过伤害萧云锦的事 甚至用自己的方式 对他纵容和溺爱着 所以 此时叶飞白若生气吃醋 将怒火发泄在萧云锦身上 那么他便输了 不得不说 神啸是个可怕的对手 他了解萧云锦的性子 每一步看似不经意的在做 其实都是他精心策划过的 就比如刚才 他肯定是算准了 他会踹开房门而入 才可以对萧云锦做那样的动作 其实 他可能什么都不曾与萧云锦说过 萧云锦见状 有些疑惑的看叶飞白一眼 他这样踹门而入 是什么意思 难道还怀疑他不成 他站在原地没有动 心里有些难过 他自认为 与叶飞白经历过一些事 二人之间 已经可以用相互信任四个字来形容 但如今看来 并非如此 警世子 这是怕自己的未婚妻 与本皇子 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面 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来 所以才踹门而入 神笑挑眉 似笑非笑的道 虽然事情只成功了一半 但这一半 已经够他在萧云锦的心中 埋下叶飞白 并不信任他的种子 到时候 叶飞白暗道一声不好 自己一时心急 竟然落入了神笑的圈套之中 他的战友御太将 才会被蒙蔽了眼睛 一时没有发现神笑的心思 刚刚幡然领悟 虽然拯救了一半 却还是陷入了一半 门外的人伸着耳朵 想要听八卦 奈何相防的隔音效果很好 二人说话 大概是故意压低了声音 便更加听不清了 加上门口 有清俊和席春二人挡着 外面看热闹的人 自然也瞧不现里面 是个什么情况 不过 看警世子刚刚踹门而入的样子 莫非是这云锦郡主与那神笑 七皇子之间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不得不说 叶飞白刚刚做了一件蠢事 因为爱得深 才会在这一瞬间失去理智 做出无法挽救的事情来 神笑的高明之处便是 他从未正面向萧云锦 表达过自己的心意 却三番四次地向叶飞白 透露他对萧云锦的心思 萧云锦觉得 和自己师兄组队参加比赛 光明正大 并无什么不妥 因为他没有别样的心思 更何况房间里面 还有一个莫局呢 但叶飞白不同 他知道神笑对萧云锦的心思 即便二人待在一处 根本不会做出什么事来 他还是会介意和难受 因为他知道 神笑对萧云锦的心思 并且正在试图夺走萧云锦的心 这样一来 他肯定不愿意让萧云锦与 神笑多待在一起 不是因为他太没有自信 而是因为萧云锦对他而言 太过重要 重要到这一刻失去理智 做了一件蠢事 当他终于意识到这一点之时 面色不由白了白 抬眸看着萧云锦 懊恼地说道 云儿 我没有那样的意思 哦 那么敢问锦世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萧云锦不冷不热地说道 他其实有些伤心 因为不被叶飞白信任 上次他差点误会了他 最后却仍然选择了相信他 折回看清事情的真相 但这一刻 叶飞白的所作所为 他亲眼所见 他不信任他 这段时间 他虽然隐藏得很好 却是一如既往的霸道 若有一日 他真的嫁给他 他是不是要失去自由 被他锁进摄政王府的后院之中 再也不能踏出摄政王府半步 以他随行而洒脱的性子 是绝对做不到了 说到底 叶飞白还不够了解他 他这样的人 很难对人动情 一旦动情 便不会轻易移情 叶飞白的不信任 让他有些伤心 他觉得他需要静一静 好好想一想他与叶飞白之间的事情 第175章 一文搞定 说到底 神孝是个聪明而狡猾的人 他足够了解萧云锦 也将叶飞白的心思揣摩得很准确 才能让二人之间 生成这样的误会 以萧云锦的性子 若是他以师兄的身份待在他身边 他会像以前一样 和他相处的极其自然 若是在他心有所属的情况下 他还贸然表白 他一定会刻意地疏远他 即便不疏远 他也会十分为难 相处起来 只怕在无之前的那份轻逆和轻松之感 这便他为何至今都不曾向萧云锦表露心声的原因 若没有叶飞白出现 他现在不会这般迂回 或许早就 说到底 他不过是迟了一步 莫关系 他还有时间可以弥补 于而 我们可以单独聊一聊吗 叶飞白扶在壁托上的两只手紧了紧 极力压制着 心底快要喷勃而出的怒火说道 以他之前的脾气 他或许不会给萧云锦任何话语 直接踹开房门 将他扛着离开 不需要任何解释 他是他的女人 怎么可以容许他人觊觎 但是他忍住了 因为知道萧云锦不喜欢他太过专之霸道 所以正在忍耐 房间里一瞬间有些安静 因为萧云锦没有出声说话 而神笑似笑非笑地看着萧云锦 似乎在等着看戏 但内心却是希望萧云锦不要点头答应 一阵沉默过后 萧云锦叹息一声 说道 走吧 叶飞白的童年并不幸福 或许他不太懂得人情世故 也不太懂得要尊重他人 他以往做的最多的便是下达命令 以最有效的方法保全自己 相识之初 他便知道 他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 霸道蛮横 有时候还不讲理 但和他在一起后 他已经尽量在收敛自己的脾气 他有心 自然感觉得到 更何况 他曾经说过 他的余生有他 既然已经有了誓言 下定决心要跟随着他 就姑且听他解释一回 萧云锦离开 神笑藏在衣袖里面的拳头紧了紧 很像上前奏 一顿叶飞白 如果没有他 他和云儿之间 根本不必要 走这么多的弯路 即便让萧云锦误会叶飞白不信任他 他还愿意给叶飞白一个解释的机会 可见叶飞白在萧云锦心中的分量 远远比他估计的还要重要多了 这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他们就情根深重了 这怎么可言 怎么可言 神笑看着二人远去的背影 邪气一笑 他不会就这样认输的 事情不过才刚刚开始 后面还有许多有趣的事情要发生呢 萧云锦跟着叶飞白入了厢房 叶飞白病没有说话 而是用一双幽深四海的眸子看着萧云锦 事情很简单 他不想萧云锦与神笑待在一块 而眼下 他的目的达到了 他还要给萧云锦说些什么呢 说神笑其实喜欢他 说他吃错了 说他不喜欢他和神笑待在一起 无论说哪一个 叶飞白都觉得十分的不合时宜 还不如沉默来的简单 萧云锦之所以跟着叶飞白走 一来不想神笑看他笑话 二来他与叶飞白只线的弯弯绕绕 还是关起门来自己解决比较好 你不是说你要 嗯 萧云锦刚刚转身说话 便被起身的叶飞白一把拉入怀中 伸手掀开他戴着的纱帽 一个稳急切且霸道的落在他的唇上 他用力地吸引着他的唇瓣 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向来微凉的唇瓣变得炙热 宛若一把炙热的火 试图在此刻将萧云锦燃烧殆尽 轻吻由一开始的蛮横霸道 不容许萧云锦有丝毫抗拒 再慢慢地变得温柔弱水 犹如飘荡在湖底的水草 轻柔飘荡 休息时间到 请各位队员返回一楼大堂 比赛继续 楼下 传来侍从用内进传开的声音 叶飞白与萧云锦只线的吻 仍在继续 萧云锦被叶飞白吻的晕头转向 她觉得她应该要生气的 应该要推开她的 但双手还是不自觉地勾住了叶飞白的景象 戴一吻结束 她几乎整个人都软在了叶飞白怀中 呼呼之喘气 云儿 若换作是我与别的女子待在一间厢房 彼此之间还十分熟人 你会生气吗 叶飞白欠萧云锦一个解释 但她并没有直接解释 而是这样问道 若两人身份互换 萧云锦是否也会 如她这般生气 若萧云锦心中有她 生气是肯定会有的 萧云锦微微缓过神来 明白叶飞白刚刚不过是醋了 才会做出那般鲁莽的事来 可是 她是我师兄 除了你两个哥哥 只要是异性靠近你 我都会觉得 他们对你别有用心 叶飞白双手还在萧云锦腰间之上 将她圈在怀中 云儿 你说我该 拿你怎么办才好 她低头 埋在她肩窝之中 闻着她身上淡淡少女香气 我可以理解为你不允许 我和除了哥哥以外的异性有来往吗 萧云锦推了她一下 将她从她肩膀之上推了出去 我绝对不是要限制你的自由 我只是 忍不住 她向来清冷若先的俱年上 出现一抹交集 将萧云锦重新捞回了怀中 我会尽量学会控制 你别生气 常听人说 女人一旦陷入爱情之中 就会患得患失 为什么她和叶飞白之间的反应 反而互换了呢 不过 被心爱的人如此在意 放在心间捧着的感觉 还真是不难 萧云锦觉得很受用 刚刚的怒气 算是被她抚慰平顺过去 便不再与她计较 你要说到做到才好 她娇称一声 忽然想起 一楼还在继续的比赛 立即伸手去推叶飞白 我还和师兄组队参加比赛呢 叶飞白伸手将离开她怀抱的萧云锦 重新拉了回来 说道 我已经派人和评委说过了 你是我的未婚妻 与神啸一队 确实不妥 所以 便让神啸另外寻人做队友了 至于你 自然是要跟着我一起的 你 萧云锦原本想说她哄她 说话不算话 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嘈杂之声 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176章 说漏了心声 哥哥也不行 萧云锦与叶飞白互看一眼 立即准备下楼看看 却见清俊一阵风势的 从楼下跑了上来 主子 一楼厨房走水 火势很大 只怕很快就会延伸到二楼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走水 叶飞白面色一冷 这种时候人多热闹 最容易被人钻空子 干坏事 但是 此时鸳鸯楼里带着的人 都是有权有势的人 谁敢在此时放火 不 只怕是有人想要有意栽赃嫁祸 若是有人圆伤亡 到时候鸳鸯楼又要面临一场麻烦 吩咐谢臣 安排好人员疏离 尽量不要引起恐慌 保证他们的安全 叶飞白安排道 说话 他朝清俊说道 带郡主先离开这里 一起 萧云锦二话不说 将叶飞白推倒在了轮椅之上 然后吩咐清俊推着轮椅 他在前面打开房间门 萧云锦才伸手拉开房门 迎面便是一把长刀砍了过来 好在他轻功了得 又反应及时 快速地避开 但头顶上戴着的沙帽雀 掉落在了地上 呀 好丑的女人 不知是谁间叫一声 紧接着又有人说道 那不是刚刚那位灵动逼人的绿山女子吗 怎么除掉沙帽 竟然是这副模样 满脸疤痕 真的好丑 好像癞蛤蟆一样 有人说道 嘘 小声点 那人可是禁王府的云锦郡主 这种时候 还有人顾及着八卦她的容貌 萧云锦也是醉了 她此时应付着眼前的蒙面黑衣人 哪里还有空虚管那些嚼舌根的 更何况 她根本就不在乎 锦世子那么好看的人 怎么要娶这么丑的女人为妻 萧云锦刚刚闪躲开黑衣人的攻击 换做清俊上前应付那人 便听见有人这般说道 她挤不到 雷叶飞白跟前 十分严肃认真的看着她 问道 我估摸这锦世子 可能是瞎了 刚刚是怎么亲下嘴的 是了 若非真的打心眼里喜欢 就她现在正满脸的痘疤模样 还真的不是谁都亲得下嘴的 在我眼中 鱼儿不管什么样 都是最美的 叶飞白很给力说道 萧云锦千唇一笑 越来越滑头 说着 她看一眼门外乱作一团的人群 再看一眼和叶飞白交手在一起的黑衣人 只怕不是走水那么简单 你看 她话音未落 又一黑衣人往萧云锦身上招呼过来 叶飞白见状将萧云锦伸手一拉 拉入她怀中坐好 一根悬丝飞了出去 直取对方喉咙 动作一气呵成 快得那人尚未反应过来 已经被叶飞白手中的悬丝夺取了生命 再也不能呼吸 这些人好像是针对我而来 萧云锦坐在叶飞白双腿之上 疑惑地说道 这就奇怪了 她来京城之中 一直病着 并未得罪什么人 若是皇上 也不会选择现在动手 一则太后寿宴将至 二则她对皇上来说 比如可以牵制她父王 暂时留在京城之中 那么 还会有谁 这是她回京这么久 第一次正面 以晋王府郡主的身份 出现在人前 谁会选择这种时候动手 未必全是 先放火烧了鸳鸯楼厨房 再派人乘乱对你 进行暗杀 可见这件事是一人在谋划 这件事一处 第一个 被问责的 当然是鸳鸯楼 有人想要乘机敲打一下鸳鸯楼 你只是被有心人顺歹 想要在此地问难你 叶飞白说道 萧云锦还想说什么 又一个黑衣人冒了出来 不过尚未走到叶飞白和萧云锦跟前三步 便被叶飞白手中的悬丝击中要害 一瞬间失去了生命 不必担心 事后我会派人查明真相的 叶飞白拍了拍萧云锦的手背 安慰道 神笑从乡防赶过来的时候 便看见萧云锦端坐在叶飞白怀中的模样 二人 如此亲密模样 哪里还像有误会的样子 外面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你们还有时间在这儿轻轻握握 他微微一挑眉 带着积分怒气地说道 萧云锦俏脸微微一红 离开叶飞白的怀中 站了起来 因为乔装豆八的缘故 面色比他真传 面色黑了不少 倒是看不出他这一刻的羞涩和尴尬 只听他干咳一声 师兄来得正巧 我真准备寻了你 一起离开此处呢 是吗 神笑似笑非笑的挑眉 明显不信萧云锦的话 我还以为有了秦郎 就忘了我这个师兄了呢 怎会 怎会 师兄和他可不能比 萧云锦笑呵呵的说道 试图掩饰他的心虚 却一不小心说漏了心声 因为刚当他确实没有想到神笑 凭神笑的本事 这种小状况 根本难不倒他 叶飞白在一旁听着萧云锦这般说 心里不知道多开心 心底的那些不安和焦虑 终于消失不现 在萧云锦心中 神笑的位置 永远没有他重要 只要确认这一点 今后不管神笑做什么 说什么 他都不用担心 只要全心全意地相信萧云锦就好 哦 我和他如何不能比了 神笑听着萧云锦这话 心里十分郁闷 他怎么就比不过那残废了 萧云锦哈哈一笑 试图蒙混过去 却见神笑一个邪气的冷眼扫过来 他只觉心甘颤颤 连忙说道 当然不能比 你是我师兄 我一直把你当作弟弟 哦不 是哥哥 如何能与他比较 这根本就不能 比较嘛 他不解释还好 这一解释 神笑整个气场都变得零下激怒 只见他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 说 你 把 我 当 帝帝 叶飞白在心底狂笑 脸上却依旧摆出一副高冷如鲜的模样 十分的淡定从容 不是帝帝 是哥哥 萧云锦赶紧弥补 若是被神笑知道 他一直将他当作一个爱捣乱的弟弟 一般对待 不知道今后会给他多少苦头吃 为了自己今后能有一个安静的生活 他决定 还是蒙混过去才好 然而 这气氛不仅没有被挽救 反而变得更加阴冷起来 只听神笑忽然朝他狠狠地看过来 咬牙切齿地说道 哥哥也不行 第177章嫁祸 用心险恶 萧云锦感觉有些无奈 这种时候 外面正乱着 他可没有多少耐心来安抚 忽然变得莫名其妙的神笑 那你想怎样 神笑冷眼看着萧云锦 内心一片汹涌 很多话想要在这一瞬间冲口而出 他却忍了下去 什么也不说 转身就走 因为鸳鸯楼厨房走水 火势很快延伸到一楼大堂 比赛被迫终止 叶飞白领着萧云锦从二楼跳窗离开 不少二楼的贵客纷纷效仿 均从二楼跳窗离开 而一楼大堂的火势十分严重 不仅没有被扑灭 反而越烧越大 主子 有人在墙上浇灌了火油 清军出去巡查一遍 回来说道 叶飞白目光深沉地看着黑夜中越烧越大的火焰 出声问道 可有人缘伤亡 有 武定侯府的公子 被发现死在鸳鸯楼的后花园中 还有就是 这场大火 我们的人都忙着拯救客人 贵重物品未能来得及抢救 那尊琉璃长寿花被大火烧成了黑色 要恢复只怕很难 清军回答道 文言 萧云锦与叶飞白对视一眼 纷纷醋眉深思 这时 巡城御史派人四周 寻找靖王府的郡主萧云锦 因萧云锦来到鸳鸯楼之初 曾经与武定侯府的公子欧阳盛发生争执 欧阳盛之死 萧云锦有重大嫌疑 所以要过去问话 夏禅急匆匆地从别处寻到此处 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满脸通红 可见他刚刚并没有闲着 而是出手救人了 郡主 奴婢来迟 请郡主恕罪 看见萧云锦完好无缺地 站在叶飞白身边 夏禅才松了一口气 但危急之时 他未能护在主子身边 使他失职 文言 萧云锦一挑眉 看他一眼 说道 救了不少人吧 奴婢救了不少小姐 当时太混乱了 他们都吓坏了 所以 奴婢 奴婢 今后再也不 敢了 夏禅说着 就要弯腰下跪 萧云锦伸手将他扶住 我又没有责骂你 你跪什么跪 你做了一件好事 我表扬你还来不及 为何要罚你 被你救的人 可能证明 你就是我的婢女 萧云锦问道 夏禅不知萧云锦为何要如此问 傻傻地点头 因他家郡主的出场方式太强悍了 别人不仅记住了他 连他这个小小的丫鬟也被人记住了 这时 新上任的巡城御史朝这边走了过来 身边还跟了不少随从 萧云锦见到来人 微微一眯眼 笑道 赵大人这官职一降一升 还真是快得惊人 不知赵大人做了何种业绩 竟然在短短半月内 从守城官再次升到了巡城御史的位置上 是了 来人正是赵磊 前阵子因为兵部尚书夫人到晋王府胡闹一事 他未能及时派人调解 皇帝一怒之下 将他到城门口守城去了 这不过短短半月 他又重新回到了之前的官位上 可见 皇帝那一怒 水分有多重 大圣朝廷已经无人可用了吗 这不明白着打进王府的脸膜 郡主误会 下官并非巡城御史 赵磊含笑看萧云锦一眼 对于他嘲讽的话语 他似乎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态度十分良好的说道 城门皇上信任 下官暂时从旁协助新任巡城御史处理事物 文言 萧云锦看向他的目光有点冷 说的好听是从旁协助 实际却是所有大小事物都由他在抉择 燕王对他 还真是煞费苦心 哦 原来如此 冤阳楼失火 不知道赵大人查到了什么 萧云锦问道 赵磊朝萧云锦弯腰失礼 下官查得郡主曾与五定侯府公子欧阳盛 发生过争执 不知郡主可将当时事发经过说一遍 事发之后 郡主和谁在一起 郡主的丫鬟又身在何处 赵大人这是在审问犯人 叶飞白目光冰冷地看向赵磊 说道 赵磊看向轮椅上的叶飞白 恭敬有礼地说道 下官见过锦柿子 叶飞白冷魔看着他 继续出声说道 你刚刚询问的 是亲王郡主 赵大人不觉得有事不妥 他这般询问 可不就是已经将萧云锦定位杀人凶手 然后要萧云锦自己提供证据 证明自己当时并没有时间去杀人魔 萧云锦是堂堂郡主 即便到时候洗脱嫌疑 对他今后的名声也十分不好 所以 赵磊无凭无惧之下 这样问话 尾时不妥 下官失察 还请世子责罚 赵磊弯腰施力说道 叶飞白毕竟是男子 清楚知道官场里面的弯弯绕绕 而萧云锦 他不仅是女子 还是个最新医术 不太理会世事的女子 对于大圣朝的法典 他只知道一些明文规定的 至于背后的那些阴谋算计 他不太懂 更何况 他自幼被师父和晋王保护的那么好 很少会遇到被人暗算的事情 这才回经 萧云锦算是见识了某些人的丑陋嘴脸 但他天性随性洒脱 又是个自幼被人保护着长大的 有些阴谋诡 一时不查 被人暗算了去 也是有可能 所以 这一次 多亏了叶飞白 跟在萧云锦的身边 若非如此 依照萧云锦的性子 只怕还不会想到 那么深远的地方 查案是你的本质 问案则需要讲究证据 仅凭郡主与欧阳公子有过争执 就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他 欧阳公子得罪的人多了去了 为何单单询问郡主一人 赵大人这心思 唯独恶毒了些 叶飞白思毫不留情面地说道 本世子虽然不曾出府 却对经中传闻有些耳闻 赵大人是燕王的亲信 燕王素来 与晋王不对盘 赵大人此举 可是刻意针对晋王府 一番话 将赵磊的行为 上升到两位王爷之间的明争暗斗 赵磊想要越过晋王 询问萧云锦便是刻意针对 有意嫁祸 如此一来 朝堂之上 晋王占礼 只怕到时候嫁祸未遂 燕王在朝堂之上 还要引人诟病 吃些苦头 井世子所言甚是 是下官疏忽 不曾细想 多谢井世子提醒 下官这就去搜查证据 细查此事 赵磊招叶飞白弯腰失礼 带着刚刚带来的人 迅速离开此地 第178章告诫 婚前不能做情男自惊之事 萧云锦回头看向叶飞白 朝他竖起大拇指 说道 厉害 这样就厉害了 清郡扫一眼萧云锦 那是他还没有见识过自家主子其他的本身 说起来 郡主自从和主子在一起后 大多数时候 都是他在帮助主子 主子很少为他出头过 不过 没有关系 以后的日子还长 他总能见识到自家主子的其他面里 多谢夸赞 不过 叶飞白却是个脸皮厚的 丝毫不谦逊的 受了萧云锦的赞美之词 并且朝他一伸手 说道 这件事 只怕不会就此罢休 我先送你回晋王府 好 萧云锦点头 萧云锦回到晋王府之后 将鸳鸯楼所发生的事情 给晋王萧绝一一说了 萧绝让萧云锦先回院子休息 剩下的事情 交给他处理 以臣妾之线 这件事 只怕与燕王脱不了干系 纪书看向萧绝 说道 本王也是这般认为 燕王几次三番针对我 这次大概是因为 萧明月花了十万多银子 买了鸳鸯楼的新品 一时气不过 走了这一步 萧绝牵着纪书的手 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皇上明显袒护燕王 这一次即便查到证据 只怕也不能将他怎么样 纪书叹息一声 说道 萧绝面色一沉 说道 他竟然敢这么做 自然不怕被查 所谓的证据 最后都会有应对的替死鬼 他那一次 不是这么安排的 说着 他话音一转 继续说道 不过 他也逍遥不了今日 他从旁府政这么多年 做了多少贪污之事 代太后寿宴一过 本王不会让他好过 如此甚好 只是皇上那儿 寄书担忧地说道 萧绝沉思一瞬 说道 依本王看 皇上和太后 未必真的想要将云儿许佩及锦世子 不过是想要用他的婚事拖住我们 代太后寿宴一过 本王会想法子带着你们离京 长久待在此处 并非好事 嗯 寄书往萧绝双腿上一座 硬道 云儿和叶飞白竟然情投意合 年少些多经历一些磨难 并非坏事 反而会让二人日后的感情 来到更加坚固可靠 再说 以叶飞白和云儿的本事 这等是还难不住他们 一日一早 萧云锦就收到一份礼物 是叶飞白脱亲戚送过来的 萧云锦打开看 里面除了叶飞白 写给他的一封信外 还有一座白玉雕刻而成的玉观音 玉观音不足半米高 通体银白 雕刻很是精细 将观音的慈眉扇目 完全雕刻出来 一眼看去 就有一种被慈悲的眼神对上的感觉 顿时觉得自己被救赎 叶飞白的身边 竟然还有如此人才 萧云锦觉得 叶飞白那样的人 肯定不会用自己雕刻的东西去做买卖 更加不会用她雕刻好的东西送给她 再让她转手送给别人 她倒是细心 她面带微笑地看向亲戚 说道 回头告诉她 她送的礼物我收到了 很合我意 想必太后也会十分喜欢 是 亲戚点头 却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问道 郡主还是先看一看主子给你的信吧 萧云锦将兴趣出来一看 指线上面写道 我替你挑选的礼物 想必你会满意 只是不知 你送给我的秀呢 何时才能做好 读完 萧云锦微微一挑眉 太后寿宴之前做好给她 亲戚并不知道 叶飞白与萧云锦之间的约定 不过主子让她等着萧云锦的回复 自然不能含糊 得到萧云锦给的答案 亲戚才没开眼笑地离开晋王府 和叶飞白约定之事 快有一月 若非叶飞白今日特意提醒 萧云锦当真忘记了这档子事 所以 待亲戚离开 萧云锦立即寻来做绣囊 要用的布料和针线 打算给叶飞白缝一个 她挑选了一块红色的绸缎 打算用金色的线绣 但改了又改 她都觉得不满意 一块绸缎已经被她扯得面目全非 主子 你这般绣下去 只怕再过一月 都不会有成功 不如你先将要绣的图案画下来 然后再下手绣 夏禅在一旁 终于看不下去 出声建议道 这个建议是不错 只是我这一手女红 确实拿不出手 若是被她嫌弃了 可怎么是好 萧云锦很是挫败地 看着桌面上的一堆乱线 她的女红很差 她却从未在意或者认真学习过 因她从未想到有一天 自己想要亲手绣一个绣囊 送给自己喜欢的男子 门外传来细碎的脚步声 只见夏兰将禁王妃记书给请了过来 一看萧云锦愁眉苦脸的样子 她不由一笑 说道 现在知道 学会女红的好处了吧 母妃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萧云锦赞赏地看一眼夏兰 这个丫头 永远做得比说得多 完全的行动派 这个时候 将她母妃请来 可不是雪中送碳膜 之前让你跟着母妃学习女红 你跑得比兔子还快 怎么今日倒是改姓了 纪书打趣道 母妃 萧云锦娇称一声 有些脸红的一开目光 你就不要取笑我了 纪书看一眼萧云锦 笑道 母妃还真是难得 谢你害羞的样子 你呀 说着 她在原木桌前坐下 将针线栏中的一团剪出来 让夏禅令寻上好的绸缎和丝线来 叶飞白那小子也不知几时修来的福分 竟然能将你的心骗了去 母妃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你可不要平白被她占了便宜去 至少也得等到大婚后 纪书教导道 闻言 萧云锦先是一愣 随即明白过来自己母妃说的是什么 当即脸红了的彻底 娇称道 母妃 你说什么呢 纪书将夏禅递过来的绸缎和丝线接过来 抬眼看萧云锦一眼 母妃也曾年轻过 哪里不知情到深处 男子经这么个道理 我与你父王相爱的时候 她可是个正人君子 婚前从未做出任何越轨之事 母妃 我和她还未到你说的那个地步 更何况 你女儿我的未人 你还不放心我 萧云锦知道自家母妃是担心她 才特意给她说这些提起话 第179章 进宫贝兰 纪书将一块暗红色的绸缎 才剪到适合缝制绣囊的大小 听见萧云锦如此说 她抬眸看萧云锦一眼 对你 我当然放心 母妃是担心那臭小子 母妃 你放心好了 没有我的同意 她绝对不敢 萧云锦信誓旦旦地说道 只见将真穿好金色的丝线 从纪书手中接过绸缎 在圆形绣架上固定好 然后在绸缎上笔画着 不知道先从哪里下手 文言 寄书大笑出声 你这性子 倒是极其像我年轻的时候 叶飞白那冷傲的性子 竟然也能被你制服 不错 不错 萧云锦红着一张脸 不敢去看自己的母妃 有一个太过开放的母妃 还真是一件十分头痛的事情 有时候萧云锦会产生一种错觉 自己这母妃 是不是也是穿越来的 她寻来画笔 将自己要绣的图案 先画在了纸上 然后再拿到圆木桌前 既出现了 赞许道 这图案不错 倒是极称那小子的气质 太后寿旦很快到零 身为摄政王世子的叶飞白像往年一样 被人遗忘 没有收到宫里传话 或者请柬 但这一次 叶飞白不再像往年那般沉默 他不仅准备了礼物 还打着摄政王府的旗帜 往皇宫而去 鸳鸯楼那次露面 便是向世人宣告 他的存在 他不会像以前那般逃避现实 归缩在摄政王府 一次又一次从那人的手中 侥幸逃生 他竟然如此讨厌他 那么他就光明正大地 活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活在世人眼前 与他正面相抗 他忍了这摩仙年 已经够了 然而 他的马车 还是在宫门口 被人拦了下来 秦朝递出 摄政王府的腰排 守宫门的侍卫 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 依旧挡住叶飞白的去路 不放行 其他路过的官员 纷纷朝这边注目 看见马车上 摄政王府的标记 不免惊讶 常年不出府的警示子 竟然前来参加太后的兽弹了 宫门前的侍卫 拦住叶飞白的马车 若没有上面交代 他们不会这么做 所以 经过的官员 有些人虽然觉得不妥 却没有人敢站出来 为叶飞白说上一两句 神校的那车 从叶飞白的马车前经过 只见他掀开马车帘子 朝叶飞白乘坐的马车看了一眼 这一眼 里面有着几分嘲讽和轻慢之意 却又有些漫不经心 好似不经意见 这么一瞥而已 并没有多少深意 叶飞白掀开马车帘之时 正好撞上神校的眼神 他心意沉 宫门前这一幕 明显是那位的手柄 神校绝对不会知道他和那人之间的关系 却为何对他露出这样的眼神 司机之前在鸳鸯楼 神校所做的一切 他不免促紧了眉头 啪的一声 将马车帘子放了下来 今日这宫门即便有人拦着 他也是要进的 他父王可是前涉阵王 即便离开人世 也还是有几分威望的 更何况 他的父王可未及其爱他 即便没能陪着他长大 却给他留下不少好东西呢 比如先皇御赐的如镇清零四字金牌 他要进宫 不仅宫门前的侍卫不能拦他 连宫里的皇帝 陷了他手中的金牌 都要弯腰行李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萧云锦的马车刚好经过宫门前 看见叶飞白的马车贝兰 立即探出头来 伸出手敲了敲叶飞白所在马车的窗户 未在邀请之列 叶飞白淡淡地说道 萧云锦闻言 有些微愣 太后受淡 但凡有贫有绝的官员 和亲王侯爷 都可入宫拜授赴宴 为何单单叶飞白不在邀请之列 我常年不出府 宫里将我遗忘 也是有可能的 叶飞白淡淡地说道 她绝眉冷清的脸上 虽没有什么表情 萧云锦却从她的话语中 听出一种淡淡的伤心来 这种伤心似乎日积月泪已久 久到叶飞白已经麻木 所以再说出这番话来 语气竟然能做到十分平淡 仿佛 早已不在意一样 她伪装得很好 萧云锦却敏感地感觉到 她其实是在意的 即便装得再淡然 那道疤痕 还是深深地刻在她的心间 无法愈合 也不会愈合 萧云锦一时摸不准 她是因为被这大圣王朝的人给遗忘而伤心 还是被宫里的某个人刻意遗忘而觉得伤心 只见她微微一条眉 问道 你可是一定要进宫 她今日没有戴纱帽 而是用一块白色的纱巾蒙住脸露出一双十分明媚动人的毛子 距离上次鸳鸯楼的走水仪式已经过去七日 她脸上的伪装自然又淡了些 不再像那日那般坑坑洼洼 叶飞白对上她明媚动人的目光 顿时觉得一束阳光照亮阴冷的心间 淡色的脖唇微微一弯轻轻点头 今日她着了一件淡青色长袍 没有任何多余的图案 纯色的青色淡淡的犹如她此时的笑 掀气十足又虚无缥缈 那行 你是太后为我赐下的未婚夫 我带着你一起进宫 看她还敢不敢来 说着 萧云锦跳下马车 走到叶飞白的马车跟前 等着她一到 叶飞白从马车上飞升而出 落在清俊准备好的轮椅之上 经过这段时间坚持不懈的锻炼 她已经比十几日前走得快了许多 但比起正常人 仍然慢了 所以出入还是用轮椅代步 萧云锦绕到她身后 推着她往前走 她今日穿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 裙边绣着绿色的荷叶和荷花 行动之时 花叶相动 甚是美丽多彩 加上她一头青丝上 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物 简简单单的发迹 上面不过一簇小巧玲玲的莲花发簪 与她身上的裙子相得一张 配上她高条且玲珑有致的身材 行走之时 犹如若柳浮风 甚是动人 不少下了轿子的贵公子或者大臣 纷纷往这边看过来 猜测着这一对碧人 到底是谁 守在宫门口的侍卫 简叶飞白 依然要闯宫门 当即用手中的长枪拦住了二人的去路 锦柿子 请不要为难属下 属下也是领命行事 第180章 要她进攻 先替她把外寨海了 萧云锦上前一步 若我硬要带着她一起呢 她今日并非一人入宫 而是跟着晋王和晋王妃一起 此时她下了马车 晋王和晋王妃自然也跟着下了马车 两名侍卫看一眼晋王和晋王妃 显得有些为难 两位可是弄错了 这井世子 可是有爵位之人 怎么可能不能入宫 可是犯了什么过错 不得入宫 还请两位进去传个话 将事情弄明白仔细弦 萧绝说道 两名侍卫对望一眼 此事也无法定夺 这原本就是一件难办的差事 只能寝室上面了 不多时 刚刚离去的那名侍卫回来 将晋王妃和叶飞白等人放行 一行人顺利进入皇宫之内 有软轿抬着进入宫中宴会的所在的宫殿 席位按照爵位高低和尊卑 依此排开 只见席位上合用全套粉彩万寿餐具 配以银器 富贵华丽 用餐环境古雅庄重 上面以金柏放好酒水和水果 席间有名师奏古乐半宴 古典优美 萧云锦的席位 与欧阳俊华的席位挨着 而被人在宫门前拦下的叶飞白 席位竟然被安排到了墨流 叶飞白可是有爵位的世子 怎么可以被安排到墨流呢 他看着十分不爽 正要起身去将叶飞白拽来 与他同袭 却见叶飞白朝他微微摇了摇头 他看他一眼 气闷地扭头 在座位上坐下 叶飞白既然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用意 他姑且等着就是了 挨着萧云锦入席的 除了右手边的欧阳俊华 还有一位他从未见过的郡主 萧柔 这萧柔一直安静地坐在一旁 看见萧云锦看过来 似有所感 转头朝他轻轻一笑 美目流转 柔弱春风 却时当地上一个柔字 皇上驾到 太后娘娘驾到 随着两声高鹤声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往席位中间的空地而去 并且排列整齐 朝上面走出来的皇上和太后行 三跪九寇之礼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众人高呼行礼 最后还有一连串对太后的祝贺之词 萧云锦觉得 大家能喊得如此整齐有志 可见之前都有商讨过的 他这个烂鱼充数的 跟着张张嘴就行 郑爱卿免礼平身 萧浩天满面笑容的 朝地下大臣说道 众人这才从地上起身 并且纷纷有序的回到各自的位置之上 随着萧浩天身边的太监总管 一声高鹤 众人开始纷纷上前献礼 当然 不是所有人的礼物都要荡场献出 不过是挑选一二位熟面孔 过过场面就好 当先被点名的 就是燕王萧绅 只听承赫将燕王府的李丹念了出来 萧绅和燕王妃李玲 送了一幅白子千孙图 出自明家 太后看着很是喜欢 萧明月则 送了一幅自己亲手绣的寿字 上面镶刻了不少珍珠 其中还有一颗较大的夜明珠 这符寿字图 到了夜间还会发光 好 好 太后今日特别开心 笑得一派端庄慈祥 萧云锦坐在下面 偷偷地看了太后一样 表示无甚好感 皇帝和太后针对晋王府一事 已经做得如此明显 她若对她有好感 那还真是见鬼了 紧接着是楚王府 萧云锦这是第一次陷到楚王萧落和楚王妃 不免一一看了 留个印象 再接着便是晋王府献礼 萧绝和纪书献出的是两柄通体银润的玉如意 萧云锦的自然是一尊白玉观音像 哀家听闻 西北在晋王的治理之下 已经成为商贸繁荣之地 晋王近年来在西北的税收 都可以达到国库的一半 不知可否属实 比起前面两位王爷的点头说好 笑着让燕王和楚王回到座位上 对于晋王 太后桑木阁似乎特别喜欢 要留下来续话 只是 这话里的意思 怎么听都有点猜忌的味道 母后过誉 不过是尔臣应尽之责 至于税收达到国库一半之说 却乃无稽之谈 萧绝恭敬有礼地回答道 哦 桑木阁微微挑眉 唇角的微笑还在 萧云锦却怎么看都不觉得慈祥 反而有重要被算计的感觉 果然 下一瞬 只听他说道 仙皇连你的封地不够肥沃 特准你无需年年进贡 但这些年 西北在你的治理下 已有好转 不仅如此 连之前种不出来的东西 你们西北也能种出来 并且产量颇丰 说到此处 他略为一顿 看一眼身边的皇帝萧浩天 再继续说道 最近今年 天灾从未断过 国库送出去的银子 比收回来的还要多 你竟然身为大圣亲王 理应为大成出一分力 哀家看这样好了 别的亲王每年需要进贡白银和粮食 是总税收的三成 你进贡两成即可 他十分声明大意地说道 却从未想过萧绝刚到封地之时 朝廷从未资助过半分银子 萧绝不仅要守住西北边防线 还要养活进王府一大家子人和西北百姓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 眼下西北的日子过得好了 他就想要奋一杯羹 一开口还是两成 就拿楚王来说 他的封地在朗州 物产丰富 又靠近沿海 刚刚去就能捞到大把银子 每年进贡给朝廷的三成 也不过是牙缝中挤出的一点肉馍 但西北不同 萧绝刚刚到西北之时 晋王府所有的财产 都花在了西北上 甚至还欠了不少银子 这今年刚刚有了起色 自然要先将之前欠的银子 加上利息还上 若再给朝廷进贡两成银粮 晋王府起不是又重新变回了 刚刚到达西北时候的穷光弹 说起天灾 西北的天灾也有 怎么不限朝廷拨款赈灾 萧云锦越想越气焚 正想要出头说上一两句 却被纪书伸手拉了回来 眼神示意 他稍安勿躁 母后这话说得在理 只是儿臣的封地原本就是平级之地 儿臣刚刚到达之时 举步维艰欠下不少外债 母后竟然要尔臣开始进贡 这些外债可否劳烦朝廷先出资 替尔臣先还上 萧绝一脸严肃地说道 第181章人在座 天在看 坐在宝座之上的萧浩天文言 面色有些不太好看 太后微微一愣 依旧端着一副假笑 说道 靖王这话的意思 是不愿意为大圣子民效力了 萧云锦文言 面纱下的小脸 黑沉得有些厉害 瞧瞧这话上升的高度 一不留神 就变成他父王若不进贡 便是不愿意出银子赈灾的意思 那今后国库要是拨下去的银子少了 是不是也可以说 因为他父王没有进贡 所以受灾去的大圣子民 才会受苦挨饿 儿臣不敢 萧绝依然面不改色地说道 只限他垂目继续说道 儿臣的封地是父皇赐下的 因西北荒芜 父皇才免了儿臣进贡 并且 在儿臣有生之年 可不向朝廷进贡 萧绝一席话 不仅萧浩天的脸上变了色 太后桑木格的脸色也有些挂不住 哦 原来还有这么一说 母后年龄大了 倒是忘记了 桑木格只微微一正 随即便继续微笑着说道 萧绝抬眸看他一眼 并没有说话 与祭叔并排站着 等着桑木格发话 放他们回座位上坐下 不过 大殿上肃静一阵 桑木格再次开口 你父王虽然有这么说过 但你身为大圣王爷 自应为大圣效力 哀家以为 绝而固守西北边境 这么多年来 一直相安无事 难道不是在为大圣效力吗 还是太后以为 只有进贡 才算为大圣效力 皇上也这般觉得 整个大圣 敢如此当面打太后脸的人 除了先帝在位时封的得妃娘娘 再无旁人 这得妃是楚王生母 先帝去世后 她一直敬仰在宫中 平日里甚少露面 若非今日是太后受淡 闻五百官 还真难见得她一面 德太妃娘娘说得极是 正想母后 也是县正为赈灾之事烦忧 才会忽然提起 让进王进贡一事 晋王为大圣固守西北边防 自然是为国效力 萧昊天转头看向德妃娘娘 因她是先帝妃子 所以称呼前加来的太字 已是尊重 萧昀锦抬眸 看了这位德太妃娘娘一眼 只见妆半身是素雅 大概因为今天是太后寿宴 这才特意着了见喜色的宽大袍子 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 很有威严感 更何况 她竟然敢荡着文武百官的面打脸太后 这份勇气 可不是谁都有的 她一直以为 父王虽然是在德太妃娘娘膝下养过一段时间 但她父王与德太妃娘娘感情并不亲厚 毕竟她很少听父王提起过她 不过 今日她竟然帮着父王说话 让她 对这个德太妃倒是生出了一丝好感来 桑木阁被人打脸 脸色自然好不了哪去 萧昊天出言 将这尴尬的气氛圆过去 今日是母后受淡 便不要谈过事了 锦王先入座吧 萧爵朝太后和皇上作衣 祭叔和萧云锦也跟着行礼 然后纷纷退回自己的座位 一场算计落空 有人欢喜 有人忧 桑木阁没有从萧爵哪寻到好处 还被德太妃娘娘打了脸 心情自然不好了 但碍于在文武百官面前 该保持的风度还是有的 姐姐多年礼佛不问世事 今日怎么插手 离起俗世来了 太后笑眯眯地朝一旁的德太妃娘娘小声说道 就下面的百官看来 她此时正在亲热地与德太妃娘娘说话 人吃五股杂粮 谁能脱离一个俗字 德太妃娘娘侧身看向桑木阁 姐姐礼佛多年 倒是有句话想要与妹妹说一说 桑木阁挑眉 直觉得太妃娘娘说不出什么好话来 正要开口阻止 德太妃娘娘已经开口说道 人在做 天在看 凡是为自己多留条后路 不要做得太绝 凌蕊 哀家给你几分脸面 是看在先帝的份上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桑木阁怒道 德太妃娘娘凌蕊见状 不仅不生气 反而轻轻一笑 转眸看向坐在末流的叶妃白说道 圆 太后还记得先皇 我以为太后早就将先皇忘得一干二净了 你什么意思啊 桑木阁尽量压低声音 却还是压制不住心中的害怕和怒火 凌蕊靠近桑木阁几分 小声说道 太后娘娘 若要人不知 除非几末尾 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你 桑木阁指绝林蕊话中有话 难道当年的事情 他知道 不 这不可能 当年的事情 他做得极其隐蔽 知情的宫女 都被他秘密处置了 不可能还有人知道 除非 这时 承赫已经将一种礼丹唱完 众人候在殿前 等着太后娘娘发话 奈何太后娘娘 正和德太妃聊得起信 暂时默空搭理这些人 这些人也只好候着 肖昊天只得倾壳一声 提醒一下自己的母后大人 桑木阁文生 立即回过神来 此时不是与林蕊计较的时候 只见他重新端正仪态 脸上堆满喜悦的笑容 朝众人一摆手 示意众人回到座位上落座 并且还表示自己十分喜欢这些礼物 这些不过场面话 他刚刚和林蕊说话去了 那里听建成赫念了些什么 大家纷纷入座 桑木阁朝肖昊天点点头 示意他宴会可以开始了 于是肖昊天朝成赫 递了一个眼神 成赫张嘴 正要唱到 宴会开始 大殿之下 却忽然突兀地传来 一道清冷的人声来 摄政王府井世子 奉上太后寿淡赫礼 清冷的话音刚落 便听车轮滚滚声响起 一袭淡青色长袍的叶飞白 宛若一位忽然出现的高冷尊神一般 出现在大殿之上 若非他双腿不良羽形 坐在轮椅之上 稍微减弱了他浑身轻烈的气势 此时大殿之中 绝无一人能与他的风华媲美 只见他双手推着轮椅 在大殿之中前行 怀中抱着一个礼物盒 四四方方 大概半米不到的样子 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太后桑木格见状 脸上的笑意一僵 一股难言的厌恶 赶自心间生出 这个孽种 原本就不应 该存活于这个世界 但他不仅活下来了 还出现在了他眼前 他看着慢慢靠近 他的叶飞白 眼中的恨意 有一瞬间的恍惚 仿佛看见曾经粉滑绝带 不可一世的另外一个人 第182章 送你一朵的玉冰帘 他和他生的迹象 却又有些不同 那个人总是满面春风般的微笑 仿佛世间任何事 都逃脱不了他的掌控 而眼前这个人 他是清冷若霜的 仿佛来自最阴暗深沉地方的肮脏玩意 他多看一眼 便会觉得一阵难受 桑木格极力压制住内心的一片恶心感 慢慢的让情续稳定下来 一旁的凌蕊见状 唇角微微一弯 朝近王霄爵看了过去 然后再将目光递给自己的儿子楚王霄弱 萧浩天微微醋眉 这个便是摄政王的儿子 警世子 只是母妃的样子似乎有些奇怪 摄政王王府 你便是摄政王的儿子 警世子 桑木格用惊讶的语气说道 同时脸上露出亚异的神色 正是警 阴夜非白的父亲是摄政王 在世时 当今皇上还是孩子 说起来 被分上 还要比当今皇上要尊贵几分 所以 在皇上和太后面前 他可以自称封号 桑木格强压住内心的那股厌恶感 勉强扯出一抹微笑来 你自幼体弱多病 今日怎么进宫了 他假装关心和心疼地问道 萧云锦在下面听着 只觉一阵牙酸 这夜非白和太后之间似乎有些隐情呢 你看太后那服装不下去的样子 他看着都觉得尴尬 不知道别人看见 会怎么想 他目光一移 转头去看众位官员的脸色 却见众位官员眼观鼻 鼻关心 一副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模样 他忍不住嘲讽一笑 一转眸 对上元尾探视过来的眼神 今日是太后受淡 井里应前来才是 更何况 井前些日子寻的一位神医 经过他的治疗 井的病已经快要痊愈 所以 乘着太后娘娘今日受淡 特意前来送礼 夜非白说着 将怀中的盒子举了起来 成鹤见状 有些犹豫 不敢上前接礼勿合 哦 桑木格一挑眉 僵硬地笑道 倒不知是那位神医 竟然有本事看好井世子的病 说到此处 他将目光移向神笑 似乎在怀疑 又似 只是无意地看上一眼 整个大圣 能排得上名号的神医 除了神医神医风 便是诡医神色 而神笑 虽然不是大圣王朝的人 却也是数一数二的医术了得之人 桑木格之前就听赵丽给他提起过 鬼衣神色相助 过夜非白 如今看来 夜非白这病 便是鬼衣帮他治好的 他自称是鬼衣 夜非白回答道 鬼衣? 大殿中 有人小声地呼了一声 听闻 这鬼衣医术十分了得 不仅有一手好医术 还炼制得出一手好丹药 但凡出自他手的丹药 都是圣品呀 不过 这鬼衣向来行踪鬼秘 至今无人 寻得他半分踪迹 莫非他来了大圣? 这可是个好事呢 七皇子可曾听闻 鬼衣来了大圣京城 桑木格朝神笑问道 因神色和神笑师出同门 一个是鬼衣 一个是独衣 桑木格才会如此问 心想神笑与神色师出同门 一定知道神色的行踪 神笑闻言 似笑非笑的抬眸 看一眼叶飞白 眼神中竟是嘲弄之色 然后目光若有似无地扫过 萧云锦所在的方向 回答道 他一向行踪鬼秘 本皇子可从不浪费时间 去掌握他的行踪 这可似是而非的回答 回答了像没有回答一样 桑木格闻言 也不好再继续问下去 转头看向叶飞白说道 不知那鬼衣可还在摄政王府之中 回太后娘娘的话 不曾 他替锦治好病后便离开了 锦也不知道他的去向 叶飞白说 道 萧云锦在心底偷笑 叶飞白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不错 竟然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 依旧一副仙气飘飘的高冷模样 桑木格一再追问诡异的下落 是为了自己的头疼之症 近日来这头疼之症越发严重 神肖虽然帮他看过 还开了药方 但他吃着 总不见好 听见鬼衣出现在京城之中 自然有心生期盼 太后可要看看 仅刻意挑选给你的礼物 叶飞白坐在轮椅之上 一身轻烈气质 说话时声音清冷悠长 不缓不急 万事都凶有成足 众目睽睽之下 桑木格竟然要做戏 就要做足全套 不能在关键时候掉链子 于是 他僵硬一笑 示意承贺将东西承送上来 承贺见状 立即下到叶飞白跟前 将礼物盒接了过来 此时 叶飞白再次开口说道 仅第一次给太后贺寿 千挑万选 才选了这么个礼物 太后可要看看 桑木格现在多看叶飞白一眼 都觉得自己快要无法忍受 更何况是 特意查看他的礼物 哦 朕倒是好奇 锦世子千挑万选的寿礼是什么 桑木格尚未发话 萧浩天已经开口说道 只见他微微一抬手 承贺便将寿礼盒子给打开了 礼盒一被打开 众人哗然 太后脸色微变 看着那冒着幽蓝色光芒的冰帘 你 你 太后是不是相当惊讶 叶飞白手中一粒葡萄 集中那朵幽蓝色的冰帘 莲花盛开 一半半花叶打开 露出里面晶莹剔透的莲芯 萧云紧在一旁看着 这冰帘不就是上次他所中的毒 地狱冰帘魔 叶飞白弄这么一件礼物送给太后 是什么意思 难道上次暗杀叶飞白的人 是太后派去的 这朵冰帘盛开之时 极其漂亮 并且 她还有一个好处 夏日里可将她放在房中结束 叶飞白继续说道 这是一朵仿真雕刻而成的地狱冰帘 可以以假乱真 若非对这种毒十分熟悉 或者医术造诣高的人 并不能一眼看出 她是极厉害的毒药 所以 在场的官员们 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冰帘花 纷纷投来目光 想要多看上几眼 皇帝消耗天朝成鹤挥了挥手 让朕试一试 是否真的能结束 不要 成鹤刚刚走了一步 尚未走到消耗天跟前 便听见太后桑木阁力声阻止道 只见她一激动 整个人都已经从宝座上站了起来 此举十分异常 众人纷纷看过来 太后娘娘 可是这冰帘有什么问题 许久不曾出生的原委 开口问道 第183章 独属于她的温柔体贴 桑木阁文言 微微一愣 随即伸手扶住鹅角 那地狱冰帘早已绝技 世上怎么可能还会有 她闭目一瞬 似乎冷静不少 重新落坐在宝座之上 哀家一时眼花 看错了 这冰帘甚是典雅美丽 哀家很是喜欢 她招叶飞白赞赏地点了点头 原委的目光 在叶飞白和桑木阁之间徘徊一瞬 说道 微臣曾经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于此冰帘有几分神似的另外一种淡蓝色莲花 她语气一读 转眸看向叶飞白 不过 今日是太后受淡 锦世子送的礼物一定意义非凡 与微臣在古籍上见到的冰帘绝非同类 锦待在王府之时便听闻丞相大人的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见多识广 竖锦长年不出王府 并未在何处见过丞相大人口中所说的那类冰帘 丞相大人竟然知道 何不说来一听 也让锦增长一下见识 叶飞白清冷的目光看向原委 声音依旧清冷悠长 原委闻言 微微一笑 谦逊有理地说道 锦世子过奖 原某见过的古籍上所描述的 乃地狱冰帘 传说中 此莲花饮酒悠饿水而生 毒性极强 但凡人沾染上他的花瓣 便会中冰毒 全身血液冰冻 陷入无尽噩梦之中 整个人宛若掉落地狱深渊 无法自拔 因此 此莲花又有地狱毒莲花之称 原来如此 仅只觉得 这莲花端庄圣洁 气质与太后娘娘可媲美 却不曾料到 她竟然如此狠毒 叶飞白前面一句话似在赞美桑木格 后面一句话却话中有话 这不是在暗指 桑木格虽然有一副端庄圣洁的外表 其实内心却毒辣至己魔 大胆 竟然公然诋毁太后娘娘 桑木格身边的丫鬟 无双力声喝道 叶飞白无所畏惧的台谋 看向太后娘娘身边的丫鬟无双 这位磨磨误会 仅说的是地狱冰帘 而非太后娘娘 那你还说太后娘娘的气质与 地狱冰帘可以媲美 这不是有心装傻吗 萧云锦垂目 在心底偷笑 叶飞白自幼便无父无母 身边还危机四伏 如今她特意来这么一遭 便是在朝某人宣战 若她猜得没错 她遇见叶飞白之时 她遭遇的几次暗杀 只怕都出自太后之手 不然叶飞白不会送一朵的玉冰帘 向她暗示宣战 上次她中的地狱冰帘之毒 莫非出自太后之手 当时若非她替叶飞白挡住了 依叶飞白当时的身体状况 若中此毒 必死无疑 这太后的心肠 为何这般狠毒 她又是为何 非要叶飞白死不可 她心中疑惑 却不懂得叶飞白此举为何 她可以忍耐这么多年 为何今日忽然想要站出来 与太后正面开战了呢 难道是因为自己体内的毒素已轻 双腿已经能渐渐行走的缘故 她之前一直隐忍 难道是因为知道自己这条命活不了多久 对于一些事情 她不想理会 也没有在意 如今 不 萧云警觉的并非这么简单 她抬眸看向大殿中 新端坐着的仙姿卓越的男子 俊美无双的容颜 冷俊孤傲 那双冰冷幽深的毛子 总是带着淡淡的 疏远的眼神看人 她的身上 似乎迷茫着一层迷雾 飘渺四仙 仿佛下一瞬 她就回隐秘消失在人前 再也寻不到她一丝踪迹 萧云警没来由地握紧双手 心底画过一抹担忧 正在此时 叶飞白似有所感 转头看向她的方向 对着她微微点头一笑 那笑容眨眼即逝 若非萧云警一直看着她 几乎不会察觉到 她的笑意和温暖 她对所有人都是清冷疏离的 唯独对她露出一抹难的一线的温暖笑意 她的温暖活笑 是独属于她一人的 萧云警心生感动 忽然意识到 叶飞白这个人 一开始是没有感情可言的 她为了活着而活着 生死与她 并无多大意义 能活一天是一天 她唯一的一丝感情 给了她 那么的强势 那么的真挚 那么的专注 那么的沉重 以至于一开始她不理解 抗拒着 逃离着 害怕着 今日忽然有所感 她忽然有些明白 并非叶飞白太过强势 而是她将所有的情都给了她 所以她才会觉得沉重 觉得强势 觉得不可理喻 她的眼睛在一瞬间 变得有些湿润 叶飞白看着她 微微挑眉 不知道萧云锦为何会如此 却见她忽然又冲她露出一个笑颜来 面纱下的唇半张张合合 不知道对她说了什么 叶飞白错眉 疑惑地看萧云锦一眼 她大概忘记自己戴着面纱 她根本就看不见她的唇语 好魔 这叶飞白和无双 争辩的空荡 还与萧云锦眉目传了一回情 落入上位的太后娘娘眼中 简直不敢想 只见桑木格右手紧紧地抓住宝座一侧的墓碧托 眼神在这一瞬间似乎能喷出火来 她微微垂下眼帘 掩饰住自己的失态 她刚刚是看错了吗 叶飞白刚刚和晋王那丫头是在传情谋 她竟然对她下着赐婚的女人动了心 哈哈 她一阵气愤后 心底又是一阵狂笑 叶飞白啊 叶飞白 哀家原本以为你是个无情无欲之人 没有想到 你也会栽在秦子手中 她这个样子 不适合当她父王当年一样模 不管她是真心 还是假意 她这般明目张胆地 将此事泄露在她面前 她总不会让她好过 你 强此夺脸 无双怒道 她在太后身边多年 从未被人如此轻视过 叶飞白不仅这么做了 还十分淡定从容地 将目光从萧云锦身上收了回来 解释道 嬷嬷冤枉 锦说的是实话 从未强词夺理过 更何况 说这朱冰连与地狱冰连相似的人 是丞相大人 并非锦 她话音一转 将矛盾转移到了袁伟身上 袁伟一愣 原本她就不该多这个嘴 不过是想要看看 叶飞白会如何应对 却不曾想 将自己给卷入了矛盾之中 第184章 不能世袭罔替 你修要强词夺理 分明是你故意 无双还想说什么 却被桑木阁出声打断 好了 今天是哀家的兽蛋 嘲嘲闹闹成何体统 她邪腻无双一眼 再看向成贺说道 将锦世子的礼物收下吧 她的心意 哀家知晓了 这话有深意 让人回味无穷 是 成贺将叶飞白送的礼物报了下去 萧浩天正要抬手吩咐寿宴开始 却见叶飞白衣就坐在大殿之中 一动不动 萧浩天微微一愣 这叶飞白未免太过放肆了些 却见她转动轮椅 微微转向萧浩天说道 仅见过皇上 敢问皇上 仅身为摄政王唯一的儿子 他去世后 仅是否应该顺息他的爵位 这 萧浩天之前还与成贺提起 有时间的巡夜飞白进宫悄悄 这摄政王的儿子 到底长成什么样子了 如今看来 他虽然常年闭门不出 却并非成了废物 这一开口 问出的话 便如此咄咄逼人 他身为皇上 一时连环口的机会都没有 便听见他继续说道 皇上莫不是忘了 朕自然不会忘 你虽然是摄政王唯一的儿子 却不能实习他的爵位 只听萧浩天拿出帝王该有的威严 释放威压 试图压制住叶飞白满身风华 此话一处 大殿内不少人都讶异的瞪大眼 纷纷朝萧浩天看了过去 这时 太后桑木格忽然开口说道 叶明轩虽然是先帝御风的摄政王 他这爵位却不能世袭 何谓摄政 他目光淡淡一扫殿下群臣 梁宝的眼神 看得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大臣 后背一阵发凉 只见李部尚书穆飞站了出来 说道 君主年幼不能理政 才会选出一位德才兼备的亲王 封卫摄政王 赞理政务 待君主长城 再将政务还与君主手中 桑木格赞许的朝暮飞点了点头 沐尚书解释得极好 与毕 他转头 看向叶飞白 眼底的厌恶之感深了深 你父王乃摄政王 他被遇封当日 先帝便告诉哀家 这爵位 叶明轩死后 他的子孙后代 不可世袭罔替 太后娘娘误会 锦并非要世袭摄政王的爵位 而是玄冥王的爵位 叶飞白此语一处 圆尾微微一愣 抬眸飞快地看一眼叶飞白 眼神之中画过一抹异样的情绪 不过很快又掩盖过去 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一样 端坐在燕王身边的燕王妃李玲 紧了紧手中的倦帕 双肩微微有些颤抖 明显是听见叶飞白此话 情绪受到影响 玄冥国当年 能够在一夕之间灭国 全靠当年 还是少年的叶明轩 他一战成名 为大胜立威 先帝也对他十分看重 封他为玄冥王 遇赐府邸一座 举国为他欢庆 而叶明轩此人 果真不负先帝对他的期望 内能协助先帝安邦治国 外能百战百胜 威慑四方 让不少想要与大胜开战的国家 纷纷前来议和 保边境平安 桑木格文言 微微有些失神 三十多年前的事情 一些还记得 那个年少轻狂的叶明轩 她是那样的张扬明媚 笑起来的时候 似乎能感染所有人 那时的叶明轩 几乎是所有 规格女子的梦中情人 多少人都想要嫁给她未妻 包括年少的她 初遇 她以为她是幸运的 命运之神终于眷顾了她 让她可以有机会亲近她 然而 她却将她推给了先皇 她的一颗真心 最后都换来了什么 世袭摄政王的爵位不行 这靠战功迎来的爵位 除非犯了大错 不然这爵位便是世代可以世袭的 看来今日这些非白是有备而来 并非是为太后贺寿那么简单 她的主要目的是 要光明正大的获得爵位 皇上亲口承认 被百官认可的爵位 消耗天面色有些不太好看 对于摄政王 她的心底一直有个疙瘩 对于摄政王的这个儿子 是死是活 她从来都不在意 所以这么多年 叶飞白不曾出府 对于她世袭爵位一事 她也不曾提起过 下面的大臣 自然也不会自讨默去向她提起 叶飞白若继续这般无声无息地活着 说不定那天她心情好 还真的给她赐下一桩婚事 让摄政王后继有人 太后给她和萧云锦的赐婚 不过是一场计谋 为了逼迫靖王露出不成之心的计谋 萧浩天目光深了深 之前还对她有一丝怜悯心 眼下 是她一直以来低估了摄政王的后人 摄政王那么睿智英明的人 后人即便没有她在身边亲自教养 也有几分天生的政治领悟和聪明镜 今日是太后受担 不宜讨论此事 锦世子这事 正已知晓 她日定会着礼部处理此事 你且耐心等待即可 萧浩天沉默一瞬 用上了托字诀 待今日宴会结束 叶飞白能不能活着看见明天早上的太阳 还是后话 摄政王在世时 是大圣的守护神 深得明星 在军中也甚有威望 她的那些旧部 虽然被萧浩天扁的扁 罚的罚 调离的调离 但人在 昔日的情义便在 只要叶飞白有心 要调集这样一群人 不是不可能 萧浩天不能将那些忠心过摄政王叶明轩的人都杀了 那样 只能引人诟病 摄政王虽死 她的威望 却还是在的 叶飞白角色的 容易上没有什么表情 依旧冷着一张脸 她就这样 看着萧浩天 当她这样 看着萧浩天的时候 会让萧浩天产生一种错觉 犹如年幼之时 摄政王将她带在身边教导 她顽劣不乖时 她便会用这样安静清冷的目光看着她 问她一句 皇上 你可知你做错一个决定 会有怎样的后果 她懵懂摇头 她则会继续冷着一张脸说道 去看 去想 萧浩天猛然回过神来 她身为帝王 为何要被一个臣子左右思想 她是天子 她做什么都是 对的 叶飞白知道 世袭爵位一事 不会如此顺利 她今日特意提出此事 不过是做给众位大臣看看 皇家是如何对待一代功臣之后的 更别提 她父王 还是曾经的摄政王 对当今圣上 可谓是有教养之恩的 第185章内务 总管被打 叶飞白面色清冷地点了点头 然后对着萧浩天扶了扶手 作一说道 多谢皇上 只见她推着轮椅 转身往墨流的位置走去 百官见状 纷纷低头不语 装死的人不少 却也有不怕死之人 比如兵部尚书实帅 她是萧浩天 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甚得萧浩浩重用 只见她站出列 朝萧浩天说道 皇上 下官已为掌柜宫中内务的总管 应该换人了 她抬眸飞快地看一眼萧浩天不太好看的面色 继续说道 这井世子虽然尚未世袭玄冥王的爵位 但他仍然是摄政王府的世子 将他的座位排在墨流 让品集在他之下的人排在他前面 微臣觉得 这总管确实实质的彻底 不仅不敬井世子 还未将皇上宁放在眼中 众位大臣皆知 井世子的封号 是皇上当年赐下的 来人 将内务府总管拉下去 重打三十大板 萧浩天没有让石帅继续说下去 直接下令处罚了内务府总管 并且命人重新给叶飞白派了座位 太后的脸色 自从叶飞白出现在大殿之后 便从未好看过 笑得十分勉强 但那又如何 荡着文武百官的面 他也不能把叶飞白如何 更何况 好戏才刚刚开始 他不着急 因叶飞白是摄政王之子 地位比之一般世子的身份 又要尊贵些 所以 位置反而排了欧阳俊华之前 欧阳俊华的前面 还有好几位世子 如此一来 萧云锦和叶飞白 虽然靠近了些 但中间隔了这么多人 二人也不好有互动 宴会终于开始 古典雅致的乐声 仍然在继续 工人将御膳房 早就准备好的食物端上来 端上来的美食佳肴 大多冷了 吃着并不美味 萧云锦一边吃着水果 一边小口喝着酒水 云锦郡主 坐在萧云锦身侧的欧阳俊华 忽然出声喊道 萧云锦装作没有听见 欧阳俊华这人比习春 还要爱八卦 理他简直就是自找麻烦 欧阳俊华见萧云锦不搭理他 他不仅没有觉得无趣闭嘴 反而十分神采飞扬地说道 郡主可知道 外界如何传你的容貌 他近日都呆在靖王府绣绣囊了 哪里知道外面的人如何传他 更何况 他根本不在意外面的流言蜚语 如何评价他的容貌 若是在意 他就不会把自己的脸 弄得像个马蜂窝一样 外面都说以井氏子的容貌和身份 将郡主这样的丑八怪 赐婚给他 尾时可惜了些 不知郡主有何感想 欧阳俊华转动着手中的酒杯 对着萧云锦小声地说道 一个人再怎么改变 那一双明媚动人的毛子 却是怎么都伪装不了的 他在茶楼玉县的有趣女子 可不就是有这么一双明媚动人的毛子磨 上次在鸳鸯楼玉县 他还不曾注意 今日现他这般蒙着面纱 露出一双明媚动人的眼睛来 他越看越觉得 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心中不免生起一个大胆的猜测 并且试图从萧云锦的言行举止中看出破绽 萧云锦带着面纱 倒是不太好吃东西 想要吃什么 总要先开面纱衣角 方能往自己嘴里面送东西 于是便出现这么诡异的一幕 欧阳俊华在一旁小声地说着话 萧云锦则慢条丝里地吃着各种水果 妹妹怎声不理欧阳柿子 一旁十分安静的萧柔忽然出声问道 萧云锦微微有些诧异地看一眼萧柔 还以为她会从头安静到宴会结束 却没有想到她竟然主动与她说话了 这道令她有些意外 姐姐难道不觉得她很烦人魔 我都不在意的事情 她一直在我耳边过早 我想她上辈子肯定是只苍蝇变的 这一世才会如此多话 她言语轻快地说道 叶飞白隔着几个人朝这边看了过来 然后再不着声色地一开目光 妹妹倒是风趣的紧 萧柔偷偷笑了两声 那便被萧云锦称苍蝇的欧阳俊华不乐意了 插嘴道 好心当作鹿干肺 那么 本世子再好心地提醒你一句 今日这首诞明为太后祝贺 实则却是位大京王朝的七皇子神孝选妃 因大圣皇室公主年幼 郡主人数又少 特意挑选了不少大臣之女 列入挑选之列 今晚这宴会 可是有好戏看的 说着 她似笑非笑地看一眼萧云锦 这才端正身姿 不再与萧云锦说话 闻言 萧云锦抬眸 看一眼对面席位上的神孝 只见她不似大圣人端正身姿坐着 她是一条腿曲着 一双放在腿上 歪歪斜斜地坐着 看着很是放荡不羁 她寻思着 她与叶飞白已经有了婚约 自己应该不会被列入师兄的选妃名单之中 神孝似有所感 朝她这边望了过来 只见她举起自己手中的酒杯 朝她敬酒 因为挨着萧云锦坐的人除了萧柔 往下便是萧明月 即便有心人看过来 也不知道神孝这眼神 是落在了谁的身上 大家吃喝一阵 便有宫女上到大殿中央 开始表演舞蹈 今日能坐在大殿内的官员 都是三坪以上的官员 以及家眷 萧云锦粗略看了一圈 每位官员身边的家眷席中 都有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女 坐在席位之中 母后 而习听闻这里部尚书家的千金 是个多才多艺的 为了您的受诞 她特意排了一处舞蹈 要在今日献给您 皇后娘娘李珍出声说道 桑木格文言 壮似愉快地点了点头 倒是个有心的好孩子 命她献上来 李珍点头 吩咐身边的宫女 去朝成鹤说了一声 待大殿内的舞跳完 她便大声唱道 礼部尚书千金木子烟献舞 恭贺太后受担 大殿内的舞姬撤走完毕 只现一系白色青纱的木子烟蒙着面纱 从殿外踏着舞步 恶挪多姿地走来 她的身后 跟着六位身着浅粉色舞群的妙龄少女 一步步走来 一群飘飞 优美至极 萧云锦似笑飞笑地 将目光投向萧明月 她不是大圣最尊贵的郡主吗 这种场合 她不是应该第一个跳出来现役的吗 今日怎么安静得很 第186章 满满的阴谋诡 萧明月今日确实十分安静 坐在那儿不仅话少了许多 连凭日里那副嚣张跋扈的气势 都收敛了不少 见萧云锦看过来 她还回头 向萧云锦微笑地点了点头 真是见鬼了 萧云锦觉得有些奇怪 至于乃里奇怪 她一时又说不上来 萧明月今日的行为 真是太反常了些 优雅的乐声响起 木子烟已经在六位舞技的包围之中 翩然起舞 犹如一个不染世俗的精灵 舞姿优美高雅 灵动且飘逸 可见她确实是下了苦功夫 练习这支舞蹈的 只见她扭动纤细的腰肢 在舞姬之中不停地旋转 每转一圈 那双丘水式的眸子 便朝成向圆尾的身上落下一瞬 连续转了十圈 便朝圆尾看了十次 萧云锦不知别人看见没有 她反正是注意到了 这木子烟莫非对圆尾有意 不想成为神啸的妃子 所以频繁向圆尾求救 不过 貌似神女有心 相亡无意 圆尾从头到尾 就不曾抬眸多看一眼木子烟所跳的舞蹈 反而几次目光与萧云锦的探过去的目光 撞在了一起 一舞中了 萧浩天率先鼓掌赞道 好 好 不愧是京城第一才女 不知七皇子觉得如何 神啸被问话 依旧是那么不雅的坐姿 看她放荡不羁的样子 貌似根本就没有 将这大圣皇帝放在眼中 若她只是大金王朝的七皇子 胆敢在大殿之上如此无礼 萧浩天早就呵斥她了 但她除了是大金王朝的七皇子 还是独一神啸 大圣皇帝最近正求着她 替太后炙头腾之症 未免要好声好气哄着先 所以 对于神啸这样的无礼之举 只要不太过分 萧浩天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作没有看见了 萧云仅觉得 这皇帝做到这个份上 若非西北边境有自己父王替她守着 不知道她这皇位 还能做多久 大圣西北之地 历来是战事最多的地方 因此地与多国相接 是大圣边境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一旦被攻破 很有可能会被多国联盟 将西北这块地方给啃了 并且长刀直入 杀入京城之中 一般 只听神啸漫不惊心地地吐出这么两个字 刚刚走出大殿的穆子烟 听见这评价 脚步微微一读 似乎无法忍受 神啸对她现意的评价 她只略微一顿 便继续往前走了下去 文言 萧浩天微微错眉 然后似乎想到什么 笑道 七皇子的眼光 还真是刁钻得很 朕觉得此舞甚厚 优雅飘逸 宛若落入凡尘的仙子一般 不染俗事 很是美好 神啸这下 直接不出声了 端着酒杯 漫不惊心地喝了一口 萧浩天尴尬一瞬间 这是燕王萧盛出来街场 开口说道 小女前阵子苦练琴记 今日太后受淡 特来天喜 准 萧浩天一抬手 示意萧明月上场 有工人将一架古琴给抬了上来 摆放在大殿中央 琴架旁边 还点着缭绕香烟 飘飘绕绕地往上升入空中 然后消息 大殿之中 一瞬间多了一股檀香味 闻着有些沉闷 萧明月的琴音 比起木子烟的舞技 要平常很多 简直可以用一般来形容 根本毫无特色 这样的琴记 还赶来出来在百官面前现意 燕王萧盛果真很有勇气 赶上来表演的萧明月 更加有勇气 只见她十分陶醉地弹着琴 完全进入忘我的状态 似乎对自己的表演很是满意 一曲终了 萧明月忽然抬眸 看向萧云景 说道 我听闻妹妹的琴音高超非凡 金月姐姐献丑先辅一曲 不知妹妹可愿意辅上一曲 为太后受淡多添一丝喜气 萧云景一正 她何时表露过她的琴记 高超非凡了 不要随便往她头上戴高帽子 好不好 这萧明月明显有意针对她 不管她情意如何 今日她都不能拒绝她的这番邀请 谁叫她打着太后的旗号呢 姐姐谬赞 妹妹从未在人前展露过琴记 不知姐姐是从何处听闻 妹妹琴记高超非凡的 如果不得不上去表演 她也不能让萧明月好过 萧明月面含微笑 似乎早料到萧云景会如此反驳 只限她十分从容地回答道 前段时间在晋王府上小住几日 曾听你院中传来阵阵琴音 姐姐以为那琴音是出自妹妹之手 这才误以为莫非那琴音 并非出自妹妹之手 这是准备挖好一个坑 准备她跳下去呢 萧云景不傻 自然听懂了萧明月的言外之意 她若否认便会引导人深思 那谈情之人是谁 那段时间 住在晋王府的 可并非萧明月一人 还有另外一人 还是个身份尊贵的男人 大金王朝的七皇子神孝 若是被人误会 那琴音是神孝谈的 大金王朝为何要在她院中谈情 这个让人深思 所以 她不能让萧明月 将众人的给误导了 哦 原来如此 不过妹妹的琴技 可担不上记忆高超几字 勉强能入人耳而已 萧云景含笑说道 妹妹谦逊了 萧明月依旧面带微笑看着萧云景 似乎与她十分亲近一般 只见她起身让出位置 示意萧云景过来 萧云景并没有立即上去 而是起身朝太后一拜 祖母 云景现丑了 若是谈得不好 您可无怪啊 她温雅的声音 带着几分少女应有的娇俏之感 虽然她与太后从来不曾亲近过 但这声祖母 她患得十分亲热 大概皇家的人 天生就适合做演员 萧云景演技 可谓炉火纯青 桑木阁一谋看向萧云景 尽王妃得才兼备 你是她教养大的孩子 自然与众不同 就不要 过分谦逊了 你的情迹 祖母很期待啊 又来一个戴高帽子的 萧云景觉得 这还能愉快地吃饭膜 一场受淡 没有欢乐的气氛 满满的都是阴谋算计的味道 这样的气氛 萧云景这时不喜欢 若是她的亲祖母还在时 那该多好 才不会像这个老妖婆一样 一门心思地算计着尽王府 第187章 你要搅揉 她就造作 太后竟然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萧云景便不得不上去表演情迹了 纪书见状 朝萧云景看了过来 她与萧爵坐在亲王席那边 自己女儿情迹有多么不精湛 她比谁都清楚 根本就是南登大雅之堂 若是谈得不好 纪书担忧的眼神 与萧云景的眼神碰撞在一起 只见萧云景朝她眨了眨眼 示意她不要担心 那丫头古灵精怪得很 你不用担心 她竟然答应现意 便是成竹在胸 不会有事的 一旁的萧爵 安抚地拍了拍纪书的手 嗯 纪书点了点头 但目光却紧紧地盯着萧云景 生怕她出了什么乱子 她虽然也相信 萧云景能化解眼前的危机 却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担心 萧云景今日穿的是淡蓝色的长裙 配着头上的莲花簪花 行动之时 看着甚是清零 她走得很稳 不似规格中的女子那般怜不轻移 她走路的姿势虽然规矩 却给人一种十分大气的感觉 云景郡主 你为何蒙着面纱 高位上的皇后李珍出口问道 萧云景走到秦架旁边站定 朝着皇后娘娘一拜 这段时间和母妃特意学了 她的礼仪还算周全 从头到尾不曾有错 因云景前段时间得了天花 得七皇子诊治 才渐渐好转 但是脸上的豆疤却不能短时间消除 所以才戴着面纱 怕惊吓到各位贵人 她微微一转身 将皇宫里面各个妃嫔 微微一弯腰失礼 想她一个不拘小节的人 在西北自由自在地长大 还能对着这么一群人规矩的坐衣行礼 实属难得 神孝自幼与她一起长大 对她的性情十分了解 现她如此 不由微微挑眉 似乎颇有几分兴致 看她继续演戏 今日所有女眷都不曾遮带面纱 你这样戴着面纱 未免惹人瞩目了些 还是把面纱取下吧 不过是些豆疤 能有多吓人 皇后娘娘说道 这李珍与李玲是同胞姐妹 一个贵位皇后 一个是燕王正妃 姐妹二人都拥有十分尊贵的身份 这李玲不喜敬王妃 李珍身为妹妹 多少受到些影响 对近王妃和萧云锦自然也没有什么好感 有机会可以让萧云锦当众出仇 她自然不会放过 她虽是这么个心思 但说出去的话 却是表明自己十分大度 不会嫌弃萧云锦脸上有豆疤 所以萧云锦也不必如此介意 萧云锦微微一愣 似乎有些为难 李珍见状继续鼓励道 本宫瞧你母妃就是个一等一的美人 等这些豆疤好了 你的模样定然不会输给你母妃 你又何必扭捏计较这些 是 萧云锦心想 这太后不是个好鸟 没有想到 皇后也不是个好东西 怎么感觉 她那位年纪轻轻的黄伯富家 就没有一个好人了呢 这样当众让她出丑 还宽慰她 不必介意 女子都以容貌娇美为荣 若她今日露出自己满脸豆疤的样子 即便往后脸上的豆疤好了 今天这一丢丑 还是会被许多人拿来说的呀 不过 信得她早有准备 今日的豆疤化鸡蛋 若非近距离看 根本就看不出来 一些规格少女都抬起头来 想要看看满脸豆疤的萧云锦 是何模样 却见萧云锦将面纱摘下 露出一张秀眉且灵气逼人的脸来 那白嫩嫩的小脸上 那里有什么豆疤 甚至连一点瑕疵都没有 当然 这只是远距离看的时候 皇后距离萧云锦所站的位置 并不十分远 依稀可见她脸上不均匀的肤色 这还是仔细瞧之下 若不再细瞧 殿下站着的那个少女 分明就是个娇滴滴的小美人吗 云锦郡主 你脸上的豆疤呢 李珍问道 萧云锦面露惊讶之色 装得挺像那么回事 我这几日一直不敢照镜子 难道豆疤已经消失了 你要搅揉 她就造作 看谁更能装逼 李珍面色有些微微发沉 不过一瞬 又恢复端庄贤良的模样 微微一笑 你这孩子 怎么如此粗心 萧云锦羞涩一笑 垂下眼瞼来 眼角余光描一眼 侧面的叶飞白 只见她依旧气质清冷坐在那 只是看她的眼神 有些过分炙热 她感觉自己的心被烫了一下 慌忙低垂头看裙脚 有那么一瞬间 她觉得叶飞白看她的眼神 想要将她整个人 吸入那双黑色练眼的毛子里 藏起来 不得不说 萧云锦的感觉非常的准确 叶飞白此时的想法便是 想要将萧云锦打包带走 不允许别人多看一眼 强烈的占有欲还在 但她适当地学会了控制 自己选中的女人 如此娇俏美丽 使她眼光好 即便有人觊觎 也休想从她手中抢走她 好了 皇后李珍还想说什么 被太后桑木阁出言打断了 不知云锦郡主想要为 哀家表演什么曲目 从未听萧云锦谈过情的叶飞白 也十分的好奇 她要她 全凭感觉 果断而强势 对她的了解 却还是不够全面 神效文言把玩着酒杯换了一个姿势 夜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竟然正惊微坐起来 以她对萧云锦的了解 她的情迹可以用幼稚两个字形容 不过 她这个人往往会出其不意地给人惊喜 所以对于她接下来的表现 她很期待 萧云锦被太后问得一愣 她却时还没有想好 要谈什么曲目呢 指得胡周道 不是明家的曲目 祖母可能没有听过 云锦尽兴弹奏一段 大家过过耳即可 桑木格的目的并不在听曲上 萧云锦弹得好或者不好 都不影响她的布局 所以 这一次她十分宽容地点了点头 笑道 那你且弹来给文武百官听听 是 萧云锦恭敬的一拜 然后在琴架旁坐下 架势端得很正 看着也有几分优雅的味道 实则她大脑一片混乱 根本想不起要弹奏哪一曲 因为无论弹奏哪一曲 以她的水平 都弹不出能登大雅之堂的记忆来 叶飞白默默注视着半垂着眼帘的萧云锦 目光在她落在琴弦上 久久不动的手指上停了停 星 李化过一抹疑惑和担忧 第188章 殿下觉得如何 她的双手伏在轮椅两旁的车轮之上 正想着出列与她合奏一曲 化解她的尴尬 她落在琴弦上的指尖动了 一道轻缓古朴且简洁的乐音 从她的指尖飘逸而出 第一个音开始 紧接着第二个音 第三个音 只见萧云锦弹奏的执法异常简单 她弹奏的异常认真 从她的指尖飘逸而出的琴音 豪迈质哑 畅快动听 旋律自然回还 荡气回肠 这曲调十分简单 旋律却潇洒字的 茫茫中又透着一股沧桑的韵味 因为曲调十分简单 萧云锦来回弹了两次 一曲中了 她收住手势 抬眸正好看向对面的叶飞白 只见叶飞白看着她的目光深沉 手往一旁的壁托中掏出一根玉箫来 她将玉箫置于唇半出 轻轻吹出一段音律来 竟然就是刚刚萧云锦弹奏的曲子 萧云锦见状 双手重新抚摸上琴面 二人的琴音和萧生合在一起 旋律更加动听且荡气回肠 只见叶飞白用内径推动轮椅 一瞬间移动到萧云锦跟前 目光与萧云锦的目光处碰到一起 撞出一段火花 神啸伸手入秀的手一读 叶飞白和萧云锦的萧生和琴音 已经融合到一起 她不敢落后 自袖口中套出玉笛 跟着萧云锦的下一个指尖溢出的音符 敲到好处的融入到这段乐声之中 只见她一步一步的走到大殿之中 雨夜飞白并排列 伴着萧云锦将这曲子推向另一个新高度 琴音的干劲质朴 萧生的低沉魂厚 笛盛的清脆悦耳 将这一曲演溢出一个新的高度 每一个音符似乎都有一个峡谷柔长的故事 撞击人的心灵 一曲终了 大殿内一阵安静 不少人陷入到这段乐音之中 久久不能自拔 半想过后 才有人激动地站立起来鼓掌 只见欧阳俊华第一个站了起来 不顾此时大圣王朝最尊贵的人 正坐在上尉看着她 她冲到萧 云锦跟前 激动地问道 云锦郡主 你快告诉本世子 你刚刚弹奏的乐曲 叫什么名字 可有曲谱 萧云锦不过回答得慢了一分 她就忍耐不住地伸手去拉萧云锦的手 被叶飞白一根玉霄地过来 给挡住了 欧阳世子 请注意场合 她清冷的声音在大殿之中响起 此时 那不绝于耳的掌声 仍然在继续 但这里毕竟在皇宫之中 只见高位上的天子萧浩天伸出手来摆了摆 大殿之中的掌声才停泄了下来 七皇子果真天赋一人 竟然只听一遍 就能将敌音和琴音的旋律融合得如此好 萧浩天出口的第一句话 夸的是神笑 然而 她说第二句话时 神色淡淡地看一眼萧云锦 云锦郡主弹奏的这首曲子不错 只是这秦记还需多加练习 是 萧云锦汉首英声 不再说话 皇上的心从未偏向过晋王府 能这么淡淡地评价一句 没有给她使绊子 她已经觉得可以了 然后 她就那么淡淡地看了一眼叶飞白 说道 锦世子的萧吹得不错 比起对神笑的大肆夸耀 对叶飞白的态度就要冷淡很多 要是不知道 还以为神笑才是大圣王朝的子民 这皇帝的心里 到底装了些什么东西 萧云锦有些搞不懂 也不想搞懂 她估摸着 就她这么折腾下去 不用多久 大圣王朝就该败坏在她手里了 萧云锦的琴迹并未让她丢丑 因为她弹奏的是一首最简单的乐曲 即便初学者也能很好地弹出来 更何况她只是情义不精湛 并非不会弹奏 敢问郡主 你刚刚弹的曲子是何曲名 原委带萧云锦和叶飞白分开 落座之后才出声问道 她这一问 不少人都侧目看了过来 沧海一声笑 萧云锦也没有打算藏着掖着 直接说了出来 这是前世里看播的电影《笑傲江湖》里面的曲子 这首乐曲十分的简单 她刚刚被逼得极了 灵光乍现 脑海中便跑出这首乐曲 在弹奏这首乐曲的时候 脑海中还不时跑出《笑傲江湖》电影中的画面 只能说 这首乐曲与电影是相互呼应的 这首曲子的画面感十分的强 或许不同经历的人 听见这首乐曲会有不同的感触 刚刚的表演 才会引发那么多人的共鸣与喜欢 沧海一声笑 袁伟重负一声 杨淳一笑 倒是个好名字 一时间 各家小姐都上来为太后受淡献疫 一个时辰过后 各类眼花缭乱的表演终于落幕 最让萧云锦印象深刻的 便是萧柔的那幅水墨丹青画了 大概是听了萧云锦的曲子 有杆发 画面上的人和物 都是江湖儿女的儿女情长 当然 一个郡主画的画 竟然是些江湖儿女 而非什么寓意非凡的花草牡丹 名家临摹 自然不能入有些人的眼 很快便被后来的人给淹没了下去 但萧柔此举 却让萧云锦记住了她 这个姑娘虽然名唤萧柔 却不是个柔弱的女子 她内心极度向往自由 甚至希望有一天 能冲破身份的枷锁 碧海蓝天 仍逍遥 萧云锦是因为她的那幅画 看出了她的心声 这是一个被命运输富者的姑娘 她和她相同 却又不同 妹妹这样看着我作甚 萧柔见萧云锦一直看着她 不免回过头来 与她说道 萧云锦只笑 不答 每个人的命运不同 她不是命运之神 不能改变别人的命运 萧柔她身为郡主 承受了这份尊荣 便因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比如失去自由 思及此 萧云锦觉得自己这一世何其有幸 不仅遇到一对思想开明的父母 还有两个极其疼爱她的哥哥 还遇到了对她情真意切的叶飞白 七皇子殿下觉得如何 这时 大殿之上的高位上 太后娘娘桑木格忽然开口问道 萧云锦回过神来 这才发现所有表演 才艺的小姐们都回归原位 端正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之上 全神贯注地听着太后说话 第189章 纯属添乱 神孝来大圣已经半月有余 她来这里的本意 一则是为大圣太后合寿 二则则是和亲 巩固两国邦交 太后的寿旦一结束 她也该启程离开大圣 回到大金处理 这段时间落下的正午 只是 她目光淡淡地扫过那些挺直身板坐着的各家小姐 似乎在做着最后的考量 这次的和亲 必须成功 不管她想要娶谁 她都必须从大圣 带走一位郡主回去成婚 不然 本皇子觉得 云锦郡主的表演不错 神孝下定决心 转头看向太后之时 漫不经心地的目光淡淡地扫了萧云锦一眼 萧云锦闻言一愣 师兄他 他尚未来得极细想 上面太后已经开心地笑道 七皇子果真有眼光 这云锦郡主 可是静王最疼爱的郡主 又得静王妃亲自教养 品行各方面都十分出色 刚刚她弹奏的那首曲子 便十分不错 这话什么意思啊 萧云锦觉得自己有些猛 她抬眸看一瞬神笑 又看一瞬满脸慈爱微笑的太后 事出反常必有妖 萧云锦感觉自己已经快要想到那个答案了 但是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师兄怎么可能 怎么会 不过 本皇子进京之时便听闻 这云锦郡主是太后亲自下一指赐婚给锦世子的未婚妻 神笑漫不经心地地问道 这原本就是肯定的答案 京城之中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萧云锦因为得了天花救治不好 太后特意下指将她赐婚给锦世子 就是想着两衰相冲 或许能冲出个好来 这不 婚事赐下不到三个月 云锦郡主的天花不仅被医治好了 锦世子的病也好了不少 可见 当初太后这指 下得极对 只是 听神笑这话的意思 是希望太后肯定呢 还是希望太后否定呢 一直是哀家下得不错 不过 太后侧目看一眼也非白 然后说道 哀家后来寻思着 这云锦郡主 毕竟是晋王唯一的女儿 如今她的病已好 而锦世子 却是个不能 她语气一读 似乎顾及叶飞白的自尊心 没有讲话说完 但是 她不说还好 这一说 殿中文五百官 纷纷网端坐在轮椅之上的叶飞 白看了过去 一个还不知道能不能世袭爵位的世子 和一个有可能成为大惊下一任皇帝的神孝相比 逊色不知道多少倍 更何况 神孝四肢健全 而叶飞白却 是个不能行走的残废 若是萧云锦确实 是个病美人 被赐婚给叶飞白 也没有什么 反差不会太大 但眼下的萧云锦 活脱脱就是个小美人 且刚刚那只曲子弹的也不错 就这摩下嫁给叶飞白那个残废 确实可惜了点 太后意思 是若本皇子看上了云锦郡主 你可以做主让本皇子带她回大惊 神孝漫不经心地说道 即便这件事事情 是她极其想要办成的事情 她依然可以做出满不在乎的表情 仿佛这么一说 不过是一时兴起 此话一出 萧云锦愣了愣 觉得不可思议 电视剧里面演的 皇上惊口欲言 说过的话 便不能食言 身为太后 下过的一旨 还能反悔 她觉得 她可能遇到个假太后 这样出事 真的不怕后世勾病吗 还有她师兄 这是玩上瘾了 她到底想要做什么 她明明知道 她与叶飞白之间情投意合 这般胡乱插一脚 纯属添乱 还是 桑木格听了神孝的话 做出一副为难的模样 这个 若是云锦郡主心仪七皇子 哀家倒是愿意成全一段佳话 意思是 把选择全交给萧云锦 叶飞白晨助气 将神孝与太后之间的对话听话 双手的指甲 已经深深地扣入必托之中 听见最后 把选择全交给萧云锦 她又微微松了口气 她叶飞白发誓 今日所受的屈辱 他日她定会百倍 千倍地讨回来 哦 神孝微微一挑眉 邪气地笑了笑 只见 她从席位上站起身 一身景色长袍 衬托出她匀衬修长的身材 加上她容貌俊美邪气 这一起身 引来不少少女芳心暗动 奈何她心在别处 她一步一步走向萧云锦 脸上依旧挂着邪气的微笑 只是那双始终戴着青蔓之色的毛子 看向萧云锦的时候 尤为专注 云儿 你可愿意与我一起回大惊 她在萧云锦面前站定 一声轻唤 去掉尊称 用平凡的你我 倾诉她的情谊 这句话 她说得十分认真投入 伸出去的手 垂在萧云锦眼前 萧云锦只觉大脑轰的一声闸开 一股淡淡的香味 自她指尖传入她的鼻尖 这香味她不陌生 还十分熟悉 她疼的一下 从座位之上站了起来 远离了她伸出来的手 这举动 在外人看来 有点像太过惊喜 以至于一时间无法 控制情绪 贸然起身 叶飞白健壮 刚刚松下去的一口气 又紧紧地堵在了她的心口处 萧云锦和神啸之间的感情 她比谁都清楚 比亲情 二人之间少了血脉相成 比爱情 二人之间少了互通心意 若这心意被传达 萧云锦会如何抉择 是选择她 还是选择神啸 虽然很清楚地知道 萧云锦的心里有她 而她也下定决心要将她一辈子紧紧地抓在手中 宠着 爱着 不让任何人抢走 但神啸与萧云锦而言 比较特殊 就如神啸说过的 在她没有出现之前的十几年 萧云锦一直是由神啸在守护的 若非她贸然闯入 萧云锦或许便顺其自然地 成为了神啸的妻子 所以 在神啸面前 叶飞白会变得有点不自信 因为她不清楚 在萧云锦心中 神啸的位置有多重要 于而 神啸再次唤到 萧云锦只觉大脑一瞬间的 思维变得异常迟钝 什么地方出了错 为什么她会种了迷幻香 是 凶手中的香味 只是迷幻香中的一味药草香味而已 根本就不可能完全让她陷入幻境之中 奶儿出了错 她想不通 因为是现变得有些模糊 大脑的思考速度 慢慢地变得迟钝 她来不及深思 也无法再细细考究 就像刚刚站在她面前的神啸的脸 变成了叶飞白的脸 第190章专页打脸 你的意志下得十分好 潜意识里 她觉得这是不对的 她应该抗拒 不能被迷惑了心智 然而 当神啸一声云而唤出口 她还是不由自主地被牵引了心神 你要跟我走吗 只听神啸继续问道 萧云锦眼神带着一丝疑惑 看向神啸 有些朦胧 甚至还有些迷糊 这在外人看来 便是萧云锦太过惊讶 一时间又惊又喜 难以抉择 毕竟 叶飞白的容貌 即便是大金王朝的七皇子 也要逊色三分呀 但七皇子是个健全的人 而叶飞白却是个残废 是个正常女子 都应该弃了叶飞白 选择大金七皇子 大殿中一片安静 所有人的目光 都投向了萧云锦和神啸之间 唯独元伟轻微醋眉 觉得萧云锦的眼神有些奇怪 因他曾经见过欧阳俊华中 迷幻相后的模样 所以才心生怀疑 觉得萧云锦此时看人的眼神 与欧阳俊华那次 被那位姑娘整骨后的眼神 很像 此时的萧云锦 眼中除了神啸之外 再看不到其他事物 在他眼前出现的 是一张叶飞白的脸 他满怀期待地向她伸出手 问她 云儿 可愿意给我走 若是叶飞白 即便天涯海角 他都愿意跟着她走 他的思维变得有些迷糊和缓慢 便随着本心 慢慢地朝神啸伸出了手 当她的指尖 快要触摸上神啸的手心之时 一道疾风 从一旁扇了过来 来人气势十分强大 一瞬间 撩飞起了她的袖发和衣裙 云儿 来人的惊呼一声 清冷的声音中 夹杂着淡淡的失落和伤心 更多的却是交集和不安 萧云锦觉得 这人的声音有些耳熟 耳熟到她听见她的声音 只觉心微微有些饭疼 于是 要落在神啸手心的手 被她收了回来 转眸看向一旁的来人 她看不清她的脸 却觉得异常熟悉 觉得若是要选择 她应该跟着她走才对 因她身上传来的淡淡的青竹香味 让她觉得安心和熟悉 叶飞白从萧云锦腾的一下站起来之时 便发现她有些不太对劲 如今正面与她相对 她更加觉得不太对劲 萧云锦看她的眼神 竟然是疑惑的 甚至还有些陌生 似乎有些犹豫和无法确定 你对她做了什么 叶飞白冷声朝一旁的神啸问道 大殿之上的太后桑木阁 现叶飞白站起来 惊讶从她脸上一闪而过 然后便听见她怒喝一声 锦柿子 羞得无礼 她没有想到 一个自娘胎中出来 变双腿软骨无法行走的孩子 竟然有一天会站起来 更让她惊讶的是 叶飞白刚刚使用内力移动之时 分明脚尖轻轻在地上走了一两步 这是不是说明 她其实是能走的 只是走得不如常人那般灵活而已 聂种 聂种 她在心里骂道 见叶飞白似乎真的越来越好起来 她的心里便犹如一根刺一般 深深地刺着她的心脏 让她难受和痛疼着 越是如此 她便越想早日将这根刺拔掉 可惜 这根刺十分的顽固 她花了这么多年的心思 却从未将它从她心上拔出过 只能日复一日 夜复一夜地痛着 太后娘娘 竟然要云景郡主自己抉择 为何景不能与七皇子同时出现在云景郡主眼前 让她从我二人中挑选一人 叶飞白转身 朝太后微微一弯腰 继续说道 太后娘娘或许忘了 景只是自幼体弱多病 并非病入膏肓 意思是 萧云景竟然是太后 你亲自下旨 赐婚给她的未婚妻 在她未死之前 你有什么权利 将属于她的女人 转送给别人 即便要萧云景自己选择 她这个正牌未婚夫 也应该在她的选择之列 而非只有神效一人 而另外一层意思则是 她是病了 但总有一日会好 太后你确定要将事情做得这般绝吗 若是如此 他日她也绝不留情 大胆 太后自然听明白了叶飞白话中意思 当极怒了 然而 有些人不出声则已 一出声势必打人脸 够了 只听太德飞娘娘凌蕊一脸严肃 打断了桑木格的话 还闹得不够吗 说着 她转头看向一旁的皇帝萧浩天 先帝爷在世之时 常常教导本宫 做人应手成性 作为天子 则应该一言九鼎 惊口欲言 太后身为天子的母后 更应以身作则才是 她这么说着 转头看向一旁 因怒气而变得面色有些阴沉的桑木格一眼 现她怒目看过来 她不以为意地转开了头 看向萧浩天 太德飞娘娘这话 说得萧浩天很是尴尬 但奈何太德飞娘娘 出生世代必出大儒的林家 林家之人虽然不入朝堂未官 却在朝堂之中甚有名望 谁叫林蕊的父亲林旭 是一代大儒呢 此人不仅学识冤博 在大圣受人敬仰 就是别国也有不少子弟 拜在她的门下学习学问 朝堂之中 近一半以上的官员 都是林旭的门生 这样的人 萧浩天可不敢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得罪了 于是 她认错态度十分良好的 赵玲蕊说道 太妃娘娘教导的急事 母后她向来心疼孙儿 自从得知云锦郡主病体将好之后 内心一直自责得很 觉得不该将云锦郡主 赐婚给井柿子那样的 她心怜云锦郡主 难免一时糊涂 她在为自己母后辩解的时候 还不忘朝叶飞白身上补刀 这吸引得真够假的 本宫瞧着井柿子那孩子 品行端正 相貌堂堂 与云锦那鸭头倒是极其相配 你母后这旨意 下得很好 而且 也达到了应有的效果 不是 林蕊微微一笑 看向一旁的桑木格 继续说道 太后下旨之初 不就是想着两衰相冲 两个孩子都能好起来磨 如今可不是好起来了吗 云锦的病好了 这井柿子 看起来也不像传闻中那般 若不进风 若他二人成婚 指不定会更好 所以 他们这是天注定的良缘 如何拆的 林蕊下结论说道 第191章神助攻 婚期敲定 桑木格脸上满是阴沉之气 这个总爱斜插一脚的林蕊 总有一天 他要他死的十分难看 若非 他有个好儿子 和一个好父亲 他定然不容他在后宫之中 还有一处立足之地 德飞可不要胡乱冤枉哀家 哀家只是要云锦郡主自己抉择 又何来拆散他余锦世子的盗脸 更何况 他二人若真是天赐良缘 本宫即便有心 也拆散不了 桑木格沉声说道 林蕊文言 点头微笑 若是云锦郡主 最终还是选择了叶飞白 他日再出现一个七皇子 太后是不是也要云锦郡主这般选择 不得不说 林蕊这话 问得十分的犀利 桑木格面色一沉 几乎咬牙切齿地说道 自然不会 他们已经部署好一切 就等着萧云紧往陷阱里面条 他如何还能选择叶飞白 桑木格在心底一阵倾笑 对于神笑的办事能力 他还是十分信任的 皇上觉得呢 林蕊转头看向萧浩天问道 萧浩天略微一思索 看向林蕊的目光深了深 太妃娘娘觉得呢 林蕊心中冷笑 他们想要用萧云锦的婚事 困住晋王 若是萧云锦真的选择了神笑 神笑作为大金王朝的一匹黑马 总有一天会登上高位的 为了避讳 萧浩天只怕又要从晋王手中 剥夺走许多权益 自然是尽快定下日子 让他二人完婚才好 与其嫁给神笑 让晋王府处处受人限制 还是让萧云锦 嫁给叶飞白比较好 文言 萧浩天看林蕊的目光 又深了几分 只听她敷衍道 这是自然 且看看云锦郡主如何抉择吧 这话的意思是同意让萧云锦 在神笑和叶飞白之间 选择一人作为未来夫婿 萧云锦此时大脑完全死机 根本无法思考 更听不见外界的一切声音 她的所有反应 都出 自本能 面对叶飞白和神笑同时伸出来的手 和相同的一声鱼儿 她微微醋眉 一个是面容那么清晰的叶飞白 一个是那么熟悉 却看不见脸的叶飞白 她的手慢慢的招看不清脸的叶飞白那边伸了过去 神笑见状 面色微微一白 她做足了一切 甚至以迷幻相迷惑她的心智 都无法让她遵循本能 选择她吗 原来 在她心中 她竟然一丝一毫都比不过叶飞白 云儿 看清楚了 我是神笑 她不甘心 伸手拉住萧云锦的手 神笑 萧云锦的脑海中 开始浮现另外一张脸 一张邪气中 总是带着几分轻慢质感的脸 这个人 她一直弟弟一样纵容着 此时听见她 如此焦急和担忧的说话声 她有些迟疑的 在叶飞白和神笑之间看了看 醋眉 再醋眉 云儿 太后要你在我和她之间 选择一人作为未来的夫婿 你可知道 叶飞白清冷的声音响起 特意加重未来夫婿四个字 萧云锦眼下的情况有意 她十分的确定 却并未拆穿 因为她发现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 萧云锦的心 依然是向着她的 于是 她大胆地赌了一把 不管输赢 神笑都抢不走她看中的女人 然而 当那温暖的小手 落入她掌心之中之时 她的内心 却是压抑不住的开心和激动 她紧紧地反握住她的手 向来清冷如冰的俊美容颜上 露出一抹满足的微笑来 这一抹微笑 让桑木格看着十分的刺眼 怎么可能会这样 萧云锦竟然没有选择神笑 是哪里出了错 萧云锦最终还是选择了叶飞白 神笑自嘲地笑了笑 看似洒脱地垂下刚刚伸出去的手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实则内心在低血 她终于失去了她的花 不知她清醒过后 是否会原谅她今日所做的事情 其实她可以做得更加过分 更加强势 却终究不愿意伤了她的心 她的性子 她是了解的 若能勉强地来 她早就做了 也不会来今日这么一番试探 好 甚好 萧云锦最终选择了叶飞白 最高兴地莫过于 一直看好这对的德太妃娘娘凌蕊了 只见她开心地露出笑颜来 并且侧头看向一旁的萧浩天 问道 皇上快将二人的婚期定下吧 叶飞白的爵位倒是不急 目前燃眉之急便是二人的婚事 越早完结越好 萧绝留在京中太久 并非好事 朕觉得锦柿子尚未及惯 不如 萧浩天又要使用拖字爵 却被林蕊半路劫了去 本宫觉得 这个月底就不错 虽然筹备婚礼的时间短了些 不过本宫愿意帮忙替锦柿子打点 应该不成难题 林蕊便这么自说自画般决定了 谁叫她是先皇在世时封的皇贵妃呢 地位仅次于当今太后 她都这么说了 萧浩天自然不敢反驳 本来谋划好的事情 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接下来的事情 完全脱离了她能掌控的范围 她若再三阻拦 便真的有些太过刻意针对叶飞白和晋王府了 至于太后 她除了寿烟一开始 笑容还算正常 后面脸色都有些不太好看 眼下林蕊都这般说了 她身为太后 又是下一指赐婚给叶飞白和萧云锦的人 自然不能再多说什么 之前的行为 还可以稍加掩饰 不让人诟病 若再继续刁难下去 反而让自己没了脸面 于是 叶飞白和萧云锦的婚期 便被林蕊定下了 7月30日 是个大喜的好日子 太后的寿丹盛大的开场 闹剧般的结束了 前来参加宴会的文武百官 虽然不敢当着皇上的面 在朝堂上面说些什么 但回到自己的府邸之中 却有不少人又醉了一回 如此太后 如此皇上 大圣将上 如何勇响太平 果然是富人养大的孩子 心思太小 装不下这整个大圣将上呀 若是 大臣们不敢说 心里对这大圣的太后和皇帝 却是十分失望的 若是先帝爷尚在 不知道会 不会后悔 自己立了这么个儿子作为太子 登上了皇位 第192章 不懂就别费神去想 夏日的夜晚有些闷热 因为已经接近凌晨 这闷热之中 偶尔有一丝清凉的风吹拂而过 萧绝回京之后 纪书不曾到过太德妃 娘娘凌蕊的昌德宫做过 今日太后的宴会结束 她偷偷地往这昌德宫走了一趟 你怎么来了 凌蕊似乎早就料到 纪书会来这里一趟 回到宫殿后并未休息 而是端坐在大殿之中 转动着手中的佛珠 看见身边宫女领纪书进来 她便如此问道 今日受宴之中 多亏德妃娘娘出言相助 才帮得云儿和晋王府 妾身礼硬过来相谢 纪书朝凌蕊一拜 说道 凌蕊文言 叹息一声摆了摆手 本宫是在为自己当年 做下的事情恕罪 你无需多谢 文言 纪书沉默不语 当年的事情 关系到萧绝的亲生母亲 她不清楚事情经过 不便多加言论 绝而那孩子 至今还记恨着那件事呢 本宫今日做的一切 只怕都无法弥补那件 是对她的伤害 不过 索性她的身边 还有你和那几个孩子 凌蕊淡淡的闭上双眼 说道 本宫能帮到你们的 也就这么点微薄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 还要靠你们自己 你去吧 今后不要再单独来见本宫 也不用担心 他们会把本宫怎么样 只要我父亲和几个哥哥还在 他们不敢 叫我怎么样 凌蕊说道 纪书沉默一瞬 抬眸看凌蕊一眼 随即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太得妃娘娘保重 有些话 不必说得太明白 二人都懂 皇上今日能针对进王府 他日未必就不会针对楚王府 燕王府 先帝也所剩下的儿子不多 除却皇上 就那么三位王爷 皇上萧浩天 当初能坐上皇位 全靠摄政王的一力扶持 才能顺利登基 萧浩天十岁之时 摄政王离世 萧浩天清政 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才在朝堂之中 站稳强根 如今渐进王强大 自然有所顾忌 想要打压 枪打出头鸟 以萧浩天的心胸 连晋王都容不下 又如何能容下封地不错的楚王 何首在京 中的燕王 萧浩天这才将所有的矛头 都对准晋王 而非楚王 一则 楚王的母妃尚在 其母族在朝中颇有影响 轻易不可动 二则 楚王封地富裕 物产丰富 这么多年 不知道积累了多少财富 若真的与朝廷对上 朝廷未必能讨的好处 反之 楚王有的一切 晋王都没有 加上西北地处偏远 他只要将晋王扣在京城之中 慢慢消耗他的势力和权力 就能一步步瓦解他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西北大本营 至于燕王 一个养在身边的多年的人 能成长多少 能有多少势力 只要他想 微微一动手指头 就能将他压死 所以 七个王爷之中 首先瞄准的人是晋王 也是消耗天身私塾律后的决定 凌蕊今日在太后受诞之上所做的一切 一则是为了弥补当年自己犯下的错事 二则想要为自己和儿子留下一条后路 先帝爷驾崩之初 传闻一照上立下的新君 并非当时还年幼的萧浩天 而是已经十七八岁的萧绝 因先帝爷在世之时 最属意的君主人选 就是萧绝 若非萧绝母妃背叛一事 惹怒了先帝爷 先帝爷下令撤了淑妃皇贵妃头衔 并且还连下三道圣旨 将萧绝外祖父一家流放的流放 贬官的贬官 一夜之间 瓦解了萧绝母妃一族的所有势力 事后 淑妃虽然已死谢罪 已正自身清白 但那件事证据不足 无法证明淑妃的清白 一个大大的疙瘩的先帝爷心中留下 至此封萧绝为太子的心思便再未起过 否则 先帝爷早就已经下旨 封萧绝为太子了 只能说 后宫中的女人 最不缺的 就是阴谋诡计 和狠毒心肠 若想要自己活到最后 要磨远离是非 明哲保身 要磨狠下心肠 比对方更狠 淑妃娘娘 不是个心狠的女人 她太善良 后宫的女人太过善良 等于慢性自杀 萧绝在宫门外等着寄书 满面严肃之色 忽然抬头看一眼灯火通明的皇宫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目光之中画过一抹粉色 似乎下了某众决心 萧云锦清醒过来的时候 马车已经离开皇宫 往回府的街道而去 咦 你怎么在这儿 她显得有些惊讶 整个人被叶飞白抱在怀中 醒来第一眼便看见叶飞白那张金卫天人的脸 你猜 叶飞白垂目看她 一抹温暖笑意挂在嘴角 大脑里的记忆停留在太后问神笑话时的场面 貌似后面师兄说了什么 她问他 要不要跟着他一起走 太后要他在神笑和叶飞白之间 选一个人作为夫婿 想起来什么 叶飞白的声音在他的头顶响起 他抬头 对上他练艳的毛子 我在想 难怪今夜的酒水会如此好喝 原来是出自师兄之手 还有萧明月点的檀香 小白 我有些怪不明白 师兄为何会和这外人来算计我 萧云锦伤心地说道 她自幼对医术就有颇高的领悟能力 分辨药材的能力更是一绝 只要闻到香味 就能准确地猜测出药材名字来 这一次 神笑将迷幻香分成三部分 投放到她身上 她喝的酒水里面掺杂了迷幻香里的一味主药 因为却有吊酒的作用 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还有便是萧明月点在琴架上的檀香 加入了迷幻香的另外一种草药 因迷幻香出自她手 外人并没有药方 所以她并未警觉 直到神笑朝她伸出手来 一股熟悉的香味袭来 她才惊觉 她的药方外人没有 身为她师兄的神笑 却从她手中蹭去不少 这迷幻香的药方 她就拿走过 叶飞白低头看她一眼 伸手安抚性地抚摸着她头上柔顺的长发 一下一下地抚摸着 想不明白就不要想 费神得很 马车里一时寂静 萧云锦如何不知神笑 为何会这般做 只是她从来没有想过 神笑对她竟然有着那样的心思 是她隐藏得太好 还是她不懂情事 明白得太晚 第193章 变相夸赞 如果她不是穿越而来 一出生就带有现代的记忆 或许她会明白 神笑对她的各种为难和捉弄 其实就是她表达感情的方式 十分幼稚和孩子气 只能说 神笑一开始就用错了方法 最终失去了美人心 想什么 叶飞白拍拍她的头 问道 我依稀有些记忆 师兄她 萧云锦说到此处 一顿 没有再继续说 整个人往叶飞白身上靠了靠 小白 你出生之后 是谁将你养大的 我是指 刚刚出生的小婴儿 不是都需要奶水喂养的吗 你那时候那么小 可是有乳娘照顾你 叶飞白问言 沉默一瞬 然后缓慢地说道 她在我一岁多的时候 为了救我 被人杀死了 她的声音很轻很淡 似乎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 平淡无奇 萧云锦抬头 看她一眼 满心心疼 她尚未出娘胎 就有人对她下毒手 出生之后 又无父母庇佑 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最纯真无邪的时候 竟然就已经要面对各种血腥的杀戮 针对她的杀戮 她何其无辜 不过是个婴孩而已 能得罪什么人 萧云锦伸手抱锦叶飞白 不忍心再问 那么小的婴孩 何来记忆可言 一定是她身边守护她的那些人 用实际行动告诉她的吧 父王留下不少人给我 为了保护我的周全 已经去了大阪 她身边的亲卫 也只有项渠和秦许二人 还活着而已 实际算起来 秦许并非父王的属下 而是很好的朋友 因为父王的缘故 才留在我身边这么多年 是我最信任的人 叶飞白感受到 她用力抱着她 知道她心疼她 她很开心 但是 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她并不希望她听到这些话 为她感到难过 于是她伸手 俯上她秀美的小脸 唇角弯起一抹温暖的笑来 别替我觉得难过 若非如此 成就不了现在的叶飞 白 我又如何能遇见你 并得到你的一颗真心 她说她之所以遭受这么多苦难和磨炼 都是为了能将最好的叶飞白成陷到她眼前 萧云锦其实很想说 若是早知如此 她宁愿她不要遇到她 而她可以像她一样 拥有疼爱她的父母 幸福地长大 但是 凡是没有早知道 也没有那么多假设的如果 何必说那么多废话 用实际行动去告诉她 对 你说的没错 你前面十几年遭受的苦难 已经到头了 因为你遇到她 萧云锦 她会是她幸福的开始 并且一直让她幸福下去 只见她轻身向前 在她唇边落下一吻 然后快速地离开 双手还住她的景象 调皮地问道 所以 你这算是变相夸我吗 我家鱼儿 自然是最好的 所以 我前面那十几年所受的苦也算值了 美人在怀 还是个自己心仪的美人 能坐怀不乱 不是真男人 叶飞白确定 以及肯定 自己是个真男人 萧云锦那倾听点水般的一吻 简直就是玩火星号星号星号啊 她扶住她的腰身 让她更贴近她几分 轻身向前 靠近她的耳垂温声说道 所以 我的小云儿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地补偿一下我 她故意喷洒出来的热气 直往萧云锦耳朵里面钻 萧云锦翘脸一红 有些不太自然地避开她的靠近 动了动身 试图拉开与她指线的紧密距离 然而才刚刚动了一下 她便再也不敢乱动了 月底才大昏 你现在 就开始急色了 她娇撑一声 还在她颈向处的双手解了下来 抵在她的胸前 隔开她与她指线的距离 这可不怪我 是你先挑逗的 她话未说完 薄唇已经从她耳畔移到她唇半 一吻风唇 将她所有的甜美气息 都夺入口中 马车内气氛正好 画面十分令人脸红心跳 马车外面 驾着马车往进王府方向 而去的清君泽 听得一脸红彤彤 主子这是要提前 把洞房花竹叶给过了 动静会不会太大了点 清君觉得自己要冷静 要冷静 但是 她毕竟是个没有成婚的症儿 听到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脑补的厉害 咻 清君耳朵一动 神情立即专注起来 伸手握住自己腰间的佩剑 主子 有埋伏 清君大喝一声 随行跟着的暗卫已经现身 将马车团团护住 用剑将飞过来的剑扫开 马车里面 叶飞白将消云紧护在怀中 伸手礼了礼 她有些凌乱的发思 召唤隐蔚 她的声音很冷 却十分冷静 马车外面 清君文言 立即从腰间掏出一个信号烟火来 只现一道红色的烟火直冲天际 瞬间在夜空中消失不现 好似从未出现过一般 外面剑与声越来越密集 马车前面的马中了剑 一扬马蹄 想要飞奔出去 奈何跑出不远 又连中几剑 马顿时弃绝身亡 倒地不起 你早有准备 肖云锦出声问道 她早就知道 此次进攻后 必然会遭受暗杀 所以提前在回来的道路上 安排好了人手 因为早就知道会遭遇暗杀 所以叶飞白今日乘坐的马车是特制的 外出外面是一层木制窗户 看不出什么异样 里面却是一层铁制的夹层 除非玄铁制成的箭头 否则根本不可能穿越马车壁 伤到马车里面的人 你今日也见到了 太后和皇上根本就不想 我出现在人前 更加不可能让我世袭父王的爵位 所以 我今日回来的路上 必定会遭遇暗杀 她安抚性地拍了拍肖云锦的手 不过不用担心 这马车是用铁皮包裹了一层的 箭头穿越不了 不会伤到你 她将她从怀中移到一旁 坐视要下马车 萧云锦伸手拉住了她的手 担忧地道 你要下去 尹未赶来 需要一些时间 仅凭清俊他们及格 支撑不住多少时间 我必须下去 帮他们一把 叶飞白反握住萧云锦的手 安慰道 别担心 我不会有事 她是不会有事 却可能受伤 但她从小到大受伤 已是家常便饭 所以 从未将受伤当回事 只要不死 便是活着 便有希望 第194章 嚣张的本钱 萧云锦想要阻止 却觉得叶飞白说的对 如此紧急的时刻 她多阻止她一秒钟 她可能就多一份危险 好 她松开手 放她下马车 却不冲道 我虽然是大夫 却不想总为你治伤 你且仔细显 别伤了 叶飞白已经转身准背下马车 听见她这么说 忍不住转身回来抱住 萧云锦 在她额头上落下一吻 乖乖等着我 不可乱来 不然我会分心 便无法保证 自己会不会受伤 她转身下马车 这一次离开得十分迅速 萧云锦见状 有些无奈 不过才刚刚升起个念头 就被她一眼识破了 她是她肚子里面的蛔虫不成 外面的箭飞射而出 不停地射入马车外面的木质框架之上 箭尖撞击上铁皮夹层 发出一阵阵响声 萧云锦从来都不是个能乖乖听话的家伙 这边叶飞白才 刚刚嘱咐她几句下了马车 不过两分钟 她跟着也下了马车 外面散落了一地的箭头 马车机会被射出了马蜂窝 前来暗算的人大概已经放完箭 拳术拥了上来 将叶飞白与清郡等人 团团包围起来 一场厮杀在马车处不远处进行 几个人纷纷护着马车 不让人轻易靠近 因萧云锦现在是晋王府郡主的身份 竟然知道 来人可能是皇上和太后派出的人 她便不能贸然使用武功和毒药 未免给晋王府添麻烦 之所以下马车 不过是不放心叶飞白 这不是萧云锦第一次看见叶飞白杀人 看见叶飞白挥剑 割断黑衣人的喉咙之时 她却第一次有了心疼的感觉 心疼有人活生生将叶飞白逼成了死神 只见她手起刀落 眼睛都不曾眨一下 一条人命便从她手中消息了 进入杀戮模式的叶飞白是冷酷无情的 犹如来自的狱里的修罗杀神 冷面冷心 无情无欲 杀一个人 犹如在收割稻草一般 麻木地 机械地 为了活着重负着不同的致命动作 挑 刺 砍 杀 是必一击命中死穴 夺人性命 叶飞白眼角的余光 看见萧云锦下了马车 手起刀落 解决静在眼前一人 飞身而起落在萧云锦身边 叹息一声 说道 你怎么下来了 萧云锦没有说话 她回眸看她一眼 一边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一边将靠近的人用内镜扫飞出去 她犹豫一瞬 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 我如此模样 吓到你了 我要是这么不惊吓 早就跑了 还留在你身边这么久 此时不是打情骂俏的时候 见叶飞白确实有遵守她和她指线的约定 没有让自己受伤 这才放心的折回马车中 我回去等你 好 叶飞白眉空多看她一眼 确定她进入马车之中 又再次进入战斗之中 只见她淡青色的长袍上沾染了不少鲜血 长剑上因收割的人命太多 鲜血顺着剑锋滴落地面 叶飞白击人围着马车形成包围圈 与不断涌现的黑衣人拼杀着 脚下满是黑衣人的尸体 因叶飞白带在身边的护卫虽然少 无异却是最高的 一时间黑衣人并未冲破防线 攻入包围圈之中 更加未能伤的叶飞白半分 至于几位护卫 或多或少都有些受伤 更何况 经过削云锦一个多月的治疗 叶飞白体内的毒素已经清除 身体比之从前好了不少 再加上双腿或多或少能行走两步 身形比以前更灵活 展现出来的招式 便比从前更加厉害和凌厉几分 若非黑衣人人树上占了优势 只怕不消多时 黑衣人就会被叶飞白的人全灭 这条巷子 发生如此激烈的战斗 竟然无一人出现 更别提寻成的侍卫队 可见有人特意腾出来这么个地方 准备将叶飞白鸡杀在此处 主子 属下来迟 清风领着引卫赶来 从外面杀出一条血路 来到叶飞白身边 无妨 叶飞白台眸看一眼 被自己的影位包围起来的黑衣人 过不了多久 天就要亮了 速战速决 务必将这些人 全部斩杀在此处 然后将一半的人的尸体 丢在大理寺的大门前 太后和皇上 想要秘密地击杀他 便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此事 那么 他就将人丢回给大理寺 让全京城的人桥县 昨夜死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 是 清风领命 清军机人 挨到清风领人来 终于松了口气 引卫的人数 虽然不到黑衣人的一半 却是叶飞白手中武力值最将的一支暗卫 可以以一敌时 是秦许花费了五年的时间秘密替他训练的 前段时间他进京 秦许便将这支队伍送到了他身边 这支队伍大概一千人左右 分批进京 今夜出动的不过一半 便已经将黑衣人击杀的还无还手之力 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战斗结束 黑衣人全灭 无一人活口离开 叶飞白另外换了马 从现场离开 殷井袍上沾染了不少鲜血 他特意脱下外袍 这才上了马车 萧云警见他一袭白色礼衣爬上来 立即伸手扶了他一把 你这样明目张胆的 与皇上和太后对上 可真是嚣张 我忍了这摩仙年 是时候反击了 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 他们总不知道收敛 我会很累的 叶飞白自马车中的暗河中 掏出一根帕子来 擦干井手 这才在萧云警的对面坐下 萧云警挑眉看他一眼 虽然除去了外面的淡青色的长袍 但他身上还是沾染了不少血气 故意落坐在他对面 是怕他闻到血气 会觉得不舒服吗 这细微的小动作 萧云警觉得很贴心 只见他掏出自己手袖中的圈帕 轻身上前 擦拭他脸上沾染的血迹 萧张也要有本钱 你的本钱 可够 叶飞白微微一侧身 避免自己与萧云警身体接触 将血气过到他身上 我身上血腥气重的 哼 未免沾染给你 他话未说完 萧云警已轻轻身上前 直接坐在了他怀中 双手环住他的景象 一吻印上他的唇绊 我不介意 第195张仰 你们何用 叶飞白全身一僵 有些无奈 虽然萧云警这么说 他听着觉得肾暖心 但他仍然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即便萧云警主动亲吻 他也只是轻轻回吻了他一下 然后说道 我知道 快坐回去吧 萧云警不说话 固执地坐在他怀中 抱着他不放 这么孩子气的举动 叶飞白觉得很无奈 但却觉得异常开心 唇角不由自主地上扬 他喜欢这样 就由着他抱着吧 他伸出双手 一环上他的腰身 将头靠上他的肩窝之中 闻着他身上好闻的少女气息 刚刚那场杀戮带来的血腥气息 似乎淡了不少 马车在街道上面行驶 破晓之前 回到了晋王府 因为路上遇袭 先出宫的萧云警 反而比后出宫的萧爵和祭书 还要挽回晋王府 萧云警跳下马车之时 萧爵 正领着冷月等人 准备去寻他 发生什么事啊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萧爵几步上前 伸手扶了一把跳下马车的萧云警 闻着他身上淡淡的血腥气息 不免担忧地问道 叶飞白正伸手送萧云警下马车 看见晋王 自然礼貌地 朝他拜了一拜 路上遇到些麻烦事 劳晋王和晋王妃挂心了 萧爵朝他淡淡地点了点头 将萧云警服下来放在身侧 可是处理好了 嗯 都处理好了 叶飞白点头 虽然模样依旧高冷清滑 但面对自己的丈人 他的态度 难免端正认真了几分 说起来 叶飞白还从未与晋王认真说上过话 今日算是第一次 萧云警瞧着叶飞白在自己父王面前 严肃认真的模样 心底不免觉得好笑 这二人还能好好地谈话吗 他觉得 这么冷的气氛 可能持续不了多久 果然 沉默一瞬 叶飞白开口说道 时间不早了 仅先告辞 萧爵严肃着连点头 叶飞白临行前看了萧云警一眼 二人偷偷的眼神交汇一瞬 一个眉目寒情 一个俏皮眨眼 大叶飞白 放下车帘 回到马车之中 马车调转车头 往摄政王府的方向赶去 萧爵才再次开口说道 你月底就要大婚 大婚之后 势必会跟着她留在京城 父王和母妃要回西北去了 你可是想好了 这是不舍得女儿嫁人了 萧云警眨了眨眼 父王还从未同她说过 如此不舍的话呢 她轻易地抱住她的臂弯 跟着她往晋王府中走去 父王是担心小白 她不能护我周全 她问道 萧爵沉默一瞬 没有说话 半想后才开口说道 有些事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她竟然绝正面与宫里的人抗争 想必这么多年 已经准备得很好 不管她做了如何周密的部署 她也只是一个人 并非万能 父王的话 云儿谨记 我会自己保护好自己的 萧云警说道 你能明白就好 凡是不要太过依赖她一人 你这孩子 自幼被你母妃和两个哥哥交宠着 未必懂得京城权势中 那么多的弯弯绕绕 和阴谋诡计 凡是多长的心眼 萧爵叮嘱道 萧云警闻言 认真地点头 晋王府大门口 两妇女男的单独待在一起 说着贴心话 晋王几日难得的对萧云警温柔了一回 言语中多是不舍和嘱咐 貌似十分不舍地将萧云警嫁人的样子 之前或许竟亡还无感 但婚期一旦定下 她便越来越觉得自己 不想将女儿嫁给叶飞白那臭小子了 这可怎么是好 而皇宫之中 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今夜派去刺杀叶飞白的人 出自皇上之手 太后的人去晚了一步 现已经有人动手 自然没有贸然上前 免得被两方的人看成肉饼 钱德殿中 萧浩天将书案前的一方燕台 砸在了前来汇报的羽衣卫首领霍刚头上 霍刚不敢闪躲 鹅角立即被砸了一个洞 鲜血顺势流了出来 顺着她眼角一直落到下巴处 再低落在她衣巾之上 连一个残废都对付不了 镇阳你们何用 萧浩天怒骂道 她派出去刺杀叶飞白的人 一千多的羽衣卫 就叶飞白那几个人 根本就不够他们砍好吗 之前她还犹豫 是不是派出去的人太多了 不过斩草要除根 她觉得人多也好 可以一次性将叶飞白给解决了 一千人 分十次围剿叶飞白 不仅被叶飞白的人全灭了 尸体还血流成河的 躺在那条街道之上 还有一半的人 被叶飞白的人 丢在了大理寺门口 这么大的一次屠杀 她即使想要掩盖 也掩盖不了 真当住在街道两旁的住户 都是死人吗 小浩天很生气 也很着急 只见她站起身来 在钱德殿中走来走去 寻思着明日一早 要如何应付 来自文武百官的质疑 属下未能完成任务 还请皇上责罚 霍刚娥脚流下的血 越来越多 一千个羽衣卫 她培养出来的人 一息之间就这么没了 她比谁都心疼 更加心惊的是 叶飞白竟然有如此势力 她一直藏在摄政王府之中 不动声色 并非常人口中的废物 而是潜伏了十几年的猛虎 一旦出笼 气势非凡 皇上这么多年 一直在养虎未化 早知道 就知如此 就应该在她一出生后 就开始动手杀了她 霍刚是不知道 太后已经这魔作了 这么多年却未能得手 要杀叶飞白 想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却十分的难 谁叫叶飞白有个 十分降大的爹呢 杀你一百次都不足以谢罪 萧浩天怒目瞪她一眼 忽然在她跟前停下 你可有办法 将这千余人的尸体全部销毁 不留下丝毫蛛蛛丝马迹 或刚镇定的抬头 看向萧浩天 额脚的伤口依旧在流着鲜血 她却好像一点都不知道疼一样 办法倒是有 属下听闻独一神孝 那儿有一种药 可以化适于无形 并且无色无味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一千多人 得要多少药才能化掉 你以为神孝她 随身会准备这魔多画师药 带在身边 等着朕去向她求药吗 萧浩天一脚 提在霍刚胸前 显然觉得霍刚的话荒唐 第196章 被劫持 霍刚往一旁歪了歪身 鹅脚流出的鲜血倾斜画过鼻梁 犹如在她的脸上 留下个猙獰的疤痕 只限她立即端正身姿跪坐好 陛下有所不知 这画师药十分厉害 只要将尸体堆成堆 撒上一点在尸体的血迹上 她就如会燃烧的火焰一般 一直燃烧下去 直到尸体全部消失不现 才化为无形 世上竟有这么厉害的药 萧浩天第一次听闻这重要 觉得甚是神奇 有些不幸 陛下 那神效 有个制药高手的师弟神色 属下听闻 这药便是神色炼制出来的 这个世界上除了神效 无人能得到这重要的药方 霍刚说道 闻言 萧浩天微微思索一瞬 立即换来承赫 准备一下 朕要去一趟医馆 陛下 是要微服吗 承赫看一眼鹅脚血流不止的霍刚 小心翼翼地问道 自然 萧浩天命人取来长福 换好后 路过霍刚身边 你还跪着做什么 循太医包扎一下伤口 在驿馆外面等阵 眼下距离天亮 只有一个时辰的时间 与神效交易 定然会花费些时间 所以 萧浩天走得十分匆忙 不过带了两个大内侍卫 便往驿馆的方向赶去 与此同时 驿馆外面有几个人鬼鬼祟祟的 守在门外 沈秋 你说那人真的会来吗 自从上次 沈秋差点被禁王府的丫鬟给睡了后 他就一直领着个重任务往外面跑 甚少留在王府内 看见府里的丫鬟 就如老鼠看见猫一般 唯恐避之不及 因这事 冷情还特意嘲讽他 太大惊小怪了 那次的事 只是意外 叫他不要总 拿着一副有色眼镜 看待府里的丫鬟 沈秋就说 你没有被恶虎扑拾过 自然不怕 老子那天差点救 然后冷情一个冷眼扫过去 你不是武艺飞凡魔 当时咋忘记用上了 沈秋觉得 冷情是个不解风情的人 于是懒得与他说 这段时间 他与萧云锦院子里的夏林 走得很近 听说他今晚 有特殊任务 当即跟了来 刚刚问话的便是那羞涩小少年夏林 郡主说的话 还能有错 都等着吧 沈秋十分老道的说道 沈秋这人是晋王府的家生子 他爹是西北晋王府的管家 他此次跟着晋王进京 因晋王府缺个管家打点 他才被委以重任 做了京城中 这晋王府的管家 在西北的时候 他因为年长晋王府 几个小主子几岁 鸡人经常由他带着四处蹦搭 苍州城内 什么地方有好吃的 好玩的 看热闹的 五花八门 稀奇古怪的事 他都知道 所以 他年轻的时候 没少带着几个小主子出去胡混 当然回府之后 免不了他爹一场暴打 之后还不是照旧 不过 这几年他年龄大了 几个小主子 也成长得越发稳重 他觉得太末易死 往日老油条的杏子 稍微收敛了些 开始走成熟稳重路线 要我用郡主的话说 沈秋你 就是郡主的死忠粉 他说什么 你都觉得对 下颗鞋靠在一面墙上 小声说道 我给你们几个小鬼说 你们郡主虽然年纪不大 但人却聪明着呢 他说的话 就从来没有错过 提起萧云锦 沈秋就如打开了话匣子一般 开始滔滔不绝 要不是下领纪人早就知道 沈秋也不过三十岁 至今未娶 都要开始怀疑 沈秋如数家珍般 说着的人不是他们主子 而是他的女儿 有人来了 嘘 冷情双手抱在胸前 右手中握着一把长剑 听见声响 立即出声 阻止了沈秋的滔滔不绝 沈秋立即闭嘴 一收刚刚喜滋滋 笑嘻嘻的模样 顿时变得十分严肃可靠起来 那人果真来了 夏琳探过头来 往远处的街道上看去 四匹快马 后面无随从轻骑 夏克听了一瞬 说道 天边已经露出雨堵白来 此时街道上已经可以事物 不过 街面上尚无行人来往 带来人在驿馆外面停下马蹄 准备下马 冷情机人便从黑暗中冲了出来 先发制人 帅先将 箭落在了肖浩天的脖子上 这肖浩天当年跟着叶明轩也是习过舞的 奈何他对叶明轩心有芥笛 学得并不认真 倒是枉费叶明轩花了不少 心思交他 他的武功招数 不过空有架势 好看是好看 却发挥不出一层的攻击力 以至于在冷情和沈秋二人的联合攻击下 很快就被箭架上了脖子 大胆 你们可知 你们结识的是什么人 成鹤见状 吓得心脏都跳到嗓子眼了 原本就尖细的嗓音 此时听着更尖更细 且刺耳 只见出现的四人 纷纷着了黑衣并蒙面 成鹤根本无法看清对方的脸 嘘 你最好小声一些 不然吓着我一手抖 伤了他可就不好了 沈秋是个老油条 这个时候开口说话 声音自然可以变了调调 与他以往说话的声音不同 冷情邪逆眼沈秋 觉得他虽然有时候不太靠谱 但办正事的时候 智商还是在线的 那边与夏科和夏琳缠斗在一起的两名大内侍卫健壮 也停下了手中动作 纷纷朝沈秋看了过去 意图有空隙之时 能来得偷袭什么的 然而 夏科和夏琳一收手 便快速地退回到了沈秋和冷情身后 将四周户的死死的 根本没有给他们留下一丝空隙 你们知道朕的身份 萧浩天还算冷静 毕竟是身居高位之人 见过不少阵仗 被人拿剑低底着脖子 还吓不住他 对方没有一击 集中要他姓名 便是对他有所求 见无人回答 萧浩天继续说道 想要朕帮你们做什么 萧浩天试图拖延时间 只要成鹤不笨 就应该想办法 将驿馆里面的召唤出来 将他就回去 沈秋自然不会让他得逞 只限他将剑往他脖子上的皮肤贴近几分 说道 想要你跟着我们走一趟 说着 不给萧浩天说话的机会 他伸手点了他的穴道 让他不仅说不出话来 还无法动胆 第197章 吃了闷亏 不会就此放过 沈秋和冷情 拖着萧浩天施展轻功飞跃而去 留下夏科和夏林 对上两个大内侍卫和成鹤 大胆 挟持大圣皇帝 成鹤大声说道 话未说完 一颗药丸飞入口中 他顿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两名大内侍卫见状想要动手 挥刀就朝夏科和夏林砍了过去 其中一人见起直扫旁边的屋檐 试图扫破屋檐 引入注意 只见夏林轻飘飘地飞了过去 杨首一人撒了一把不知名的白粉 二人白眼一番 晕了过去 夏林 出来干活 夏林呼叫一声 引在暗处一直没动的夏兰飞了出来 默默地扛起大太监成鹤就走 夏林和夏科对视一眼 他要这么一直沉默下去 有一天 会不会真的变成哑巴 不会 郡主依述了得 能治 夏科简洁地回答 扛起一侍卫 剑步如飞地走了出去 夏林健壮 立即扛起一人追上 驿馆里面 神啸站在房间的窗户旁 看着外面消失的几条人影 默默地转身 主子 大圣皇上急匆匆来以管寻的人 可能是你 若是出了什么事 莫居瞄眼窗户外面街道上消失的几条人影 有些犹豫地说道 神啸头也不会地继续往前走 谁来过了 本皇子没有看见 你看见了吗 莫居闻言 一阵沉默 再看一眼外面空无一人的街道 表示不理解神效 为何要这么做 一日一早 大圣皇上被人发现 晕倒在死人堆中 还被人揍得鼻青脸肿 身边的大太监成鹤 和两个贴身侍卫 浑身是血 似乎经历了一场十分激烈的厮杀 大理四卿一大早 急急忙忙地从府底赶往现场 见到如此情形 自然是一阵手忙脚乱 此事一时间在京城大街小巷传开 当今皇上不知何原因 竟然遭遇不明人群暗杀 人数之多达到上千人 皇上只随身携带了大太监成鹤 和两名大内侍卫 就将一千余人全部斩杀 无意活口 可见皇上身边的大内侍卫 武艺十分高超 可以以一抵五百人 不过 也有传闻 那些人并非是要杀皇上的人 而是皇上亲自领队 要去扫别人 反而被别人全灭了 然后还被人做得鼻青脸肿 至于这个别人是谁 只可异味 不可言传 有可能的人不多 就那么两三个 就看谁知道的内幕越清楚 便越能猜测到最终人选 袁伟和欧阳俊华这对老友 经常来茶馆喝茶 听见茶楼里面的人 越说越玄乎 纷纷摇头失笑 你这成像做的还真是清闲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应该是最忙的人吗 欧阳俊华挑眉一笑 一双桃花眼满是笑意的 扫了袁伟一眼 袁伟侧目看他 原本应该是 不过 他话音一读 端起手边的茶杯 往口中送去 只限他清明一口香茶 神情高深地说道 皇上并未下令彻查此事 而这件事 全权交给羽一卫去处理 并不需要我和大理四卿过问此事 闻言 欧阳俊华一蹴眉 这倒是奇怪了 皇上吃了这么大的闷亏 就让事情就这磨过去了 袁伟看他一眼 目光高深莫测地说道 交给羽一卫处理 这件事由 明处转位暗处 你觉得就这般过去了 欧阳俊华文言 似有所悟 他看袁伟一瞬 然后说道 我听闻那一千人 根本就不是暗杀皇上的人 而是皇上自己的人 耳听未虚 眼见未识 袁伟淡淡地吐出八个字 继续喝茶 房间里一时间变得异常安静 二人各怀心思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而此时 进王府中 萧云锦将自己的软榻 搬到了院子里面的阴凉处 因他住的院子十分空旷 外面还有一个大型的湖泊 以及不少树木 所以 夏日里并不觉得十分闷热 反而十分凉爽 因月底就要大昏 纪书特意吩咐身边的子儿 来督促萧云锦绣喜福 因他针线功夫实在太别角了 勉强绣个绣囊还行 若正要绣喜福 那还真是拿不出手 所以 前来督促的子儿亲自动手 帮他绣着喜福 但喜帕却是需要萧云锦自己绣的 子儿在一旁认真地绣着喜福 萧云锦则躺在一旁的软塌上 无精打采的样子 若不是子怡知道 你不喜欢女工 看见你这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只怕要误会 你是不想嫁给那件柿子 所以才这般模样 子儿一边说着 一边动着手中的绣花针 一针一线 极其细心地 在大红色的绸缎上 绣上龙凤城祥的图案 萧云锦想说 他原本就没有打算 那么早嫁人 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 谁叫这是封建王朝呢 更何况 叶飞白确实不错 傻笑什么 子儿将放在一旁的喜帕 丢到了萧云锦怀中 休息够了 就抓紧时间绣吧 子怡 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 萧云锦捡起怀中的喜帕 来到石桌前坐下 双手拂脸 十分认真地看着子儿说道 子儿微微一愣 随即笑了起来 伸手点在萧云锦的鼻子上 说道 你呀 少没正形了 快快动手干活 萧云锦眨了眨眼睛 子怡 你太狡猾了 她原本还打算从子儿 这里套出些话来 却不曾想被子儿激紧地挡了回来 咱俩彼此彼此 子儿笑道 二人说笑一阵 萧云锦倒是来了精神 动手秀起自己的喜帕来 因考虑到自己绣功有限 未必能绣十分精美的图案 于是她自己设计了一幅龙凤城乡的简笔画 准备绣在自己的喜帕之上 一开始 子儿觉得她投机取巧 绣出来的图案未必好看 并不赞成 但萧云锦依然坚持绣了下去 好在成品比预想中的效果要好 子儿便算她勉强过关了 郡主 郡王醒了 喜帕刚刚绣好 时辰已经不早了 这个时候 夏禅跑进院子 朝萧云锦说道 萧云锦叠喜帕的动作一读 二哥醒了 于毕 他将手中喜帕交到子儿手中 仍已经朝萧继峰的院子飞奔而去 第198章玄民国余孽 萧云锦一阵风似的来到萧继峰的院子 院子里面继书和萧绝早就已经在房间里面和萧继峰说上话了 父王 母妃 他向萧绝和继书打了声招呼 人已经躋身到了床前 上前就抓住萧继峰的手腕 替他枕慢 二哥 你可有觉得何处不适 萧继峰在床上昏睡了这么长时间 人消瘦不小 显得额骨十分突出 一双满是风流的毛子也显得有些失神 萧云锦看着直觉一阵心疼 萧继峰却率先露出一个安抚性的微笑 说道 倒是没有觉得那里不适 只是睡了这么久 二哥怀疑自己的骨头架子要散了 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好好地走路 来 扶我下床试一试 萧云锦的手从他的脉搏上移开 脉象上看 你确实已经无碍 可还记得 自己为何会中了玄冥国那么阴毒的掌法 他伸手去扶他起身 他一手扶着床篮 一手随着萧云锦的力道坐了起来 并未斜靠在床篮之上 而是直接将腿落在了床前的床榻上 想要站起来 试一试自己还能不能行走 云儿 我觉得晕 萧继峰扶着萧云锦站起来一瞬 又重新跌落回了床上 纪书在一旁看着这兄妹二人的互动 不免插嘴说道 你昏睡了这么长时间 都不曾好好吃饭 自然会晕 母妃已经吩咐厨房 煮些清淡的米粥送过来了 你且忍忍 萧继峰感激地看一眼纪书 心中感动到 还是母妃细心 风儿 当日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直站在旁边沉默不语的萧绝 开口问道 萧云警惕萧继峰拿来的靠枕 让他可以靠在床头好好说话 当日在城外狩猎 儿子知道 那些武将想要设计陷害儿子 便率先做好了准备 预防意外发生 原本儿子猜测 他们或许会直接对儿子动手 所以分组行动的时候 儿子找了个借口 与石敏分开 就是怕连累了他 萧继峰说话的时候 萧云警偶尔插嘴一句 将自己救石敏的经过说了一遍 原来如此 那石敏可是兵部尚书的嫡子 上面那位 就不怕此举含了臣子的心吗 萧继峰说道 未必全是他下的命令 萧绝醋眉沉思一阵 开口说道 兵部尚书 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 对他还有用 他不会在 这个节骨眼上 动他的家人 定是被后执行任务的人 对兵部尚书时率有丝绸 这才特意设计了这么一出 文言 萧云警和萧继峰心中都若有所悟 自己父王比他们更了解当今这位皇上 这话分析的在理 你竟然提前做了准备 为何又会忽然失踪 父王派出许多人去搜查你的行踪 都不曾找到你的蛛丝马迹 萧绝说道 萧云警赶紧插嘴一句 一开始我以为是你故意藏起来 想要在罪悟会越来越大的时候 跑出来打脸大理四卿 证明自己的清白 却没有想到 你是真的失踪了 那时 若非夜非白一边安抚他 一边又暗中 派人搜寻萧继峰的下落 萧云警可能又要像上次救萧诺言一样 疯狂一回 说不定直接跑进燕王府 将燕王给抓了 严刑逼供都有可能 以他天不怕 地不怕的性子 确实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二哥我那不叫失踪 而是在那山里面 发现了一处十分隐蔽的山洞 山洞里面 似乎藏着关于玄民国余孽不少秘密 萧继峰说道 他说到此处一读 转眸看向萧绝说道 父王 玄民国灭国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忘记复仇 灭掉玄民国这件事 大盛元氏主谋 玄民国的后裔 貌似混进了大盛国内 并且还有不少人身居高位 儿子当时在那山洞之中 找到一份名册 只要仔细核对 一定能揪出玄民国的余孽 但是儿子离开之时 被守在那儿的玄民国余孽发现 不小心挨了他一掌 说到此处 萧继峰一愣 似乎这 才想起来 对了 你们既然都寻不到我的宗介 我又是被谁找回来的 文言 萧绝和继书 纷纷看向萧云锦 萧云锦小脸一红 有些害羞地说道 是井狮子叶非白 萧继峰昏迷这段时间 发生了不少事 他的记忆还 停留上一次 与萧绝和萧云锦讨论 要怎么退掉这桩婚事 不过 眼下这情形 这婚事是定下了 二哥若没有记错 你貌似不太在乎这桩婚事 不会是我昏迷的这段时间 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 你一不小心 方星一落在他身上了 萧继峰朝萧云锦打去道 继书笑道 严格说起来 是一早就遗落了 你妹妹与锦世子也算有缘 竟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二人早就认识了 这次回京 才意外发现 二人身上竟然有婚约在身 感情自然比之前好了 不知道多少倍 母妃 萧云锦娇羞地喊了一声 阻止继书继续说下去 虽然她是个现代的灵魂穿越来的 但面对长辈如此打去自己 还是脸皮子薄 容易害羞 萧继峰见状 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这倒是不错 省去不少麻烦 不过 据你们所言 这井世子 倒是有几分本事 当时若非她的人及时找到我 我或许 都没有命活着回来 可惜的是 那份名册被玄民国的人拿了回去 不然 她带着几分惋惜地说道 能平安回来便是好事 但是 萧绝开口说道 玄民国的余孽潜伏在大晟这么多年 不可能无所作为 只要他们有行动 就一定会暴露出蛛丝马迹 只是 当今皇上眼下针对晋王府 针对得厉害 这件事情 由晋王府这边爆出 皇上未必会信 更何况 玄民国在大晟官员中 已经有人潜入 这件事若要细查 不能明着来办 只能暗中查办 依照大晟皇帝目前对晋王府的心思 萧绝是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件事的 但是 她毕竟是大晟的亲王 又是个爱名儒子的好王爷 为了大局着想 有些事不得不去做 第199章 被占了便宜 但是 目前萧绝的大部分权力和兵力都在西北 京城这边的事情 就皇上针对晋王府这件事 他都已经有些自顾不暇 他 又如何调派出其他人手 查询此事 萧绝想到此处 不由将目光投向了萧云锦 若能说洞锦柿子插手这件事 事情或许能事半功倍 云儿 玄民国这件事 交由锦柿子去办理 你觉得如何 萧云锦文言 点了点头 我明日一早 寻他谈论此事 父王对这锦柿子甚血 萧继峰从未见过叶飞白 对于这个抢走了他 心爱的妹妹的心的男人 他果断内心一点好感都没有 而眼下 他还不知道 月底他妹妹就要嫁人了 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萧绝简短地说道 就这简短的一句话 就足以看出 叶飞白给萧绝的印象还不错 不过 萧云锦却觉得有些奇怪 严格说起来 叶飞白和自己父王并没有什么深交 但父王却如此信任他 还给了他这么高的评价 他心中疑惑 父王与小白很熟 熟倒是谈不上 你父王那是欣赏他父王的未人 爱屋即屋 所以才觉得小白不错 纪书在一旁笑道 父王 你怎么可以这么随便 就将这么高的评价给了他 萧继峰在一旁不满地说道 我对他没有什么好感 得再看看 才能将妹妹嫁给他 屋子里面的人沉默一瞬 纷纷含笑不语 未免说出真相对他打击太大 众人都没有继续在讨论这件事 因萧继峰昏睡了很长时间 身体需要调养 这段时间不宜出府 便暂时没有机会去找叶飞白的麻烦了 一日一早 萧云锦一身杏色长裙 淡装出了靖王府 因昨晚派冷情传了消息 给叶飞白 今日约 见在礼记茶楼 所以 靖王府的马车直奔礼记茶楼而去 这家茶楼在京城之中 生意十分火爆 每每人满未患 但二楼的雅间 却是专门坐来迎接贵客的 因雅间多 贵客并不是每日都来 倒是显得尤为清净 萧云锦跳下马车 一席杏色长裙 简单的发迹上面 插着一只琥珀色的簪子 簪子在阳光下会 反射出金亮的光芒来 银润琉璃 甚是好看 加上萧云锦本来就是个美人胚子 今日没有特别的乔装打扮 一派落落大方的进入茶楼之中 顿时就引来不少人的注目 大概因她 穿了一席杏色长裙的缘故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明媚动人 就如她那双金亮的毛子一般 浑身充满活力 一股无法言语的少女气息扑面而来 一楼茶楼里面的不少人 都看呆了眼 久久无法 一回目光 直到萧云锦的身影 消失在二楼阶梯的转弯处 这些人才勉强收回了目光 郡主 这边这边 亲戚远远的 就看见萧云锦上楼 十分热情地扑了上来 她刚刚一开口 差点叫成夫人 不过谢儿她及时改了口 不过 她这么大声一叫唤 楼下的不少人都听见了 纷纷交头接耳 低声讨论道 是个郡主 不知道是那家的郡主 大圣皇上没有遇封过郡主 能算得上述的 就那么三个 明月郡主我倒是见过 不及这位 那云锦郡主上次在鸳鸯楼 被人瞧现了真容 听说奇丑无比 这位 莫不是楚王府的那位郡主 我觉得是 萧云锦丝毫不知楼下的人 将她误会成为萧柔 只见她被热情地亲戚领着 往一间比较僻近的雅间走了过去 房门一推开 便看现一席淡蓝色交领长袍的叶飞白端 坐在轮椅之上 她转过头来 朝萧云锦浅浅一笑 过来 她朝她伸出手 示意她走到她跟前来 让她好好看看她 一日不限如隔三秋 她现在总算是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了 萧云锦俏皮的一抿唇 走到叶飞白跟前一顿 在她快要伸手拉住她手腕之时 忽然一个转身 在她对面坐下了 喝的什么茶 她伸手去取茶杯 装作没有 看见叶飞白眼神中的绵绵情意 叶飞白健壮 长袖一挥 一股厚重的掌风扫了出去 将房门给关上了 而萧云锦带来的下馋 和叶飞白带来的亲戚 清俊均被阻隔在了门外 门外三人很识趣地没有出声 在外间静止地守着 试一试就知道了 叶飞白说着 以京驱动着轮椅 到了萧云锦跟前 伸手一捞 将她整个人抱进怀中 栖身就吻了上去 二人在一起的时间随便不够半年 中间却发生了不少事 足够让他们了解彼此的心意 眼下正是情意最浓的时候 自然巴不得每时每刻都腻在一起 随时能偷相切欲 如何 两酒过后 叶飞白才从萧云锦红润的菱形小嘴上一开 声音沙哑地问道 萧云锦被吻得晕头转向 哪里知道叶飞白问的是什么 她呆愣一瞬 回答道 还可以 她指的是 叶飞白的吻技有所进步 越发地会撩人心扉了 而叶飞白问的是 觉得她喝的茶水滋味如何 于是 只见叶飞白微微挑眉 难得的露出几分带着邪气的笑意来 还要磨 她贴着她的唇绊 柔声问道 萧云锦觉得自己大脑有些缺氧 果然她对美男的防御能力很低 特别是这个美男还是她十分喜欢的 直觉已经毫无招架之力 可是 这怎么行 她可不是一只软绵绵的小羊羔 被吊戏占了便宜怎么办 碍于对方是她喜 欢的 直接扑倒 再吊戏回去 将便宜占回来 于是 萧姑娘十分豪迈地将叶飞白一推 反客为主扑到了叶飞白 碍于叶飞白坐在轮椅之上 她这一扑并未成功 反而将轮椅往后推了出去 叶飞白眼几手快 赶紧伸手抱稳了萧云锦 带她稳住轮椅 现她不服气地扑过来的娇俏模样 她直接笑出了声 双手将她搂得更紧几分 以防她从她身上跌落下去 萧云锦做事要清上她的唇 现她笑得这么愉悦 似乎十分享受的样子 见状 她果断停了动作 拿目光瞅着她 第二百章给她一个教训 小白 你这样算计 你未来老婆 是不对的 她假装严肃认真的批评道 老婆 叶飞白以挑眉 大概猜测 这两个字是妻子的意思 却不明白 萧云锦为何要这般说话 不过 这不是重点 只要她喜欢 她爱怎么说 就怎么说 哦 我怎么算计你了 她笑道 伏在她腰上的手紧了紧 让她和她 可以更加近距离地接触 萧云锦垂目看她一眼 我发现 你最近越发的肆无忌惮了 你觉得你 算计了我什么 叶飞白笑着贴上她焦红的小嘴 轻轻一吻 贴着她唇半说道 因为你是我未来老婆呀 雨碧 一个缠绵匪测的吻 再次开始 但一吻结束 萧云锦趴在叶飞白怀中 微微喘着气 秀美的小脸微微泛红 而叶飞白的气息却有些不稳 额头冒出不少细微的冷汗来 你打算这样抱着我到什么时候 萧云锦似有所感 微微起了身 僵直着身子 不敢乱动 再让我抱一会儿就好 叶飞白将头埋在她的肩窝之中 将她紧紧地往她怀中抱着 就是不肯松手 萧云锦只觉叶飞白有些异样 担心地看她一眼 忽然灵光一现 想到了一个笑话 小白 我觉得我应该和你坦白一个试试 嗯 叶飞白声音沙哑到了极致 下巴在萧云锦肩头之上蹭了蹭 萧云锦被她蹭着不太舒服 微微偏头 离她远些 其实 我是个男的 叶飞白亲蹭萧云锦的动作一读 似乎愣住了 萧云锦盛着她愣神的时候 快速地伸手 解开了她环绕在她腰间的双手 兔子似的逃窜了出去 我这次来 可是要与你说正经似的 你再这么不正经 我可走了 她假装生气的道 叶飞白反应过来 知道自己刚刚被萧云锦给戏耍了 不过 她刚刚那么认真谨慎地说出那样 德华 她确实吓了一跳 若非见过她出狱后的少女娇羞模样 她差点就被她唬住了 好 你说 她正了正面色 刚刚被萧云锦那么一下 心思倒是淡下去不守 但那股难受感觉 仍然还在 萧云锦将自己父王的意思与叶飞白说了一二 说道 你一下如何 好 叶飞白点头 玄民国要找大圣复仇 她并不想过多干涉 因她对大圣并无太多特殊的感情 但是 她怀疑太后手中的地狱冰莲花的独与玄民国有关 若是如此 事情就有些复杂 这背后 只怕不仅仅是玄民国这么简单 有人想要借助太后的手 除掉她 并且不会让任何人怀疑到她头上 此人若不揪出来 今后只怕慧云想到萧云锦的安危 毕竟 月底她和萧云锦就好大婚了 若那人在那时动手 后果不堪设想 想什么想的这般出神 萧云锦见叶飞白醋眉深思 以为她有所顾虑 不免说道 若是你觉得为难 我可以让父王 云儿 你的父王 就是我的父王 叶飞白抬眸看她一眼 我们是一家人 你想要守护的人 也会是我想要守护的人 我也可以为了他们 做任何事 萧云锦对上她练艳的眸子 鼻尖微微泛酸 像叶飞白震膜 冷清冷语的人 说起情话来 效果简直可以翻倍 弄得人心里怪感动的 谢谢你 小白 她沉默半想后 声音轻柔地说道 文言 叶飞白一条眉 怎么谢 萧云锦瞪她一眼 又来 好了 叶飞白笑道 卫夫不逗你便是 这里的龙锦不错 过来试一试 她推着轮椅 来到原木桌边 替萧云锦倒了一杯香茶 示意她坐过来品尝 萧云锦见她态度确实 端正不守 上前在她对面坐下 只听她开口问道 前日夜里 皇上被人丢进死人堆里那件事 是你派人坐下的 嗯 萧云锦一边用茶盖 驱赶着茶汤里面回旋着的茶叶 一边说道 我不过是想要给她 一个教训 省得她自以为天下无敌 总是找尽王府的茶 叶飞白对着萧云锦宠蜜的一笑 你如何知道她会出宫 她虽然派人在暗处盯着 却并未猜到萧浩天会出宫 若是萧浩天够聪明 应该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调集人马 将死去的一千人运出城外 并毁失灭迹 因为师兄那儿有意重要 教化失散 萧浩天想要毁失灭迹 一定会选择最方便快捷的方式 那么肯定会亲自去找师兄 师兄那个人 一般人根本就不能从她那儿拿走东西 若萧浩天亲自出马 或许有可能 说到此处 萧云锦一读 侧目看向叶飞白 叶格不可能不知道这重要 你难道就没有猜到她会出宫 去寻我师兄 叶格也并非无所不能 更何况 据我所知 这种药只有你才有 叶飞白解释道 你的人比萧浩天的人厉害 竟然知道这件事 当初师兄想要这话失散的药方 我没有给他 总觉得化失散之重要 太过残忍 若给了师兄 他一不高兴 往活人身上 撒该怎么办 这药可不会分你是活人还是死人 只要见血 他就能顺着血液 迅速的腐蚀人的肉体 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分钟不到 就可以被腐蚀的一干二净 萧云锦说道 叶飞白挑眉 不太明白 这一分钟到底是何意思 虽然他十分想不懂装懂 但还是忍不住好奇问道 这一分钟指的是时间 萧云锦一愣 说得太顺口 将现代的时间带到了古代 嗯 他点头 大概是二十膝左右 若是夏禅在这儿 一定会觉得习以未尝 因为他家主子偶尔说的词汇 一般人听不懂 除非他解释一遍 也不知他从何触席的这么多的奇怪词汇 叶飞白疑惑的醋眉 他自幼体弱多病 活动的范围有限 读过不少书 却从未听人如此形容时间的 这是我发明的语言 你听不懂眼眸关系 我给你解释就好 萧云锦被叶飞白深沉的眼神 看得有些心虚 立即干笑两声说道 第二百零一张萧姑娘 也会无理取闹 叶飞白凝视他一眼 觉得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 谁会没事 特意想一个形容时间的词语 来标新利益 他觉得萧云锦不是闲得发慌的人 更和矿萧云锦刚刚顺口 说出这个词 显然是长时间在使用 又或者 是根深蒂固的时间观念 他隐隐有所感觉 觉得有些奇怪 却并未在此时出口多问 他愿意告诉他的事情 他自然会说 他有这个耐心 等到他说位置 好 他含笑温柔地说道 萧云锦知道 叶飞白是个十分聪明的人 就如他的家人一般 会因为他标新利益的话 觉得不可思议和怀疑 但他不说 他们便不多问 仍旧把他捧在掌心 宠得像个宝贝似的 所以 这种要不可留出来 他总结道 即便宛若亲人一般的师兄 他也不能给 因他自幼与神啸一起长大 神啸是个什么性子的人 他十分了解 若非他在意的人 他可以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想到此处 萧云锦想起神啸在皇宫之时 与萧明月等人联合设计他 到如今 事情已经过去三天 也不见神啸出现 向他解释一二 他难道以为躲起来不见他 他就会原谅他了 云儿当初炼制这药 也是想着 有一天能用得上 外人咱们自然不给 但自己人不妨可以用上一用 你觉得呢 叶飞白问道 萧云锦看叶飞白一眼 当初他炼制这药 也是为了保护晋王府 若是晋王府有一日会用上 他不会有丝毫犹豫 神啸若是想要一些药粉 他自然会给 但药方却万万不能给 这种药太过厉害 当然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比较安全 如此想来 他虽然带师兄宛 宛若弟弟一般亲切 却从未将他当作家人一般信赖 因他除了是他师兄 还是大金王朝的七皇子 他身上有太多不可控制的因素 他与叶飞白一 一样 都是危险的 但叶飞白与他又有所不同 因为叶飞白爱他 而他又刚好与他看对了眼 这便是缘分 无法分出对错好坏来 之前说要在太后宴会上 送我的绣囊呢 叶飞白见醋眉深思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有些纠结的样子 便出声岔开了话题 总归这要是萧云锦研制的 他相信他不会是一时兴起 而是为了保护自己想要守护的人 才研制出这么霸道的药 若是自己是他想要守护的一分子 他总归会为了他使用上的 更何况 据他所知 他会的东西 并非制药这么简单 比如 猛足那次能炸毁城墙的爆炸物 萧云锦一愣 上次太后宴会上 发生太多事 他都忘记将这个绣囊 送给叶飞白了 不过好在他一直戴在身上 听见叶飞白这么说 便从身上接下来 递到了叶飞白手中 叶飞白接过萧云锦 递过来的绣囊看了一眼 红色的绸缎上面 用金线绣着竹子 那竹子绣得不算细致 很是简单 却看得出是一层竹林 虽然不够传神精致 但这是萧云锦亲手绣的 自然比别的绣娘绣得要好 因为 这是她对她的心意 喂喂 不可以挑剔 本姑娘的女红圆就不怎模样 这个 还是所有成品中最好的一个了 萧云锦见叶飞白看的入神 似乎在研究着什么 心虚的嚷嚷道 闻言 叶飞白笑出了声 怎会 云儿绣得自然是最好的 她站起身 抬步走到她面前 她的动作虽然慢 却比刚开始的时候 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至少速度比蚂蚁快了不少 萧云锦见状 甚是惊喜 惊喜过后 又有些心疼 她能这般快地行走 可见她不在她身边的这段时间 她一定十分艰难地 反复练习走路的动作 这才有了眼前的效果 只见她一袭淡蓝色衣袍 长身鹤唳地走到了她跟前 因她站起了身 一张绝美的容貌 似乎比 她坐在轮椅上的时候 轮廓更加精致如画 让人多看一眼 心跳便会失常 看着她呆愣的模样 她眼角笑意加深 对她看她的眼神 很是满意 然后她伸出双手 拉起她的手 展开她的手掌 如玉般修长的手指 画过她柔软的指尖 这是绣绣囊的时候扎的 她微微挑眉 问道 我有那么笨 萧云仅觉得叶飞白实在太高了 她的身高 不过才刚刚挤她肩头 想要斜腻她一眼 都觉得脖子要废 抬眼也只是看见她精致的下巴而已 于是 她抱怨道 还不是因为那嫁衣 紫衣非要我亲手绣那红盖头 一个盖头 可比绣囊大多了 说到此处 她一读 抬眸看她 结果还是看见她精致的下巴 她干脆伸手挽住她脖子 跳到了她身上 叶飞白立即伸出双手 犹如抱孩子一般 将她抱在怀中 萧云锦或许自己都没有发现 她现在 在叶飞白面前 越发的自如了 想到什么 就做什么 不会有那么多的顾忌 也没有刚刚开始那般容易害羞了 大概是因为 二人越来越熟人的缘故 她在叶飞白面前 越来越放的开 完全恢复她 洒脱随性的性子来 龙凤成祥可比竹子难秀多了 她微微撅嘴 说道 所以她才扎到手指 这不就是笨吗 叶飞白滴滴笑出声 没有反驳她的话 而是体贴地说道 若是觉得辛苦 我可以请个绣娘帮你绣 文言 萧云锦摇头 我母妃说 嫁衣是要自己绣的 但是我记忆不禁 嫁衣是紫衣绣的 但盖头是我绣的 这是我的心意 说到此处 她略微一停顿 伸手捧住叶飞白俊美非凡的脸 你是不是嫌弃我绣得不好 才这么说的 叶飞白觉得自己冤枉 在她小嘴上偷亲一口 清冷且幽远好听的声音传来 怎会 我是怕你盖头未绣好 反而把手指头给戳破了 这样 我可是会心疼的 萧姑娘立即被叶飞白顺毛了 十分傲娇的一台下巴 本姑娘可是诡异 这点小伤可难不倒 我 更何况 你以为本姑娘是笨蛋吗 扎了这么多下 还不会秀 得了 这话题又给绕回去了 第202章 太后有请 叶飞白在萧云锦粉嫩的小嘴上 亲了亲 在我心里 你是最好的 看她一副又要情动的模样 萧云锦果断伸出小手 挡住了她的唇 小白 作为一个大夫 我有必要提醒你 你总这样 可是很伤身的 叶飞白的唇贴在萧云的小手上 目光如火般炽热地看她一眼 素来清冷的声音 多了一丝暗哑 我真希望 时间可以过得快一点 让我早一点取你入府 萧云锦俏脸一红 原本想要调戏叶飞白 却被她反调戏了回来 她这话虽然说得含糊 但萧云锦却瞄懂了 因她不仅是个现代穿越来的姑娘 还是个大夫 俗话说 莫吃过猪肉 难道还没见过猪跑吗 萧姑娘这一害羞 叶飞白笑得更加愉悦起来 事实证明 将还是老的了 郡主 沈管家说太后宫里来人 要接你入宫 门外 夏禅的声音响起 叶飞白唇角的笑意一将 可是有说 何事接你家郡主进宫 宫里来的太监没说 只说太后想念孙女 想要接进宫句一句 据说 明月郡主和柔郡主 也有人去请啊 沈秋怕夏禅转述的不够清楚 自己亲自上前 站在门口说道 闻言 叶飞白面色 变得有些严肃起来 担忧地看一眼萧云锦 我担心她在宫里对你做些什么 不如我陪着你一起去吧 萧云锦伸手拍拍她的肩膀 示意她先放她下来 叶飞白将她轻轻地放在地面上 她才开口说道 我可不是雌娃娃 她想要找事 得看她有没有那个本事 她的语气十分嚣张 叶飞白知道她的本事 但还是忍不住担心 毕竟皇宫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饶视萧云锦有天大的本事 太后要整治她 她还是会吃些苦头 毕竟对方身份压下来 就够萧云锦喝一壶了 兵来将挡水来吐掩 你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萧云锦将刚刚搁置在一边的袖囊拿过来 亲手替她记上 你好好在府里等我的消息 即便那皇宫是狼窝 我也是狼仔 不会吃了我的 她玩笑道 知道她故意说话逗她 想要她不要那么担心她 但她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小白 这可一点都不像你 当初你明知道自己身边危机四伏 却还是强硬地要将我留在你身边 就应该知道 我会和你一起陷入同样的危险之中 你既然选择我 成为你的妻子 就一定认同我的能力 萧云锦伸手替她整理了一下 有些皱褶的锦袍 轻声细语地说道 叶飞白伸手握住她的手 修长的食指 将她的小手包裹在掌心之中 云儿 我是不是特别的自私 萧云锦点头 不过雀扬唇一笑 但我不怪你 我愿意陪在你身边 和你一起面对任何危险和困难 好 叶飞白动情地将她拥入怀中 嗓音略微嘶哑 她的心估计了十余年 直到遇到了她 才算感觉到了温暖 遇见她是她这一生最大的姓氏 门外 沈秋等得有些着急 因为宫里来的公公 还在静王府里吼着呢 萧云锦从房间里面走出来 沈秋便急着上前 拉住她的袖口就往外面拖 我的姑奶奶 快这些 也不知王妃娘娘 能拖延她多久 安了 安了 我这不是出来了吗 萧云锦将自己的袖口 从沈秋手中抽了回来 瞧你年纪不大 怎么越活越像的老头子了 我要是没有记错 阿秋你还没有娶妻生子吧 她一边跟着沈秋下楼 一边随意地说道 这就是典型的 皇帝不及太监姐 房间里 叶飞白目送萧云锦下了楼梯 立即招手换来亲戚 安排隐蔚的人 密切注意张会公的动向 一有问题 立即告诉我 是 亲戚领命离开 萧云锦走在前面 夏禅和沈秋跟在她身后 只见沈秋偷偷打量一眼夏禅 夏禅似有所觉 回望她一眼 秀美一条 意思在问她看什么 沈秋似乎有些纠结的样子 望着夏禅半天也没有说出半句话来 还时不时的提防 走在前面的萧云锦 有没有回头看她 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夏禅见状 眉头略微挑高了几分 不由出声问道 沈叔叔 你是有话想要对郡主说 有什么话 你直说无妨 郡主就在前面走着呢 沈秋在萧云锦年幼的时候 总是喜欢诱拐她 叫她一生叔叔 萧云锦虽然年幼 却是个极其有主意的孩子 从来不曾叫过她一生叔叔 反而是有些呆傻的小夏禅 被她诱拐成功 直到小夏禅长到十岁 发现不对 因她每次换她叔叔之时 她都笑得十分开心 而夏秋和夏兰两个 这用看傻瓜的眼神看她 慢慢的她就改了口 叫起沈管家来 不过 偶尔她一时兴起 也会叫上一声沈叔叔 不过调侃的意思居多 叫得并不如年幼的时候 那么诚心和单纯了 因此一事 夏禅算是将沈秋给记恨上了 漫漫长大 不管沈秋如何逗她 她都对她爱理不理 偶尔 还会故意讽上她机具 以报当年被她戏谑之仇 沈秋的脾性带着几分脾性 年轻的时候尤肾 最近今年已经收敛不少 每次夏禅说她 她也知识笑嘻嘻地和她斗上几句 今日却有些特殊 夏禅说完话 她不仅没有还嘴 还一副十分愁苦的表情 夏禅是个善良的孩子 若是沈秋像往日一般 与她斗上几句 她反而不会担心她心里有事 如今这般 可不就是遇到麻烦事吗? 她正要开口追问 前面走着的萧云锦开口问道 阿秋 我听冷清提起 前段时间 你差点被府里的丫鬟给玷污了清白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回事 沈秋眉头一簇 觉得不妙 她家郡主为何问这话 一股不祥的预感来临 郡主 府里来得公公催得急 你还是快些上马车回府吧 她催促道 第203章 男人手短 真小人 萧云锦完全没有被她打断思路 继续说道 我倒是忘记问冷情 是府里的那位姑娘 若是个好的 倒是可以和你撮合撮合 毕竟今年过完年 你就30岁了 当年和你一起私混的公子哥 好些个孩子都有15岁了 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夏禅是个好奇宝宝 立即小跑两步追上了萧云锦 沈管家真的被府里的丫鬟给玷污了 这可是很严重的问题 得让那丫鬟给沈管家负责呀 可不是魔 不过 按照她自己的话说 叫晚节不保 萧云锦继续说道 跟在身后的沈秋觉得 应该为自己辩解一句 郡主 我说的应该是差点晚节不保 并非真的晚节不保呀 你可有被她抱了 轻了 差点被睡了 萧云锦十分严肃认真的回头看她一眼 说道 沈秋瞅一眼下馋 现她一副十分乐意听她八卦的模样 只觉受伤一万点 心情立马不好起来 即便真是这样 哪有如何 想她堂堂男子汉 快三十了 还不曾经过女色 她偷瞄下馋一眼 想想心里都是泪 好容易等到榆木疙瘩长到了15岁 结果 榆木疙瘩就是榆木疙瘩 即便年龄长了 心智却没有怎么长 身为你的主子 我觉得 我有必要成全你们这桩婚事 阿秋啊 你年纪不小了 沈伯救你这么一个儿子 你务必要在今年内让她抱上孙子啊 萧云锦苦口婆心地说道 夏禅在一旁点头附和 郡主说得有理 回府后我帮你打听打听 那姑娘的人品如何 若是个好的 你就讲究这曲了吧 沈秋 欲哭无泪 你们别吓添乱 八字摸一撇的事 被你们说得真像那么回事一样 小鱼儿 上马车 沈秋被二人说得一阵心烦 顾不上主仆礼仪 直接像年少时一般 唤起了萧云锦的辱名 只见她犹如灰苍蝇一般 将萧云锦和夏禅二人给赶上了马车 将马车帘子放下 直接世界又安静下来 一旁的车夫健壮 立即赶着马车 往晋王府赶去 待萧云锦坐着马车回到晋王府 前来向请萧云锦的刘公公 已经连喝了三盏茶 正在她等的不耐烦之时 萧云锦不急不缓地走了进来 刘公公健壮 甚是不满的醋眉 尖着嗓子说道 云锦郡主这一打扮 可让奴才好等 公公这是等得不耐烦了 萧云锦含笑问道 刘公公一愣 莫聊到萧云锦年纪轻轻 说话却这般不客气 比起温和的晋王妃 这郡主一开口说话 甚是呛人得很 云儿 怎么和刘公公说话的呢 没大没小 你可让她一阵好等 若是传到太后耳中 可少不了你一顿责罚 纪书假装生气 朝萧云锦责怪道 明着是在责怪萧云锦不懂事 按着却是在指得罪了刘公公 她到太后面前编排击剧 太后哪儿 萧云锦定然免不了一顿责罚 靳王妃误会 奴才不是那重乱嚼舌根之人 她刚刚可拿了靳王妃不少银两 当着靳王妃的面自然要说些好听的话 俗话说得好 拿人手短 吃人嘴短 刘公公这便是如此 不过她是真小人最会做当面一套 被厚一套之事 如此甚好 云儿 你可瞧见了 刘公公不与你计较吗 快收起你的小杏子 快快进宫 快快回 当着刘公公的面 计数不好说什么 去暗示她 刘公公拿了她不少好处 希望她进宫后 刘公公不会找她麻烦 并且叮嘱她 早些去 早些回 可见 她心里十分担心 太后会对萧云锦做什么 母妃放心 云儿进宫去了 萧云锦上前 拉住纪书的手安抚性的拍了拍 云锦郡主 请吧 若是进宫迟了 太后怪罪下来 奴才也不好交代 刘公公有些不耐烦的说道 说到底 她不过是太后 张会宫中一个小小的奴才 只要萧云锦能让她顺利交差 不让她难做 她也不会太为难萧云锦 萧云锦随着刘公公一起进了皇宫 在宫门前换小叫之时 一位自称是张会宫中宫女的人 拦住了萧云锦的去路 太后命奴婢带云锦郡主去张会宫 郡主请 萧云锦看一眼被抬走的小叫 觉得有些无奈 这是特意要让她走一个时辰 走到张会宫的节奏吗 刘公公这会儿站在一旁装傻 萧云锦觉得自己母妃那叫观心择乱 这不花出去的银子 不见丝毫成效了吧 有老姐姐前面带路 萧云锦还算客套 并没有因为这特意的安排而生气 夏长跟在萧云锦身后撅嘴 却什么都没有说 要是说错话 不准她跟着郡主进宫怎么办 郡主客气 请 那宫女朝萧云锦微微弯了弯身 然后便率先走在前面带路了 萧云锦倒是十分随和地跟在宫女的身后 一开始宫女的步子 依照普通大家闺秀的速度 是一定能跟上的 慢慢地 那宫女加快了速度 前面带路的宫女分明就是个练家子 故意加快速度 是想要将她丢在某处吗 萧云锦寻思着 要不要这么早暴露自己 会武功这件事 若是提前暴露 太后早有提防 派个厉害的人对付她怎么办 所以 还是先隐藏一下 于是 萧云锦假装 跟不上宫女的脚步 气喘郁郁的喊道 姐姐 姐姐 你走慢些 本郡主 本郡主跟不上了 她越是这般说 前面的人越走越快 眨眼睛 就已经到了一处转角处的尽头 郡主 为何 夏禅低声问道 噓 萧云锦放出一根 手指竖在唇边 眼神示意她 不要多话 她做什么 她跟着做什么就 行 这二人自小意气长大 自然默契十足 夏禅明白萧云锦的意思 连连点头 跟上她的步伐 前面带路的宫女 已经不知道去了何处 而此处附近 并没有其他出路 前面只有一座十分萧条的宫殿 第204章 你果然聪明 皇宫之中 除了冷宫 应该没有 如此萧条的的宫殿了吧 只是 那宫女带她 来冷宫做什么 萧云锦抬眸看一眼宫殿的大门 大门上的漆已经掉落 显然常年不曾有人打理过此处 宫殿外面更加无人看守 太后让个宫女领着她来这儿 到底是何意思 难道是让她来参观冷宫吧 郡主 接下来怎么办 夏禅对着这宫殿 看了又看 毫无头绪 只得问自家主子 静观其变 萧云锦一边打量着宫殿四周的环境 寻思着刚刚那带路的宫女藏在何处 或者从何处到去踪影的 这时 宫殿内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开始并不清楚 犹如幽灵在唱歌 夹在风中 飘飘荡荡听的并不真切 远方的来客呀 你何事归 奴家的心意落在军处 叛军归 军归带奴焰双飞 焰双飞 歌声断断续续 并不完整 不过萧云锦可以便别出是个女子在唱一首情歌 女子似乎神志有些不轻 歌词颠来倒去 重负的最多的便是 阎双飞三个字 太后宫中的宫女 为何要将她带来此处 并丢下她 她过了时辰 还不出现在太后的张会宫中 定然会受到责罚 但带去别处丢下即可 为何要带到这样一座宫殿外面 想要她产生好奇心 进去探一探那女子有何秘密 这也说不通 除非 那宫女并非忠心太后之人 替太后办事的同时 又将她主子交托的事情 一起办了 这便可以解释这 说不通的地方 但是 那宫女背后的主子是谁 将她带到此处 又想要她知道些什么 对方身份未知 她若贸然踏入这座宫殿 迎接她的 又将是什么 一瞬间 萧云锦的大脑中闪过无数的念头 人都会趋利避害 萧云锦毅然 不知对方是敌视 有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被对方引导 以免落入陷阱之中 秦郎 宫殿里的女子 忽然一声尖叫 然后大笑出声 声音中无比心酸和痛苦 她哭得极其悲伤 被心爱的人背叛 仿佛一世了全世界一般 绝望而心伤 这是一个用情至深的女子 却终究不得果 只能苦了自己 萧云锦以为那女子叫换的是秦王二字 所以并未多想 一个被秦所困的女子 她觉得她没有好奇心 想要一听她的故事 更何况 对方似乎有些神志不清 未必能将故事完整地讲给她听 阿雪 你回来了 可是要带我走了 那女子的哭声一读 忽然开口 十分期盼地问道 萧云锦转身准备离开 听见飘散在风中的这句话 脚步一读 秦王 秦王 阿雪 秦雪 萧云锦觉得震惊 莫非那女子口中的人是秦雪 秦雪与社郑王叶明宣交好 曾经出现过京城之中 并无不可能 这秦雪与那女子之间 有何关联 都说好奇心爱死猫 但事关秦雪 也许与叶飞白有关 也许与师父有关 第六感告诉她 她应该进去看看 叶飞白的背后 虽然有叶阁这魔格强大的组织 但毕竟人手有限 并非每个角落的消息 都能入了她叶阁之手 有些秘密蒙上尘埃 若非有人故意掀开 即便是叶阁那样的组织 也无法查到蛛丝马迹 郡主 你 你要进去 夏禅不喜欢那座宫殿 仅仅是听着 那鬼哭狼嚎的歌声 她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自然不想进去宫殿 一睹唱歌者的真容 她怕她会做噩梦 萧云锦应了一声 抬步踏上了宫殿前面的阶梯 已经掉了不少气的大门 被一把生锈的铁链大锁给锁住 正门不得入 萧云锦指的退后几步 看一眼一旁不算高的围墙 脚尖轻点 整个人飞升而起 不过一瞬 她人已经落入宫殿里面的院子 夏禅见状立即跟着跳了进去 院子里面的情景 比外面看起来还要萧条荒芜 阴风阵阵 吹得夏禅心里一阵发怵 郡主 这里会不会有鬼 她紧紧地跟在萧云锦的身后 有些害怕地问道 这夏禅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 唯独对个鬼字怕得紧 大概是她幼年的时候 常年跟着萧云锦 同沈秋一起出去玩耍 而沈秋是个闲不住的 在马车上之时 便会讲许多恐怖的鬼故事 来画解路上的无聊时光 萧云锦和两个哥哥 倒是胆子大得很 从来不怕沈秋讲的鬼故事 唯独夏禅被吓得够呛 每次都要沈秋抱在怀中安抚好久 她才能停止哭声 即便如此 沈秋的鬼故事 却从未停歇 似乎能将夏禅吓哭 便是她路上唯一的乐趣一般 大白天鬼不会出来 萧云锦知道夏禅因和怕鬼 所以出声安慰到 虽然如此 夏禅还是有些害怕 紧紧地跟在萧云锦的身后 萧云锦寻着那女子的哭声而去 绕过院子外面的花园 再往内走了两个回廊 拐角处终于可以清晰地听见女子的哭声了 你来了 伴随着女子问话的 是铁链相撞的声音 可见 女子被锁在这间房间之内 萧云锦凝眸看一瞬已经上锁的房门 对一个弱女子 用得了上三把大锁锁住房门磨 房间里面的人 要磨是武力高强的人 要磨便是发起风来 力大无穷 你来了 这一次 房间里面异常安静 丝毫在仔细聆听 门外的动静 她这句 你来了 问的是谁 难道是秦雪 若每次有人来她都如此问 结果都不是 她不是更加失望和绝望我 你没有疯 这是萧云锦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作为一个大夫 她可以肯定 里面的女子没有疯 不仅没有疯 还装疯卖傻 将她引了过来 如果她没有猜错 那宫女背后的主子 就是屋子里装疯卖傻之人 不 应该不算主子 而是金钱交易 房间里面一阵寂静 过了片刻 才听见女子出声说道 不愧是金王的女儿 你果然聪明 第205章 被关押的神秘女子 萧云锦看一眼门上生锈的铁链挂锁 并没有出声说话 这种时候 就得沉住气 谁先开口说话 谁就占了下风 你如何得知 我并没有疯 屋内的女子出声问道 大概是因为萧云锦实破了她的伪装 她此时说话 口齿十分清晰 一个疯子 不会这般有条理的 引人注意这里 我想你应该不是 时常会唱歌 也不会时常这般大吼大叫 若非知道 外面有你想要献的人 你不会这般故弄玄虚 还有那个引我来此处的宫女 如果单纯的 只是想让我不能准时赶到张慧公 根本不必将我引到此处 多带我绕些路就可以 萧云锦说道 闻言 屋内的女子狂声大笑起来 笑声听着令人心酸 萧云锦醋眉 在门外等着 并未开口询问什么 她在琢磨着 是不是情绪年轻的时候 惹下的情债 若是如此 这人为何会被囚禁在宫中 她又是什么身份 为何会被囚禁 不枉费我花费心思 将你引来 她略微一顿 房间里面传来铁链相撞的声音 应该是她在移动 十九年了 我被锁在这冷宫之中十九年了 终于让我等到了今日 她的声音 带着几分癫狂的味道 萧云锦可没有时间 听她在这吐槽 若非听她提到情绪 她绝对不会踏进这宫殿半步 你等等 你得救我离开这里 屋子里面的女子 发现萧云锦抬步要走 立即出声说道 文言 萧云锦离开的脚步顿住 回声问道 凭什么 是的 凭什么 她与她素未谋面 为何要救她 她萧云锦虽然是个大夫 却不是个同情心泛滥的大夫 会被人用铁链锁在冷宫中十九年的人 会是一般人 就凭我知道 靖王府的秘密 屋子里面的女人冷声说道 靖王府的秘密 文言 萧云锦抿了抿唇 说来听听 我总的知道 你知道的是什么秘密 值不值得我花费心思 来救你 你父王不是一直想要知道 她母妃当年去世的真相过 女人的声音更冷了几分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邪恶的笑了起来 我知道 我不仅知道当年的事情真相 还知道 她的母妃 应该说你的祖母 她还活在这个世上 你说什么 萧云锦文言 十分惊讶 她自出生后便知晓她的祖母已经死了 一个已经死了的人 怎么可能还活着 她上前两步 靠近门边 声音之中多了几分深沉之气 你到底是谁 只有确认了她的身份 这才确认她到底有没有说谎 才能去查识她说的话有几分是真的 你不信 屋子里面的女人笑了起来 笑声里面充满了讽刺 也对 一个已经死了快二十多年的人 怎么可能还活着 不过 这天下玄乎的事情多了去了 云锦郡主 你可别不信 她这话说得十分玄乎 萧云锦觉得 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若是祖母没有死 那么二十年前死在那场大火中的人 又是谁 父王不可能不怀疑 她都查不到的事情 时隔二十多年 有人忽然跑出来说 那场大火中烧死的人 并非她的祖母 任谁听见这话 都不可能相信 你是谁 萧云紧直着地问道 隔着一扇门 女子倾笑出声 我是谁 整个天下 记得我的人 还有谁 我不过是个影子 一个见不得光的影子 你即便知道我的名字 也未必能查到我的身份 她的声音中夹杂着浓浓的恨意 萧云锦能感受到 这股恨意并非针对她 而是针对别的什么人 或许是将她变成影子的那个人 又或许是将她锁在这里十九年的人 太后为何要锁你在此处 萧云锦猜测道 这里是皇宫 这个女人被锁在这里十九年之久 可见与当年的太后有所纠葛 不然不会被悄无声息地锁在这里这么久 都无人问津 房间里的女人笑声一读 然后又继续笑起来 但听那声音 却比哭还要难听 云锦郡主 你想要知道的事情还真多 但天下间没有这般做交易的 我什么都告诉了你 你还会救我出去吗 萧云锦沉默一瞬 继续问道 你既然知道我父王一直在调查当年的事 为何到今日才愿意说出来 二十多年 即便你真的知道我祖母当初并未死在那场大火之中 二十多年过去 可以发生很多事 你以为那些带走了我祖母的人 会一直让她好好活过这二十年 却从未找机会对我父王要携过什么 一颗棋子就应该在关键的时候 发挥作用 那些带走她祖母的人 能有耐心养她二十年 若真是如此 祖母这二十年 又是如何活下来的 萧云锦越想 越觉得后背一阵发凉 她总觉得 背后有一个神秘的组织 已经在二十多年前 就对她父王撒下了一张大网 这张网撒了二十多年 却未收网 可见事情 还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 一旦达到 他们就回收网 他们想要做什么 或者说 他们想要将禁王府推向何处 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想想都觉得可怕 原本就是正常的生活 发生这样的事 不免让人疑心 自己没走一步路 是不是都是别人一早算计好的 这种感觉 十分不好 且糟糕透了 你以为我一直被关押在此处吗 女子声音颤抖地说道 我被关押过多少地方 连我自己都要记不清了 为了预防我逃走 她可谓想尽了办法 每换个地方 就换个人来看守我 避免我与外面的人接触 这一次 若非她派来的贪财之人来看守我 我又如何能与你说上话 你少骗人了 自己都说自己被关押了十九年 哪里还有银子收买别人 若真有 这十几年的时间 你花了不少银子吧 还没有花光 即便没有花光 也会被太后发现 然后没收了回去 夏禅极致地反驳道 第206章 太后是叶妃白母亲 萧云锦赞赏地看一眼夏禅 小丫头今日脑袋灵光了一回 竟然反应过来了 我自然有办法得到银两 至于如何得到 这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们了 女子声音冷了几分 似乎十分忌讳被人问到此事 萧云锦觉得 若是事情真如她猜想的那般 那么 这被关押在这里的女子忽然找上她 会不会是有人背后操控这一切 想要将禁王府 推入他们预期的境地 若是如此 她绝对不能 被被后知人牵着鼻子走 为何是我 要那宫女找上我母妃 或者我父王 不是更直接吗 萧云锦出声问道 她仍然不能完全相信屋里的女人说的话 虽然她说的那些话 很让人震惊 也很有可能是真的 你以为收买人心这重视 是随时都能成功的吗 女子嘲讽一笑 似乎在嘲笑自己 如今落魄的境地 要靠求一个宫女办事 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郡主 有人来了 夏禅开口提醒道 院子外面 果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看来这里并非无人看守 而是那宫女 特意挑选了侍卫换班的时间 将她带到了这里 萧云锦做事要转身离开 屋子里面的女人急了 因为萧云锦 并未给她一个准确的答复 云锦郡主 她忽然出声叫住了萧云锦 你和锦世子月底就要大婚 那你可知道 锦世子一直将太后当作她的亲生母亲 女人的话 让转身离开的萧云锦 猛地顿住了脚步 折回身 几步走到房门前 你说什么 她无比震惊地问道 上次的太后受淡 她猜测叶飞白与太后之间 存在着某种矛盾 这矛盾让太后非整死叶飞白不可 但她一直想不明白 叶飞白为何要忍到今时今日才爆发 如今听着女人一言 她才猛然相通 叶飞白静一直认为太后是她的母亲 信息量太大 萧云锦除了震惊之余 便是满满的心疼 对叶飞白的心疼 一个自幼没了父亲的婴孩 却还要遭受来自母亲的暗杀 她是什么时候知道太后是她母亲的 她又是用怎样的心境度过这十几年呢 太后针对她的每一次暗杀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害 更多的是心灵上的伤害 叶飞白她 萧云锦想到此处 只觉一阵心酸 若是换作她自己 一出生开始 就遭受到来自母亲的恨意和杀意 她一定会自我厌弃 然后坠入永远的黑暗之中 再也无法自拔 但叶飞白她没有 她不仅平安坚韧地长大了 心中还留着一丝光明和温暖 而这唯一的一丝光明和温暖 全都给了她 万幸的是太后并非她的母亲 刚刚的女人不是说了吗 是叶飞白一直将太后当作她的亲生母亲 所以她有可能不是 锦世子是不是一直很痛苦 因为有个想要将她置之死地耳后快的母亲 女人继续说道 你还知道什么 萧云锦着急地问道 只要一想到叶飞白一直将太后当作她的母妃 她就觉得心好似被刀片刮过一般难受 叶飞白这些年 太后对她的每一次暗杀 于她而言 和遭受凌迟之行有何区别 她着急地想要证明 太后不是叶飞白的母亲 所以情急之下 情绪未免激动了些 这一点明显暴露了她的弱点 我知道很多秘密 屋内的女人笑道 这一次分明带来几分自信的笑意 心里已经堵定萧云锦会出手救她 郡主 外面的侍卫已经进来了 夏禅在一旁焦急地催促道 这里是太后关押人的地方 若被人发现 可就不是太后责罚那么简单了 或许死在宫里都有可能 我不会被关押在这里太久 你若想要知道 关于锦世子亲生母亲的事 最好在三日内将我救出去 否则 屋子里面的女人话未说完 萧云锦已经给了她答复 好 我想办法救你 但是 你若有半句谎言 我会让你后悔 曾经来这个世界上走了一早 她秀美的小脸满是严肃 声音冰冷一片 周围的气温煞时变得冷了几分 可见她这一瞬间是放的微压 十分的强悍 屋内的女人想她 已经被折磨了十九年 早就看透了生死 还有什么是比生死还要可怕的呢 所以 萧云锦放出这句话时 她并没有当一回事 然而她不知道 有一种活着 叫做生不如死 萧云锦领着夏禅 快速地飞跃到了房顶之上 然后在侍卫往这边院子过来之前 二人已经飞跃到了另外一座宫殿的房顶之上 郡主 这里那儿 是张慧宫啊 夏禅和萧云锦 藏在一处隐蔽处 她忍不住焦急地问道 要是去晚了 受罚的可是郡主呀 萧云锦伸手在眉峰处搭了下 往四处一打量 便看现一处有人经过 立即飞跃而下 往那边走了过去 找人问问不久知道了 她说得十分轻松随意 似乎一点都不怕 去晚了 会被太后责罚一样 夏禅陷着 十分忧心 自家主子是个不拘小节的人 万一吃了亏 该怎么办 这位宫女姐姐 请问太后娘娘的张慧宫 如何去 这一次 不等萧云锦出口 夏禅已经抢先问出了声 并且态度十分友善谦逊 宫女被问得一愣 抬眸疑惑地打量一眼夏禅 又看看夏禅身后的萧云锦 目光触及萧云锦 一张秀美无比的小脸之时 稍微愣了愣神 你们是 宫女房背心挺强 小心地问道 夏禅见状 立即回答道 奴婢是进王府中的丫鬟 这位是我们家郡主 宫女闻言 立即恭敬地朝萧云锦行礼 奴婢是太得飞娘娘宫里的宫女 小妍 郡主 请随我来 这位叫做小妍的丫头 十分友好的 将萧云锦和夏禅 带到了张惠宫外面 只见宫门外面 一字排开八个宫女 再外加一个嬷嬷 中间那位年龄稍微大些的嬷嬷 看见萧云锦走过来 立即出声问道 来者可是进王府的云锦郡主 第207张明目张胆泼脏水 这严阵以待的阵仗 是想给她一个下马威吗 但她萧云锦是谁 西北诡异 虽然自幼被父母和兄长宠爱着长大 却没有养成一副娇弱的性子 反而十分聪明有主见 是 萧云锦回答得十分坦然 将身为郡主的威仪拿了出来 丝毫不惧对方人多 安嬷嬷见萧云锦丝毫没有露怯 不由压抑地看了她一眼 小小年纪 胆子倒是不小 只听她继续说道 明月郡主和柔郡主 已经进宫多时 太后问你 应何这般碗菜进宫 这是被刘公公给卖了 萧云锦心想 她母妃给的银子 算是白给了 敢问嬷嬷 明月郡主和柔郡主 可是乘坐的小轿路的张慧公 她不答反问 安嬷嬷端着架子 抬眸看她一眼 是又如何 这就对了 本郡主是靠自己的双脚走过来的 而明月郡主和柔郡主是靠人抬过来的 这速度自然不能比拟 更何况 本郡主病了两月有余 体力有限 自然比教父走的慢了许多 嬷嬷 你说 是不是这个脸 萧云锦胡周起来 简直就和真的一样 安嬷嬷想要在嘴皮子上与她争高低 恐怕要吃亏 果然 对面安嬷嬷面色轻了一阵 没了半天 也没有吐出一个自来反驳萧云锦 半想过后 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问道 即便如此 太后派去给带路的宫女 为何没有与你一道回来 闻言 萧云锦微微一挑眉 嬷嬷这话问得奇怪 那宫女姐姐一开始是给本郡主带了一段路 奈何本郡主身体实在太虚弱 一个不留神跟丢了那位宫女姐姐 若不是迷路遇见了太德飞娘娘宫里的宫女 本郡主现在恐怕都还在皇宫之中乱转呢 胡说 梅儿可是太后特意吩咐 领你进宫之人 怎么可能丢下你 独自一人离开 安嬷嬷 安嬷嬷立声问道 那本郡主就不知道了 萧云锦虽然这么说着 心里却寻思着 眼前这嬷嬷不会无缘无故提起这件事 竟然是要给她一个下马威 自然不会让她太好过 但那叫梅儿的宫女 却十独自一人离开了 难道 她心里有重不太好的预感 这时 大殿外面跑进来一个小太监 神色慌张 现到殿前如此阵仗 明显吓了一跳 原本就有些惊慌的她 脸色一下子就煞白起来 结结巴巴地说道 安 安嬷嬷 这不是成德殿中的小得子吗 你跑来这里做什么 安嬷嬷问道 小太监太眸快速地看一眼 安嬷嬷身后的八个宫女 以及与安嬷嬷对峙着的 萧云锦主仆二人 有些不安的道 是 是太后宫里的梅儿姑娘 她 她 她如何了 安嬷嬷貌似与这位梅儿姑娘关系不错 听见此处 十分着急地问道 成德殿后面 有一处废弃的荷花池 一刻钟前 有人发现 荷花池中扶着一具尸体 侍卫打捞上来一看 竟然是太后宫中的梅儿姑娘 所以 所以 成贵人特意吩咐奴才 跑来智慧安嬷嬷一声 小太间接结巴巴 终于将话给说完 又抬眸飞快地看一眼安嬷嬷 这才不安地垂下眼帘 闻言 安嬷嬷扫一眼萧云锦 云锦郡主 你还有何话可说 这脏嫁祸的 可真是明目张胆 她看起来很好欺负我 萧云锦端正姿态 扫一眼安嬷嬷 嬷嬷 俗话说得好 东西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你这样说话 很容易让人误会 梅儿姑娘的死与本郡主有关 她是太后吩咐去带你入宫的人 如今你在这儿 她却死在了荷花池中 这又作何解释 安嬷嬷多多逼人地问道 萧云锦目光一冷 看向安嬷嬷说道 嬷嬷 捉贼拿脏 本郡主不傻 为何要在皇宫之中 杀一个太后宫中的宫女 有人想要故意陷害本郡主 还望嬷嬷禀告太后 彻查此事 安嬷嬷愣了愣 没有想到萧云锦 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 不仅能冷静自若地面对如此阵仗 还能临危不乱 有条不紊的距离力争 反威未安 靖王府的云锦郡主 是个厉害的角色 这是安嬷嬷与萧云锦过招之后的感想 明明可以一鼓作气 将这碗脏水泼在萧云锦身上 奈何萧云锦反应太快 第一时间将要泼到自己身上的脏水 往别人身上泼了过去 郡主刚刚也说 捉贼拿脏 你说有人陷害你 不知郡主可有证据 安嬷嬷毕竟在宫里待了些许年头 虽然觉得萧云锦反应够快 却仍然没有放弃要她落入陷阱之中 闻言 萧云锦挑眉一笑 这一笑秀美角色 自信而又风华无限 比起她母妃总是柔柔弱弱 文静如水的模样 萧云锦的身上则多了一份生机勃勃的张扬之气 嬷嬷要证据 本郡主自然有证据证明 是何人想要设计陷害本郡主 却要劳烦嬷嬷随本郡主走一趟 不知道嬷嬷嬷不愿意 她问道 健壮 安嬷嬷内心化过一抹犹豫 郡主休要狡辩 梅儿是带你进宫之人 如今她死于非命 定然与郡主脱不了干系 你若是认罪 老奴还会 在太后跟前 替你说上几句话 若是再继续狡辩 休要怪老奴对你不客气 这是要应来的节奏模 嬷嬷嬷嬷儿姑娘 是领本郡主进宫之人 就断定嬷儿姑娘的死与本郡主有关 会不会太轻率了些 本郡主的身份 虽然不如公主来的尊贵 可说到底 也是个亲王郡主 如何容得你一个奴才肆意冤枉 萧云锦的气势丝毫不说安嬷嬷 一席话 将安嬷嬷的不轻 来人 将云锦郡主抓起来 暂时关押起来 待太后娘娘查明真相 再另行处置 下禅见状 立即上前一步 将萧云锦护在身后 你们谁敢 好厉害的丫头 这时 太后桑木格从宫殿里面走了出来 长长的裙摆拖椰在身后 华丽而高贵 第208章 冲动是魔鬼 一众人纷纷朝桑木格下跪请安 萧云锦也不例外 皇宫中越是这样 他便越不喜欢这里 还是比较喜欢自由自在的大西北 银河市在外面吵吵闹闹闹 桑木格看一眼众人 并未开口 叫众人平身 众人也只得继续跪着 领先跪着的便是安嬷嬷和八个宫女 这些人身后才是萧云锦和夏禅 然后才是刚刚闯进来的小太监 太后问话的时候 看一眼安嬷嬷 最后目光落在萧云锦身上 微微醋了醋眉头 似乎对于萧云锦不按时到达张会公一时 特别的不喜 装得好像真的是的 萧云锦在心里付匪一句 在安嬷嬷说话之前 强话说道 祖母 您可得为孙女做主呀 他假哭一声 仍已经扑到了太后脚跟下 抱着他的双腿 拼命地摇晃着说道 安嬷嬷她非要说孙女杀了你宫中的梅儿 可是孙女冤枉呀 她根本就没有遵守你的旨意 将孙女丢在了半路 自己跑了 如今出了事 就来怪在孙女头上 呜呜呜呜呜呜 萧云锦这能屈能伸的举动 大概是年幼的时候 跟着沈秋混太多 经常看见她用这招晃悠别人 觉得甚是好用 今日便借来用上一用 这情况 完全就是个受了委屈的孙女 寻求祖母帮助的无辜样子 哪里还有刚刚与安嬷嬷对峙之时的镇定和冷静 安嬷嬷看得泽舌 这位真是郡主摩 她怎么看着 有些像地痞流氓 这说辩 就辩得性子 可真是 萧云锦眼的正投入 故意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 往太后的裙摆上抹 太后被她 摇得头上的凤钗不摇一阵乱晃 整个人差点被她摇散了架 放肆 桑木格大喝一声 抬腿就要将萧云锦踢出去 然后萧云锦抱得紧 她竟然没有迈开腿 被萧云锦扑着后退了好几步 只见萧云锦眼疾手快 将她给拉了回来 祖母 您也觉得安嬷嬷冤枉孙女不对 是不是 祖母 您真是太好了 我就知道 您最疼我了 她这才抱住的 是桑木格的胳膊 眼巴巴的说道 桑木格的脸色阴沉得厉害 冷眼一扫萧云锦 将手给抽了回来 萧云锦 大众眼前 拉拉扯扯成合体筒 这便是你母妃 教导你的宫廷礼仪 跟着太后出来的 除了太后的贴身侍女无双 还有机名宫女 当然还有萧明月和萧柔 萧明月看见萧云锦吃扁 心底开心 连带着唇角都微微往上弯了弯 反而是与萧云锦没有说过机句话的消柔 神情严肃地站在那 似乎颇为萧云锦的状况 感到担忧 母妃不曾教导过孙女这样的礼仪 萧云锦说得十分委屈 因被桑木格甩开了手 她似乎觉得十分的受伤 眼眶里面的眼泪打着转 一副要哭却不敢哭的可怜模样 孙女在西北时 见别人也是这样同祖母撒娇的 孙女以为祖母这么疼爱孙女 一定不会怪罪孙女的 可是 可是 说到此处 萧云锦十分委屈地伸手揉眼睛 这是真的哭出来了 跪在一旁的下馋见状 微微抬头看了自家主子一眼 这简直就是 深得沈秋真传有没有 演得也太投入了吧 你从那看出祖母对你疼爱有加 这时 萧明月在一旁冒出这么一句 萧云锦在心里偷笑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呢 祖母 明月姐姐 说的是真的吗 萧云锦眨巴眨巴水汪汪的大眼睛 十分无辜地问道 桑木阁回眸 冷眼看多嘴的萧明月一眼 对于眼前这位性子 完全跳脱出她 掌控范围的萧云锦 她感觉有些头疼 她能回答她说是真的吗 即便要整治她 也要有理有据 不能随便将她治罪 萧云锦毕竟是个亲王郡主 不是宫里呢 各宫女妃平 可以死得翘无声息 总不能萧云锦进她 张慧宫一趟 就死在她这里 桑木阁这一次 并非想要整死萧云锦 若是如此 她也不会叫上萧明月和萧柔同时进宫 她此次的目的 在于即便不能将萧云锦整死在宫中 也要让她脱层皮出宫 见太后醋眉久久不达 萧云锦这边又开始演了 原来是真的 她说的伤心欲绝 眼泪滑啦啦的从她眼眶子里面往下掉 我原以为祖母是体谅我大病出狱 需要适当锻炼 才撤了小叫 让云锦一路走到这张会宫来 却没有想到 祖母竟然 剩下的话 萧云锦没有说完 意思却表达得很明显 太后并非疼爱她 而是故意针对她一人 放肆 桑木格怒吓一声 你当哀家这张会宫是什么地方 岂有你胡言乱语 她怒视萧云锦说道 现她委屈的邓大眼 一副被吓得不轻的模样 顿时觉得一阵心烦 真想直接下令 将她拖出去 直接打杀了 祖母你竟然不疼云锦 特意将云锦换进宫来作甚 这不是徒增艳凡魔 还是祖母 你别有用心 想要借机打压云锦 萧云锦眼下就是一副的 李不怕死的模样 所谓死猪 不怕开水烫 她此时算是豁出去了 十分自毁形象的哭闹道 她如今这个模样 颇有几分被娇虫惯了 遇到不顺心的事 便撒泼的味道 大胆 你竟然敢这般和哀家说话 桑木格是太后 从来都是受人尊敬和恭维的 还不曾有人胆敢这样和她说话 听见萧云锦的话 她气得不清 当下就怒了 孙女说的句句属实 若非祖母默认 区区一个奴才 怎敢在你宫门前质问唐唐亲王郡主 还冤枉孙女杀了你的宫人 若非祖母默认 那带路的宫女 为何会忽然加快速度 将孙女给抛下 在宫中迷了路 祖母你就是诚心想要为难云锦 所以才这般生云锦的气 萧云锦这 这完全就是撒泼的行为 夏长跪在一旁心间颤抖 自家主子这是疯了不成 竟然敢这样与太后说话 就她这样顶撞太后 太后直接就可以让人将她拖下去 重达几十大板 第209章 公斗 萧姑娘其实不擅长 大胆 有你这样与哀家说话的吗 你母妃就是这样教导你宫廷礼仪的 来人 将云锦郡主带下去 好好教导 一下宫中礼仪 桑木阁直接下令说道 本宫听闻 今日三位郡主都入了张会宫 想着太后这里热闹 这才过来看看 没有想到 竟是这般热闹 太得妃娘娘 凌蕊领着一对宫人 从外面山山而来 带她走到萧云锦跟前 低头慈爱地看她一眼 问道 云丫头 你都说了些什么胡话 看将太后气的 凌蕊这话中听不出半分责怪的意思 反而有着几分偏袒的味道 她这话里的意思 她刚刚在外面的时候 已经将里面发生的事情 听了一耳朵去了 刚刚太后下令要将萧云锦带下去 好好地教导一下宫廷礼仪 献太得妃过来 纷纷有些为难 不知道该上去将萧云锦驾走呢 还是再等等看 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些将她带下去 桑木格阴冷的目光一扫愣在一旁的工人 冷声说道 闻言 萧云锦挖的一声大哭起来 转身抱住站在一旁的凌蕊的双腿 哭道 太得妃娘娘 你都瞧见了吧 祖母她就是不带见我 一旁的萧柔仙 自己的亲祖母 竟然特意赶来帮助萧云锦 心里略微有些惊讶 不过也是微微惊讶了一瞬 并没有出声说什么 而是安静地站在一旁 你这孩子 哪有做祖母的不疼爱自己孙女的道理 林蕊弯腰 将萧云锦扶了起来 从袖口中掏出一张手帕来 擦拭她满脸泪痕的小脸 眼神特别温柔柔和 倒是不像作假 是真心地疼爱萧云锦 萧云锦抽抽答答地说道 明月姐姐说祖母不疼爱云儿 她说得甚是委屈 若非安嬷嬷刚刚见识过她 颇有心机的一面 都要被她这副不安事事的单纯模样 给欺骗了 林蕊看一眼萧明月 回头继续安抚萧云锦说道 你这傻孩子 别人说什么 你都信 你祖母 她是个口硬心软的人 怎么可能不疼你呢 说着 她语气一读 转身看向桑木阁问道 太后娘娘觉得本宫说得可对 桑木阁冷冷地回望林蕊一眼 没有否认 开口说道 姐姐特意赶来 就是为了袒护这个伶牙利齿的丫头 本宫待在长安殿 觉得甚是寂寞 今日刚好听说太后 请了本宫的两个孙女进宫相聚 这才敢来凑热闹 却没有想到太后如此误会本宫 实在是冤枉得很呀 林蕊有些无奈地说道 如此甚好 桑木阁冷忧的目光一扫林蕊 看向她身旁的萧云锦说道 这个丫头在皇宫之中 竟然敢出眼顶撞哀家 哀家若不好好整治她一番 以后她陷了哀家 还这般任意妄卫 可就不好了 意思是 她今日要惩治萧云锦城制定了 你林蕊竟然不是特意敢来偏袒萧云锦的 便站在一旁看戏就好 不要多嘴多舌 否则 这威胁的话 自然不好明面上说出来 但林蕊与她相斗多年 自然听出她的弦外之音 不过 这样的话 她听了这么多年 先帝都过世了 她不是 还好好的活在这后宫之中 若非 有人存心挑拨再先 云丫头也不会出雨顶撞太后再后 太后若要惩治 是不是应该先惩治一下那些存心挑拨 令云丫头惠太后之人 不得不说 林蕊是个神助攻 她毕竟在后宫生存多年 后宫之中的弯弯绕绕 她比萧云锦更加能玩得转 加上她身份贵重 与太后同样是先帝的妃嫔 并且还是个皇贵妃 即便桑木阁身为太后 当着她的面之时 也要多少给她几分颜面 还是这些个人真如云丫头所讲 其实是遵了太后的命令 有意刁难云丫头 凌蕊话音一转 将矛头对准了桑木阁 萧云锦仍然在一旁作为驱撞 但听见凌蕊这话 心里却稍微有些感动 因上次太后受宴之上 太德妃娘娘曾出手相助过她 所以 今日近这张惠宫时 看见这磨个阵仗 她便小声地雨带露的宫女 小妍说了一句话 替她向太德妃娘娘问安 为了以防万一 她才特意向小妍留下这磨具画 没有想到 这太德妃娘娘这么给力 竟然真的跑来给她助阵了 今日太德妃娘娘弱不来 她应对起太后大约会吃些苦头 但太后在她身上也讨不了好处 埃家身为她们的祖母 对她们自然一视同仁 明月和柔儿可都是乖巧懂事的 不会像她这般无敌放食 桑木格黑沉着一张脸说道 林蕊文言倒是没有与桑木格在斗嘴 而是转头看向萧云锦问道 云儿 来 告诉太妃 你到底如何无得放食了 回太妃的话 是安默默污蔑云儿再先 云儿气不过 才与祖母说了那些胡话 萧云锦还蛮喜欢这位太妃娘娘的 所以对她说话十分恭敬客气 只听她继续说道 云儿早已经告诉安嬷嬷 那领路的宫女丢下云儿自己跑了 云儿信得遇见太妃宫中的宫女 这才寻到了张慧宫 安嬷嬷却不信 非要说是云儿杀害了那领路的宫女 太后娘娘 云丫头怎么说也是亲王郡主 怎容一个奴婢如此污蔑 这件事得好好查查 一定要含云丫头一个清白才是 林蕊听话萧云锦的叙述 看向桑木格说道 然后桑木格和其狡猾 她一开始就没有咬定 萧云锦杀了宫女们 而是指责她出言顶撞她 于是她冷冷的与林蕊对望一眼 十分威严地说道 这件事我自然会派人查清楚 不过云锦她出言顶撞哀家 实在太任性 今日这处罚是一定要罚的 本宫觉得事出有因 云儿她并非骄纵的孩子 只是性子率直罢了 太后竟然要罚也不能重罚 不如这样吧 本宫那佛堂里面有鸡卷经书 有些旧了 正要寻人重新抄写一遍 不如就罚她替本宫抄写这鸡卷经书吧 不知太后娘娘意下如何 林蕊说道 第210章 尝了个教训 林蕊这话说的十分精妙 不仅惑了萧云锦 还暗指太后太过小气 明明是自己的人有错在先 不罚自己人 确读罚萧云锦 这不明摆着就是真对吗 不如何 桑木格冷眼看过来 来人将云锦郡主带下去 她的态度十分强硬 即便林蕊出面为萧云锦说话 也不能改变她的心意 后宫之中 毕竟太后最为尊贵 虽然不比皇后掌缝印来的权力大 但身份摆在那 即便是皇后也要向她低头 更何况 林蕊虽然贵为先帝的皇贵妃 却总归不是太后 若太后态度强硬起来 林蕊也不好与她正面抗争上 毕竟 这里可是后宫 而非朝堂 既然如此 太后请归还云儿一个清白 再罚她也不迟 安嬷嬷不是说云儿 杀了你宫中的宫女魔 你这样不清不楚地将她处罚 外面不清楚事情经过的人 怕是要误会云儿 真的杀了你宫中的人 林蕊话音一转 将事情调转到矛盾的源头之上 不能正面与太后抗争 便只能委婉一些 先论那宫女的死与 萧云锦无关 再轮萧云锦顶撞太后一事 被林蕊这魔忆提醒 萧云锦才猛然反应过来 她就说这太后老巫婆一出场 不过问宫女被杀一事 反而直接问罪 她丫鬟 劲儿一步步引她出言 顶撞了她 这心思可真够可怕 她还以为自己很聪明 将太后戏耍了一场 却没有想到 自己早已落入太后的陷阱之中 而她以为算计了萧明月 却不曾想 这一切早已在太后的算计之中 这心思果真可怕 简直弯了鸡到弯啊 若非林蕊及时出现 她只怕还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演戏演得十分好 进王府的后宅就计输一人 萧云锦自然不善于妇人之间的明争暗斗 以及那些弯弯绕绕的算计 经此一事 萧云锦尝了教训 再也不敢太过自大 看低太后的心机 后宫之中的妃嫔 没有 一个是简单的 如此想来 萧云锦对林蕊也不免多了个心眼 毕竟 她并非她的亲孙女 她为何要这般卖力地帮助她 桑木格文言 与林蕊的目光在空中相遇 顿时四周的空气都凝固了 气温煞时降低了好几度 本宫十分好奇 那带路的宫女 为何会被安嬷嬷一口咬定 是云儿害死的 而非她自己失足跌落莲花池 淹死的 林蕊丝毫不退让地说道 二人都是先帝的妃嫔 一个是皇帝的亲娘 一个是出生大儒世家的太妃娘娘 身份贵重 此时二人对峙上 待在旁边的兜人都只能干看着 不敢出言相劝 好 本宫倒要看看 这件事到底与她有没有关联 桑木格冷声说道 听这话的意思 那宫女门出事 并非太后特意安排 而是意外 萧云锦醋眉 看一眼跪在地上的安嬷嬷 事情只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一群人浩浩荡荡的 来到承德殿后面荒废的莲花池 梅儿的尸体已经用一块白布盖住 远远看去 不过一抹白色的剪影 宫里闹出这么大的事 自然惊动了皇后娘娘 不仅仅是皇后 住在这承德殿的承贵人也赶了来 只见皇后娘娘李珍 带着一对工人往这边匆匆赶来 而席向母后请安 她朝太后微微弯身行礼 代太后准许平身过后 她又微微弯腰朝一旁的太德妃娘娘行礼问安 待皇后行礼完毕 一行人又朝皇后行礼请安 萧云锦随着众人这么败来败去 只觉一阵心烦 如此一对比 她更加想念她的大西北了 不过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她虽然性子洒脱了些 却不是个不懂事的 这里在场的众人 都是身份尊贵的人 如何能去查看一具尸体 这种事情自然交给宫里有些 惊艳的嬷嬷去查看 只见太后宫中的无双走了上去 身后跟着安嬷嬷 主子们都远远地站在三米开外的地方 十分避讳的样子 林蕊朝自己身后 一个年纪颇长的嬷嬷使了个眼色 那嬷嬷便也跟了上去 桑木格健壮 阴冷的眼睛眯了眯 安嬷嬷伸手掀开盖在门儿身上的白布 三个人在那对着门儿的尸体看了半想 这才走了回来 只见无双站在太后一步之遥的地方汇报道 梅儿景象间有明显勒痕 身上无其他伤处 可见是被人勒死过后 才丢下着莲花池中 并且 奴婢在她掌心之中 发现一个绣花荷包 无双将用一张白卷包好的荷包 呈现在众人眼前 这荷包的款式像是女子所用的物品 荷包上绣着一朵精美的兰花 荷包上还绣着精致的两个小字 云景 哀家看着这荷包 怎么也熟得紧 桑木隔眯了眯眼 有些不太确信地问道 并且扭头看向一旁的皇后李珍 李珍仔细地看了几眼 一脸讶异地说道 这针线手法 有点像晋王妃的刺绣手法 这荷包是还有云景二子 莫非 是云景郡主的荷包 萧云景自然认得 这荷包就是她今日进宫之时佩戴在身上的香包 为何会落入门手中 不 应该说 为什么会出现在死去的门身上 你可是不满挨家 安排你不行入张会宫 所以杀了门谢粉 桑木隔冷声问道 孙女并无不满 反而十分感激祖母想要锻炼云景的一片好心 萧云景吸取刚刚的教训 在桑木隔面前不敢再造次 十分用心且小心谨慎地回答道 那这荷包是怎么回事 桑木隔目光阴冷地看萧云景一眼 这一眼威压十足 足以震慑普通规格小姐的心 好在萧云景不是普通规格小姐 对于桑木隔看过来的这一眼 她并没有露怯 反而十分镇定 冷静地说道 祖母 那荷包能给孙女看看吗 桑木隔看一眼无双 无双将荷包对到了萧云景跟前 这荷包本就是她萧云景的 即便她看了 也看不出个新花样来 第211章 你就是凶手 只见萧云景伸手从无双手中拿起那荷包 用手捏了捏 并且低头秀了秀 众人见状 纷纷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那荷包可是从死人身上取下来的污秽东西 萧云景不仅面不改色地用手拿了 还放在鼻子下面秀了秀 萧明月一个没有忍住 直接扭头蹲在地上干呕起来 一旁的宫女见状 立即拿出手绢来 给她擦拭嘴角 你这是做什么 桑木隔不明白 萧云景为何要这般做 不过众目睽睽之下 量她也做不出什么事来 堂堂郡主 伸手去拿那污秽玩意 成何体统 只听她冷声责怪道 前面一句话只是铺垫 后面这句话才是重点 闻言 萧云景立即将荷包放回到了无双手中 说道 孙女一时心急 放肆了 还请祖母原谅 林蕊赞赏地看萧云景一眼 这丫头学得很快 有些时候 未必锋芒毕露 才能伤人 以退未进 不仅能保全自己 还能伺机反击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比起前者 后者更适合后宫的生存之道 桑木格冷哼一声 侧目邪你一眼凌蕊 这才将目光落在萧云景身上 证据在此 你还有何话要说 这荷包确实是孙女的 但她为何会出现在梅儿姑娘的尸体身上 孙女确实不知 不过 萧云景抬眸 看一眼桑木格 依旧端着一副谦卑的模样说道 纳门是被人勒死之后 推入莲花池中 若孙女是勒死她的凶手 她身上的荷包应该湿透了才对 刚刚孙女用手捏了捏 孙女的荷包并未湿透 可见 那荷包并非跟着梅儿一起跌入那莲花池中 而孙女的荷包 不会自己长了腿 跑道 梅儿的尸体之上 更何况 梅儿姑娘被打捞上来之时 孙女和贴身婢女都在太后的张会公之中 根本就不可能接触到梅儿 所以 这话意思很明显 她是被人栽赃嫁祸的 文言 桑木格促眉看一眼安嬷嬷 只见她有些慌张地避开目光 可见这事 做得并不怎么干净利落 说不定是那荷包不怎么吸水 也说不定 皇后娘娘理真开口说道 林蕊文言 吩咐手下的嬷嬷上前看了 那嬷嬷说道 这是软面绸缎 不可能不吸水 这样说来 这荷包并非那宫女被人谋害之时 从害她之人身上扯落下来的 反而是她被打捞上来 被人给放上去的 凌蕊看一眼桑木格 太后娘娘 这皇宫之中 到底是何人要陷害云景郡主 还请太后娘娘细茶 太妃娘娘 云儿或许知道凶手是谁 只见原本站在这边的萧云景 不知何时 已经去到梅儿的尸体旁边 并且掀开遮盖梅儿的白布 认真地观察起来 凌蕊目光中化过一抹亚异之色 却并莫出声阻止她 而是开口说道 哦 你如何得知 萧云景已经将梅儿的尸体 从头到尾仔细检查了一遍 下沉见状 立即将随身携带的水袋取了出来 倒在萧云景的手上 替她禁手 因萧云景有个习惯 出门在外事不时地会出手 救治一些病人 每次替病人检查之前或者之后 她都会用特制的水禁手 所以 久而久之 跟着她出门的丫鬟 都会自发地在身上背上一个这样的水袋 众人见下沉的动作如此熟练 可见萧云景做这种事情 并非一两次 对这位郡主 纷纷投去探究的眼神 萧云景虽然进京多时 却从未正经在人前出现过 对于这位郡主 大家都不了解 一时间充满好奇 特别是太后桑木格 看向萧云景的眼神 深了有深 沉了又沉 不过 凌蕊倒是一脸心智盎然 得看着萧云景 等待着她的解释 萧柔直接在一旁看呆了眼 觉得萧云景活着的方式 不正是她一直向往 却从来不敢做的样子吗 她可以多变 可以随性 可以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这当真是让她羡慕的不得了 太妃娘娘稍等 对待凌蕊 萧云景始终是客气的 这份客气中还带着几分真诚 只见她台步走到太后一步之遥的地方站定 请示道 太后娘娘不知可否允许所有的侍卫 宫女和公共门上前一步排队站好 你的意思是 凶手就在这些人中间 桑木格目光阴冷的一扫萧云景 这一眼看不出她是个什么心思 但绝对对萧云景没有什么好感 是的 萧云景说道 若是你的判断有误呢 桑木格立声问道 想要用威压下退萧云景 但萧云景不是个平凡的姑娘 她十分自信地昂首挺胸 若云景判断有误 甘愿受罚 好 太后十分快速地截住她的话 都分队列好 太后发话 这些工人不敢不从 迅速地排队列好 在场的工人总共分成三排站好 每排十余人左右 萧云景目光如炬地看着排队列好的众人 唇角微微一弯露出一抹十分自信的微笑来 林蕊在一旁看着 甚是欣赏萧云景的这份自信 只听她开口说道 太后娘娘 云儿若判断有误的乏 那若无误呢 是不是应该奖赏才是 桑木格阴冷的目光快速地朝林蕊丢了过去 姐姐这般相信她 自然 林蕊点头 笑道 若是她真的抓到凶手 哀家就饶了她之前顶撞哀家之罪 姐姐觉得 这样如何 桑木格咬牙切齿般说道 太后盛名 林蕊侧目看桑木格一眼 敷衍地夸赞了她一句 随后眼神就朝萧云景那边看了过去 只见萧云景叫众人将双手伸出来 她一个一个地看过去 然后目光落在其中一个人的手上 凶手就是你 她立声说道 正气凛然且气势十足 若是作则心虚之人 听了她这话 定然会被吓得双腿发软 奴才冤枉 奴才怎么可能杀海门姑娘 文言 那人一下子跪在了萧云景面前 嚷嚷道 第212章可笑 仗气所知 只见跪在萧云景跟前的人 是一名太监 而且还是那名前来张慧公报信的太监 怎么可能是小德子 她可是前来报信的人 安嬷嬷在一旁说道 萧云景捶眼看小德子一眼 大家看看她的双手 她话音一落 小德子就下意识地想要将手藏起来 不过 藏的时候意识到不能心虚 只是微微动了动便又没有了动作 郡主 您一定是误会了 梅儿姑娘 可是太后宫中的人 奴才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谋杀她 小德子说道 萧云景邪腻他一眼 冷声说道 谁说你没有天大的胆子 你这胆子可谓大过了天 是要本郡主从你身上搜出证据来 还是你自己主动承认 小德子见萧云景不松口 便眼神闪躲地看了眼太后 然后果断地朝太后爬了出去 委屈地哭道 太后娘娘 您可要为奴才做主呀 奴才真的没有杀害梅儿姑娘 还敢狡辩 萧云景几步上前 伸手一把抓住小德子的右手 这就是证据 众人纷纷看过来 表示十分疑惑 大家看她的手背 她手背上有抓痕 在场所有人中就只有她手背上有 而梅儿的指甲缝里面 有皮屑 可见 在人抓住她脖子的时候 她曾经用力反抗过 萧云景分析道 众人了然 不过 太后却不会这容易让萧云景过关 为何一定是她 而不是其他人 或许是别的什么人谋害了门 却并不在这儿 祖母分析的有理 所以孙女还有第二样证据 就是她 萧云景的伸手 点在小德子的右手食指上 带着的一枚板子上 这扳指的痕迹 留在了梅儿脖子上的勒痕之上 若不幸 大家可以拿着这扳指去核对 桑木格递给吴双一个眼神 吴双立即从小德子手上摘下这扳指 走到了梅儿尸体前 认真核对 过后 朝太后点了点头 太后总不会说 这也有可能是巧合吧 一旁的林蕊 献桑木格醋眉 似乎有意偏袒那小德子 想要坏肖云景的事 便出口说道 桑木格被林蕊一噎 到了嘴边的话没有出口 太后娘娘 奴才冤枉 奴才真的没有谋害梅儿姑娘 若是奴才谋害了梅儿姑娘 如何还敢跑到张会公去报信 小德子为自己喊冤 这只能证明 你是个心思缜密的人 肖云景垂目 看她一眼 继续说道 半个时辰前 你到张会公 报信说梅儿 被淹死在莲花池中 并且已经被侍卫打捞起来 发现梅儿尸体的人 可是你 小德子闻言 不明白 萧云景为何会如此问 不过发现梅儿尸体的人 确实是她 她没有否认 轻轻点了点头 萧云景看她的目光冷了冷 心思百转 安默默陷害她 只怕也是临时起义 这梅儿之死 可真是意外之事 不过是 碰巧被她遇见了 哪有那么简单 分明就是小德子杀人在先 得知太后对她有意刁难 便想着要将杀人之事 架获在她头上 那么 在她还没有进张会公之前 小德子应该就与安嬷嬷见过面了 二人窜通好 想要将这件事架获她头上 从死亡时间上来判断 梅儿不过死了一个时辰左右 而且是先乐晕了过去 再被人丢入莲花池中淹死的 时间非常的短 所以最有可能谋害她的人 就是第一时间 发现她尸体的人 萧云锦立声说道 小德子被吓了一跳 却并没有这么快认罪 而是开口说道 郡主冤枉奴才了呀 奴才真的不是谋杀门之人 而且 郡主如何得知梅儿的死亡时间 这话问得很关键 对了 萧云锦如何知道梅儿的死亡时间 难道她当时在现场 又或者 她其实就是凶手 祖母 孙女在西北的时候 喜欢看人断案 曾经就遇到过和这个案子 极其相似的案子 所 已才会由此判断 祖母不妨招工中 御医前来与梅儿检查 便知真假 萧云锦说这话的时候 双眼有神且精亮 满是自信的光芒 桑木格看她一眼 摆了摆手 示意一名公公去寻个御医来 带御医寻来 替梅儿一番检查后说道 梅儿姑娘是被乐晕过后 推入莲花池中淹死的 不过 死亡时间却 并非一个时辰之前 而是一个半时辰之前 御医这么一说 一个半时辰之前 梅儿很有可能 跟萧云锦在一起 这话一出 众人的目光 再次落回到了萧云锦身上 桑木冷笑一声 云锦 你还有何话要说 萧云锦早就预料到 这御医不会说真话 宫里的人便是太后的人 她如何能信 敢问这位御医 人体落入水中被淹死 大概多久会浮出水面 萧云锦不回答 桑木格的话 反而问起御医来 御医文言 微微一愣 宫里被淹死的人何其多 各公主子星里 都有个数 她如何说假话 瞒天过海 大概三天到七天左右 御医答道 若是如此 梅儿为何死了一个半时辰 就浮出水面 被小得子给发现了呢 萧云锦继续问道 这话问得十分犀利 端看御医如何回答 一个答得不好 小子他饭碗不饱 大则危及性命 为何她这般倒霉 轮到她今日值班 并且遇到个这样棘手的事 或许 或许是梅儿姑娘被淹死之前 吃了什么瘴气的东西 这才令她这么快浮出水面 郡主若是不幸 你瞧梅儿的肚子 是不是鼓起来一团 御医结结巴巴的说道 就这么一句话 她的额头上 就冒出不少细密的冷汗来 文言 萧云锦冷笑 哦 御医你确定 她是吃了瘴气的东西 才导致肚子鼓起来 而非其他 这话 问得御医一阵心惊 抬出袖子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溅在弦上 不得不发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她没有后退的可能了 她结结巴巴的说道 可 可能 第213章 悲催的御医 本郡主真怀疑 你当初是如何混入太医院的 就这点本事 如何当得上御医二字 萧云锦不等御医狡辩 力声择问道 这时 凌蕊好奇地问道 云儿可是看出了什么 梅儿的肚子 之所以鼓起来 并非胀气 而是怀了三个月的身孕所致 太妃娘娘若是不幸 可以派身边的嬷嬷 去摸一摸门的肚子 里面是不是硬邦邦一团 萧云锦说道 此话一出 众人皆惊讶不已 宫中宫女 不得与外男私通 若是被发现 是要处以死刑的 凌蕊看萧云锦的眼神 越来越喜 立即吩咐身边的嬷嬷 去检查一番 这时 萧云锦开口说道 肚子若是胀气鼓起来 按下去 应该是软软的 而非硬邦邦的 若是怀有身孕而被淹死 肚子便是硬邦邦的 若有义务 欲一听见萧云锦这么一说 再也支持不住 整个人下的摊坐在了地上 郡主如何得知 你休要胡言乱语 在下可是宫中的御医 判断如何会有误 大胆 事实摆在眼前 你竟然还敢狡辩 凌蕊一个犀利的眼神 扫到御医身上 说 到底是何人指使你说谎 并且意图将谋杀门一事 架获在堂堂亲王郡主身上 这不明摆着吗 还用御医交代 在场的各位工人垂目低头 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 希望此事过后 自己还有命活着看现明天的太阳 丢人现眼的东西 皇后娘娘此时出声说道 只见她一招手 命一名侍卫将御医拖走 将她带下去处置了 这皇宫之中 不需要烂于充数之人 一句话 已惊定了御医的生死 御医双腿发软 被侍卫给拖走了 临行之前 还看了太后一眼 却一句为自己喊冤的话都说不出来 她能说什么 说的太多 死的人就不止她一个 而是全家三十余口人 人说 半君如半虎 便是这个道理 萧云锦并没有同情这位御医 不管做什么事 做了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 她不是圣母玛利亚 对于不值得同情的人 她没有同情心 这御医竟然是个烂于充数之人 便另外派个中用的人过来瞧瞧 太后觉得 温御医如何 凌蕊说道 嗯 太后这时 话变得十分熟 也不借机找萧云锦的不是了 皇宫之中 并非不透风的墙壁 她若做得太过分 此事传出去 未免引人诟病 说她特意针对晋王府的郡主 针对晋王府郡主 与针对晋王府有何区别 虽然她和皇上 都想拔掉晋王府这颗钉子 但毕竟不是时候 得寻到晋王一丝错处 才能将她连根拔起 奈何晋王这么多年 一直都十分小心 并未留下什么把柄 和错处在人前 所以 她和皇上只能等 等一个更好的时机 所以 今日之事 便就此停歇 这温玉衣 倒是各长的眉清目秀 十分英俊的少年郎 只见她上前替梅尔检查一番 说出来的结果 与萧云锦分析的话 大致相同 萧云锦这才出声说道 一个时辰前 本郡主正好与泰德飞宫中的小颜 走在去张会宫的路上 路上还遇到了不少其他宫的宫人 可见门这件事并非本郡主坐下的 这话 她即便不明说 大家也知道并非她坐下的 而是太后 有些话 心里知道就可以了 不必说出来 皇宫里面水太深 多做事 少说话 才是正理 如此一来 众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小得子 小得子这下子慌乱 眼神闪烁一瞬 情急之下开口说道 太后娘娘 奴才是冤枉的 奴才与门姑娘无冤无仇 为何要谋害她 因为她肚子里面的孩子 是你的 萧云锦此话一出 犹如一颗巨石跌落湖中 惊起不少浪花 众人都亚裔出声 觉得此事不可能 但凡进宫的燕人 都会经过内务府检查 怎么可能混入部 是燕人的人在宫中 这其中 有何猫腻 文言 桑木格也是一愣 事关皇家血脉问题 她不得不谨慎起现 吩咐一旁的大太兼领着人 上前将小得子拖到隐蔽处检查 奴才冤枉 奴才冤枉啊 郡主 奴才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这般冤枉奴才 小得子自然不肯 拼命挣扎 奈何她一人如何能抵抗三个公共的按压 一时间被拖了出去 半想过后 大太监从隐蔽处跑了出来 诚惶诚恐地说道 回禀太后娘娘 小得子她 她并不是燕人 桑木格文言 气场一滴 四周的空气都差点凝固 此话当真 她阴冷的声音响起 大太监点头 身后小得子喊冤的声音 仍然在继续 此人似乎十分惧怕死亡 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又没有办法为自己逃脱责任 只得一个劲地喊冤 证据确凿 你还敢狡辩 桑木格阴冷的目光扫向小得子 盛气凌人地说道 小得子立即被吓趴在地上 身体颤抖着软在地上 正在太后命人要将她拿下之时 她忽然抬起了头 往太后身后看了一眼 似乎豁出去一般 说道 贵人娘娘 奴才冤枉 奴才冤枉呀 被喊到名字的陈贵人 吓得差点跳起来 她原本就站在众人身后 存在感激低 若非小得子这一叫唤 众人都快要忘记她这个贵人了 桑木格侧目看向陈贵人 目光深幽一片 看陈贵人的眼神 就如在看一个四人一般 这是你宫中奴才 你说要如何处置 萧云锦看一眼小得子 简直不知死活 不过 这出戏演到现在 与她也没有多大干系 所以 她安静地走到太德飞娘娘身侧 静静地看戏 萧柔不知何时走到了萧云锦身边 偷偷地扯了扯她的衣袖 萧云锦回头看她一眼 只见她朝她偷偷地竖起大拇指 目光中满是钦佩之意 二人相视一笑 便安静地站在凌蕊身边 静等这一幕细落幕 臣妾不知 陈贵人不知是腿软还是何故 一出生人就已惊朝 太后跪下了 第214章见人 桑木格冷眼看她一瞬 不再说话 若承德殿中 真的混入没有阉割的男子 身为主子的陈贵人不可能不知情 且事发之后 这小德子对陈贵人的呼救 不得不让人深思 你这件人 竟然私藏男子在宫中 李珍是皇后 掌管后宫 这种时候 当然要轮到她出场了 皇后娘娘 臣妾冤枉 臣妾确实不知情 陈贵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不轻 她被吓得小脸一片苍白 被皇后这般逼问下 显得特别的无助和可怜 那边被两个公公压制的小德子文言 激动地挣扎着 贵人娘娘 你怎么可以这般薄情 小德子跟着你这么些年 你怎可一点都不念旧情 好大一八卦 周围的人听见这话 无不为之扎舌 身为贵人 皇上的女人 竟然还敢偷男人 简直就是找死 好了 桑木阁伸手揉着太阳穴 原本针对萧云锦的一场阴谋 不仅没有得逞 还牵扯出后宫女人 私养拼头一事 这事若传出去 岂不是丢皇家的脸 所以 话说到这儿 便不可再明说下去 只听桑木阁朝李珍说道 皇后 这里的事就交给你处理了 哀家带着几个孩子 先行回宫了 是 皇后闻言 恭敬地朝太后一弯腰 臣妾恭送太后娘娘 陈贵人见状 慌乱中一路扑爬到萧云锦脚下 扯住她的裙摆求道 郡主 郡主 你不是会破案吗 你帮帮我 帮帮我 萧云锦被扯住裙摆 自然走不了 她垂目看一眼陈贵人 若非小德子不知收敛 与公女梅儿私通 杀害梅儿后欲陷害萧云锦 陈贵人这件事 也不会暴露出来 不管陈贵人知不知道 小德子是不是阉人 或者有没有与小德子私通 她接下来是生是死 都与她萧云锦 没有多大干系 贵人娘娘 这是后宫之事 我一个未出阁的小丫头 如何懂得 萧云锦弯下药 从陈贵人的手中 扯出自己的裙摆 借机与她轻声说道 你有没有做这样的事 你心里最清楚 但你更应该清楚 皇宫之中 谁才是真正能救你之人 乘着陈贵人呆愣之时 萧云锦快速地将自己的裙摆 从她的手中扯了出来 前面走着的桑木格 原本以为她会多管闲事 却不曾想她扯回自己的裙摆 便大不跟了上来 心里略微有些失望 若是萧云锦多管闲事 她便又有了惩治她的机会 罢了 此一事姑且算了 总归她不会这模块放她出宫 到时候 要整治她的方法多的是 她一个个的来 就不幸整治不了她 因萧云锦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桑木格之前又答应了林蕊 不追究萧云锦顶撞之罪 所以回到张惠公之后 大家相处的还算融洽 无非就是聚在一起说说话 萧云锦和萧柔是太后问道话 便答 没有问道便一直沉默不语 萧明月则不同 大殿里最活跃的就属她了 似乎想要像萧云锦和萧柔炫耀 她与太后多么亲厚一样 萧云锦的头疼病似乎犯了 大部分时候 她是不说话的 只闭目养神 这种时候 萧明月便特别积极地跑上去 给萧云锦按捏头部 一副乖巧懂事的模样 萧云锦和萧柔坐在下面默默地喝茶吃点心 眼看着天色将晚 太后还不放人 萧柔不免有些慌神 她用手指沾了茶水 用茶杯遮掩着写道 怎么办 静观其变 萧云锦用同样的方法 回了她四个字 就目前来看 太后想要整治的人 只有萧云锦一个 萧柔暂时是安全的 毕竟 这后宫之中 还有她的亲祖母在呢 但是 也说不定 谁知道 太后今日换他们进宫 存的是个什么心思 下午的时候 太妃娘娘说要你帮她抄写经书 闭目许久的桑木阁 忽然开口说道 这话 是朝萧云锦问的 萧云锦立即恭维地回答道 是 这招已退未进 是林蕊今日交给她在后宫的生存之道 她一直谨记着 时刻端正姿态 不让 太后挑出错处 毕竟 太后的身份压下来 就够她喝一壶了 哀家看你心浮气躁得很 待吃过晚膳 便留在佛堂 替埃家抄写鸡卷佛经骂 桑木阁似乎被 看萧云锦一瞬 不再说话 大殿出了萧明月 时不时地说两句讨桑木阁开心的话 便没有多余的声音 晚上过后 林蕊派人来接萧云锦和萧柔去长安宫留宿 得知太后要留萧云锦在佛堂抄佛经 值得先领着萧柔回长安宫 临行之前 萧柔担忧地看萧云锦一眼 萧云锦冲她眨眨眼 示意她不用担心 萧柔这才跟着长安宫中的宫女离开 二人相处的时间不太长 说话的次数也十分少 但彼此都十分欣赏对方的性子 一来二往 二人之间倒是处处积分真感情来 桑木革命无双领着萧云锦去了佛堂 这佛堂是单独披开来的院子 四周十分冷清 一路走来 出了院子门口迎出来的两位上了年纪的嬷嬷 别无他人 云锦郡主 你今晚就在这里替太后抄写佛经吧 比之安嬷嬷 这吴双倒是十分收敛自己 不曾做出仗势欺人之事 萧云锦跟着他入了佛堂 只现一盏昏黄的油灯点在佛案前 案前堆放着四五卷经书 经书还挺后 萧云锦即便在这皇宫之中 住上半个月 也未必能抄得完 隔壁有奸香房 郡主抄写佛经 若是累了 可以到隔壁房间小睡一会儿 吴双说道 萧云锦闻言 朝吴双欠了欠身 多谢嬷嬷 郡主若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事 老奴便先告退了 跟着吴双一起过来的 还有两名提着灯笼的宫女 她这一告辞 佛堂里面的光线更暗了几分 嬷嬷 萧云锦出声叫住了吴双 不知郡主还有何事 吴双转身 说道 第215章 自作自受 可以多留下一盏灯吗 这佛堂的光线 实在太暗了些 我怕看不清经卷上的字 萧云锦十分温和有理地说道 吴双朝一边的宫女招了招手 那宫女便将一盏灯笼交到下禅手中 郡主可还有吩咐 吴双是桑木阁身边最信任的宫女 之所以能得到她的信任 就是因为她不骄不纵的性子 即便太后如此信任她 在萧云锦面前 她也没有摆架子 十分有理的样子 萧云锦摇头 嬷嬷慢走 吴双这才带着两名宫女离开 那两个守在这儿的嬷嬷见吴双离开 朝萧云锦一拜 得到萧云锦的吩咐便也跟着离开了 那两人离开的脚步有些匆忙 仿佛站在他们面前的 不是尊贵的郡主 而是一尊温神似的 郡主 你真打算在这里抄一页的经书 夏禅不解地问道 萧云锦抬眸看她一眼 就算我想 别人也不让啊 说着 萧云锦上前 伸手摸了摸佛岸上的桌面 手指上面便沾染了一层灰尘 你觉得太后念经的地方 会这般脏 夏禅歪着脑袋想了一瞬 或许太后她不常来 这里的嬷嬷便偷懒了 萧云锦点头 有道理 我觉得她那样的人 未必信佛 但是 即便她不常来这里念经 打扫佛堂的人也不敢马虎 所以 夏禅将手中的灯笼提近几分 伸手翻了翻佛岸前已经泛黄 或许很久都没有人摸过的经书 所以 这里并非太后念经的地方 萧云锦接话说道 那这里是何处 夏禅问道 萧云锦转身 用刚刚摸了一手灰的手 在夏禅鼻子上点了点 说道 我怎么知道 你真当你 家主子是神仙 掐指一算就知道 夏禅不知自己鼻头上已经黑了一圈 十分憨厚地点头 在奴婢心里 郡主就是神仙 少滑头了 去隔壁厢房看看 萧云锦率先抬出佛堂 到了隔壁的厢房 只见厢房倒是厢房 不过确脏的不成样子 床上的被褥倒是新的一样 萧云锦伸手一摸 却甚是扎手 就这样 要人如何睡 太后实在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如此 苛待郡主 夏禅见状 气愤地说道 她更过分的事情已经做过了 还差这点 萧云锦不以为意 将床上的被褥往地上一扔 打些水来将床板清洗干净 今晚还可以讲究睡一晚 夏禅领命 寻了桶 去外面装了一桶水进房间 一进房间就嚷嚷的道 郡主 那两个嬷嬷真是太过分了 奴婢不过是问他们借个水桶 他们就白脸色给奴婢看 还不告诉奴婢水井在哪 害得奴婢找了半天 才找到水 省点力气 留着今晚首夜 别和他们一般见识 萧云锦说道 也就郡主这般好脾气 若是换了别人 夏禅一边说 一边拿起毛巾 将床板给擦洗干净 郡主在禁王府 何曾受过这种委屈 夏禅一个劲的 为自己主子抱不平 萧云锦笑了笑 没有接她的话 小丫头心疼她 发发脾气就算了 她可不能和这小丫头一起 只顾着抱怨 太后将她留在此处 不会让她过得太平静的 半夜的时候 萧云锦一个翻身 从床板上坐了起了 夏禅睡得浅 闻声立即从床上爬了起了 郡主 发生什么事了 外面有东西进来了 萧云锦这话一出 夏禅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什么东西进来了 不会是鬼吧 萧云锦一边下床 一边从身上的百宝袋中 掏出一瓶药来 蛇 好多的蛇 将药粉在房间周围 撒一圈 她将药瓶递给夏禅 夏禅接过去 二话不说照办 只听房间外面 蛇趴行和土蛇的丝丝声一片 可见外面蛇的数量不少 郡主 这些药粉数量有限 若进来的蛇太多 我们根本对付不了 还是先出去吧 夏禅说道 萧云锦点头 她叫夏禅撒的这些药粉 可是别有用意 并不是为了继续在房间里待下去 而不被蛇所伤害 郡主 你拿上这被褥做什么 夏禅见萧云锦出门之前 将丢在地上的被褥捡了起来 不免出声问道 萧云锦神秘一笑 我自然有用 那些刻意将蛇送过来的人 肯定不会这么快离开 而是要留下观察一下情况 再离开 所以 出了房间 萧云锦直接将被褥点燃 往院子外面葬人的地方一丢 哎呀 什么东西 听着声音 好像是安嬷嬷的声音 你踩着我的脚了 蛇 蛇爬过来了 隐藏在暗处的鸡人乱作一团 很快便暴露在萧云锦眼前 黑夜中 院子里几百条蛇在爬行着 纷纷吐着蛇性子 往佛堂和香房而去 这些蛇还不是普通的蛇 全都是带毒的 原本吐着蛇性子 往佛堂和香房爬的毒蛇 忽然调转方向 往萧云锦刚刚丢出被褥的地方爬过去 只听乱作一团的鸡人叫喊道 快 快将被褥丢开 啊 蛇过来了 全都过来了 快将被褥丢开 安嬷嬷 救命 救命 我被毒蛇咬了一口 只见安嬷嬷想要逃走 却被一个工人给抱住了腿 她顿时走不动了 安嬷嬷眼见蛇过来的越来越多 立即一脚 踹开了那工人 怒道 蠢货 你抱住我的腿 要我如何去找人救你 那工人文言一愣 竟然真的松开了手 引在暗处的萧云锦剑状 伸手入百宝袋中 掏出一颗药丸 往安嬷嬷身上一弹 那药丸被她运着气静 打在安嬷嬷的身上 撞击过后 很快就化作烟雾散开 郡主 你做什么 夏禅小声地问道 送给太后娘娘一份厚礼 萧云锦挟气一笑 抬眼扫一眼 已经被蛇包围 并且还被蛇禅绕上的几位工人 自作自受 夏禅 咱们回佛堂抄金书卷 二人一前一后的进入佛堂之中 因二人身上都洒了药粉 那些没有离开的蛇 并不敢靠近二人 安嬷嬷急急忙忙地 往桑木阁的寝宫跑去 因萧云锦所待的院子 与桑木阁的寝宫距离不远 只需一刻钟就能达到 安嬷嬷跑得快 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异响 第216章 太后竟然会武功 因刚刚的混乱 安嬷嬷衣上被扯得十分凌乱 头发也洒了下来 只见她劈头散发 衣衫不整地冲进了太后的寝宫 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 安嬷嬷一边跑 一边叫道 太后这个时辰硬是歇下了 但她太想知道阴谋的结果 所以这一整夜 她只是躺在软榻上半眯着眼 并未真的入睡 何时如此慌张 率先问话的人是无双 宫女们撩开沙帘 安嬷嬷冲进来跪在太后的软榻边 太后睁开眼看她一眼狼狈的模样 不免促紧了眉头 怎么回事 奴才按照吩咐 将御膳房所有的毒蛇都要了来 放进了那偏远之中 却不曾想 云锦郡主竟然将那张沾了药物的被褥给丢了出来 不仅如此 她还把被褥给点燃了 那些蛇纹药香味 纷纷往奴才们这边跑 有几个工人已经被毒蛇咬了 安嬷嬷回到 桑木阁闻言 阴冷的目光深了深 哀家倒是低估了她的本身 想她白日里在宫中为自己洗脱罪名的场景 如此有条不紊 比之正经养大的郡主 可是要精明不知多少倍 这丫头十分聪明且懂得变通 一般的法子还真担不住她 她不仅知道那被褥上沾了吸引蛇爬过去的药粉 还知道安嬷嬷他们在外面等着看结果 这丫头的心机竟然如此之深 桑木阁目光一变 十分凌厉地扫一眼安嬷嬷 没用的东西 安嬷嬷被责骂 跪在地上不敢出声 她也没有想到 萧云锦竟然如此难对付 派人去将那几个没用的东西带回来 切莫留下画饼 桑木阁朝无双吩咐道 她担忧的 倒不是萧云锦会如何 而是怕林蕊知道这件事 又小题大做 闹得后宫之中无人不知 无人不朽 那就不太好了 去看看她现在还在那院子之中 否 在无双转身离开之前 桑木阁再多嘱咐了一句 是 无双领命离开 桑木阁闭着眼睛 寻思着接下来如何整治萧云锦 竟没有叫跪在软榻前的安嬷嬷起身 也没有吩咐她去做别的什么事 所以她只要继续跪着 大概一盏茶的时间过后 外面忽然传来惊叫声 蛇 好多的蛇啊 安嬷嬷听见声音 僵直着身子坐了起来 扭头看向店外 只见店前不知 从那爬来不少毒蛇 侦吐着蛇性子朝她这边爬过来 太后娘娘 救命啊 安嬷嬷惊叫一声 从地上爬了起来 往桑木阁的软榻前 靠 桑木阁听见声音正要从软榻上起身 被安嬷嬷这么一撞 她差点又跌回到软榻上去 顿时冷声怒道 放肆 母才不敢 安嬷嬷吓了一跳 想要跪下给桑木阁请罪 又些那些蛇已经快要爬到脚跟前 吓得不敢乱动 再加上她衣衫不整 发肆散乱 这模样与那封婆子倒是没有什么两样 不等桑木阁下令 那些守在外面的太监和宫女 已经纷纷跑进来将她护在身后 奈何那蛇的数量挺多的 她们驱赶走那一条 这一条又爬过来 一些胆小的宫女惊叫连连 胆小的太监也是慌乱无比 去一个人将大内侍卫叫过来 桑木阁吩咐道 这后宫之中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蛇 除了她今日派人送去给肖云锦的那些 不可能还有其他 如此想来 这些蛇其实就是从偏远过来的 她肖云锦竟然懂得驱动这些蛇 桑木阁越想越心惊 她到底将一个什么样的人 赐婚给了叶飞白 若是肖云锦如此聪明 且有几分本事的话 嫁给叶飞白之后 不是如虎添翼 而她则更加难对赴叶飞白了吗 不 绝对不能让肖云锦 嫁给叶飞白 太后娘娘 这蛇太多了 奴才过不去啊 张慧公里年纪较大的一个公公 开口说道 闻言 桑木阁眼神一利 过去 若是被毒蛇咬死 哀家会后带你的家人 那年纪大一点的太监闻言 心一横 眼一闭 就往外面冲了出去 那些蛇剑有人发了疯似的往外冲 自然嘴下不留情 纷纷朝她的腿上招呼 那太监被毒蛇咬了腿 双腿一麻 根本走不动了 瘫在了地上 那些蛇顿时爬上她的身体 将她缠绕了起来 留在太后身边的这些人见状 都被吓得脸色煞白 被吓得最严重的 就是安嬷嬷 因她刚刚逃过了被蛇咬的命运 以为逃到太后这儿就安全了 却没有想到太后这儿也是不安全的 更加可怕的是 那些蛇的眼睛 竟然纷纷纷朝她看过来 就好像要一口将她吃了一般 她不知道 萧云紧弹在她身上的药粉 里面有着蛇最喜欢的味道 所以这些蛇才会跟着她爬到张慧宫 并且想要将她给吃了 啊 一个宫女被蛇给咬了 发出一声惨叫 包围圈露出一个突破口 那些蛇顺着这个突破口 就往安嬷嬷身上招呼过去 安嬷嬷吓得魂都差点跑了 着急之下 竟然一下子跳上了桑慕格的软榻 将她护在身前 太后娘娘 救命 救命 大胆奴才 桑慕格没有想到 她的奴才在危急之刻 竟然没有想到护住她 还将她推出去挡危险 当下就怒了 只见她一挥手 将安嬷嬷给扔了出去 宫殿内的众人都是一惊 太后娘娘 竟然会武功 众人尚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只听安嬷嬷一声惨叫 掉在了地上 那些蛇盾石 都朝她围了过去 对着她一阵乱咬 安嬷嬷惊叫着 在地上滚来滚去 想要爬起来逃命 却中了蛇毒 全身贪软无力 根本就跑不动 只能在地上哀求道 太后娘娘 救命 救命啊 桑慕格冷眼看着这一切 朝身边的一个公公说道 成现在 去外面将大内侍卫叫过来 是 那公公领命 飞快地朝殿外跑去 那些蛇几乎都去攻击安嬷嬷了 竟然没有一条在地上乱爬 很快安嬷嬷的身上全是毒蛇 早已看不见她一脚 她的呼救声也变得越来越微弱 最后变成呜呜呜声 到最后 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第217章 以奇人之道 还致奇人之声 那些蛇的口 紧紧地咬住安嬷嬷 并且将她越缠越紧 桑木格冷眼看着这一切 萧云锦她 到底有何本事 竟然能做到如此地步 那些护住太后的宫女太监们 看见这一幕 都被吓得不轻 纷纷叠开目光 怕以后晚上做梦 都会是这等可怕的画面 太后娘娘 殿外 无双交集的声音传来 只见她急步跑了进来 率先看见的 便是被蛇蝉做一团的安嬷嬷 她吓了一跳 却没有停留 直到跑到桑木格面前 她才停下脚步 娘娘可安好 她关切地问道 桑木格健壮 满意地点头 不愧是她信任多年的宫女 我没事 你那边如何 无双稍微安心些 说道 云锦郡主在佛堂里面抄着经书 看样子 似乎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何事 桑木格冷哼一声 她倒是会装 太后娘娘 不知换杯直来 有何吩咐 这是一位侍卫分队的小队长 到了桑木格跟前 抱拳行礼 将这些东西清出去 桑木格抬手一指地上的毒蛇 和死去的两名工人 是 身为大内侍卫 便是不要多问 多做事即可 所以 他们并没有露出丝毫好奇之色 动作十分快速地 将安嬷嬷和刚刚拼命的公公给带了出去 并且将宫殿中所有的毒蛇都清理干净 待殿内清理干净 桑木格冷眼一扫那些吓得不轻的工人 目光中杀意顿险 不过一瞬 他的杀意便淡了下去 毕竟工人数量太多 若一时间全被打杀了 太过引人注意 萧云景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桑木格冷笑一声 一个新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 一日一早 吴双领着一对工人去了萧云景所在的偏远 好似昨晚发生的蛇祸 以及安嬷嬷的死都从未发生一般 太后让老奴来看看郡主的经书抄得如何了 吴双踏入佛堂之中 出声问道 萧云景将手中的好笔放在笔架之上 起身之时 一旁的下馋还伸手扶了他一把 可见他昨晚确实十分用心地抄着经书 都怪云景体弱 昨晚抄了一页 并未抄得多少 这些经书 云景只怕半个月都抄不完呢 萧云景这么说着 似乎颇为担忧的样子 昨夜这里 发生了多么惊魂动魄的一幕 太后的寝宫之中 又是如何被萧云景反算记了一把 吴双比谁都清楚 这萧云景 也是个半猪吃老虎的人 并非表面上看起来这么温和无害 郡主慢慢抄 太后并不急着要 吴双宽畏道 文言 萧云景压抑地看吴双一眼 问道 敢问嬷嬷 太后的意思 可是非要云景抄完这些经书 才能出宫 吴双不知萧云景为何要这般问 既然萧云景说 他要抄完这些经书 非要半个月不可 反正太后还要留他在宫中一段时间 他便应道 是 萧云景文言 似乎恍然大悟般说道 原来太后请云景入宫 是为了抄写经书呀 吴双淡淡点头 吩咐身后的工人 将萧云景的早膳端了上来 郡主 这是太后特意吩咐御膳房 替你准备的早膳 嬷嬷替我向祖母问安 萧云景礼貌客气地说道 老奴会替你转达的 郡主 先用膳吧 吴双说着 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反而在一旁看着萧云景用早膳 这些早膳看着精致 却都被人夹过料的 夹得还挺多的 萧云景在心底冷笑一声 太后娘娘 你可知道 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郡主为何不吃 可是早膳不合郡主口味 吴双见萧云景 迟迟不动快 出声问道 萧云景淡淡一笑 倒是没有 不过 只见她站起身 朝吴双走了过去 嬷嬷 你真的希望我吃下这些早膳膜 郡主为何这般问 吴双微微挑眉 莫不是萧云景察觉到了什么 只是她疑心才刚刚升起 只觉视线有些模糊 然后便意识不太清楚了 姐姐们也觉得我该吃 看一眼吴双身后的人 微微一抬手 一阵若有肆无的香气 在空气中蔓延开来 不多时 这些宫女也变得呆愣模样 夏禅从一旁走了过来 郡主 咱们做得这么大 不太好吧 萧云景邪逆她一眼 换你来吃这些早膳 夏禅果断摇头 这早膳中 到底加了什么东西 她对她家主子还算了解 若非早膳中放了东西 她不会使用迷幻香 将吴双和那些宫女都迷幻了 春药 大量的春药 萧云景冷笑一声 回答道 夏禅文言 大惊 觉得这太后 简直太可饿了 先是想要诬陷郡主杀人 后来又放毒蛇 现在直接下春药了 她尝这么大 还从未见过 心思如此恶毒之人 萧云景命令吴双等人 将早膳给吃了 并且在吴双和那些宫女身上 加了一种无色无无的极品春药 只要长时间待在一处 闻太多的人 必定受不住这要性 然后受性大发 这是她送给太后的一份大礼 希望她能喜欢 吴双回过神来 她依然站在萧云景的饭桌前 不过桌前的早膳 已经被吃得一干二净 她微微有些恍惚 总觉得 好像少了那么一块记忆一般 嬷嬷 早膳我已经吃完了 萧云景微微一笑 意思是你可以回去向太后交差了 吴双命身后的宫女收拾好东西 然后便带着人离开了偏院 一路上 吴双都猝着眉头 总觉得那里不太对劲 但是哪里不对劲呢 她一时又说不上来 一行人回到太后的寝宫交差 太后因昨晚的事情闹腾得有些累了 此时尚未起床 还在床上 睡着 吴双一靠近桑木格的床 她便睁开了眼睛 看来她并未睡得太深 可是吃下了 桑木格问道 是 奴婢亲眼看见她吃下早膳才回来的 吴双回答道 桑木格满意地点头 去死牢中 寻击个丑陋且身强力壮的男子来 最好事关了好几年的 不曾碰过女人的那种 她声音阴冷且残忍地说道 第218章 身体有意 寻御医瞧瞧 吴双文言 抬头快速地看桑木格一眼 太后娘娘 今日凌晨已经秘密带进了宫中 就关押在那偏院的地牢之中 桑木格点了点头 事成之后 安排他们从密道离开 并且 剩下的话 桑木格没有说完 吴双确心领神会 哀家想着 能毁了那丫头 心里就觉得爽快 你吩咐人进来 事后哀家起身吧 桑木格从床上坐了起来 吴双吩咐宫女进来给桑木格更衣梳妆 这几个宫女 正好是今日一早 陪吴双去给肖云锦松早膳的人 那要是分两部分下的 带晚膳送过去 只怕她就会忍不住 到时候 奴婢才将人给她放过去 吴双一边给桑木格梳头 一边说道 桑木格听着甚是满意 微微地点了点头 嗯 她声音听起来 有些不太正常的酥软 此时要性正在发挥作用 屋子里的人都未曾察觉 肖云锦自然知道太后给她下的药 是分两部分下的 所以给太后下的药 药性虽然猛烈 药效来的却有些迟 带吴双将晚膳给肖云锦送来 肖云锦使用早上的法子 将晚膳给几个人吃了后 既然收拾好东西 并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命几个太监 将地牢中关押的几名死囚 送到了其中一间厢房内 你们听见那女子的叫声 便跟着声音寻过去 吴双朝几个死囚吩咐道 这几个死囚犯下的罪 足可以关上一辈子 但是 昨天有神秘人知道他们 只要他们替他们完成一件事 他们就放他们出狱 几人听了自然开心 更何况 做的那是这样的美事 至于对方要他们办的人 是怎样的人 他们倒是没有多想 这几个人都被蒙着面罩 双手上还戴着镣铐 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吴双还不打算给这些人解开镣铐 可见并不想给他们解锁 而是想要他们直接带着镣铐办事 吴双嘱咐了这些人积聚 便命人将房门给关上了 院子里面 除了萧云锦主扑二人 再无旁人 这些亡命之徒 都在等着女子叫声 在摘掉脸上的面罩 寻过去办好事 一些忍不住的 已经开始流起口水来 郡主 太后她心思太恶毒了 夏禅和萧云锦潜伏在屋檐之上 将刚刚下面发生的事情 看得一清二楚 夏禅闲悟地看一眼房间之中的几个男子 有些担忧地问道 若是这些人把太后给 后果会如何 会不会给禁王府惹来麻烦 萧云锦邪腻下禅一眼 笛声说道 短时间内不会 只怕短时间内 太后根本没有空来找他们禁王府的麻烦 因为她下得要不轻呢 估计没有三个月 这太后根本就下不了床 你说解药 不好意思 她诡异炼制的药 怎么可能轻易被人解了 萧云锦见夏禅还是一副担忧的样子 不免伸手在她头上敲打了一下 你家郡主的本事 你还不相信 别想太多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行了 此时 桑木阁还完全不知道自己 被萧云锦给反算寄了 她正躺在软榻之上 等着无双等人回来 给她汇报情况 陈安 给哀家倒杯冷茶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燥热的缘故 桑木阁觉得今晚有些气闷 心口处总有一股火气在腾腾往上冒 只冒得她一阵恍惚 这陈安是张会宫中的太监总管 听见桑木阁的声音 没有多想 立即给她倒了一杯温茶地到了她跟前 太后娘娘 请用茶 陈安的嗓音不似其他太监一般尖锐而细长 她的声音有些沉且低 十分沙哑 桑木阁从软塌上坐了起来 伸手去接陈安递过来的茶 向来阴冷的目光中 忽然就多了那么一抹妩媚之情 她这一眼 吓得陈安心甘直跳 将茶杯浇到了她手中 便快速地往后退了几步 你这是作甚 哀家有那么可怕吗 桑木阁见状 有些不满地说道 这话说得带积分少女该有的埋怨和娇俏 保养得宜的脸上 忽然有了一丝光彩 那双阴冷的眼神恍惚间 竟多了一丝魅意 占尽一些 桑木阁这么说着 抬起手中的茶杯 咕噜一声给 自己灌下不少茶水 先帝去世多年 对于那事 她怎么可能不想 不过 毕竟身为太后 这种事不能光明正大的想 但私底下却做得不少 但今日 也不知是什么情况 她竟然对这个 跟了她十几年的太监总管 有了那么几分兴致 竟然会觉得 她这一张有些皱褶的脸 也是十分好看的 太后娘娘 不知您还有何吩咐 陈安觉得 今日的桑木阁十分奇怪 她犹豫着走到了桑木阁面前 再进些 桑木阁说道 陈安在上前一步 桑木阁示意她弯下腰来 她不知道她到底要做什么 忍住心中的疑惑 弯下了药 只限桑木阁伸手勾住她的下巴 靠近她几分 声音中满是诱惑的说道 替我将温玉衣巡来 哀家觉得有些不太舒服 最后时候 桑木阁忽然守住了心思 觉得今日的她 有些奇怪的景 怎么会无缘无故的 对一个没有东西的太监 有了那样的心思 陈安被桑木阁贴着耳朵这么一撩 差点心脏 差点没有被她 吓得跳出心口 她事后桑木阁十余年 她从来都是殷勤不定的 且眼神阴冷的 还不曾对她这般说过话 所以 当桑木阁说出这话来 陈安如蒙大赦 脸色煞白的后退几步 逃死的奔出了张慧宫 太后这样 确实不太对劲 确实应该找玉衣给看看 待陈安将温玉衣巡来 领着她入了太后的寝宫 太后以精端坐在宝座之上 朝陈安吩咐道 你且下去吧 哀家许是头疼病犯了 需要温玉衣为哀家按捏一下 没有哀家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入内打扰 陈安心间颤抖 觉得自己可能知道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不过一时之下 她也不敢多想 毕竟这是太后呀 更何况 太后确实身体有益 寻玉衣问诊 是很正常的 不正常的是 刚刚太后看人的眼神 会不会太媚人了险 第219章 屈辱而死 陈安低垂着眼瞼出了寝宫 临行前 还偷偷看了一眼温玉衣 待陈安离开 桑木阁起身从宝座上面走了下来 温玉衣 你替哀家瞧瞧 温良一脸平静地将药箱放下 太后娘娘 您可有觉得哪儿不是 桑木阁走到温良面前站定 伸出一只手 牵起他的右手 往他胸前一放 哀家觉得此处不是 你可要替哀家揉一揉 太后娘娘 请自重 温良意图将自己的手抢回来 奈何桑木阁抓得紧 根本不容许他抽回来 他的俊脸上多了一抹怒气 太后娘娘 你身为皇上的母亲 还请自重才好 桑木阁闻言 忽然笑了 一改他往日阴冷的眼神 魅惑地往温良身上依靠 哀家就喜欢你这富伪君子的样子 也不知道上次是谁 在哀家身上 胡作非味 温良恼怒的俊脸一红 红着又是一白 太后娘娘 若非你上次用了卑劣的手段 对在下下的春药 在下何至于 你 请自重 他恼羞成怒地说着 伸手一把推开了桑木阁 然而他不曾想到 太后竟然会武 武功还不弱 只见桑木阁用力一拽 将温良给扔到了宝座之上 你这桀骜不驯的模样 可真叫人想要 好好地欺负你一顿呢 他邪魅一笑 飞尸而起落在了温良的腰上坐下 并且伸手点了他的穴道 你这三脚猫的功夫 根本就不是挨家的对手 所以 他眼神魅惑地一笑 一张保养得宜的脸上 说不出的风情万众 但温良看着 只觉得胸口处一阵翻涌 恨不得吐出来那么难受 若不是他心中还有牵挂 早就已经自尽而死了 如此屈辱 受了一次 还要受第二次吗 而此时 从萧云锦处回来的宫女 和无双身上的药效已经发作 这药效可不想萧云锦下给太后 得药发作得那么迟 一旦两种药效交融在一起 便会失去理智 只想找个男子解除这药性 但是 张慧宫中男子少 太坚却多 这些急红了眼的宫女 只得拉着这些太监公公入了房间 至于无双 刚好撞入了陈安怀中 二人相处这么多年 大概有些感情 一来二往 陈安由开始的推开 变得主动 如此一来 张慧宫偌大的一个宫殿 竟然没有几个人影 没有种春药的 偷偷摸摸看活春宫去了 种了春药的 正忙着结果 偏院里面的萧云锦和夏禅 听着那些声音 直觉有些心惊肉跳 这种场面 可比猫集体 叫春还要刺激人耳膜 夏禅不知从何处寻来集团棉花 往萧云锦的耳朵里面塞了两个 又往自己耳朵里面塞了两个 勉强隔了不少声音 那几个人 可是寻生去了 萧云锦坐在扶案前抄着金书 今夜注定无眠 她还是乖乖抄一抄金书 一则可以静心 二则可以早点完成任务 早点出宫 去了 夏禅翘立的小脸一红 发现这棉花 其实也不太管用 嗯 萧云锦十分淡定地抄着金书 你若是觉得心浮气躁 可以读读佛经 夏禅脸色更红了几分 拿起佛经 认真地诵读起来 那几个死求入了桑木格的寝宫 可兴奋坏了 直接往最大的一间房间走去 几个人闯入桑木格的寝宫 桑木格已惊解的 身上只剩下一件肚兜 正要伸手去解温良的腰带 听见脚步声 她愤怒地回头 不是吩咐过陈安 不准任何人进入这里吗 如今 这是怎么回事 只见来的几个人十分脏污 尚未走近 就一阵屎尿混合在一起的臭味 再夹杂着一阵腐烂的气息 闻着 就让人想要呕吐 桑木格一正 有些缓过神来 这几个人 不是她送去萧云锦那儿的鸡人吗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美人 好美的美人 这些死囚 可是许久不曾见过女人 桑木格这种保养的十分精致的半老徐娘 对于她们来说 简直就是天仙似的 桑木格心道不好 原本她以为自己 可能是一时起了心思 才会这般 如今想来 可能并非如此 她中了魅药 这是她的第一反应 大胆 谁准许你们进来的 桑木格此时也顾不上温良了 捡起一边的外袍 往身上一批 十分威严地说道 但是 她可能不知 她此时说话的声音 却是软弱无力的 根本没有丝毫气场可言 她自以为阴冷的眼神 早已媚色无边 一举一动 都十分撩人心魂 几个死球 那里受得住这个 直接就朝桑木格扑了过去 桑木格心惊胆寒 来人 她大叫一声 想要召唤人进来 将这些人给带下去 却忽略了这些人 能如此轻松地进入这里 可见 外面是没有人看守的 既然同时扑过来 桑木格立即运功一掌打出去 却发现打出去的一掌 竟然丝毫内力都使用不上 不仅如此 她体内的那股异样之感 越来越盛 冲击着她的心弦 让她一阵恍惚 这一荒神 她仍已经 被囚犯给扑倒在了地上 那座位上面 还有一个美男 一人露出满口黄牙 流着口水说道 几个人分一个女人 却实不够 有个美男 也不错 这些死球 什么样的事情 做不出来 滚开 温良冷声呵斥道 她还真是倒霉 刚刚还庆幸没有被桑木格得逞 眼下又要被击个男人 若是如此 她还有什么脸面 去陷她的心上人 滚开 温良又气又急 气自己没用 被桑木格点了穴道 无法动弹 怒桑木格胆大妄卫 竟然对她如此行径 堂堂异国太后 行为都如此不知检点 大胜亡矣 大胜亡矣 她悲愤地想着 金玉若真的被这些人给侮辱了 她也无言再去陷她心中的那个人了 她咬牙闭眼 想着咬蛇自尽 这么想着 又觉得一阵不甘心 她温良一生治病救人 从未做过半点违心之事 却落得如此悲惨结局 苍天无眼啊 第220章 壮破卧挫室 吓得跑断小腿 正在温良准备咬蛇自尽之时 一条身影极快地 窜入宫殿之中 左右一挥 将扑向温良的两个死球给挥开了去 直接上前 将温良的衣领提起 然后不做任何停留 快速地离开 整个动作 一气呵成 被击个死球压在地上正扎的桑木格 完全没有看清来人是谁 那人就已经出了宫殿 更何况 桑木格此时不仅全身软弱 毫无反抗之力 连带着神志 也有几分不清楚了 对于这些死球的碰触 他不仅没有觉得厌恶想要推开 反而越发的急迫地发出诱人的声音来 温良不知道自己被何人所救 但凭着那人的背影 他可以判断出救他的人是个女子 这后宫之中 能有如此轻功 且能在第一时间出现救他之人 不知为何 他竟然想到前日下午见到的萧云锦 那个女子 不仅有着倾国之色的容貌 还有一双十分明媚过人的眼睛 不仅如此 他还十分聪明和自信 他虽然不曾献过救他之人的面容 却记住那双过分明媚的眼睛 他有一种预感 今夜发生的事情一定与萧云锦有关 但是他转身看一眼身后的宫殿 毅然下定决心 黑夜中 两条人影快速地闪回张惠宫的偏院之中 郡主 你为何要救他 夏禅问道 萧云锦下了药 总要去看一看是否成功 所以才巧遇了温良差点被辱的一幕 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 萧云锦回答道 夏禅看萧云锦一瞬 没有再说什么 扮想过后 萧云锦开口说道 这皇宫之中 还真是肮脏的厉害 我还是早些将这经书抄完 然后早一点离开 此时夜色正浓 一条人影翻越宫墙 顺利潜入皇宫之中 熟门熟路地探入张惠宫中 听见宫中异样的声音 他显示一愣 随即进入太后的寝宫之中 不过 进去不到一瞬 他又快速地闪身出来 出来的速度 比之进入之时快了不知道多少倍 不仅如此 他出来之时 还遇到衣衫不整的宫女 纷纷往太后的寝宫中跑 好像太后的寝宫之中有什么东西 十分吸引他们一般 能做到如此地步的人 出了萧云锦 他想不到第二人选 但 他此时在哪 神笑一个转身 快速地往太后寝宫四周的房间寻去 虽然知道他未必有事 但还是忍不住担心 这时 张惠宫外面出现一个人影 原本有些犹豫的他 似乎听见宫殿里面一样的声音 一时好奇 他进入了宫殿之中 并且随着那怪异的叫喊声而去 越往里面走 他发现 叫声竟然是从太后的寝宫传出来的 不仅如此 里面的人似乎还挺多 男男女女叫得十分欢畅 萧明月微微醋眉 太后的宫中 怎么会出现男人 会不会是刺客 这么想着 萧明月脚下的步子快了不少 待她进入寝宫之中 看建宫殿内淫秽不堪的画面 吓得双腿一软 差点没有跪在地上 只见寝宫之中 各种混乱 七个男人被一群宫女围着 画面不忍直视 不仅如此 在那一对女人中 萧明月还发现了太后娘娘 萧明月只觉得心脏 差点停止跳动 太后娘娘怎么会 怎么会 一片混乱之中 还有陈安等衣衫不整的太监 想要拉开太后和她身上的男子 萧明月只觉微不一阵翻涌 这么丑陋的男人 太后她怎么会 怎么会 她这么想着 便真的这么做了 竟然真的蹲在店门前 大声呕吐起来 那些死囚看见萧明月 双眼立即冒光 又来一个美人 还是个娇滴滴的小美人 当下就有一 各死囚甩开身上的宫女 朝萧明月走了过去 啊 萧明月吓得不轻 尖叫着一声冲了出去 一边跑孩一边回头看 只见那死囚头发凌乱 且纠结成一团 不知道今年不成洗过澡了 身上的皮肤有黑一片 此时出了汗 一身油腻腻黑乎乎的朝她追了过来 不仅如此 那人一边追 还一边露出猥琐的笑容来 萧明月觉得她要疯了 心底害怕到了极点 不要命一般往外冲 此时 再也不敢回头 一边跑 还一边忍不住干呕 若非实在太害怕 被那死囚追上 发生可怕的事情 她一定会先蹲下来 偶个天翻地转 才能将心中的恶心感 全部呕吐出去 她一路跑 一路跑 根本就没有目标可言 不知不觉中 竟然跑到了皇后的常德殿中 宫女们看见是萧明月 并没有阻拦 让她一路跑到了皇后李珍的寝宫之中 明月 你这是做什么 李珍尚未就寝 看见萧明月一脸苍白无色 似乎很是害怕和恐惧的模样 不免柔声问道 自己的姐姐 就这么一个女儿 她又自幼于姐姐亲后 自然对萧明月甚是疼爱 太太后太太后她 萧明月结结巴巴地说了半天 也未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李珍闻言 面色一变 可是太后宫中出了什么事 萧明月双手紧紧地抓住胸口的衣巾 感觉自己说不出话来 只得连连点头 太后宫中 可不是出了大事了吗 还是十分可怕的大事 李芝给本宫更衣 李珍面色一正 立即朝一旁的心腹宫女吩咐道 萧明月害怕到了极点 不过宫中的卧错事情本来就多 这种事情发生在太后宫中 还被她看见了 她自然吓得不轻 不过李珍身为皇后 那种事情 又是太后宫中发生的 姨母 萧明月觉得 这种时候 李珍不该出现在哪 不 她什么都没有看见 姨母也什么都不知道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皇上萧昊天忽然驾倒 皇后这两日 过得也十分不顺心 皇上竟然为了心爱的妃嫔与她杠上了 不仅杠上了 还怀疑整件事 就是她策划的 这让皇后觉得十分的憋屈 她替她操持后宫 为她广选美人 为她变得贤良大度 为她 她为她做了不少事 到头来 她又得到了什么 不过是将她一个貌美的小妾关了起来 她就将她怀疑上了 指证她策划了所有事 陷害陈贵人 第221章 你怎么来了 李珍刚刚套好衣袍 整理好头饰 萧昊天 就已经大步走进了李珍的寝宫之中 一踏入寝宫 她开口就说道 皇后 你非要这拿出证据来不可吗 话音一落 她才发现 寝宫里面 站着一个瑟瑟发抖的萧明月 不由微微易读 接下来的话并未说出口 而是挑眉 看向萧明月 问道 明月郡主 你在这里作甚 对于萧明月 萧昊天谈不上喜欢 也谈不上多讨厌 燕王唯一的女儿 并非是个聪明伶俐的 但那又如何 这不就是 她想要看见的结果吗 皇 皇 上 萧明月原本要开口 阻止李珍去太后的寝宫 看现萧昊天出现 被吓得不轻 小脸更白了几分 刚刚缓过来的静 竟然又开始紧张起来 说话结结巴巴 萧昊天文言 不悦的醋眉 这萧明月是怎么回事 好像一副见鬼的模样 她才刚刚进来 何至于 将她吓成这副模样 李珍见状 立即上前一步 遮挡住萧昊天 看向萧明月的目光 避免萧明月被吓到 只听她解释到 明月这丫头 刚刚从太后宫中过来 那里似乎发生了什么事 本宫正要过去看看 皇上既然来了 便一起过去看看吧 萧昊天听说自己母后宫中出事 脸上自然露出一丝担忧之色 不过这担忧之色中 又露出几分疑惑来 但事关自己母后 她还是得过去看看 才能放心 于是 萧昊天与李珍一起 往太后的张会宫而去 萧明月见状 急得直跳脚 但有萧昊天 在她又不好讲话讲明 想要跟上去 又胆怯不详 内心十分纠结 只见她在皇后娘娘的常德殿中 转来转去 想要此时出宫 此时夜深 宫门早已落索 没有皇上亲自令牌 根本就出不了宫门 萧明月这一刻觉得 她一定死定了 不过 这么想着 她又觉得不甘心 这种宫廷卧错事 为何是她萧明月壮见了 为何不能是萧云锦和萧柔呢 还有其他宫中飞瓶 若只有她一人知道 她可能会死得无声无息 但所有人都知道的话 为了自己能活 萧明月一咬牙 从常德殿跑了出去 这时 萧云锦并没有在张慧公的偏院之中 而是在太德飞娘娘的常德殿中 一处院子里面 安静地抄写经书 不仅如此 萧柔也在 帮着萧云锦将经书上的佛语先念出来 然后萧云锦再写出来 如此一来 自然比萧云锦一边看 一边写快上一辈 只是 坐在一旁念经书的萧柔 忽然就趴在了圆木桌上 萧云锦见状 站起了 深检查萧柔的情况 发现她无碍 这才十分警惕地看向周围 夏禅也不例外 立即护在萧云锦身旁 一副随时准备出击的模样 雨儿 黑暗中传来一声呼唤 声音清冷 一如既往的优越和熟悉 闻声 萧云锦一愣 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 之间朦胧的灯光照不到的隐蔽处 走出来一人 身材修长 气质清冷 即便只穿了一身黑色香边的锦袍 这人也照样 风华绝带 角色非凡 你怎么来了 萧云锦欣喜上前 叶飞白一伸手 将她抱了个满怀 夏禅见状 立即将萧柔扛起来 去了隔壁厢房 你在宫中待了两日 我实在不放心 便亲自跑来看看 叶飞白说道 其实 这两日萧云锦在宫中发生的事情 都被叶格全部一见不留的汇报给她知道 不过 对于萧云锦出入宫之时 遇到被关在冷宫之中的神秘女子一事 并没有汇报 因叶飞白的人是混在宫女太监中的 萧云锦入宫之时 被梅尔引入冷宫之中 这段事是个秘密 若非有人泄露风声 很难会被别人知道 所以 叶格也未必能知道此事 萧云锦这些天在宫中做的事情 都是当着许多人的面坐下的 这其中 自然有叶格的人 所以 叶飞白才能得知一二 那你是如何寻到此处 萧云锦抬头看她一眼 若是她先从张会宫寻到此处 会不会发现 张会宫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若是如此 她会如何想 毕竟在她心中 太后可是她的母亲啊 叶飞白两日不见萧云锦 折食想念的锦 说话之际 乘机在她唇绊偷香一个 贴着她唇绊继续说道 宫中有叶格的人 我自然知道 你身在何处 于碧 她轻咬她的唇绊 轻声诱惑道 可又想我 萧云锦一愣 这两日忙着各种算计 当真没有多余的时间想她 不过她能亲自跑进皇宫偷偷看她 她很开心 毕竟 叶飞白的双腿 并不如常人 那般灵活 驾驭清宫出入皇宫之中 危险性还是很大的 她这一开心 便主动还住了叶飞白的景象 亲吻上她微薄且带着几分良意的唇绊 见状 叶飞白倾笑出声 将萧云锦楼锦了几分 加深这个吻 与此同时 神啸在宫中转了机圈 都不曾找到萧云锦的踪迹 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往泰德飞娘娘的常德殿看看 这一看 便看剑叶飞白与萧云锦 抱在一起亲吻的画面 她原本还带着几分担忧之色的英俊面容 忽然冷了几分 停在窗外一瞬 转身便离开来了 亏她还担心她在宫中会出什么事 她却早已将她抛出脑后 遗忘的一干二净 上次太后受诞上发生的事情 她不仅没有亲自跑来责问她 也不曾嫌她做过些什么 如此 是不是说明 她对她而言 其实无关紧要的很 经过太后受诞一事 难道她还不明白她对她的心意 还是说 她不想明白 所以 可以回避她 一瞬间 神啸的大脑中画过许多思绪 越想越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 但是 深了想 萧云锦若 是对她有半分而女情长的心思 她做出那样的事情之后 她是不是也该有个反应 她连反应都没有一个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神啸左思右想 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一直以来 她以为她是了解萧云锦的 但此时 她觉得她不了解她 因为她不清楚 萧云锦是怎么想的 或许她清楚 但是却不愿意面对现实 所以宁愿 自己不知道 萧云锦是怎么想的 第222章会 做死的萧明月 今日太后的章会宫中 可是十分的热闹 来的人一波接一波 比如此时 宫殿外面 出现两道神秘的黑衣人 主子 为何要出手救她 留着她还有用处 听见自家主子这般说 玄青只得硬着头皮 冲进张会宫中 此时 桑木格寝宫中的画面 更加不忍直视 玄青忍住满心的厌恶之感 直接拉扯下一块窗帘 丢在一旁干净的地上 然后她才上前 试图拉开桑木格 和鸡个死球之间的肉搏 然而 鸡个人战斗的正是关键时刻 她如何拉得开 幸而她武功不低 一人一掌 将鸡个死球给挥了出去 厌恶的一看 手中油腻腻的脏污 只觉胸口有些堵 她呼吸一臂 提气将桑木格给打晕了过去 然后往刚刚拆下来的窗帘上一扔 裹着炕在肩头上 便迅速地往外面跑 也不知这桑木格 是中了什么药震膜厉害 已经和男子交 又欠一个时辰多了 还不见药性解除 不仅如此 玄青将她打晕了过去 她还忍不住口伸口惊着 扭动着身体 弄得玄青一阵恶心 差点失手 将她丢了出去 主子 人带出来了 玄青猝着眉头 说道 一旁那一身黑衣的男子点了点头 快些离开 有人来了 二人迅速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肖浩天和李珍赶到张慧宫之时 尚未入宫门便听见里面的口声口惊声 二人可是过来人 自然知道里面的声音是个什么情况 李珍小脸一白 大脑一瞬间一片空白 肖浩天倒是十分冷静 不过心中却一片怒火腾腾地往上冒 这是要多少人在一起才能发出 这么大的声音还未进入宫门 就已经听见这声音了 他没有赶来之前 这里还经过哪些工人 又传到了何处 肖浩天一瞬间 觉得自己的脸都要绿了 都在门外等着 朕和皇后亲自进去看看 肖浩天抬起手 叫身后跟着的人指住脚步 他这么一说 一些民事里的工人和侍卫 立即指住了脚步 里面的声音那么大 傻子才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肖浩天这一次这脸 可是丢大了 即便今晚发生的事情 可以封住消息不传出去 但这家丑臂竟被人听了一耳朵 难保那一天不会传出去 李珍晃了晃身形 听见肖浩天这么说 只得硬着头皮 跟着他一起进入太后的寝宫内 越往里面走 叫唤声越来越大 肖浩天越走越快 走到快进门口的时候 他忽然一转身 又掉转了头 李珍站在那里 不知是进去悬 还是跟着肖浩天出去好 由于半想 只得又跟着肖浩天 跑到宫门外边 这一出来 外面黑压压一片人 比之刚才多了两倍不止的人 你们来这里做甚 只听肖浩天黑青着一张脸 冷声问道 妃嫩们来了之后 听见里面这么大的动静 自然知晓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顿时全部面色一白 一口同声地说道 臣妾听闻太后宫中出事 这才特意赶来看看 这话 是何人传呢? 肖浩天黑沉着 一张脸问道 各位妃嫩沉默一瞬 纷纷抬眸看向李珍 一口同声地说道 是皇后娘娘宫中的小太监前来传的话 可不是皇后娘娘宫中的小太监模? 不过这小太监却是肖明月装扮成的 她自以为聪明的一招 不仅坑了皇后李珍一把 还将皇后给搭了进去 原本有皇后在 怎么也能保她一命的 如此一来 她不死也难了 李珍连连退后几步 一张雍容富贵的脸上满是 不敢置信和惊吓之色 结结巴巴地说道 皇 皇上 臣妾不曾吩咐 吩咐人这么做 肖浩天看她的目光一冷 你是不会 但你的那位好侄女 却不知会不会 她还真是 剩下的话 肖浩天没有说出来 不过她眼中一闪而过的杀意却 十分的狠利 只见她转身看向一旁的大内侍卫 将你的刀借给朕一用 那侍卫立即将自己腰间的佩刀解下来 双手奉上 交给了肖浩天 肖浩天接过佩刀 转身又朝宫殿里面走去 皇后娘娘 跟上 她的声音很冷 不含丝毫情感 李珍跟着她这么多年 从来不曾见过她 如此生气和冷血的模样 心里害怕的不行 却不得不跟上去 明月那丫头 那丫头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啊 肖浩天提着刀 一路冷着脸 步入太后寝宫之中 这一次 她没有犹豫 直接踏步走了进去 里面的画面 十分凌乱不堪 让肖浩天想到了畜生二字 她冷着一双眼 扫了一圈店中的人 发现没有自己母后的身影 顿时松了一口气 不过下一瞬 她的目光落在那一片散乱在地上的衣衫之上 那套外袍 不是她母后的 又是谁的 这一眼 让她胸口处刚刚平息下去的怒火 顿时腾腾地往上冒了出来 上前挥一刀 就看在了其中一个死球的后背上 这些死球 不知道栗战多少回合 早已是强弩之末 不过 毕竟今年 不曾碰过女人 就如饿了许久的人 忽然看见美食一样 一定要吃得再也吃不下了 才方能住口 这些死球眼下的心理 便是这般 这一刀砍下来 大殿里面混乱的场面一震 好像电影被按了暂停键一般 全都停止了动作 太后给萧云锦下的春药有些猛 才一个多时辰 根本解不了 而中药的人数又多 几个死球轮番上阵 都未能消除他们体内的火气 看见闯入一个男人 就如缺氧的环境中 终于打开一处缺口 有了心想空气 那些心痒难耐的宫女们 纷纷朝萧浩天扑了过去 太后给萧云锦下的药 被萧云锦分下去 给几个宫人吃了 这药性还如此强 若是被萧云锦一人吃了 萧云锦不死也惨 可见太后的心思有多么恶毒 那些扑向萧浩天的宫女 足可以用恶狼扑羊四个字 恰好可以形容眼下的情形 但萧浩天毕竟练过舞 虽然是个空架子 对付几个宫女 还是搓搓有余的 只限她一人一刀 直接封喉 扑上来的几个宫女 立即倒在了血泊当中 第二百二十三章 霍水冬影 如此一来 店内不少人脑子清醒了不少 那些被宫女们 按在地上截火 又不得的太监们 纷纷从地上爬了起来 皇上 皇上饶命 几个死囚 这才清醒过来 来人还是皇上 那这里是 不过 他们原本就说要死的人 临死之前 还能搞上皇帝的老婆 或者老娘 都是一件十分值得炫耀的事了 几个死囚完的十分开心 将身上吓得不敢乱动的宫女 抱紧了几分 好凑上去亲了一口 露出满口的黄牙 口齿不清地说道 皇上 要不要一起 萧浩天心中 一股力气升起 忽然很想毁了这座皇宫里面所有的人 全部杀死 一个不留 如此一来 便没有知道他母后宫中发生的丑事 来人 将这些人全部斩杀 万马践踏 尸骨不留 萧浩天冷声下令 萧浩天的身边 除了羽衣卫 还有一只十分隐秘的暗卫 这支队伍是隐在暗处 保卫他安全用的 只要他出生 便会有人出现 李珍毕竟身为皇后多年 后宫的卧挫事 他陷的不少 不过这一次 陷的却是皇帝亲生母亲的事 所以他才被惊吓到了 但此时 他却冷静下来 他不能慌 他若慌了 他和萧明月或许都完了 大殿里面的人 很快被萧浩天的暗卫清理干净 只遗落了一地散乱的衣衫 和满屋子 男女交又欠后的气息 萧浩天踏步走到那一堆衣服前 用手中的刀疤拉开 那件衣衫确实是太后的 可有看见太后? 萧浩天冷声问道 她的暗卫现身 恭敬地回答道 不曾 不过 宫殿里有一处沙帘被人截了去 或许 太后是被什么人给带走了 闻言 萧浩天的目光冷了又冷 阴沉的不能再阴沉 将御林军首领换来 是 暗卫退下 萧浩天没有在宫殿之中多待 转身出 就往外面走 大殿外面 还有一群人守在那里 她此时出去 要给他们一个说辞 将这件事给圆过去 只是 母后那么聪明的人 会被河人给算计了 又是被河人给掠走了 皇上 臣妾听闻 晋王府的云锦郡主 自入宫后 便住在母后这里 此时 如何不见她 李珍这招祸水冬饮用的正是时候 她此言一出 萧浩天的脚步顿时一毒 回头冷漠凝了李珍一瞬 说起来 陈贵人妹妹那件事 若非云锦郡主 查出小德子并非燕戈之人 臣妾也不会怀疑上陈贵人妹妹 并且将她关押起来 李珍顶着萧浩天冰冷的目光 继续说道 以皇后之见 这件事是萧云锦做下的 萧浩天冷声问道 李珍微微一愣 不太明白皇上这话里面的意思 这种时候 她不是应该顺着她的话 将近王府给祭恨上吗 怎么还多次一问 臣妾不敢 臣妾只是觉得她 既然住在太后宫中 恐怕 不能幸免 若是如此 皇上 皇上 要如何向近王府交差 李珍说道 这萧云锦 若是跟着张慧公一起倒霉便好 若是她独善其身 她非要将这件事 引到她头上去不可 不然 明月和她可就惨了 哼 萧浩天冷哼一声 朝空气中说道 去查一查云锦郡主此时在何处 是 空气中有一人回答道 萧浩天冷着一张脸出现在宫殿之外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她 而她正要寻找的萧云锦此时正和林蕊 一起往这边走了过来 太德妃娘娘 您怎么过来了 萧浩天对这位太德妃还算有理 毕竟是大儒世家出生的皇贵妃 她对她还有几分尊敬 毕竟有些时候 那些大儒 还是有几分用处的 林蕊扫一眼下面黑压压的一众人 这才回眸看向萧浩天 说道 本宫听皇后宫中的人说这 理出了事 这才匆匆赶来此处看看 她见萧浩天面色有些不太好 立即担忧地补充一句 可真是出了什么大事 萧浩天扫一眼林蕊身边跟来的萧云锦和萧柔二人 出声说道母后宫中尽了刺客 全宫的人都被杀了 至于母后 她微微醋眉 十分严肃地说道母后失踪 此话一出 殿前站着的人都是一阵 刚刚里面还叫唤的厉害 之后便一片安静 可见皇帝在面做了什么事 将那些人都偷偷处置了 至于太后失踪一事 可真可假 众人面面相去 现萧浩天看过来 纷纷低垂下眼瞼 降低存在感 朕听皇后提起 云锦郡主进宫之后 一直住在太后的张慧宫中 怎么此时 却与太德妃娘娘一起过来了 萧浩天转头 朝萧云锦问道 萧云锦恭敬的朝萧浩天失礼 回皇上的话 云锦自前日夜里开始 便一直留在张慧宫的佛堂之中 抄写经书 无双嬷嬷说 只要云锦将经书抄写完了 就可以出宫 所以 云锦抄写得十分用心 因经书泛黄 一些地方看得并不清楚 今日晚饭过后 云锦原本是想要去找太后请教依二的 不过 寻思着 太后有头疼之症 云锦怕打扰到太后休息 这才往常的殿走了一趟 信得太德妃娘娘并未就寝 且愿意替云锦讲解依二 所以 云锦这一夜 都留在太德妃娘娘处抄写经书 萧云锦回答得十分周详 萧浩天文言将目光移向凌蕊 似乎在询问 萧云锦说的话是真的吗 云锦郡主她确实自晚饭过后 就一直留在长德宫中 不知皇上 为何如此疑问 难道是怀疑此事与云锦有关 凌蕊问得十分犀利 不待萧浩天回答 她又说道 云锦她一介弱女子 如何能以一人之力 杀了太后宫中所有人 更何况 太后还失踪了 难道皇上还要怀疑 云锦郡主将太后 藏在本宫的长德殿中不成 凌蕊冷着一张脸 说道 萧浩天文言 立即出声说道 朕就这么一问 并没有其他意思 太德飞娘娘不要多想 如此甚好 凌蕊将身上的气势稍微收了收 然后开口说道 宫中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继位郡主留在宫中 也帮不上什么忙 不如都遣送回府吧 第224章两人前来迎接 萧浩天宁目 看向萧云锦和萧柔 目光在垂目 站在一旁的萧云锦身上停了停 太后竟然留你云锦郡主 在宫中抄写经书 那她就将经书抄写完了 再回府吧 至于明月郡主 皇后和她许久不见 大概要多留她几日 柔郡主则明日一早就派人送出宫去吧 她这么说着 回头看一眼李珍 开头的话是对灵蕊说的 后面两句便是对李珍说的 李珍一正 将萧明月多留在宫中一日 便多一分危险 不如送出宫去 于是她僵硬地笑道 眼下宫中事多 臣妾哪里有时间与她续话 不如明日一早 将她与柔郡主 一起送出宫去吧 这话虽是个问句 却已经拿了主意 皇后都这么说了 身为皇帝的萧昊天 还能说什么 难道说 她想要留明月郡主几日 这话说出口 未免让人诟病 毕竟萧明月虽然是自己皇兄的女儿 但却已经成年 如何能长久待在她的后宫之中 皇后决定就好 萧昊天冷声说道 李珍后背一阵发凉 却没有改口 这时 林蕊开口说道 刚好 云儿的经书也抄得差不多了 本宫对佛经还算了解 倒是觉得她抄得不错 大概明月一早 就能完成 如此 便一起 将他们三人送出宫去吧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倒不是要将萧云锦如何 而是尽快寻找到太后 竟然都没有正当理由留下这二人 萧昊天虽然面色有些不好看 却没有出声 算是默认了林蕊的话 太后失踪 整个后宫之中 身份最尊贵的 便要属林蕊这位太妃娘娘了 不仅如此 她还是大如世家的女儿 发生了这样的事 有她坐镇 可好过皇后出来坐镇 毕竟朝中不少大臣 还是十分尊敬这位太得妃娘娘的 萧云锦有林蕊这个强大的后盾在 太后宫中出世 她又有不在场的证据 萧昊天眼线 也不能拿她怎么办 太后宫中遇袭 宫里面的人无疑幸免 太后失踪 这件事一时间宫中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得 却没有人胆敢乱嚼舌根 因事发之后 有几个偷偷说了几句的宫人 被人秘密处置了 如此 宫里一时间安静的出奇 谁都怕说出话 被暗出的眼睛发现 然后从此从这个世上消失不现 太后的张会公死了那么多人 萧云锦自然不能继续住在那里 便随着林蕊一起 回到了她的常德殿中 回到常德殿之后 林蕊几次想要开口 询问萧云锦张会公中的事情 但话到嘴边 还是被她咽了回去 有些话 心里明白就好 不必多说 云儿 你且回自己的房间休息吧 林蕊说道 是 萧云锦朝太德飞娘娘失了一礼 然后离开 待萧云锦离开之后 大殿之中 就只剩下林蕊和萧柔两人 林蕊看一眼萧柔 微微叹息一声 这云锦非池中之物 你可与她交好 来日若 希望她会 看在本宫曾经帮过她的份上 杜楚王府一劫 萧柔点头 即便祖母不说 她也会这么做 因为她是打心眼的喜欢萧云锦 并且想要 与她做朋友 萧云锦回到自己房间 房门才一推开 她就被人扯入了怀中 一股熟悉的青竹香味传来 然后她 被她一个旋转 房门已经被她关上 夏禅被关在了门外 郡主 夏禅疑惑地问 在外面守着 萧云锦出声说道 夏禅心中有疑惑 但萧云锦的声音十分正常 似乎并无不妥 她便听话地在门外守着 房间里面 萧云锦伸手掐了叶飞白腰间的皮肉一把 你怎么还在这里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叶飞白没有回答 反问道 闻言 萧云锦微微愣了愣 半想后才回答道 太后宫中死了不少人 太后失踪了 叶飞白抱着萧云锦的身体 明显僵了僵 然后将萧云锦报警了几分 你没事就好 她的声音有些沉 却不难听出 她对她的关心和爱护 你 萧云锦犹豫许久 想要问一问她与太后之间的关系 不过想着 此时在宫中 又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叶飞白早晚会知道 太后宫中发生的那些卧错事 到时候 她会不会对她心存芥蒂 因为在她心中 太后毕竟是她的亲生母亲 在没有确切证据下 她也不好否认她与太后之间的关系 由于许久 萧云锦没有问出口 打算回府之后 再找个时间 慢慢和她说说这件事 还有就是 她想知道 即便她对她的亲生母亲 做出这样的事情 她还会不会一如既往的待她 因太后那众人 根本就不配身为叶飞白的母亲 萧云锦如此想 算是对叶飞白一种测试 验证她在她心中的地位 是不是真的可以超越一切 我明日一早就会出宫 宫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皇上已经会严查各个宫门的出入口 你快些离开吧 晚了 我怕你很难出宫 萧云锦伸手抱了抱叶飞白 然后离开她的怀抱 说道 好 明日一早 我在皇宫门口等你 叶飞白向来清冷的目光中 闪过积许不舍之情 临行前 她伸手摸了摸萧云锦的脸 这才有些不舍的施展轻功离开 叶飞白虽然行走得慢 但她的内功十分深厚 夜色中施展轻功离开 也可以做到身清如燕 黑色的锦袍在风中飞舞 瞬间消失不现 真的犹如暗夜中忽然出现的神仙 下一瞬便不见了踪迹 一日一早 萧云锦和萧柔二人 被马车送出了皇宫 至于萧明月不知为何 并没有与萧云锦等人一起送出皇宫 昨夜宫中消息封得言 姬魏郡主今日出宫的消息 则是林蕊派人一大早前往各府通知一声 所以 萧云锦和萧柔出了皇宫之后 便看见自己王府的马车 在外面等候着 楚王府就派了一辆马车前来接萧柔回府 萧云锦这边则有些不同 是两辆马车 不仅如此 带进王府马车上的人下来之后 萧云锦还吓了一跳 第二百二十五章 我把你大哥给睡了 只见马车上面 下来一蓝衣少女 少女的穿着 与京城中的大家闺袖有些不同 袖口用袖带绑好 一圈一圈地缠绕起来 头上并未疏繁琐的发迹 而是用一个发簪固定好 一束马尾绑在脑后 看着十分干净利落 眉宇间还带着一股阴气 小天天天 你怎么来京城啊 萧云锦顿时忽略了一边马车上撩开车帘的叶飞白 飞奔到你小天跟前 热情地给了她一个熊抱 那边 萧柔临上马车前 看现如此情形 微微有些走神 原来 萧云锦也有这般 孩子气和热情的时候 叶飞白见到如此情形 俊美非凡的脸上表情顿时有些不好 虽然萧云锦抱的那人 是个女子 但她还是忍不住小小吃醋一下 因为萧云锦从未对她如此热情过 昨日就进了京城 因为得知你今日出宫 所以特意跑来接你回府 你小天伸手抱住萧云锦 将她抱起来飞了一圈 然后才放在地上 静静这么久 可又想我 萧云锦连连点头 有的 有的 叶飞白在一旁闻言 俊脸黑了黑 这二人感情 会不会太好了些 好的让她忍不住 又多喝了几口陈年老醋 是吗 你小天一挑阴气的眉头 我可是听闻 你月底就要大婚了 听见你小天这么说 萧云锦装傻一笑 是有这么回事 我原本打算 这几日给你去一封信 让你赶来京城 喝我的喜酒 不曾想 你与我竟然心有灵犀 提前跑了来 狡辩 你小天邪腻他一眼 算了 我懒得与你计较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回府再说 好 萧云锦达得十分顺口 与你小天先后上了靖王府的马车 等在一旁的叶飞白撩开马车的手一抖 一张俊美的脸黑沉的 犹如染了锅灰的锅底一般 四周 气温有些偏低 清君往旁边缩了缩 试图减轻自己的存在感 他家主子被未来夫人给无视了 更加重要的是 主子在未来夫人的心目中 还不及一个久未谋面的友人 虽然 对方是个女的 未来夫人这一次 却是有些过分了 这你小天 是萧云锦又年时结交的朋友 二人可是拜把子的交情 铁的默话说 在西北 除了两个哥哥外 萧云锦最亲近的人 就是这位闺蜜 你小天 二人可以无话不说 亲密无间 因你小天出生兵器世家的你家 又是独生女 家里长辈和父母 对她极其宠爱 又因出生兵器世家的她 要继承父亲的一身本事 所以力大无穷 且性格十分豪爽开朗 像个男孩子一般 心思透明 没有后宅中那些女人 那么多弯弯绕绕 所以 萧云锦与她自幼认识 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成为很铁的朋友 所以 萧云锦才会在陷到你小天之时 完全忽略了雨夜飞白的约定 不仅如此 还忽略了她的存在 萧云锦与你小天 在马车之上指示 各自聊着这段时间分别之后发生的趣事 叽叽喳喳说了一路 然后在马车快要到达境王府之时 萧云锦忽然灵光一闪 想起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只见她撩开马车帘子 朝外面的夏禅问道 夏禅 你刚刚有没有看见射郑王府的马车 停在宫门外 夏禅闻言 奇怪地看萧云锦一眼 郡主 你不会一直都不曾看见景世子的马车 停在静王府马车的一旁吧 萧云锦一愣 或许 应该她看见了 但看见你小天出现在京城 她太激动了 竟然一时忘记让叶飞白先自己回府 她应该回府了吧 什么景世子 你男人 你小天撩开马车车帘 露出一张美丽的小脸来 因她有着一对十分英气的眉毛 所以那张还算美眉的小脸 女子的柔美淡了几分 便冲淡了那股艳丽之色 反而显得有些中性美 文言 萧云锦苦笑不得 我刚刚禁锢着与你说话 竟然忘记 同她打声招呼 不知道她离开 没有 你傻呀 你小天直接从萧云锦身边挤出来 跳下马车 你都走了 她还傻等着 这么笨的男人 拿来做什么 你小天与萧云锦说话 向来直来直去 没有那么多心思和算计 十分随性 这也是萧云锦 喜欢与她玩在一起 并且成为最好的朋友的原因之一 你说的对 萧云锦错了错眉头 只是她还是觉得有些对她不住 于是对着夏禅说道 你且回去看看 若是她回府了 你替我给她送句话 七夕夜我 约她出府游玩 是 夏禅领命离开 你小天在一旁嘖嘖出声 积月不现 没想到你 竟然要嫁人了 看你这幅魂不守舍的模样 莫非是动了真感情 我看那人也不怎模样 虽然貌美了些 却不及文人百香 你若需要找个貌美 我觉得文人百香比她好 至少 文人百香看起来 没有她那么高了 萧云锦听这话 微微一挑眉 所以 你明明就猜出了她的身份 却故意吸引我的注意力 将我引走 就是为了气气她 你小天文言 双手往背后一背 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这是为了证明 你不是正色亲友之人 事实证明 你还算有点良心 没有作难有了男人 就忘了闺蜜的事情 二人自幼私混在一起 萧云锦口中的现代词汇 你小天学会不少 有些还觉得十分有趣 便跟着通用起来 萧云锦看她一眼 笑着推她一把 进王府门前 进王萧爵和进王妃 纪书早已等在哪 看现她回府 自是高兴不已 到了客厅 大家说了些话 都是问萧云锦宫中如何云云 待安抚好家人 萧云锦将你小天 领回自己的院子 二人才能聚在一起 好好说一说私密话 说吧 你怎么会忽然进京了 萧云锦端着一杯温茶 慢调思理地问道 你小天似乎有些难为情 微微垂下眼帘 萧云锦看着手中的茶汤 鼓起勇气说道 我把你大哥给睡 了 第二百二十六章 真相如何 闻言 萧云锦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微微一愣 但终于反应过来 你小天说了什么 她刚刚入口的茶汤 直接喷到了对面 你小天的脸上 你说什么 她声音阳高了几个有阴阶 可谓惊讶的不能再惊讶了 你小天抬眸看她一眼 一副豁出去的模样 伸手一拍圆木桌子 我说 我把你大哥给睡了 这一次 很大声 萧云锦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不过表情有些夸张 一副下巴要掉地上的吃惊模样 你怎么会将我大哥给睡了 不 不是 我大哥怎么会让你睡 不 不对 你们两个 到底是怎么回事 萧云锦语无伦次的连问两个问题 因她从来都不曾想过 你小天会和她大哥扯上关系 她与你小天是挚友 幼年识变常常玩在一起 你小天与萧诺颜见面的次数挺多 每次你小天都随她一起换萧诺颜一声大哥 十分恭敬有礼貌的样子 不曾想 你小天自怀中掏出手帕 慢条思理地将萧云锦刚刚喷在她脸上的茶汤擦去 叹息一声 说道 这是 说来话长 萧云锦很着急知道真相 催促道 那你长话短说 你小天看萧云锦一眼 微微醋眉 大概一个多月前吧 你知道我每次癸水来的时候 都疼得死去活来 正巧 你给我炼制的药丸快吃完了 而你又不在府中 这种事情 总不能和你大哥讲吧 萧云锦点头 这和你将我大哥给睡了 有什么关系吗 你小天瞪她一眼 继续说道 我要去你房间 总得有个正当理由吧 你随便乱编一个不就行了 以我和你的关系 大哥不会多问 就会放你进我房间的 萧云锦说道 你小天继续瞪她 你别打岔 我当时可没想那么多 觉得何必那么麻烦 我就直接翻墙 偷偷潜入了你的房间 然后 我遇到你大哥 就这样 萧云锦问道 你小天做事 要慧全投奏她 你再插嘴 我就不说了 好 好 你继续 你继续 萧云锦做了个闭嘴的动作 乖乖的 听她继续说 你大哥她有些奇怪 趴在你房间的桌子上 一动不动 我以为她睡着了 便偷偷摸摸摸的拿了药 准备离开 画面切换到 你小天偷偷潜入萧云锦房间那一日 你小天偷偷摸摸拿了药准备离开之际 萧诺言忽然抬起了头 一张向来含着温润笑意的俊脸 有些冷喝严肃 你小天被她这严肃脸吓得不轻 差点将手中的药给掉在了地上 和她对视半顺 你小天结结巴巴地说道 云 云锦大哥 我最近有些胃疼 便偷偷潜入云锦房间 弄些止疼药 原本应该 应该和你说一声的 不过寻思着 那样太麻烦 所以 所以才 萧诺言没有说话 看着她的眼神 依旧眼神 目光还有些黑沉 看得你小天一阵心慌 正在她准备逃之夭夭夭之际 萧诺言忽然起身 将她抱进了怀中 云 云锦大哥 你这 这是做什么 你小天下的手中的药瓶都掉了 双手抵在萧诺言跟前 试图挣脱她的怀抱 说实话 她虽然非常羡慕萧云锦 有两个出色的哥哥 但却从未对这二人 动过半分的春心 所以 被萧诺言这忽然的一抱 她可谓吓得不轻 若非自幼与萧云锦交好 萧诺言抱上来的那一瞬间 她可能就挥出了一记重拳 将萧诺言给挥了出去 你 怎么了 嗯 因为发现萧诺言的身体十分滚烫 你小天出于对萧云锦的仗义 想要关心一下萧诺言 话未说完 便被萧诺言给稳住了 梁宝且柔软的唇贴上 她小嘴的那一刻 她直觉大脑一阵发热 心跳戛然而止 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 惊讶 太惊讶了 不 不仅仅是惊讶 还有不可思议和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 就这失神的一瞬间 萧诺言已经占领了她的唇舌 将她整个人压在了床上 她当然要拼命反抗 这是怎么回事 你小天觉得完全无法理解 她这算是被萧云锦的大哥给强了吗 从来都温润如玉 面带微笑 冰冰有礼的大哥 竟然有这么禽兽的一面 喂 大哥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一拳打过去了哈 你知道我的力气有多大 我这一拳可能会将你打得重伤 你 你 你小天一边拼命推着身上的萧诺言 一边友情提示道 萧诺言原本有些沉的目光 在听见你小天说出大哥二字之时 忽然亮了几分 眼眸中的火苗子越来越旺盛 觉得你小天正扎得确实费事 伸手就点了你小天的穴道 如此一来 你小天便再也动弹不得了 大 大哥 你可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告诉你 你今日若真的将我给怎么样了 我和云锦都不会原谅你的 你小天嚷嚷道 自萧诺言醒后 他的行为就有些反常 你小天心惊不已 这个人真的是萧诺言魔 身上的衣衫被萧诺言尽数褪去 身上一凉 你小天想死的心都有了 想他堂堂武器世家的尼大小姐 竟然有一天 会被一个男人给 虽然 这个男人是自己好朋友的哥哥 平日里装的人母狗样的 没有想到禽兽起来 也不是个人 你小天一边愤恨的想着 一边有些绝望和忐忑 当疼痛感袭来的那一刻 你小天直接骂娘了 哇靠 要不要这么不懂怜香西域 枉费他平日里觉得萧诺言温润如玉 没有想到 你小天心碎一万点 拼都拼不回来 就这样糊里糊涂 莫名其妙的被萧诺言给睡了 而且 还不止一次 你小天被萧诺言给折磨了一夜 因心里愤恨 直到萧诺言醒来 他都不曾睡着 一直瞪着眼睛 看着对面睡得深沉的萧诺言 仿佛眼神能将他那温润俊雅的脸上 戳出几个窟窿来一样 第二百二十七张 本姑娘就当被狗咬了一口 睡熟的萧诺言 褪去刚刚的那股深沉诡异模样 倒是显得平静不少 你小天拧着他这样的睡颜一个多时辰 忽然觉得有些奇怪 以他对萧诺言的了解 绝对不会对他做出这样的事情 莫非是被人下了药 你小天觉得 这个可能性很大 大概是种了魅药春药之类的东西 然后来云警房中寻找解药 却不曾想要效散发之时 遇到了他这只道霉虫 萧诺言的眼皮子动了动 似乎要睁开眼 你小天这一瞬间 有些紧张 不知道他应该先要装个睡 还是怎么样 但他被萧诺言点了穴道 根本就无法动弹 更何况 做错事的人是萧诺言 他为什么要心虚呢 即便是他种了药 他将它给睡了 也该给他一个说法 下一瞬 萧诺言睁开了眼 映入眼帘的 是一张阴气十足的小脸 这张脸他很熟悉 他略微有些愣 大概刚刚睡醒的缘故 但他反应过来 二人肌肤相贴 顿时疼的一下 从床上跳了起来 一向温润且镇定的大哥萧诺言 也慌了神 被眼前的情况 吓得不清 他这一慌神 连带着将被单给带了起来 然后入目的 便是尼小天玲珑有致的动体 还有那娇嫩的皮肤上面 密密麻麻的的乌青 肖诺言直觉有些猛 你怎么会在我的床上 此话一出 尼小天原本自我开解 替他找的各种 可以原谅他的理由 顿时全都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是你的床 你确定 因为气大 他的声音不低 麻烦将被单还给我 我冷 他怒道 肖诺言向来温润如玉 且戴着温和笑意的脸上 难得的露出几分呆愣的神色 有些尴尬 又有些 纠结 随即似乎想起什么来 脸色一变 将被单往你小天身上一盖 然后就快速的捡起地上的外袍套上 这里并非他的房间 而是肖云锦的房间 他竟然 竟然 欺负了云锦最好的朋友 昨晚到底是怎么回事 按照时间算起来 肖诺言此事还终着射魂之术呢 对肖云锦的心思 还是有些暧昧不清的 所以 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他的心里可不比你小天难受 你小天是个有脾气的姑娘 且脾气一上来 还十分的火爆 他被被单蒙住脸 什么都看不现 呼吸间还 全是肖诺言身上的味道 自然就怒了 混蛋 逃走之前 能不能先替本姑娘 将穴道给解了 他说道 对 就肖诺言 刚刚那副作错事 却又觉得对不起别人的那种表情 深深地伤害了你小天 他此时 最对不起的人 不应该是他吗 奶奶个熊 你肖诺言竟然有心上人 为何还要来招惹他 肖诺言套山的动作一读 他此时心很乱 一方面不知道此事一出 他要如何面对肖云锦 二方面 他又不知道要如何处理你小天 一个是心爱之人 一个是心爱之人的好友 他觉得 肖云锦要是知道这件事 一定会将他给厌弃的 不 那样绝对不行 所以 一荒倒是没有多想 只想快速地穿好衣服而已 却没有想到被你小天误会了 你小姐 对不起 我 我 他也不知道 他昨晚是怎么回事 他连他昨晚是怎样来到肖云锦房间的 都没有记忆 给本小姐将穴道给解了 你小天怒火中烧 哪里听得尽肖诺言的解释 肖诺言立即伸出手指 将你小天的穴道给解了 这穴道一解 你小天的一技重拳 就打在了肖诺言的肚子上 他下手不清 肖诺言又因为心生愧疚 反应不及 竟然被他打了个正正 直接从床边给先飞出去 摔在了墙脚跟 乘着肖诺言飞出去的瞬间 你小天裹着被单飞快地下床 将散落在地的衣裙 全部收了起来 一路奔到屏风后面 干净利落地将衣服穿好 他的动作虽然快 但双腿间的疼痛感仍在 这一股做气冲了出去 后劲却是疼得厉害 死 他吃牙咧嘴地僵着 甚至站了半想 待疼痛缓过进来 他才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 此时 肖诺言已经从墙脚跟站了起来 因刚刚衣衫套得匆忙 这么一撞击 衣衫半开 露出一线精美如玉的锁骨来 你小天的目光 从肖诺言精美的锁骨上移开 狠狠地说道 臭男人 本小姐就当昨晚被狗咬了一口 不需要你负责了 你去吃屎吧 他实在是太疼了 这么想着 原本打算转身就走的他气不过 走到有些愣神的肖诺言跟前 一脚踹在上了他的大腿上 原本他的目标是直冲着他双腿间的物件的 奈何时他自己身体实在太疼了 飞出去挺猛的一脚 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 肖诺言反应及时一躲 他自然就踹偏了 可恶 别让本小姐再看见你 今后 看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你小天朝肖诺言挥了挥拳头 实在是看不下去 他那副有些无辜且纠结的表情 于是 他果断地一转头 走了 冲出房间那几步 他走得十分的潇洒 带出了房间 他果断僵在了原地 半想缓过境来 这才施展轻功离开 奶奶个熊 这可比他每月来癸水的时候疼多了 要是早知道如此 他绝对不会 在今晚出现在萧云景的房间里 他就是倒霉催的孩子 画面切换回你小天和萧云景跟前 听完你小天的叙述 萧云景醋眉 然后再醋眉 深思熟虑之后 他郑重地说道 天天 这情况貌似不是 你把我家大哥给睡了 而是 他话未说完 你小天一个眼刀扫过来 你敢说出来试一试 萧云景果断闭嘴 沉默一瞬 他再次开口说道 所以 你此次进京寻我 是为了 散心 你小天都那么豪迈的 不让萧诺言负责了 以萧云景知道的信息来看 大哥应该很纠结 毕竟他中了射魂之术 对他这个妹妹 想到此处 萧云景就觉得汗大大 这一个月都过去了 不知道师父有没有带回乌可纳 将大哥的射魂之术给解除了 第二百二十八章 他其实很害怕 一旁的你小天 说了那么多话 觉得口渴 端着茶杯 就往自己嘴里灌水 他正喝着茶 对面萧云景忽然开口说道 天天 不是我说你 你这神经 也太粗壮了些 若是我大哥原本想要负责 却被你打断了 你说 你亏不亏 扑 尼小天一口茶水喷了出去 好在他没有 正对着萧云景做 萧云景幸免于难 但刚刚进门的萧继峰的胸前 就不难免乐观了 这是你欢迎本郡王的方式 萧继峰挑眉 一张萧瘦的俊脸上 还带着几分风流倜傥的笑意 你小天见状 立即将茶杯放了下来 掏出自己的手帕 去替萧继峰擦胸前的衣衫 小二哥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都怪云儿他故意逗我 我这才 对不起哈 萧继峰倒是没有生气 笑容满面地 从你小天手中抽出他的手帕 自己擦了擦丢回到你小天手中 本郡王又没有责怪你 你这什么急 对了 刚刚听你们说什么大哥负责 亏不亏之类的 大哥最近在西北 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你小天文言 表情一正 干咳一声 表示没有听明白萧继峰说了什么话 转身落座 继续喝茶 这是我何天天的秘密 二哥 你不可以知道 萧云锦微微一挑眉 笑道 萧继峰笑眯眯的在萧云锦身旁的位置上坐下 搞不懂你们两个怎么有那么多的秘密 不过 你们不说 我也知道 萧云锦但笑不语 表示不信萧继峰的话 前几天我可听母妃提起 要给大哥定下一门婚事 看母妃笑得和不拢嘴的样子 对那女子硬是十分喜欢的 所以 待你婚事过后 我们进王府又要多一门喜事了 萧继峰卖弄道 萧云锦倒是不曾听自己母妃提起这件事 但是 听见萧继峰这魔说 不免醋眉 为何我不知道此 是 萧继峰邪腻她一眼 你的心思全放在井柿子身上 如何会知道此事 她的语气中颇有几分吃味的意思 毕竟是自己从小宠到大的妹妹 结果不声不响的 就被叶飞白那臭小子给拐走了 她还没有好好地考验她 结果自家妹妹一颗真心 就这么送了出去 叫她能不憋屈吗 虽然她这次能够平安地回府 多亏了叶飞白帮忙 但没没想到 她就这么轻而易举的 将她的宝贝妹妹给拐走了 心中总有几分不适滋味 又因睡了一月有余的时间 再次醒来身体虚弱得很 这一掉痒 又耽误了些时日 如此一来 她一直心心念念的 想要整夜飞白一次 却连她的人影都不曾见到 我哪有 萧云锦拉长声音 瞄一眼倪小天不太好看的脸色 顿时没了与萧继峰斗嘴的心思 这大哥要定清了 倪小天虽然大大咧咧的 听见这话 心里应该不好受吧 萧继峰觉得 这二人气氛有些奇怪 听见大哥要定清了 这二人不是应该高兴的吗 眼下 不仅萧云锦一副愁绪满面的样子 连带着大大咧咧的倪小天 都有些没有精神 你们刚刚讨论的 不是这件事 她转了转毛子 疑惑地问道 倪小天现在哪里还有心思喝茶 满脑子都是萧诺妍要定清的消息 她是说过 不让萧诺妍负责来着 凭着她倪家大小家的身份 多的是好男人上门入赘倪家 只是 为何胸口会觉得如此的闷 萧云锦见状 起身将自己二哥萧继峰的胳膊给拽了起来 二哥 我何天天还有私密话要说 你一个大男人 就不要凑热闹了 那儿凉快 就那儿待着去 萧继峰被萧云锦推着往房门外送 有些不太甘愿 云儿 你二哥好容易身体恢复了些 你都不好好陪陪我 你这样重有清歌 真的好吗 二哥 你若是实在觉得无聊 我来告诉你 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你一定有兴趣 想要去探究的 说着 萧云锦贴着萧继峰的耳朵 嘀嘀咕咕的说了两句 真的 萧继峰一挑眉 双眼冒光 眼中画过一抹脚霞的光来 萧云锦果断点头 真的 比珍珠还真 你赶紧去吧 去迟了 就没有好戏看了 嗯嗯 萧继峰连连点头 这下不用萧云锦推 他便心匆匆的往外面走了去 你小天抬头看向萧云锦 问道 你和他说了什么 看他一脸猥琐的笑容 还真是相当的欠奏 萧云锦反手将门关上 也没什么 就是阿秋有了喜欢的人 此时大概在某处诱骗那丫头呢 我不过是将此事告诉了二哥一声 你小天在心底为沈秋点了一排的蜡 希望他好运 不会刚巧被萧继峰给找到 我大哥若是真的与别的女子定了清 你 你真的不愿 萧云锦问道 他了解你小天的性子 外表虽然大大咧咧 豪爽的像个男人一样 内心却藏着一颗少女心 若是他大哥 真的要娶一名女子为妻 他觉得你小天不错 反正都已经生迷煮成熟饭了 但是 没有爱情的婚姻 是痛苦的 所以 他觉得他应该事先试探一下 你小天的心意 以及大哥的心思 然后再从旁撮合 你小天瞪他一眼 然后有泄气一般趴在了桌子上 再然后 他竟然哇哇大哭起来 他这一哭 萧云锦可慌了手脚 他自幼与你小天一起长大 从未见过他 哭得这么伤心的模样 萧云锦有些不知所措的上前 抱住你小天的肩膀 你小天扑到萧云锦怀中 哭得十分伤心 云云儿 我其实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这件事发生后 我在家等了三天 三天的时间 都不曾借你大哥上门 找我爹娘提亲 也不曾亲自向我道歉 或者解释 谁叫我做死说不让他负责呢 但他真的不负责了 我该怎么办 我是你家独女 将来是要继承父亲的家业的 若是被人知晓 知晓我并非完毕之身 以你家在西北的声望 我一定会成卫士人口中的笑谈的 我其实是害怕 害怕被人知晓 所以才跑进京里 想要和你说说 第二百二十九章 大哥要进京 我从小到大 就你这么一个要好的朋友 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不敢和任何人说 只能与你说 云儿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倪小天抬起泪眼朦胧的眼 特别脆弱的看向萧云锦 萧云锦虽然是个现代人 但在古代生活了十几年 十分懂得倪小天的担忧 原来 她并非真的不在意 而是将不在意装在心中 伪装坚强 不让别人伤害到她 我不知道 我要怎么办 以我对你大哥的了解 发生了这样的事 她应该会承担责任的 即便她不喜欢我 但是 我觉得她心中已经装了别的女人 所以才会露出那么纠结和为难的表情 云儿 你说我该怎么办 倪小天埋头在萧云锦怀中 哇哇大哭 萧云锦却脸上的神色 却有些尴尬 大哥心中装着的那个女人 不会是她吧 她中了射魂之术 应该不会那般 轻易的 就对她放手 那么她忽然来信 说要定亲 可是师父 已经带回吴可纳 替她解除了射魂之术 所以才有了定亲一说 只是 这定亲一事这么忽然 她总觉得 那里不太对 她低头看一眼 怀中大哭的倪小天 决定待会儿 好好问一问母妃这是 京城外面的某处别院中 一席悬色衣衫的年轻男子 站在一处房间外面 房间里面叫声不断 听着让人嫌弃 这样 除了与男子交 又欠真的解除不了 年轻男子 朝一旁年过半百的老人家说道 年过半百的老人家 朝年轻男子点了点头 十分恭敬地说道 炼制这药的人 十分精通药理 利用几味草药的相生相克 炼制出这样的药来 若试图解除其中一味药的药性 那么另外一味药与这味解药 有产生新的魅药 如此循环下去 解药便变成更加厉害的春药 他这一辈子 都无法接触这春药的药性了 年轻男子醋眉 普天之下 能练出这重要的人 可有机人 老人摇了摇头 据老夫所知 整个天下 也就只有药阁背后那位主子 有如此才能 不过 有传言说 那药阁的主子 其实就是诡异神色 房间里面的声音有些凄厉 听起来并不美好 但若非 他先针对萧云锦 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不过 年轻男子微微一挑眉 诡异神色 为何要帮助萧云锦 他怎么会出现在皇宫之中 他与萧云锦 又是什么关系 为何要帮助他 又或者 这般折腾下去 他不死也去了半天命 老先生 可是有办法保住他不死 勉强男子说道 这个老夫 尽力而为 不过 即便保住了他的性命 他恐怕也活不了多久 他中的要性太强 这种状况 必须持续三个月 三个月过后 他即便不死 也离死不远了 老夫 会尽量想办法 拖住了他的性命 多留他几日 主子 若有什么事 需要他去办 还需加快步伐 不然 老先生说道 嗯 我心里有说 年轻男子说道 进王府中 你小天扑在萧云锦怀中哭泪了 便直接在萧云锦的房间中睡下了 萧云锦吩咐夏兰 好好守着你小天 这才得空往自己母妃的院子走去 路过一处回廊之时 萧云锦发现自己二哥趴在一处墙头上 十分兴致勃勃地看着什么 他一时好奇 凌空而起 落在了萧继峰的旁边 发现新大陆了 他问道 萧继峰偏头看他一眼 将食指放在嘴边 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然后伸手一指前方 示意萧云锦自己看 只见前面的院落里 夏禅拉着一个害羞的小丫头行到沈秋面前 沈管家 上次郡主让我替你找的人 我找到了 就是这个小丫头 怎么样 模样是不是生的不错 你可真是厌福不浅呀 夏禅似乎特意约了沈秋到这里一会 只见沈秋 今日穿得十分光鲜 衣服是新的 布鞋是新的 连向来有着几分凌乱的发丝 都一丝不计的 用发官术后 这么庄重的沈秋 看起来倒是沉稳不少 一眼便让人觉得可靠起来 待夏禅的话说完 沈秋的表情有一瞬间僵硬 刚刚的欣喜之色瞬间荡然无存 只剩下错愕和 说不清的怒火 你约我来就是为了这事 沈秋沉声问道 脸色有些黑沉 当然 不然你以为我约你出来 是为了什么 夏禅不明白 她怎么忽然就生气了呢 空气一瞬间有些冷 夏禅觉得画风有些尴尬 自己拖来的小丫头 再陷到沈秋那一刻 就开始脸红到不行 在这里一冷场 她便有些局促不安的使劲搓着自己的手帕 沈 沈管家 我其实 其实挺喜欢你的 如果你不嫌弃我 我 我愿意嫁给你 做你的妻子 小丫头似乎下定决定 鼓足勇气 一口气说了不少话 话音一落 她果断低垂下眼瞼 不敢再多看沈秋一眼 沈秋面色更加阴郁了几分 直接上前一步将夏禅给拽了过来 然后拉着就往前走 无聊 萧云锦打了个哈欠 翻身就下了墙 继续往纪书的院子走去 萧继风见状 立即跟了上去 云儿 你去哪儿 等等二哥 她最近受得不成人形 怕出去吓到别人 整日留在王府之中 闲得无聊 就越发地想要找到事做 然而 萧绝却又不让她碰证物 于是她的目标便果断地盯上了萧云锦 因为跟着萧云锦便能遇到叶飞白 遇到叶飞白 她就有机会耍一耍大舅哥的威风 给她一个下马威 你这是要去寻母飞 问清大哥定清一事 萧继风见萧云锦去的方向是纪书的院子 不免停下了脚步 没有再跟上去 只听她继续说道 大哥特意嘱咐过母飞 让她在她尚未进京前 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若非那天我刚好经过 听了一耳朵 你说什么 大哥要进京 萧云锦停下脚步 惊讶地问道 第二百三十张要挟 血浓于水 萧继风看萧云锦一眼 你要澄清了 大哥自然是要来喝一杯洗酒的 怎么如此惊讶 自从你与大哥从猛族回来后 你二人之间就变得有些奇怪 你且与我说说 在猛族之时 你和大哥是不是闹矛盾了 我和大哥能闹什么矛盾 萧云锦邪逆萧继风一眼 二哥 你最近闷在府中太长时间了 有空还是出去走走 免得像个姑娘家一样敏感 喜欢胡思乱想 你陷过长得像我这般英俊潇洒 且风流倜腾的姑娘魔 萧继风挑眉 问道 文言 萧云锦笑了起来 二哥 你不要这么自恋好魔 就你现在这份皮包骨头的模样 还真的与英俊二子 沾不上边 你还是好好调养身体吧 说着 他俏皮的像萧继风一吐蛇 做了个鬼脸 然后往自己的院子跑去 大哥要进京了 按照时间上来算 他的射魂之术应该解除了才对 但师父为何不曾给他来过信 这让他十分费解 萧云锦不知 他师父来过信的 不过却是送到叶飞白那 因叶飞白之前 在萧诺言那里 遭了不少罪 所以便将信给扣下了 并没有让人送去给萧云锦 主子 宫中现在戒言 我们的人很难将消息传出来 不过 皇上已经派出与依卫 四处寻找太后的下落 清军向叶飞白会报道 叶飞白听完 并未出声 而是猝着眉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只见他目光看向窗外开得正好的 一株海棠花 有些失神 皇宫之中虽然戒言 但他昨晚也在皇宫 发生了什么是多少清楚些 并且 比旁人知道的更多一些 将张慧公搅合的乱七八糟的人 正是他的未婚妻 萧云锦 太后失踪 他与萧云锦的婚事 只怕无法在月底进行 若是如此 岂不是麻烦 叶飞白微微醋眉 能随意进出皇宫的人 在皇宫之中 必定有人 才能如此轻易地进入太后的寝宫 又不被人发现 你觉得 谁有这样的本事 这京城之中 有本事随意进入皇宫的人还真不少 清俊他微微寻思一阵 摇头 他还真的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太叶格的人 密切注意京城官员的动向 若有异样 即可上报 叶飞白说道 他话音刚落 忽然眼神淋漓的一扫窗外 阁下竟然来了 何不现身相见 清俊闻言一惊 外面闯入外人 他竟然一点都不曾发觉 只见窗户口飘然而尽 一戴着银色面具的黑衣人 那人唇角微弯 几步走到叶飞白跟前 一人独闯摄政王府 他似乎一点都不惧怕一样 我想与你家主子单独聊机具 可否请你暂时回避一下 黑衣人彬彬有礼的朝清俊说道 清俊对于这个忽然闯入的陌生人自然警惕 听见他这么说 便看向叶飞白 见叶飞白点头 他才退出房间 不过 却并未走远 就守在门口 没有想到这么多年的病秧子 竟然是叶阁阁阻 黑衣人说道 这天下坚让人料想不到的事情多的是 丞相大人觉得本世子说的对吗 叶飞白冷谋看向黑衣人 声音缓慢且悠长地说道 黑衣人一愣 虽然他戴着面具别人看不见他的面部表情 但露在外面的嘴唇 却在叶飞白说出这话时 笑意微微僵在了嘴角 不过一瞬 黑衣人再度扬起似笑非笑的笑意来 警惕子真会开玩笑 是不是玩笑 丞相大人心中有数 叶飞白手中虽然没有证据证明 原委就黑衣人 但心中多少有些猜测 刚刚黑人那抹不太自然的笑 算是将他给出卖了 哈哈 黑衣人大笑出声 警惕子可别炸我 我可不吃你这趟 叶飞白安静地看着他笑 目光依然冷若冰霜 绝美的俊脸上不见丝毫笑意 但黑衣人笑完 他才开口说道 太后在你手中 他直调主题 没有丝毫的犹豫 仿佛在看见黑衣人出现在他面前那一刻开始 他就已经笃定 太后在他手中 不然 你以为我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黑衣人微微挑眉 很是随意地在叶飞白对面坐下 二人相处起来 倒不像敌人 反而像多年不曾见面的朋友一般 十分自然且杀气不显 叶飞白微微醋眉 没有说话 黑衣人出现在这里的目的 他还不是很清楚 然而 当黑衣人开口说话之时 他不由身体一僵 脸色十分难看 警世子 太后是你生母 如今他中了魅药 整日需要与男子 交幼茜 才能缓解药性不至于死亡 你就忍心 让他遭受如此道的罪和屈辱 黑衣人说道 叶飞白冷着一张俊脸 看向黑衣人 这一瞬间 周身煞气遁险 四周的温度都变得底下 连空气都在这一瞬间 变得凝重起来 他不是我生母 他清冷幽远的声音 冰冷且无情 一张俊美非凡的脸 冷若冰霜 黑衣人唇角一鸣 他竟然有胆子来摄政王府 就不会怕叶飞白将他如何 或者说 他对自己的身手 很有自信 所以 叶飞白在这一瞬间是放的威压 他并没有被吓到 反而继续说道 血浓于水 不是你否认 就能否认干净的 叶飞白冷冷的拧着黑衣人 若果真血浓于水 他这些年来所遭受到的苦难 又是谁造成的 他这么多年 不曾对他做出正面还击 就已经还了他的生养之恩了 如今他落得这般 不过是旧游自取 与他何干 更何况 若非他想要毁掉云儿 云儿又怎么会做出反击 让他遭这样的罪 黑衣人献他不说话 也摸不准他到底是何想的 我心中一直有个疑惑 那要如此厉害 普天之下 能炼制出这重要的人 非要革主人鬼衣莫属 但鬼衣身在江湖 又怎么会出现在皇宫之中呢 那么 解释只有一个 那便是鬼衣 他其实有着双重身份 你觉得我猜测的对吗 第二百三十一章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叶飞白清冷的俊脸上 杀气一闪而过 却眼不发 等待着他的下文 黑衣人也没有卖关子 笑道 若我没有猜错 晋王府的云井郡主 其实深藏不露吧 他得了天花不能出府时 我就怀疑他在装病 只怕那个时候 他的人根本就不在晋王府中 而是出了京城 所以 锦世子你得感激太后 若非他下旨 你又如何能巧遇鬼衣 并且还能抱得美人归 你说 若是我将此事传出去 皇上一个欺君之罪压下来 晋王府会如何 他继续说道 叶飞白看他的目光更加凌冽几分 丞相大人觉得 仅凭你一人的猜想 就能将晋王府定罪 这确实是我的一言之词 不过 若是能制造些假证据 皇上一定会十分满意 将晋王府安上欺君之罪的罪名 你觉得呢 黑衣人问道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说着 叶飞白腾飞而起 手中悬丝朝黑衣人袭击了过去 速度快且运足了内进 这一击 黑衣人反应极快的闪躲开来 悬丝将地上的凳子带了起来 顿时四分五裂散开在地上 可见这一击 叶飞白用了十成的功力 对黑衣人的杀心以起 黑衣人闪躲开后 立即从怀中掏出一把悬铁而至的扇子来 扇子外表看起来与普通的扇子无疑 一打开 折叶处全是锋利的刀口 只见他挥着悬铁扇 朝叶飞白挥舞了过去 叶飞白已经 用悬丝勾出轮椅后面的悬铁剑 一瞬间长剑入手 快速地迎接上黑衣人的这一击 只听蹭的一声响 蕴含着内劲的撞击 让两把武器在此时撞出了火花 耀眼且炫目 这么多年 我倒是低估了你的试炼 这一击 叶飞白用了十成的力道 而黑衣人似乎有所保留 握着玄铁扇的手掌 收到内劲的反噬 裂开一道长长的口子 口子裂开 一股鲜血从他的手掌尖流了出来 滴落在地上 外面 清军听见里面的打斗声 推门而入 抽出腰间的软件 就要加入战斗 不要插手 叶飞白冷声喝道 与此同时 只限他一掌打向黑衣人胸前 黑衣人闪躲不及 应接了他一掌 倒退束步 一口鲜血自口中喷薄而出 叶飞白的武功 竟然如此之高 连他用上全力 都抵不过他的这一掌 怎么可能 就叶飞白师傅那样的水平 怎么可能教导出他这样高水准的武功 他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人 在偷偷教导他 这个人是谁 为何这些年来 他从来不曾查到半点消息 难道 叶明轩给他留下的那些人 还未死绝 还有另外的人隐藏在暗处 引导他 这么想着 黑衣人忽然觉得心惊 他以为自己筹划多年的事情 一直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却不曾想 有些事情 在他没有看见的地方 慢慢滋生 并且悄悄发展成长 直到对方足够强大后 他才猛然发现 不 这不可能 黑衣人看一眼叶飞白 然后转身 迅速地从窗外逃走 叶飞白眼几手快 一把玄铁剑飞了出去 黑衣人灵巧地闪躲 却还是不慎伤了手臂 叶飞白 我今日是为了你生母而来 你若不救他 来日必定会后悔 黑衣人亮枪飞出了窗户 落在外面的花园中 多谢忠告 丞相大人 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 我摄政王府的大门 可不是那么好近的 叶飞白冷声说道 黑衣人一手扶着手臂 一边看向四周围上来的人 叶飞白 这就是你对待恩人的态度 他救了他的生母 他却伤了他 不是恩将仇报膜 丞相大人过奖 你我之间交情不深 确实用不上恩人二字 若是有恩 也是本世子对你手下留情之恩 至于你能不能打退本世子的人 全身而退 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叶飞白一脸冷漠无情地说道 话音刚落 围拢上来的王府侍卫 就已经对着黑衣人出招 黑衣人受了伤 武功发挥出来的事 力稍微有减弱 但应付起这些侍卫来 还是可以面前抽身后退 可见他的武功十分的高绝 清俊见状 想要加入战斗之中 才刚刚往前走了两步 却见自家主子 忽然咳嗽一声 一股鲜血自他 唇角一流而出 主子 你受伤了 清俊一脸焦急地问道 叶飞白微微侧身 遮挡住黑衣人看过来的视线 我没事 你待会儿去江西春寻来 黑衣人的武功不在他之下 与他相交 他略占上风 所以才会吃黑衣人许久 才吐出鲜血来 刚刚那一张 黑衣人受到严重的内伤 但他也好不了那儿去 只见他低头 看向自己掌心的一圈黑色的印记 这玄民国的智英之掌 果然阴毒 他一时大意 竟然被他得逞了 到了眼下 叶飞白才想明白 他刚刚那一掌打过去 黑衣人看似不可比 实则却是 可以避开的 故意接他一掌 就是为了 引他中阴毒 上次萧继峰中了那阴掌 是如何解除的 叶飞白 你中了我的阴掌 非我不能解 若是你今日让我死在这儿 你也别想毒火 黑衣人如此算计 就是为了预防叶飞白翻脸不认人 住手 清军闻言 顿时就慌了 自家主子的性命 可比那黑衣人重要多了 若是真如他所说的那样 他家主子到时候毒发 该找何人解 那些侍卫顿时停下了攻击 纷纷将黑衣人给包围起来 不让他轻易逃走 他刚刚说的话 他们可是听见了 他竟然算计了他们的主子 当然不能轻易放他走 想要活命 带着鬼衣到城外十里亭 黑衣人飞身而起 踏过侍卫的尖头 快速地跃到了屋檐之上 然后击得起落 消失不现 追 清军立即下令说道 叶飞白雀抬手阻止 不必 立即派人给大理寺留下线索 就说丞相大人意外受伤 怀疑与抓走太后的同伙有关 大理寺卿是皇上的人 此消息一出 原委这段时间都会麻烦不断 应该没有时间去查证 萧云锦到底是不是诡异这件事 更别提伪造证据了 第二百三十二章 叶飞白的叙述 是真是假 至于传播谣言 他原委会 他叶飞白就不会 但是 主子你中的赌长 要如何解 清军着急地问道 上次萧继封中了玄冥国的赌长 是因为有萧云锦的救治 才慢慢好起来 如此想着 清军立即转身就走 我去找女主子 叶飞白想要出声换住清军 微微张嘴 忽然想到什么 没有出声 任由清军去找萧云锦去了 这时 天色将晚 萧云锦正与倪小天 一起练着舞 倪小天白日里哭过一场之后 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不守 此时与萧云锦打得十分殆尽 郡主 清军在外面求见 夏长过来禀报道 萧云锦收回手中的长剑 将剑入鞘 问道 可有说什么事 听她话里的意思是 仅是子府中有人来袭 柿子与那人缠斗 受了伤 夏长话未说完 萧云锦已经快步往外面走了出去 天天 我出去一趟 你先一个人玩着吧 她一边走 一边说道 你小天见状 骂道 你这个重色亲友的家伙 我 虽然心有不快 但她并没有跟上去 因她虽然哭过一场 觉得心中郁节没有那么深了 但跟去看人家秀恩爱啥的 她觉得她 应该会受不了 萧云锦一路马不停蹄的 赶到摄政王府 直接往夜飞白的院子冲 因在摄政王府住过积日养伤 对于王府里面的布局还算熟悉 没有花费多少时间 她便来到了夜飞白的房间里 我听清军说 你中了那什么玄冥国的阴长 玄冥国的人为何会忽然明目张胆地找上你 你可有觉得身体哪里不适 萧云锦冲进房间 接连问出三个问题 问得夜飞白直望着她 却不知道该回答那个问题先 云儿问的这般急 是想要我先回答那个问题呢 夜飞白起身 往她面前走了一步 正好接住急匆匆步入的萧云锦 将她一抱揽入怀中 萧云锦伸出双手推开她一些 嫌弃她站起来太高 她昂着脖子太累 她直接伸手 将她拖到一旁的软踏上面坐下 然后伸手替她整脉 都回答 不然我如何放心 夜飞白文言 笑了起来 一张绝美的容颜 瞬间风华无限 我没事 她的内功不比我深厚 这种程度的阴毒 我能用内力压制住 并且慢慢驱散 她来寻我 是为了太后中的媚毒 因她怀疑 你就是诡异 萧云锦文言一正 抬眸看她一眼 太后与玄民国的后裔有勾结 虽然说着话 但放在夜飞白脉搏上的手却 没有一栋丝毫 眼下看来 是的 今日来摄政王府寻我的人 根据身形来判断 与当朝城向元伟 倒是有几分相似 我曾出语乍过她 她没有否认 但也没有承认 不过 我有九成的把握 她就是元伟 叶飞白说道 萧云锦微微醋眉 你这内伤 是与她对打之时 伤的 叶飞白点头 萧云锦微微敏唇 没有想到 那个看起来沉稳 且带着几分儒雅的丞相元伟 竟然是玄民国的后裔 不仅如此 她的武功还十分高超 若她真是玄民国的后裔 潜伏在大盛这么多年 她想要做什么 萧云锦的心中 忽然画过一个猜测 难道一直在背后操纵这一切的人是她 元伟看起来也不过二十岁左右 二十几年前 她尚未出生 如何能操纵 她祖母死亡一事 这背后 出了元伟 还有谁 将这两颗药丸吃了 萧云锦自白宝袋中 掏出两颗药丸来 递到叶飞白掌心之中 现她接了过去 这才转身取了一杯温水 递到她跟前 叶飞白接过温水 家要吞了下去 看一眼萧云锦 清冷的声音带着几分低沉的问道 你就不想知道她为何会来寻我 还如此这般大胆地闯入摄政王府之中 萧云锦看她一眼 莫说话 静得下文 太后她 其实是我母亲 她十分平静地说道 但若仔细听 能听见她声音中夹杂着的淡淡悲伤 和失望之情 萧云锦将她手中的水杯 放在一旁的桌面上 上前一步 拉住叶飞白的手 十分认真地说道 她不是你的母亲 天下间 没有她这般狠心的母亲 叶飞白惨淡一笑 我也曾这般想过 但她确实是 父王是因为她 才自尽而死的 又或者说 父王其实是因为我 才死的 她的话说的不是很清楚 萧云锦听的有些疑惑 不免猝了猝眉头 却没有出声打断她的话 二十年前发生的事太久远 她一直醉心医术 只要不是危及到晋王府的事 她一般不太关心 据她所言 她是被我父王强迫了后才怀上我的 若非当时顾及父王是摄政王的身份 她早就在刚刚怀上我的时候 就已经将我打掉了 但是 父王不允许她这么做 非要她生下来 待临盆之际 她用我的性命威胁父王 让她吃下了一种慢性毒药 待我出生之后 这种毒药就会毒发 父王自然不应 她便自己吞下毒药 想要与我同归于尽 若父王不服下慢性毒药 她就不服解药 两方僵持之下 父王为了我 服下慢性毒药 并在她生下我之后 秘密送回了摄政王府 安排她身边亲卫 保护我的安全 但我因在母亲腹中感染了那样的毒性 所以自出生开始便一直十分虚弱 且容易生病 父王留下的那些人 花费了不少功夫 这才将我养大成人 萧云锦听完叶飞白的口述 只觉哪里不对 她虽然不太关注别人的家事 但叶明轩身为大圣王朝的保护神 她的事迹 她还是知道一两件的 像她那样有勇有谋的人 怎么会喜欢上太后那样的人 她觉得怪异 小白 这仅仅是她的一面之词 你就信了这么多年 萧云锦犹豫片刻 出声问道 叶飞白摇头 光凭这些 我自然不会信 但是她的手中有一封父王的亲笔信 信中确实说她是我的母亲 并且父王要我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与她为敌 因为这是父王亏欠她的 第233章 身不由己 你别怪她 萧云锦听完叶飞白的叙述 伸手戳了戳叶飞白的头 小白 我一直觉得你挺聪明的 但现在 我忽然觉得 你好天真 傻得很天真 她加重语气 重负道 她要真是你娘 即便你父王亏欠她 她也不该对你如此恶毒 因为是你父王亏欠她 你又没有 你是无辜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她和你父王一起亏欠你才对 你竟然说你父王为了留下 你喝下慢性毒药 可见她有多么爱护你这个孩子 又怎么可能得知 你会受到伤害之时 还不让你反抗呢 你不觉得这样很矛盾吗 萧云锦再次用力戳了戳叶飞白的头 叶飞白错眉 因她自幼便是一人长大的 孤独的内心 一直渴望有家人的陪伴 当桑木格告诉她 她就是她的母亲之时 她便信了 这么多年 一直不曾怀疑过 因她永远记得 她那天对她说过的话 你是个孽种 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上 你应该去死 去死 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她如此恨她 因她是先帝的皇后 却被父王给强迫了 才生下她 所以她恨她 恨不得她从来 都不曾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她的性命 是用父王的性命换来的 她觉得为了父王 她也该好好地活着 这便是她咬牙活下来的动力所在 她不能辜负父王对她的爱护 不管多难 她都应该好好地活着 但是 对于太后的各种暗杀 每一次都危机四伏 但她每一次都化险未夷 安然长到了十九岁 并且遇到了她这一生中 最重要的人 云儿 或许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 当年的事情 父王身边的亲卫也说不清楚 我不止一次地期盼过 她不是我的母亲 但是 若她真是呢 她的声音略微易毒 眸中化过浓郁的悲伤之色 虽然她不曾经过一天做母亲的责任 但她 生了我 即便她真的 对我做了十恶不赦的事情 我也不能亲手杀了她 你知道 这么想着 我内心有多么煎熬吗 第一次 叶飞白在萧云锦面前 露出这么脆弱的表情 看得她心抽抽的疼 站起身来 将她抱进怀中 的确 若太后真是叶飞白的母亲 即便她真的要将叶飞白给杀了 叶飞白也不能亲手 将她给杀了 因为生养之恩 大于天 叶飞白表面上看似冷漠无情 内心却是个十分重情的人 她伸手顺着她如墨的青丝 柔声说道 小白 这么多年 苦了你了 自她懂事开始 她的内心便时常这么纠结着吧 明明知道仇人是谁 却无法将对方杀死的感觉 却实让人觉得憋屈且难受 更何况 这个仇人 还是她的亲生母亲 叶飞白买首在萧云锦怀中 一开始的确是因为伤怀 被萧云锦正磨一爆 她忽然有些心缘一马起来 将连往她的怀中靠了靠 很软 很甜美 估摸着 不想 若非她 我可能 也无法遇上你 只要你今后 对我不离不弃 之前受再多的苦 都是值得的 因她买首在萧云锦怀中 清冷的声音有些闷 带着浓浓的鼻音 萧云锦倒是没有察觉到 叶飞白的异样 继续心疼道 你能这么想 我很开心 剑怀中的人没有回答 萧云锦贴心地想 她可能太伤心了 所以 她伸手继续顺着叶飞白的青丝 半想后才出声说道 小白 皇宫里面发生的事情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嗯 叶飞白声音有些沙哑的 若是在你心中 她是你的亲生母亲 我对她做了那样的事 你可会怨我 萧云锦沉宁一瞬 开口继续说道 叶飞白艰难地从她怀中抬起头来 原本清凉的眼神有些异样 只见她伸手 将萧云锦的头勾了下来 宠溺地笑道 傻瓜 我怎么会怪你 那是她旧游自取的结果 说着 她的薄唇硬上 她菱形的小嘴 用心勾勒 她唇绊的形状 小白 你做什么 被吻得有些晕头转向的萧云锦 忽然发现不对劲 伸手一把按住了叶飞白 放在她胸前的手 叶飞白吻的动情 一是秦男自尽 别萧云锦抓了个阵阵 只见她垂目看一眼 被萧云锦按在胸前的手 练练的眸子里面 火星子直冒 只听她声音沙哑地说道 她也是身不由己 云儿 你就饶了她吧 这说辞 哈哈 萧云锦一个没忍住 大小出声 没有想到 向来高冷的叶飞白 也会说出这么有趣的话来 简直太可爱了有没有 小白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知不知道 她将她的手 从她的胸前拿开 归局点 若是再有下次 就不准你亲我了 叶飞白顿时觉得很苦逼 这媳妇没有取进门 只能看不能摸 还真让人憋屈得慌 媳妇都这么说了 她还能怎么着 当然是 从她唇上全数讨回来 一次性亲个够本 萧云锦话音刚落 叶飞白已经再次亲上了她的小嘴 将她剩下的话 全数堵在了口中 一吻结束 二人都有些气息不稳 萧云锦此时 已经落在了叶飞白怀中 而叶飞白凝目看着她 好像下一瞬就会张开大口 将她整个人都吞下去一般 小白 我想进宫一趟 你有没有办法 让我进入皇宫 且不被人发现啊 萧云锦躺在叶飞白怀中 故意装作看不现她目光中的小火苗 一本正经地说道 仿佛 刚刚那激烈如火的亲吻 都不曾发生一般 叶飞白可做不到萧云锦那么淡定 她此时正难受得紧呢 听见萧云锦这么说 大脑一正 有半想没有出声 太后失踪 这宫门不好进 这种时候 你进宫作甚 她声音沙哑地问道 萧云锦一双明媚的眸子转了转 有件事需要去验证一下 你可有法子 法子倒是有 不过 你得让我陪你一起进宫 你一个人 我不放心 叶飞白垂目眼眸看她一眼 说道 萧云锦眉眼弯弯一笑 自打遇上你之后 我就变成一岁的瓷娃娃了 第二百三十四章 娶她如何 说着 她起身还住叶飞白的脖子 你刚刚与人为打了一架 还受了内伤 实在不易陪我进宫 我可是鬼衣 比一般的千金大小姐厉害多了 你既然这么厉害 再多保护我一人 应该不成问题 叶飞白打断了萧云锦的话 十分认真的说道 萧云锦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反驳她 外面天色已晚 月亮高高地挂上半空之中 朦胧的银色洒在人间 好像为人间披上了一层 神秘的薄纱一般 静静的夜色中 紧闭府门的丞相府 今日十分热闹 先是一道人影闪禁府中 接着又是两道人影闪禁府中 三道人影一前一后 进入圆尾的院子 只现院子的房间灯火明亮 有人影在房中晃动 三人在房门前停下 主子 聂大夫来了 玄青说道 进来 房间里面传来圆尾的声音 外面的三人得到允许 纷纷推门进入房间之中 圆尾脸上的面具已经摘除 露出她俊美且儒雅气质的脸来 她的脸色并不怎么好 十分苍白 聂大夫 快给她瞧瞧 来人中有一人竟是女子 这么热的天气 她竟然穿了一件风袍 将自己半张脸都遮住了 因为光线的缘故 别人只敲的现她鼻子以下的地方 圆尾抬眸看一眼一身黑色风袍的女子 姑姑 你怎么来了 你都受伤了 我能不来吗 女子着急的说道 我听玄青说你今日独身去了摄政王府 圆尾点了点头 那边聂大夫已经上前替她把脉 女子文言带着几分生气和无奈的说道 你真是太任性了 怎么可以独身去摄政王府呢 叶飞白她能从桑木阁的手中活到现在 不是她命大 而是她有几分真本身 你这样送上门 岂不是找上门挨打吗 是我大意了 圆尾这一次叶探摄政王府 一则想要探一探叶飞白对桑木阁这个生物 还有多少耐心 二则也是想要探一探摄政王府的水 到底有多深 三则自然是萧云锦 到底是不是诡异 她独身前往 虽然危险了些 但若带着人去 未必能获得这么多信息 这次受的伤不亏 至少她想要知道的三件事 在心底都有了确切的答案 虽然如此 但她也泄露了自己的身份 叶飞白竟然是叶格的阁主 她若贸然爆出萧云锦的另外一重身份 难免不会惹怒了叶飞白 将她的真实身份给暴露出来 一来二去 二人算是打了个平手 就看谁能抓住时机 先一步将对方置之于死地 目前来看 只要她不主动招惹上叶飞白 她便不会动她 那带着疯袍的女子 还想要说什么 贱涅大夫 以惊涕原为枕脉完毕 立即着急地问道 她伤得可严重 主子的内伤很严重 这段时间 需要好好养着才行 不能再动用内力 至于这间绑处的伤 只是皮外伤 并未伤及禁骨 我这就替她包扎 涅大夫说完 转身从药箱中 取来干净的纱布 和止血散准被给原尾包扎伤口 一旁女子心疼的责怪道 你要听涅大夫的话 这段时间 不要再妄动内力 否则 姑姑怎么对得起 你九泉之下的父母 姑姑放心 我会的 原尾抬眸看眼女子 出于安慰道 待涅大夫 替原尾将伤口包扎好 那女子站在一旁看了看 觉得无大碍 这才放心 又叮嘱了涅大夫 要好好照顾原尾 这才准备离开 只是 离开之前 她忽然转身看向原尾说道 明月那丫头 今日并未跟着两位郡主出宫 我担心她 留在宫中闯祸 韦儿可知道 皇宫之中 到底出了什么事 有皇后娘娘在 她不会有事 姑姑你不必担心 原尾抬眸对上女子的视线 安抚道 但愿如此 如今皇宫戒严 消息根本传不出来 若是有可能 你明日下朝之时 能不能换人打听一下她的消息 女子说道 这件事若燕王来办会好过我出面 姑姑应该知道才是 原尾说道 女子听原尾提前消甚气愤的道 不提她还好 一提她我就来气 近日她心纳了一方小妾 整日被迷得晕头转向 那里还记得 她有个宝贝女儿 原尾闻言 微微挑眉 问道 姑姑就这么 眼睁睁看着她 被其他女人迷惑去心智 当然不会 女子眼神一立 说道 她才刚刚入府 燕王正在信头上 我若此时对她动手 只怕会引她不快 待过段时间 我再想办法弄死她 将她丢到城外乱坟港去喂狗 话虽如此 但出面的人 还需是燕王 我至多能从旁说上一两句 原尾说道 聂大夫已经写好药方 朝原尾告辞 并嘱咐她如何服药 原尾点了点头 朝聂大夫到了生险 主子不必客气 这都是属下的本分 聂大夫朝原尾一弯腰 诗里说道 这么多年 我身上大大小小的 伤多的你细心照料 才能慢慢痊愈 这一声险 你当得起 原尾朝聂大夫 虚扶了一下手 示意聂大夫起身 主子客气 聂大夫跟了原尾这么多年 速来知道原尾的脾性 他刚刚的那一席话 倒是没有掺甲 发自肺腑 所以 他朝她再次欠了欠身 拿着药方出去 替原尾抓药去了 那穿着黑色风袍的女子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 原尾看玄青一眼 玄青拾去的出去了 姑姑有话不妨直说 原尾坐在椅子上 面色虽然苍白了些 但气质风华仍在 依旧是个仪表堂堂的美男子 女子犹豫一瞬 开口说道 明月那丫头 眼见着到了嫁人的年龄 你看能不能 他话上位说完 原尾俊脸一沉 醋眉问道 姑姑想要我娶了她 女子献她如此 心里不免闪过一丝忧虑 但为了自己的女儿 还是艰难的开口说道 她毕竟是我的骨血 嫁给外人我不放心 若是能嫁给你 自然是比嫁给旁人 更令人放心些 伟儿 看在姑姑的份上 你将她娶了如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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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